上文书说道 金乌珠的大小船队被困黄天档 正然走投乌路 多亏哈密赤 命令君族挖通老冠河 撤出黄天档 原来这老冠河 挨着黄天档这段被堵塞了 前边通着长江没有堵 所以很快大船通过老冠河来到长江内 长江在这块拐了个弯 金乌珠这才长长的出了口气 想不到我又脱离险境 带我到扬州重整旗鼓 回头带人马找韩世忠报今日之仇 大船来到了长江北 随后弃州登岸 上马的上马 车辆都排不好了 列开队伍 挑出大旗直奔扬州 走出有四五里地 金乌珠脸上露出得意之色 啊军师 孙郎主 都说岳飞寒世忠 善惠用灵叫我看 那怎么样啊 狼主您的意思 如果这个地方要是宋军设下埋伏 我们就得全军覆没了 可是那还是容岳飞 嘿嘿 就没有想到 嗯嗯嗯 哈密士心的话 你还狂呢 我们四十万大兵 现在剩着两三万人 还说人家不会用兵啊 哈密士知道 金乌珠心里不痛快 是可顺着的说 狼终言之 有你话音刚落 就听左边树人呗 道 鼓道 三声炮响 惊天肚地 呼啦啦 大林中冲出来 三千宋兵 拦住金乌珠的道路 为首一级弹马来的队前 于 爱 于 金乌珠下马扑往 好 金乌珠一看 眼前原小将 年龄 再得十四五岁 头戴树伐紫荆棍 上叉之击灵 身穿七零楷 大红中衣 虎头战靴 跨下鸭齐 吃土腌制马 掌中击队 雷鼓握金锤 来的不是别人 谁呀 正是金锤小太宝 岳云 要不说岳飞 用兵如神 在金乌珠 没有败走 黄天荡之前 就算计到了 他必走 六合天上这道线 事先叫岳云 带三千人 埋伏在这里 已经等了好几天了 金乌珠这一看 这会算彻底不清 有岳飞呀 我这辈子 甭想进犯大宋 哎 跑吧 金乌珠谁也不管了 推马就跑 岳云带三千人 一阵追杀呀 一路至上 金乌珠 积极如丧家之权 茫茫如 洛广之鱼 等他逃到北国的时候 发兵时 四十万人 到了北国 只有三百六十人 拜太惨了 他都不敢见他的狼主 蜿蜒无奇迈 不敢不行啊 领着哈密市 还有几个王子 来到惠宁府 惠宁府是金国的国都 金乌珠来到了金殿 用可习盖挡脚走 扑扑在地 放声痛哭啊 狼主啊 乌珠清醉了啦 他把金国一说 蜿蜒无奇迈气得 啪啪啪 吃牌桌子 乌珠啊 我把你个混蛋 这么多年 你给我损兵 折将 耗费 国费堂人 你还有脸活呀 来呀 把这绑上 给我咔嚓了 旁边过来武士 抓起金乌珠 笼上二倍 往外又推 文武官员一看 吴奇迈像疯了一样 喘着粗气 晃着脑袋 剁足吹胸啊 是啊 大王张开死了 那是他心爱的王侄 和两个孙子 金盘子 盐山子 全死了 他能不生气吗 谁也不敢求情 金乌珠也认为 我杀之不足 寡之有余 该死 在一旁进入哈密吃 哈密吃一下 不行啊 我喝醋掉 脑袋也穷情啊 哎呀 郎种 大乌西啊 流人 嗯 你也不是好东西 嗯 是是是 王爷有罪 你有什么要说的 哎呀 嗯 老郎种 嗯 我该死 四郎种也该死 不过你听我一言 四郎种 这次进犯中 能可不容易啊 这么多年 领兵带队 他为了什么 那这是一步高 一步低 一步沙滩 一步泥 冷刀枪 热肚皮 可饮刀头血 睡卧马安理 还不是为了 叫你老人家 能到天朝当皇上 看看中原的花花世界吗 看看中原的美人 叫你想几年福吗 嘿嘿 事与愿违 他没得好吗 不怪乌中殿下 哎 重要是怪那个越南蛮 越飞太厉害了 我家四殿下领兵带队 把康王照够困在牛头山 本来他是龙中鸟 网中鱼 旧羊羹抓到 可是那岳飞 无辜的 不到哪弄出来 这么几个屎锤的 哎 两位小殿下 金蝉子 银蝉子 被给震死了 那还不说 我家郎主 死里逃生 败走黄秦荡啊 金饼奴 替你四郎主死了 不然 你们熟知还见不着面呢 呃 这打仗嘛 谁也不敢说 呃 百战百胜 对不对 有胜就败 汪老郎主 开天恩 饶恕四殿下 我们藏风党锐 莫玛丽兵 担等兵精良俗 再进犯大众 呀 呸 哈密赤啊 你还进犯大众啊 啊 这回就不行了 哎呀 您尽管说不行 那咱们可以不想 可是人嘛 您还是应该放的 胡拉 回来这三百多人 大部分都是皇亲国戚 都有权 在这说话 替金乌珠求情 老郎主 歪言 乌琴们 没办法 好吧 你们都替他说话 把他给我 押回来 乌珠被推回来了 谢老郎主 不杀日恩 不杀你 我这气男平 我得怎么给我的孙子 我的侍子报仇 去 到五国城 把那两个南朝的皇上抓来 给我寡了 哎呀 郎主万万使不得 那两个人是死狗一条 你留着有用 你要杀了 臭怀地 你别忘了 他是天朝的皇上了 万一 我们有个马高凳短 还能拿他换江山射进 怎么 杀不了 你好别杀 那我这气 我有办法 好吧 你小子就会哄人 你说 我耗费国币躺银 这钱什么时候能够找回来 有办法 你想啊 当初我家四殿下进犯中原 没非劲 就把宋朝两个皇上抓来了 那么我们就不行 把康王赵构抓住吗 那这回为什么就不行呢 哎 上次是因为有张帮昌帮忙啊 张帮昌给咱做那应 他把两个皇上送给我们了 还有刘玉 可这些人 四殿下 您偏不喜欢 不喜欢大宋朝奸臣 喜欢宋朝忠良 忠良不帮咱说坏 咱要想再进犯大宋啊 嗯 得除掉岳飞 那么怎么除掉岳飞呢 还得找一个像张帮昌这样人才行 吴奇买听着 皱皱眉 有礼 可上哪找张帮昌去 不说被你们杀了吗 张帮昌活着没用了 换一个人 换谁呢 嗯 嗯 这个 嗯 这里耳目中东啊 不便东窝言 好 随下 满朝文武退下之后 弯腱无奇迈一点手 将金乌珠叫到身旁 死孩子 过来过来过来 我说哈密赤啊 你有什么办法 哎呀 老郎容 有一个人最合适 陪着南朝两个皇上到我们北国的一共五个大臣 那四个都死了 就剩一个 这个人叫秦桧 想当初在南朝 当御史忠诚 你忘了 他磕头碰地脑盖出血 向我们留成一条狗命 我们把他赶出惠宁府 这个人可是状元出身 大残呀 如果没死 咱们找着他 小恩小慧好好拿他当条狗养着 把他养熟了 在宋归中原赶紧咱卧底 叫他想办法 害死岳飞 到那阵 四郎主再出兵 送朝江山就可以脱手可得呀 哈哈哈哈 好小子 我不白疼你 你有两下子 四孩子 刚才我要杀你 那也是杀鸡给猴看 你别生气 想办法找到秦桧 听到没有 是 我说是 紧从狼主旨 旨意 就这么 哈密赤 金屋珠 各回各府 出征这么多年了 好不容易和家中人团聚 可金屋珠这人有毛病 不打仗 他难受 活不了 他到处派人找秦桧 找不着 哪去了 心里烦闷 这一天 带着一群王军呢 到荷兰山下打猎 打些山鸡野兔狐狸之类的 往回走的时候 前边是个树林 突然 说 在树林那 闪过一道人影 金屋珠是练武之人 眼睛特别快 他一看 是个女子 南朝庄树 回来这么多日子了 没看见过南朝女子 来啊 把这树林那个人 给我抓住 是 三兵进去时间不大 从里边 嫁出一个女人来 这个女子看去 只有三十一二岁 实际比较大得多 细高挑 大高个 长拨枪 削尖 杨柳腰 头上青丝高碗 并便带多野花 耳带银环 往里里看 白嫩嫩一张瓜子的 腕眉 杏目 鼻直 口小 揣了一身 粗布衣裳 嘎着摸着 夹着滚干柴 往那一旦 别有一番风韵 金屋珠啊 是军事家 野心家 不尽女色 尤其近半年 竟在北国骑马射箭 看都是北国的大姑娘 小媳妇 北国女子啊 骑马射箭 皮革健壮 性格活泼 突然 看个南朝女子 金屋珠心里 微微动 说话 嗓门都小了 怎么 怕把女子吓着 呃 这一女子 你一是何人 这个女的 看着金屋珠 眼睛微微一挑 一点不害怕 是见过世面的人 呃 小女子姓王 不知道 郎主 你是何人 呃 我乃蜿蜒无都 哦 原来是昌平王 四郎主 见妾 有礼 把干柴一放 拾了一礼 王室 你怎么流落到我们北国 啊 我是随丈夫到这儿的 你丈夫是何人 我丈夫 哎 他叫秦桧 自桧之 哦 秦桧 秦桧 秦桧之 嘿 这才叫踏破铁蜜 无迷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 哈哈 秦桧艳福不浅呢 有这么个漂亮女子 为伴啊 王师 你是随丈夫流落到我们北国 正是因为四殿下把我们两个皇上带到北国 我又就跟着我丈夫来了 哎呀呀 委屈你了 本王素知秦桧 是高才 才高八道 学富武车 只因我不在国内 没有见着秦先生 要委屈你了 决定 把夫人带到我地府上 是 军兵往王室夹起来 往金屋珠马上一沾 金屋珠血马 回到自己王府 给王室沐浴更衣 当夜王室 陪金屋珠睡在寝上 虽然是一夜夫妻 也如交如期 这么多年 这王室和秦桧怎么活着呢 秦桧被裸到北国之后啊 随行那些大臣全死了 唯独秦桧贪生怕死 再三求饶 被赶出惠宁府 在赫兰山下伺乎一个放马的小官 这个小官死去之后 两口子住在破牛皮帐里 王室呢 给小藩逢连起坐 换些米面牛羊肉吃 行贵呢 还是什么也不会干 是个书呆子 看看书 写些字 尤其让王室 打轻骂叫 把这小藩哄得挺乐 尝试送点羊腿啊 牛肉斧 羊肉斧之类的 过到今天 想到禁不住 为了利用秦桧 将王室弄到府里 做了露水夫妻 赐天光放亮 王室羞羞答答的 书膝已毙 四郎主 哎 我难以启齿 我已落在你的家内 可是我那丈夫 还在那牛棚内受苦 往郎主周全 哎 夫人呢 你放心 我已经派人去找你的帐 去两个小藩 到牛皮帐内 找秦桧 秦桧一看老婆一宿没回来 心里垫着 没有睡觉 就在这一阵小班进来了 哎 我说你是要请会儿吗 啊 不错不错 君爷有事吗 哎 秦先生 我们郎主请你 哎 哪个郎主 四殿下 哎 不行不行不行 哎 我的卓京 不知道昨天上哪去了 哎 我再找他 等他回来之后 我再跟你去 什么什么 卓京 什么叫卓京 就是我的妻子 哈哈哈哈 崩涨了崩涨了 哎 咱们四郎中呢 到呢 你们夫妻见面了 秦桧的脸 哼就红了 低着头 只跟着小班走 走路太慢了 把他架到马上 很快带到金屋猪的府内 下了马 一直让到二旁 往里走 来到书房内 到了书房 抬头一看 金屋猪在里边坐着喝水呢 他认识啊 秦桧低头 洽门前来到里边 羊羔吃奶 普通 跪去了 罪人秦桧 看见四郎主 金屋猪 站起来 用手相探 秦先生 免礼 平身 请坐 在四郎主面前 沿沿有罪人的座位 哎 秦先生 别客气 坐下 坐下 秦先生 我久闻你是江南才子 状元出身 胸膛锦绣 府有两毛 就想在台前请教 怎奈 我不在京都 一直在中原打仗 委屈你了 我将你请示我的王府内 想做个参谋 早晚呢 好领教一二 秦桧一听 受宠若惊 唐 站起来 我那有罪之人 不敢不敢 秦先生 不要磕头 请坐 来呀 准备酒宴 给秦先生迎风洗尘 事情不大 准备一桌丰盛酒宴 又有弹拉歌唱的舞女歌同 哒哒哒哒哒 这个好听啊 秦桧好几年没吃到这么好的东西 甩开腮帮 叮开大牙 哒哒哒哒哒 这种吃啊 从这之后 秦桧一步登天 好吃好喝好招待 要换上丝绸果段 起浪子的衣服 再也不用 为吃喝奔波 再也闻不到烧牛粪味 和吃那半生不熟的烤羊肉 一晃一年半过去了 这一年半呢 一三五王室到金屋中那住 二四六在秦桧的住 秦桧知道不知道 他睁一眼闭一眼假装不知道 心想我还借着夫人升官呢 这一天呢 金屋猪讲秦桧 找到自己的银安殿内 建立一地 分宾主落座 从人献上查来 金屋猪一看 秦桧也胖了 脸也白了 哼 里里缩缩的 看着文质彬彬的 金先生 近来在我这过得怎么样啊 哎呀 蒙郎主关照啊 一切都好 郎主对我有天高地厚之恩 恐怕秦桧今生不能相报 来生愿意解草心魂 嗯 不要说这个 你想不想家 这 想不想回南朝 狼主对我这么好 不想不想 要话 树高千丈 夜落归根 哪能不想家呢 说实话 秦桧 他才呀 心里明白呀 金屋猪拿我带如上宾 两个皇上还在五国城坐井观天 我在这吃一抗二仰观三 一定是他有求于我 我得小心的回话 他叫我回东远 干什么去 狼主 狼主 如能容我回家祭祖 我将赶祭提灵 好 就这个意思 我不但叫你回家祭祖 还想方设法叫你到宋朝国内当大官 卫列三柴 官居一品 狼主 这是何意 不过 我一事相求 这次我带四十万兵 兵办大宋 牛头山一战 本来可以抓住康王赵构 想不到 来这个岳飞岳鹏举 他是我的科兴 不但记不得赵构 而且把我打得大败追溯 四十万人 剩了三百六十人 输得太惨了 中原只要我岳鹏举 我禁不住休想得下 天朝国土 我对天朝感情太深了 对那山山水水 一草一梦我都爱 我若能定居中原 秦先生啊 我感激你一辈子 这么大 你回南朝 离间他们君臣的关系 想办法 要了岳鹏举的性命 到那时 我发清国兵马 得险宋是江山 你是我的开国功臣 这个 秦桧合计合计 没说话 假装没停歇 揪住误会了 以为在跟他讨价 还价 秦先生 如果我德下 宋朝江山 我们两个可以平分江土 你看如何 啊 四殿下 你误会了 我不是在这 跟你讨官 讨国土 我想 那岳飞 在牛头山 保驾 功高 莫国 救驾 他和皇上 什么感情 嫌我 流落北国 这么多年 寸功为力 怎么能取得 赵构 信任 哎 不行 我怕 辜负了你的心意 哎 不要紧 你的功劳 比岳飞 大多了 别忘了 你跟南朝 两个皇上 流落我们 北国 也算保驾 有功 这个 哎呀 有谁做 这 哎 你可不如此 这般 这么这么做 到五国城 就那两个皇上 给你写招书 带招书回国 北国这一段 我送你 到南朝 你有两个皇上 指引你还怕什么 嗯 好 两种 秦会遵命 就是 上门 人书说道 秦会合计合计 嗯 好 郎主 秦会遵命 就是 但是 秦先生 你要回国之后 你要把本王忘了 怎么办 秦会听这话 撩一扑通贵道 对天蒙事 在那个年代啊 喜事发愿可当真事 只听秦会说 皇帝在上 后徒在下 我秦会 回了天朝之后 不把宋氏江山 让给四郎主 说到这儿 秦会为难了 心想 我起什么事 我要说 自在乱人之下 太狠了 真要办不到呢 莫非应事不可 不起事还不行 哎 骂人不疼 起事不灵 我来个牙藤咒 我就说呀 后背生 毒疮而死 生疮长 阶子不算回事 能死人吗 就这么起 哎 足以后 不把宋氏江山 让给四郎主吗 并生 废族 而死 哎呀 秦先生 严重了 秦奇 秦奇 秦会今天发誓 认为是牙藤咒 后来他应事了 他害死岳飞之后 施权 仲安桥行刺 在他背后 砍了一刀 秦会 后背生疮 后来 这个疮 蹦裂而亡 再说金乌珠 第二天 叫秦会 到五国城 去找二弟 秦会 换了身破衣服 有两个小藩 陪着走了 这王氏不干了 赶紧来找金乌珠 见着乌珠 小嘴一撇 扑苏苏 两滴眼泪掉下来了 郎主啊 昨天我听秦会说 你叫他回天朝 他走了 我怎么办呢 福人 当然 你也得跟回去了 哟 我跟他走了 那 那我们俩怎么办呢 这个 干嘛 哈哈 夫人啊 回去 你助齐先生 一臂之力 单等 我打到中原 登基继位之时 封你为贵妃 你我 永远不分 嗯 这还差不多 郎主 虽然 咱是陆水夫妻 可也一年多了 哎 忘不了 忘不了 回头再说秦会 很快来到五国城 五国城在哪 在现在的伊兰 前往我讲过 那是五个部落 组成的 叫五国城 非常荒凉啊 有这么一个大院子 住起高墙 派小藩看守 院里有几间平房 灰青二地 就在这房子里居住 每天呢 可以出来晒晒太阳 往天井这一座 坐在天井 眼望长空 思念南朝 从他们被困之后啊 只有崔孝 来过一次 带雪照 回南朝 叫康王继位 后来听小藩说 崔孝死了 康王照顾 已在建康 也就是金陵 登基继位 岳飞连战连胜啊 青龙山八百破十万 大山 爱华山 连牛头山的事 两个皇上都知道了 他们俩判啊 讲啊 判一天 岳飞杀到五国城 讲他们两个 迎回南朝 如果没有这点盼望 恐怕 那八地徽宗早就死了 徽宗古兽如柴 浑身是病 今天秦会来了 见着灰情二帝 掉下两滴 鹅鱼眼泪 哎呀 万苏呀 臣呢 找了你们好几年 可算找到了 万苏龙体一康态 八地徽宗说不出话了 哎 好啊 没死就算好啊 新宗说 爱卿啊 你当时有事啊 哎 我认识几个马三子 他们能把我偷偷带回南朝 我想回国 万苏鸭 有什么话 叫我带回去吗 我们想写诏书 你带回天朝 可是没有笔墨 燕瓦 秦会说 我都带来了 就这么 掏出来纸 铺好了 研好了墨 拿过笔来 徽宗哆哆嗦嗦的 给他皇儿照够 写了封诏书 把自己目前的困境身体 盼望发兵都写上边 秦宗给他兄弟照够 写了封诏书 这两封诏书可值了银子了 就仗这两封诏书啊 秦会儿平步青云 秦会儿把诏书骗到手里 把笔墨燕收拾好了 二位万岁 臣又回国了 你们多多保重 敬听家音 奸贼走了 回到了惠宁府 建筑金乌珠 把到五国城的事 详细说了一遍 乌珠说 你继日登城 就这么 王室秦会 把自己东西收拾收拾 外边套好车辆 金乌珠亲自相送 三十里一战 五十里一城 一直送到陆安州 乌珠说 我不再远送 我可在国内敬听家音 好 四郎主 再会 就这么夫妻俩 去叫陆安州的城门 陆安州 又送兵把守啊 谁回来了 秦会知道啊 有什么为证 把招书一帝 和城门开放 像迎接皇上 那么迎接秦会 就这么 一战一战往前送 把秦会夫妻 带为上宾 就这样 很快 来到京城 到了京都之后 安排到 金厅 议馆 安切 满朝门 我听说 秦会从北国回来了 又惊又喜 纷纷探望 这个问候 那个说 你在沙漠受苦 太不容易了 那个说 你保护二圣 可是有功之臣 赵构听说 他的太上王 和他的皇兄有信 也很殿殿 四日早朝 传主官 宣秦会 上殿殿降 秦会来到八宝金殿 头顶圣旨啊 康王赵构 赶紧 离开了龙敦 走下来 接过他父亲 他皇兄的旨意 扑在龙叔岸上 一看 哭得气不成声 从这圣旨上 已经看出 父兄北国受苦 盼他早日打到武城 能把那父子两个人 接近朝中 把圣旨悬挂一旁 秦会 因为在北国保二圣有功 封为礼部尚书 王氏 封为二品夫人 这两口子 蹬着棉花包上房 哼愣 起来了 暂时住在金庭医馆 令人起躁 礼部尚书府 到了晚上 康王赵构 把秦会 叫到养心殿 就剩两个人了 康王赵构问 爱卿啊 金屋珠败回北国之后 现在有何打算 秦会一下 我好好吓唬吓唬你 哎呀万岁 金屋珠现在 莫马立兵啊 现在兵精良足 准备再进中原呢 啊 赵构已经吓傻了 在牛头山一年多受尽 风霜之苦 是他胆战心惊啊 还打仗啊 哎呀 亲爱卿 可有什么办法 能够拦住乌鲁不犯径呢 秦会想 正好 我给四郎主帮忙 万岁 哎 以为臣指尖马 不如两国一合 现在 我们南朝 国库空虚 兵缘缺乏 万言无诛 继续六国三川人马 再要换进 恐怕 哎 真不好说呀 恐怕京都难保啊 不如两下一合 隔让国土 陪他写金银 齐灭刚阁 就是百姓之福啊 再者说嘛 如果 二圣真的还朝 万岁呀 一国可不能 容二军啊 这一国不能容二军 手头脑袋 嗡的一声 是啊 我爹 是老皇上 我哥哥 是小皇上 我是小小皇上 论子排辈 我排的老三 他们俩回来呀 哎呀 爱情 要这么说 一和为好 一和为好 还有 这座京城 我看 我看 您不必 再助 应该 迁都 正合我意 康王 赵构 立刻传旨 迁都 临安 临安是哪 现在的杭州 为什么迁都啊 康王 赵构 回到金陵 金陵 古时候叫建康 是现在的南京 由于金吾珠打开建康 京城喜叠一空 宫殿烧毁不少 破破乱乱 后来呢 皇上到杨州住了几天 现在想到临安 因为建康 离长江太近 他把金屋珠犯境 过怀河一下 打到建康 要迁都 迁都啊 好多人反对呀 头一个 丞相李刚 李刚说不能迁都啊 你别忘了临安 守在海边 这就偏安一鱼 不行 皇上说非迁都不可 李刚说你要迁都 好 我辞官不做 本来李刚是左班丞相 右班丞相是赵鼎 李刚一说辞职 赵够乐坏了 为什么呢 龙木无恩呢 能患难 不能够共同降伏 那李刚老在身旁 得不得得不得 多烦人了 你快回家吧 李刚告老欢乡 老丞相走了 左班丞相是赵鼎 秦桧升为右班丞相 升得太快了 那么现在岳飞 干什么呢 书中暗表 宁头山一战 岳飞大破金兵啊 又收了好多的战将 像元赫山的诸葛英 公孙朗等人 韩世忠呢 在黄天档堵住 金军战船 想不到败走黄天档 挖通老贯河 金乌珠逃走了 韩世忠又着急又后悔 他们认为是天意 天不灭乌珠 没办法 韩世忠梁红玉和岳飞 兵科一处 将达一家 大兵挥师北进 收服两回十地 正要奔河南 圣旨下 皇上迁都临安 韩世忠 岳飞都反对 没用 为了把两个力量分开 皇上传旨 封韩世忠 为贤安郡王 封梁红玉 安国夫人叫这两个人呢 守在两环一带 把岳飞给支走了 到哪去了呢 到江州和江陵坊 告诉 布军里进兵 仔细打定 才知道 朝中主和派和金国议和 岳飞听后西里堵个疙瘩呀 岳飞铺上纸 盐好墨 提笔在手 蒋墨 告宝 为了抒发自己情怀 写了一首 满江红 这首满江红的词诗 路法冲关 平栏处 萧萧 雨线 台望眼 仰天长笑 壮坏 激烈 三十功名 陈于土 八千里路 云和月 莫等贤 排了少年头 空悲怯 静康尺 游魏雪 陈子恨 何时灭 驾长车踏破 赫兰山区 壮志鸡摊 葫芦肉 笑谈可言 匈奴血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 朝天去 这首满江红 传流至今 称为千古名作 岳飞谢完满江红 长长的出了口气 嘻 西里好像舒服多了 可是暗暗埋怨 万岁了 现在二帝在北国坐井 观天 度日如年 可是你 叫我撤军 二帝何时能还朝 我岳飞什么时候 能够直倒黄龙 就在这一阵 张宝进了 嗯 帅爷 嗯 哎 岳二公子到了 好 快叫他进来 岳二公子谁呀 是岳飞的兄弟 叫岳帆 书中暗表 岳飞传哪 从古至今 都说岳飞就搁一个 没有三兄四弟 都说岳飞呢 生下三天家乡闹大水 他的父亲岳和 葬在清波 按历史上讲 岳飞有兄弟叫岳帆 就说岳飞十二岁那年 他父亲岳和还活着 咱们这个书呢 是按史书来说 岳飞有兄弟叫岳帆 这岳帆呢 一直在家里 孝敬母亲 照顾侄男侄女 今天无故的 到军营中 岳飞就值得有事了 赶紧离开书房 迎了出去 时间岳帆 慌慌张张的进来 后边跟着两个家庭 来都窃进 岳帆撩一跪道 哥哥 你好 兄弟有礼了 快起来 来来 快走 来到书房内 赶紧见他坐下 家人站在身后 从人献上 茶来 茶大 哥展 告诉厨家 准备酒饭 先天 你到这有事吗 哥哥 咱娘病了 病得很重 开始 我不想给你送信了 知道你军中太忙 可是我娘昏昏沉沉的 老喊你的名字 哥哥 你如果有功夫 你回去看一眼吧 娘生咱一场不容易 是不是 哥哥 岳帆把话说半截 又压你回去了 因为他知道 为人不当差 当差不自在 有忠无孝 有孝无忠 忠孝 难以两全 岳飞听了兄弟的话 心难过了 是啊 这么多年 我领将士 吃成江堂 未能在娘的 西衣前尽孝 兄弟呀 难为你了 我这就请假 回家 看望老娘 就这么 岳飞 请长假 派人把折本 送到京都 高松现在 因为有秦会 忘了岳飞了 好 给假 回家 本来军中 一切 就牛稿来管 牛稿说什么 你走啊 我也走啊 我才不当着官呢 牛稿 汤怀 张显 王贵 赵义 周青 吉青等人 以及诸葛 弟兄 四人 全都走了 这回好 牛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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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战的重将啊 全都回家了 再说岳飞 跟着兄弟来到家的时候 一看母亲 病得很重 在堂前煎汤 煎汤 熬药 你还别说 岳母看见儿子病好多了 岳飞回家后 秦会在朝中 欢喜若狂 立刻给金乌珠 写封密书 告诉四郎主啊 岳飞回家了 你呀 趁现在可以进兵 金乌珠 跟老郎主 蜿蜒无其蜜 商量 说现在不行 国库空虚 兵源太缺 怎么办 就要在中原的 尾齐君族 攻打大宋 另外 还有 各个山寨的 这些起义君呢 联络起来 攻打大宋 这下可乱了 洞庭湖 洋腰 接高而起 有十万多人亡 杨再兴在九龙山起义 那边有曹城 伪其政府 攻打襄阳六郡 照够一看 啥呀 刚刚金乌珠退兵 这边单沉四起 历代皇帝啊 都有个通病 宁王外寇 布王家奴 就说 叫外边人把他打败了 他能保住身家性命财产 要叫国内老百姓把他推倒了 他性命就没了 皇上提坏了 派兵吗 派右军都督张俊 去打襄阳 结果损兵折将 被困襄阳城内 又派解渡使王谢 去打洞庭湖羊刀 五万人 全军覆没 皇上一生气 把王谢给免止了 皇上气坏 爱不住兵 怎么办呢 回到后宫犯愁 郑公娘娘姓魏 哎呀万岁啊 为什么这几天你愁眉不展呢 哎 子彤 别提了 是这么这么这么混事情 洞庭湖羊腰已成大祸呢 还有个叫杨在兴的 现在洞庭湖攻打滩州 杨在兴大兵长驱之路 哎 我看朝廷不闻哪 为什么不派人争搅 没人呢 哎 为什么你不用岳飞 岳元帅呢 哎 好 别提了 他已经回家请长假了 万岁 我不是说你 牛头山上没有岳元帅 恐怕我主性命其无疑 可是太平年间 你就忘了这帮功臣 想那岳飞赤胆忠心 京中报国 这样人怎么能不重用呢 怎么办 我亲手给他赐一面 龙凤荆旗 您呢 派钳差到他家乡去请 他准能来 哎呀 子彤 好好好 就这么喂娘娘 亲手绣龙面荆旗 用亲手吗 他就搁针扎几根就得了 有的是女工作坊啊 修里面大旗 京中岳飞 派田子中 带二十人 带着玉酒 金带 战袍 马匹 直奔卢州的岳飞家 岳飞回家多长时间了 半年了 这半年的时间呢 开始仲利兄都各回各家团圆去了 有的完婚去了 你像孟邦杰回樊家庄了 岳云和拱金定完婚了 没过俩月都回来了 这人在一块习惯了 突然分开都想岳飞 王贵张显 康怀 赵毅周青 吉青等人 整天住在老月间 一天吃酒 论权 扎枪 五磅 正高兴呢 外面爆 钦差到 你又干什么 钦差来干什么 又有事了 又去我们打仗去 不去 不接职 二弟 不许胡言乱道 我们既使国家俸禄 当报君恩 钦差来的 怎么能不接呢 分下 大哥 我就怕你 快 台北相爱 简钻接说 把田思忠接过来 拜罢圣旨 把荆棋 网着一放 田思忠说 岳元帅 万岁叛你送回京都 如今 襄阳六郡 已被李成等人夺去 张俊被困 洞庭湖羊腰 已有十数万人 成了大患 还有九龙山的杨再兴 都想夺取宋朝天下 望你速速进京 带人马围剿贼寇 这 望你不负生命啊 魏娘娘亲自给你 秀了一面 荆棋 请看 咔 打开了 岳飞怎么一瞧啊 这面荆棋 宽有四十万 长有六十万 大红段子 周围是黄火叶 带碎子 上边 秀着龙 秀着凤 正中间 黑丝线 秀着四个大字 荆中 岳飞 上文书说道 岳飞怎么一瞧啊 这面荆棋 宽有四十万 长有六十万 大红段子 周围是黄火叶 带碎子 上边 秀着龙 秀着凤 正中间 黑丝线 秀着四个大字 荆中 岳飞 岳飞深受感动啊 多大的荣耀啊 臣 尊职 好 什么时候出发 明日登城 杰斯中 在这吃一顿 喝一顿 带人走了 第二天 岳飞把仲家弟兄 叫到一起 贤弟啊 我要走了 你看你们 是不是跟着啊 牛高说 你上哪 我上哪 走 打仗好 热闹 可是我们的人不全啊 怎么办 飞鸽传书 叫他们诉诉 赶奔 襄阳 找我 没回来的 很多呢 玉花龙 何元庆 鼻雷 附贴亮 都没来呢 岳云张 现在 襄阳告急 叫岳云张 你们赶快 带人先奔 襄阳 给我看看 战情如何 其他人跟我走 咱们点断接说 岳飞来到了京城 建国圣驾已毕 君政司 点起十万人 户部 准备梁响三天后 皇上敬三杯玉酒 响炮 出兵 先锋关 是牛狗 牛狗先不热闹 不行 祖地走没意思 这半年多呆懒了 哎 你俩人跟我说话呢 张显王贵说 那我们陪着你呗 他在三千人 在前面逢山开刀 浴水搭桥 岳飞说的明白 不要小看哪 洞庭湖的人 这些人 不比金乌珠 他们软弱 他们既然 能成气候 说明 深得民心 有的 是被迫 接纲而起 所以 能少杀 尽量少杀 安抚为主 大个人马 好好当当 咱们简短就说正往前走 前面来到九龙山 岳飞离九龙山 大约有二十五里地 就想安营扎寨 突然 千秒 人生禀费 汉马到 千禀元帅得知 先锋关的队伍 大败而归 岳飞想我打这么多年仗 也没碰着这事 先锋迎先败了 牛狗呢 呃 呃 奴狗不敢见元帅 哼 叫他马前回话 是 探马往前送信 岳飞传令 就地临时 安营扎寨 施起了帐篷 岳飞下马进帐 不一会儿 在牛狗进来 浑身是汗 呃 呃 元帅 末将交令 你交什么令 呃 我不是先锋关吗 给你开道去了 开道你交什么令 杨盘扎好 嘿嘿嘿 大哥你别生气啊 他是这么事 前边倒在九龙山 你知道九龙山的元帅是谁吗 岳飞心的话 我怎么能不知道呢 不知道我怎么新兵呢 啊是谁 嗨 杨再兴 杨再兴 你才保谁 保了老儿曹成 我和王贵张显到山下这么一拙吗 我应该安营扎寨等民 一想 跟杨再兴咱们熟人呢 想当初武科场 我们一块听书 还鄙视过武功呢 我见一面劝他投降就得了 如果他投降 就不用大哥你费劲了 我讨敌要阵 杨再兴 还三千乌鸦兵下山了 好家伙 你当初厉害呀 我一张嘴 他破口大骂 不是骂我的哥 他骂你 他又报当初一强之仇 我说你小子不开面 我们俩就打起来了 他我这两下你还不知道吗 这半年吃的肚子也大了 打不动 王贵上去 杨再兴抓走了 张显也被抓走了 我一看不好 我扭头就回来了 你又搞 谁让你跟杨再兴开仗 没人呢 你又搞 你真不自量力呀 那杨再兴 乃是金刀令宫杨妾之后 杨这枪天下一绝 本帅佩服的五体投地 别说是你 就我和他交手 未必取胜 杨再兴曾经下过武科场 说明他有报国之心 只是没有门路 一路之下 占山为王 保了曹城 本帅想劝他投降 追顺 都是你这黑探头 坏了我的事 当险王贵 落在杨再兴手里 都不要紧 要是落在曹城手 焉有他们性命 大哥呀 别埋怨了 埋怨有什么用啊 你就把我乱刃分尸 碾成粉 弄成面 张显王贵也回不来 你快太人打山 抓杨再兴 救人吧 好 小大队人马 在这杀兵 另带五千人 领着张宝王横 岳帆 施权 赵毅 姬青 周青等人 直奔 纪武龙山 来到纪武龙山下 相隔五里地 小队伍 杀下了 只好杖 刘高说 大哥 空山 不 刘高啊 你给我看守迎盘 我要拜山 见见杨再兴 我叹叹他的口 他如果 能有心归宿 这是最好杀错 免得多伤人命 如果 非要扯其造反野心 啵啵 再和他交战 学一学 我现在什么不说了 谁让我打了外仗了 不过 你可小心啊 要我看杨再兴 现在比你厉害多了 岳飞 把盔甲全都摘掉 换上便衣 威服 外照 战袍 泪下 配件 带着谁呢 张宝 王衡 要走 后边有人跟过来了 谁呢 岳飞的二弟 岳藩 这次啊 岳飞出兵 岳藩跟来了 开始岳飞不同意 说你在家照看咱娘 岳藩说不吗 你常年在外 前进立功 我村功未立 还是个白丁 你说 多叫人笑话呢 我也见见事面 后来岳母也跟着求情 告诉岳飞呀 你把你兄弟带上 叫他出去 锻炼锻炼 不过 你可好好照顾他呀 别让我惦着 就这么岳藩 来到军中 按道理 哥哥是大帅 给他一官半旨的 也不算过 岳飞这个人呢 特公正 说我兄弟 不能例外 没有立功 不能任职 告诉你等着吧 有立功机会 我报警朝廷 岳藩就憋足劲 要到前提立功 更主要呢 他的枪法不错 这么多年 光练眉矢 非要看看 本事如何 哥 我保你去怎么样 哥哥 你带带我呗 真格的了 你搞说 我不去 就叫岳帆去吧 叫兄弟跟着 岳飞说好吧 岳帆 头上没功名 轻衣小帽 家将打扮 雷下配刀 得胜勾扭船 挂了赶枪 就这么 四个人 直奔九龙山 离着九龙山下 不太远 就听到 一只响剑 岳飞明白 山上辽望哨 看见了 不能再往前进 再往前进 人要开呼射箭 急忙甩登下马 讲这支剑 捡起来 往地下一插 冲山上一柄手 山上的楼兵弟兄 辛苦辛苦 在下岳飞岳鹏举 要拜见 杨带兴 就看从树上 劈腾扑腾 跳下十多个小伙子 全是二十望上 三十望下 血气 刚刚正在年轻 头上 青不照头 双打护头 山穿青色短铐 寸牌斧的纽 腰打一八十块的大袋 下边大叉 刀骨当鬼裤 足灯 斑尖鱼鳞撒鞋 每人手中一口单刀 站住 干什么 我们是拜山的 等等 路边登登跑去 时间不大 下来海 哎 岳飞 我家元帅有令 叫你钻刀枪林 岳飞这个人啊 爱财 知道杨再兴 腔法经起义 还有智谋 如果能收在自己身旁 是绑帝 岳飞想的太简单了 杨再兴 不是当年在武科场 求取壮业时候的那种人了 当年呢 是个考生 一心学会文武艺 或卖帝王家 由于武科场 岳飞腔条小梁王 港口的举子 各奔家乡 因为国家不重用 只可另投心中 尤其当时 金宋两国连年交战 宋朝的官员 横征爆炼 老百姓纷纷 结纲而起 乱世之中 除英雄 杨再兴 也不甘再加 苦守天元 就投到了开国王 曹成的门下 曹成开始保得鲁王流域 后来呢 自立为王 他认为 我手下兵精良祖 有粮草 干脆 我当几条皇上 杨再兴这个人呢 心胸狭小 武科场 岳飞胜了他 他始终记恨着一腔之仇 心想 我呀 下苦空 日夜操练 哪天我见着岳飞 飞抱着一腔之仇不可 所以这么多年 杨再兴武功没有料下 大剑掌地 可那岳飞呢 领兵带队身为元帅 拿现在说管行政事务太多 自己练功的机会少了 如果说论枪法 杨再兴得在岳飞之上 可是气量比岳飞 那没法比 今天 开国王曹成 在大殿上 旁边是杨再兴 手下四元大将 郭满 田亮 姚杰 砍封 左右相陪 曹成啊 就想把王被张显杀了 杨再兴不干 说您忙什么呢 岳飞大队人马很快就到了 两下的交锋 谁也不敢保证 谁阵阵都剩 歪我们人 落在人家手里 我们可以走马换将 忙什么呢 弄得口饭吃呗 杨再兴说 王爷啊 咱们得小心着 金屋猪多厉害啊 都被岳飞打得大败而逃 我们小小九龙山啊 恐怕 一定能够挡住 岳家军 曹成说 哎 你别要掌岳飞的威风灭我们的士气 岳飞怎么呢 不见得枪法比你高 我相信 在京啊 你能胜他 实在胜不了 嗯 咱们略是小技 要岳飞的性命 但愿如此 就这阵 军兵 单出点地 棒 启禀王爷得知 岳飞 前来代山 好 你别看坐在屋里都觉得自己不含糊 一听岳飞来了 朝城也吓一跳 什么 他带多少人马 呃 有两个马同 还有一个家将 没带军队 没有 好 好 准备刀副手 把那岳飞用乱刀剁死 杨再兴点点头 刀副手伺候 埋伏在大厅外边 看我的眼色行事 杨再兴心心里这个恨 心想岳飞啊 你太狂了 就凭我杨再兴顶天立地的英雄 杨家枪天下无敌 我老祖宗立多大功了 七郎八虎闯幽州 把北国兵将打得闻风丧胆 我杨再兴怎么的 不比我老祖宗刺 岳飞竟敢单人独自来 领两个马同一个家家 好 我看着什么本事 还要 让他钻刀枪林 紧见 杨 过来两千名乌鸦兵啊 嘻哗嘻哗 来到了大厅外边 列列两枪 刀尖对刀尖 枪尖对枪尖 并不高就这么高 你要想过去 得哈腰 干嘛呀 给你来个下马威 有人往上下送信 哎 袁元帅 我家杨将军 请你上山 好 岳飞为国求贤 徒步上山 表示他对杨再兴的诚意 张宝给牵着马 王衡 岳帆跟随 岳飞一边往上走 用眼睛 往周围瞧了瞧 你看这座九龙山太好了 山上有带墙 带墙又高又宽 旌旗招展 好带飘扬 一条山道 曲曲弯弯 直通山顶 满山坡 花果树木 还有条小河 绕山而过 真是风水宝地 有粮有果 藏兵也好 进宫也好 难得的好地方 看来杨再兴会用兵 进了寨门再往里走 站住 我家杨将军有令 叫你钻刀墙铃而入 岳飞一看 对面是乌鸦兵 什么叫乌鸦兵啊 浑身穿青挂躁 拿着兵刃的 一份从底下钻过去吧 岳帆张宝王衡都不干了 心想我家大帅是武昌开国侯 你杨再兴不山贼吗 应该下山迎接 不但不迎接 还来个下马 威教尊 刀降临 你们钻干什么的 岳飞刚想要喊 岳飞一白手 爸 我们不是拜山吗 从哪不是走呢 好 岳鹏举要拜见 杨再兴 啪 一体抛尖 迎走刀枪林 刷刷刷 一步走 摆刀枪阵 你别看 这个刀枪架的挺低 当你走到切近的时候 自然刷就抬起来 不会一直这么的叫你哈着腰走 这是规矩 胆小的可不敢 生怕刀刃砍上 刀尖扎 岳飞问心无愧 心想我和杨再兴还有一面之交 况且你也未必就在这把我能伤着 京中大帅 大不留情 唐唐唐 很快来到巨京前 两千乌鸦兵往旁边一闪 啪 出一手战力 岳飞倒在听前往对面这么一瞧 迎面虎皮高娇以上 坐着一人 年近三十 面四银盆 众为朗木 三流短须 头戴三叉 事外子盔 猪鹰倒撒 身挂 盐装甲 下身 桌围挡着 看不见 上叉 直击 面臣似水 仔细辨认 还能认出来 正是当年在武科厂 见到的杨再兴 哎呀 上面坐的可是杨将军吗 杨再兴开头一看 不由的肃然起敬 岳飞不似当初武科厂 枪掉小梁王那阵的模样了 如今 头上有千层杀气 面前有百步威风 往那一站 不怒 自威 杨再兴吸了一番个 不由自主的 炸起来 心想 岳飞够样啊 人家是统兵元帅 我才干嘛的 战山的贼 自己呀 呼皇兄教育帝 那是自己疯的 呃 岳元帅 有是远阳 忘其恕罪 杨再兴 有力了 哎呀 杨贤帝 我岳飞来的鲁莽 忘其海涵 说着来到里边坐下 杨再兴说 妈 岳元帅 你是宋国的统帅 我是战山的贼 怎么能和我呼兄论地 咱们从哪论的 哎呀杨贤帝 你太健忘了 你记得当年五科厂求取功名 咱们是同科举子 要不是张帮昌 把状元卖给柴贵 我枪挑柴贵 恐怕我们现在是同变称臣 这杨再兴脸色 售啊就憋了 立刻想起小调场和岳飞比武 岳飞胜了他 我就为这一枪 这么多年我吃了多少苦 流了多少汗 就是想和你决一胜负 抱着一枪之仇 岳元帅 你贵族不大见地 到我九龙山 有何贵干 贤帝 名人不做暗示 我方万岁之命 来抄搅九龙山 本来 以我之意 早点见你 劝你投降归顺 想不到我的兄弟 你不搞惹是生非 带着张显的王贵 先和你打了一仗 你把我两个兄弟抓去了 能否把这两人放了 然后咱们再商量下渡 如何决一胜负 要人哪 你放心 这两人我没动 在后边压人 没死 至于说你来攻山 围剿杨再兴 那么江场可以亮 对呀 你到山上干什么 杨贤弟呀 恕我嘴直啊 使食物者乃为俊杰 你这么大本事 为何要保小儿的曹城 那曹城是反复无常之人 今天保送 明天保金 后天投了刘狱 如今又自立为王 鸟随链凤飞腾远 人半贤良品格高 你跟他 岂不是把你一是英明 赋予流水 以微凶之剑 不如走到正路 你气暗投明 归到我营中 立功之实 不失封侯之位 住口 岳飞 人各有志 不可强求 我当初杨再兴 是有报国之心 可是 你再看看宋朝皇上 他们办那事 宣和皇帝 就是现在被困在五国城 那个老皇上 信宠 蔡京 高丘 杨俭 铜棍等人 弄花石杠 刮进民纸 民膏 老百姓怨声载道 宣和的儿子 静康 哪若无能 两人被抓到 美国坐井观天 是我们七十大如 如今那小儿照够 天安一余 就为 他这一点地方 不管老百姓死活 这让皇上保护他何来 天下非一人 天下有得取之 无得的实之 我杨再兴 是领天立地的好景 能保护他了吗 你再看看 老百姓叫苦哀哉呀 我山上收的 都是穷苦老百姓 并不是贼 我佩服你岳飞 有胆有识 文武双全 三六六逃 样样精通 可惜 你没用到正地方 岳鹏举 如果你能投降归顺 咱们共保曹王爷 你为元帅 我为先锋 试看天下 何人能比 慢 贤弟 你目光短浅 你只顾 争山头 争皇位 别忘了 金人虎实担担 在北边 夺我江土 杀我百姓 抓我黎民 充当努力 我们应该 兵和一处 将他一家 共敌外患 嗨 敌外患 也用不着 保宋朝皇上 我能打呀 看来我们俩 说不都是去 既然这样 那么 枪下 论高低 哎 杨先帝 我不忍心 伤害你 山上的君族 应该 啼血生灵啊 不然的话 我何必跟你 废唇舌呢 杨先帝 能不能看在我们 同科 一世的面上 把我的两个兄弟 放了呢 凭什么 把我赢了 甭说放人 我脑袋都给你 赢不了 岳一玩帅 你西吴祥 走出我的 几无龙山 要我这么说 岳毛 告辞 不送 岳飞转身 腾腾的走 岳帆 也紧跟着出来 他们刚出了大厅 呼啦 过来五六十人 为首的 是杨再兴 手下两员大将 一个叫郭满 另一个叫田亮 每人手中 一口单刀 站住 姓岳的 上山容易 下山你给我 横着出去 判刀 刷 那个刷 两刀 坐下 岳飞不着急 不着慌 苍朗朗 两出宝剑 手掐剑绝 苍朗 两剑 逼退二将 冲着里边一喊 杨再兴 鼠辈 杨再兴 那傻 心想我没有下令 怎么郭满田亮 蓝岳飞呢 住手 不许动 再看五十名刀骨手 各摆兵器一闪身 元帅 谁让你们蓝岳飞去路 这个 岳元帅 哎 是我 君记不言 多有得罪 请 哼 杨再兴 我拿你当英雄 想不到 你是小人 哼 擦 宝剑环霞 蹦蹦蹦 蹦山下走 元月帆紧紧 跟随拐锅弯弯去 杨再兴 看不见了 呼啦 又过了一百多后 回首的 指饶节 砍风 你一枪我一刀 岳飞能在乎这伙人吗 这伙人是乌合之众啊 手中宝剑上下翻飞 把兵刃磕开 不忍心伤他们 这边岳翻 也亮兵刃 叮当叮当一打 杨再兴听见了 外面怎么回事去 报 岳飞被我们拦住了 杨再兴一听 可气坏了 当时脸都轻了 心想这帮流寇 没有我的将领 既敢胡作非为 杨再兴 蹦蹦蹦 走出大厅 来到了外边高声顿鹤 都给我赏开 没有本帅的将领 胆敢阻拦 岳元帅 要而是性命 是 楼兵将官的花望两旁一闪 岳飞什么也没说 只冲杨再兴点点头 跟着张宝王衡月翻 下山走 杨再兴回到大清个火了 这不谁叫你们这么干 郭将军 田将军 砍将军 饶将军 把这四将叫来 我问你 你们为什么 没有我的命 竟敢暗杀岳飞 胡元帅 这是王爷的意思 君中听谁的 王爷算干什么的 来呀 把灯火绑上 杀 有人过来 妈尖头龙二倍 给捆上 刚往外推 从外边走进开锅王朝城 哎呀 刀下留人 再行啊 这是我的意思 岳飞到我们山上 这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 抓住岳飞 值万两黄金 怎么能放他走呢 王爷 这怎么能行啊 两货交账 还不斩来时 况和岳飞 是败山了 咱们这么做 不是实信于他吗 哈哈哈哈 什么叫实信 信用卖多千一斤啊 啊 听着这话 杨再兴觉得心寒 怪不得岳飞说 曹无诚 反复不常是小人 看来 我心瞎眼瞎 饱错人了 杨再兴的脸上一带出来 曹成 看明白了 好 做了 叫岳飞走就走了吧 明天 得把他抓住 这四元将 本王给求情 望你完帅 高抬贵手 好 来啊 把人 退回来 四将被推到大厅 突 把绳松开 谢元帅 不斩之恩 哼 哪个不杀你 都是王爷替你们求情 死罪饶过 活着不眠 明天 将场临敌 打了圣仗 讲功折罪 打了败仗 杀个二罪归一 四个人 说声尊命 转身离开大厅 被地理跳脚的骂呀 你说我们当将官的多倒霉呀 我们听谁的 王爷叫我们杀别飞 杨再兴不是啊 我们不听谁的都是死罪 明天 开兵再说吧 监装街说 到了次日天光放亮 用霸早饭 点期三千乌鸦兵 郭满 田亮等人 两队出征 大炮声一响 施压压 债门开放 乌鸦兵 登登登登 冲下九龙山 往前走出多门友 大约四五里地 列开队伍 四元大将 铁马 来到队前 带住司征 与 小兵 叫阵 怎么说叫阵呢 因为岳飞的小股队伍就在前边 大股队伍在二十多里地以外 楼兵一叫阵 岳元帅已经得了信 听说杨再兴没出战 杨再兴没来 我就没有必要去 杨再兴这个人 武艺最高 心胸狭窄 这个人挺将 不见棺材 不掉泪 不倒黄河 不死心 他不出战 我去了 即使打了胜仗 他也不服 钟将官 哪个到江场林敌 旁边京东一人 几步来都窃进 元帅 小弟越打投阵 岳飞一看 是自己的兄弟 岳翻 洗礼不高兴 心想 这伙人 哪个能耐都比你强 你是初来乍到 能行吗 岳翻 我看你还是不要去了 不 元帅 我到营中寸功未利 我愿打这一仗 牛高说对 我跟他俩一块去 他不行 还有我呢 二弟 既然如此 给你三千人 你和岳翻 去占九龙山的将官 要小无邪聊 得令子 柳高领着月翻转身 离开的大道 点击了三千人阵 登上马 手捧兵刃 直奔江场 柳高问 二弟一啊 你那两下怎么样 二哥 我觉得还不含糊 我没少练十多年了 招募不行 哥哥我打这阵 不 我一定打胜仗 叫我哥哥瞧瞧 我哥哥老看不起我 不是看不起你 他是不放心 小心啊 哎 再看门其列 任标题闪在两旁 牛高在先锋 七脚下 带住思江 呜 阳在兴没来 二弟啊 小心点 是 月翻提马到当场 这阵 在对个军前来的一体战马 马是任吴金奎 吴吉甲 面四郭底掌中 一条冰铁提煤棍 和月翻二马对头 呜 什么人 我乃京中大帅之抛递 月翻是爷 而是何人 嗯 问我 开国王驾签成尘 杨元帅诈签听差 信国单字明满 你家国大爷呀 说着 梁九点凳 马往前去 手中大棍 搂头盖的 呜 压了下来 月翻 本事不错 心想 使棍人 累计都大 我是第一次上阵 得打个漂亮 棍到顶梁 又有一带凳 左腿长张 瞪呆 绷得成马头一雪 大棍屋 走空了 再看 月二公子把枪 可就抖起来 说着说 连进三枪 扎烟喉 烧挂 两肋 好 把国马吓一笑 赶紧收棍 唐龙 怀中抱怨 往外一封 哪知道 月翻把枪 撤回来 二马巴拉一错凳 一难一北之际 月翻一翻手 大吴 正打后背上 打他假叶子翻飞 再看 这小子就却五辅六藏 翻了根一张嘴 大口喷血呀 唐龙 隔壁软 大棍落地 死尸张罗马下 战马 回归本副军队 砍封一看 啊 波满死了 哎呀 我替他报仇 马望前撞 来刀起劲 手中大刀 袭巾在背 说 奔月翻 劈了下来 来个大木鞋 月翻 刚打胜上 高兴 士气正望 一看刀 劈下来了 急忙用枪 砍 往回挂 颤枪 嗨 打 笨天心 砍封一看 箱来挺快 赶紧收刀 往外挂 哪是这一招 越翻是假的 大枪 微微往回 一收 二次跌手 咋 笨脑 笨小腹 如果不躲 还问题不大 就吞口授面 能扛一下 砍封一闭 事 哎 就从软肋 这 斩 去了 枪在里边 一拧 个 望过一带 嘿 把砍封 挑到马下 再看砍封啊 呲呲牙 连连嘴 身上胳膊 蹬蹬腿 没气了 连胜两阵 再看 越军 勒苦 不如为好 将军 急开得胜 马刀成功哦 乌鸦军 一看不好 快 给元帅 送信去 有人扭 头往山上送信 来得了 大听 元帅 大事不好 看将军 郭将军 阵亡了 好 杨再兴 啥了 本来杨再兴 命四将下山 想打一阵 他没想到 这人 怎么这么窝能费 就这么一会儿就给我死俩了 不行 我得下山 等杨再兴下山 又死了一位 谁 饶劫 死在 岳帆手下 岳帆把枪尖 在损失上 荡荡血迹 枪 交左手 哼 哪个 白战 你又搞一看 哎呀 把嘴咧的 都快到耳台后边了 好 兄弟啊 太高了 嗯 这才是我大哥岳飞的兄弟呢 诸位 就这人 叨叨叨叨叨 炮声响亮 杨再兴 手轻大将 像风波一样 由高山冲了下来 很快的两军阵前 和岳帆 马打 对头 杨再兴看看 眼前之人 二十多岁 面薄如玉 细条条的身材 呦 这两下 你谁 我乃京中帅之地 岳帆 强将手下 吴若冰啊 姓岳他 当初你哥哥赢我一枪 至今此仇没报 你又伤了我三云大将 拿内衣来 大枪一抖 一个金鸡乱点头 枪鹰 抖死冰盘 一下子九个枪尖 那么大铁像在他手里 跟他面条一样 这么一晃的 岳帆傻了 九个枪尖 刷了一下子 说不清 哪个是真的 哪个是影子 不好 这能得比我强多了 我哥哥回家这半年 指点我枪招 大剑掌地 列营三振 这个人 你 住手 你有什么话说 你是谁 杨再兴 不好 我打不过他 回去 那多丢人啊 岳队军的战将 命死 不后退啊 诶 试一试 最好 能有人打接应 岳帆没办法 停枪 岳马来 赞 杨再兴 这俩人 没法比 那么 郭马那几个人 怎么死在岳帆手里 那么痛快呢 那几人是干嘛的 都是打闷 问套白狼 大道边 小道眼 强挡夺夺 踢个寡妇门 弯个绝户坟 打个哑巴 这个主啊 杨再兴 真正是大剑 前者五颗场 要不是岳飞在 要没有小梁王 状元 是杨再兴的 岳帆没法比 跟人比 毛嫩 不出三个回合 岳帆手忙脚乱 就在二马错 邓之际 杨再兴 再马上来个犀牛望月 马头在前 他这一挥身 大枪到了 望哪炸 望软了一炸 那位说说书的 你怎么老忘这种炸呢 别的种不好炸 因为顶盔挂甲呢 前有护心境 后有眼心境 下面吞口售 唯独是这块 假叶子一炸起来 这就雷头骨 好炸呀 杨再兴的大枪啊 枪尖一尺半 一巴着昆 三面是刃 上下两道血槽 锋芒立刃 就离一下子 岳翻大叫一声 手一软 枪落地 往下一哈身 疼着身子 自然往下一压 站 杨再兴 把枪 撤出来了 一空枪尖 血迹 顺着血槽 往下低的 哪个 白战 你不搞一看 可急坏了 哎呀 杨再兴 你可缺了 八分得了 赶伤 岳翻 二爷要的性命 推马 轮奖 冲了上去 杨再兴一乐 兴牛的 当初也就不是对手 现在你更白费了 看枪 两人马打盘缓 站在一块 这事啊 岳飞得到消息 岳翻连打胜仗 蓝棋关 报道大营 岳飞就知道不好 岳翻一人打这么多阵了 不行 他就不放心 派施权 赵毅 周青 鸡精等人 去打接应 这几元将还没等到战场呢 就看见岳翻 战马 已经跑回来了 有军族把他掺起来 岳翻 捂着伤口 不捂不长的 出来了 赶紧把他抬着 往大仗后边跑 干嘛 找军医啊 营中的军医是谁 安道全的儿子 安景顺 刚刚到军中不久 把他放在软榻上 查看伤口 再看岳翻 脸色苍白 嘴唇哆嗦 眼睛都睁不开了 断断续续的说 快 我要找我哥哥 岳飞得信 没急死 我在外边出征 我弟弟在家孝敬老娘 照顾我的孩子 想不到岳翻刚到江城 还没有家 官禁绝 吃着俸禄 受了重伤 赶紧过来崩开 哎呀 安先生 我的二弟怎么样 你看看吧 二弟 岳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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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 我 我怕不行了 我给你丢人了 我以为 岳飞的兄弟 那也应该是大将 谁知道 我这两下不行了 哥呀 回去可别跟我娘说呀 我娘 有兵 他该难过了 哥哥 昨天 我做梦了 梦间 我冒茶 公花 十字皮红 回家去了 兄弟 好好养伤 你会好的 我 哥 一个哥哥喊出口 脑袋一歪 气 绝身亡 啊 二弟 岳飞 气不成声 旁边有人赶紧 往岳飞架走 把尸体蒙上 往后边抬 滚杯光果 尸体运回援军 再说岳飞 厚操牙脚的 哥崩崩之想 眨着眨眼泪 杨栽星啊 只说我到九龙山 能把你收服在身旁 作为得力的大将 想不到你 你杀了我兄弟 来呀 奔一马 抬枪 知 张宝 牵过私教 京中帅 帮案任 等乘跨坐骑 催马直奔 江场 到江场一看 这块打天翻地覆 这几元将一拥而上 大战 杨再兴 牛狗 狮拳 赵毕 周青 吉青 汤怀 这么多人打一个 杨再兴毫无巨色 一个人只东打西 只能打北呀 两旁边军族勒鼓住 为岳飞看 我再上去 这不像话 没这么打的 是可在这关地料阵 杨再兴 打的时间长了 他心里明白 好汉南敌四手 恶火 害怕群狼 我已经把岳飞杀了 我可别落在宋将手 要叫他们抓住 得把我一刀一刀 琳拉了 我呀 先收兵归山 躲一躲 然后再说 杨再兴 血马要进山口 别忘了 岳飞的八百燕灵队在着 这八百人 赶上八千人 头领是礼造寇城 带着八百人 已经横住 进山的道路 乌鸦军想走 走不了了 杨再兴没办法 血马 往树林跑 重点 往上兜了过去 牛狗回头问 哎 军兵 岳飞怎么样 后边又喊 二将军已经真亡了 哦 好啊 杨再兴 今天我非要你的狗头 竟不可 给我追啊 岳飞看着重将 追赶杨再兴 心里合理 这个事应该怎么办 在这儿杨再兴 来到林中 想穿林而过 绕道回山 哪知道 他还没等出树林呢 蹭 从旁边 穿出一圆大墙 此人像半截黑塔一样 手倾车轮板斧 来到窃进 赵定杨再兴的 战马前腿了 咔嚓 一斧子将马腿砍蛇 这匹马 哭啾 就卧那块 杨再兴一点准备没有 从马脖子上 噗 变啊 摔到地上 叮叮叮叮叮叮 大枪出手 杨再兴 胳膊肘一点地 开枪起来 那大汉手机眼快 用斧子往脑门上一顶 别动 动动 我把你劈了 啊 杨再兴想完咯 我命休矣 把眼睛一闭 就等死了 那么 将杨再兴打落马下 大汉谁呀 不是别人 正是大将 孟邦杰呀 孟邦杰呀 孟邦杰 这是从哪来的呢 前者 岳飞回家探母请长假 众将各自回家请亲 孟邦杰和施权 压粮运草的时候 曾经在樊家庄 大陆双召亲 这哥俩 收的樊家大小姐二小姐 就这么哥俩 请假之后双双回到岳父家 哎哟 岳家两位小姐非常高兴 夫妻团聚 住了四个月 石泉说不行 我得走回老家看看 石泉呢 回山西去 生孟邦杰自己在这 住不了了 他觉得没意思 还是和元帅在一起 牛二爷在一起 有话说也能谈得来 你说跟这般人谈什么呢 樊小姐再三留 好不容易又留了一个多月 孟邦杰说你说出天花了 我飞走不可 就这么 他启程了 到哪去 庐山 月家庄 找月飞 到这一看 家人说了 元帅啊 已经入都 要领兵 奔襄阳 攻打六郡 就这么 孟邦杰随后追来 你说怎么那么巧 就走在九龙山下 听见前边 战鼓如雷 杀声正耳 仔细一看 明白是这么事 他一看 杨再兴进了树林 这才躲到树林那 想杨再兴砍在马下 就在这 牛高等着 呼啦的进来了 一看杨再兴 被孟邦杰抓住了 哈哈 杨再兴哎 这才叫天网恢恢 疏尔不漏 现世现报呢 抓住你 给月翻 报仇 上文书说道 双辅将孟邦杰 活擒权杨再兴 这是牛高等助将 呼啦 围了过来 有人伸手 抓 摘下 杨再兴的 雷下宝剑 现在杨再兴 束手待毙 就等死了 牛高说啊 住位弟兄 杨再兴 把月翻杀死了 今天 怎么一刀一刀 把他剐了 给月翻报仇 对 把他剐了 藏狼 撞 举刀要砍 就在这儿 张宝喊了一声 众将官 袁帅到 说 兵刃 还入口内 直接月飞 坑坑坑 从林外走进来 大家一看 袁帅眼睛都哭红了 袁帅 你 都赏开 大哥 杨再兴被我们抓住了 要解心头 亲手杀出人 把他交给你 你杀他 月飞 看看杨再兴 杨再兴 用眼角余光 瞟了一眼 心想完咯 想不到我这么大本领 没得施展 都死在月飞手 认命了 月飞 看着杨再兴啊 心里难受 就像打开虎卫瓶子样 苦辣 孙天贤 说上什么滋味 怎么办 按说 应该给兄弟报仇 不报仇 此事 我娘知道 都不能饶我 可是杀了他 太可惜了 难得一员虎将 这人文武双全 饶了 杨将军 只要你能弃暗投明 改邪归正 归在我杨中 随杨听差 前者之事 一笔 勾销 什么什么 杨再兴没听明白啊 努导说什么 大哥 老婆 你要放杨再兴 对 不行 杀人长命欠价还钱 杀了月翻 就该把他宰了 哎 先弟呀 此言差 那月翻 杀了郭满 砍封 饶碟 又怎么说呢 要是郭家人 找我报仇 该怎么办 只是因为 月翻是我的兄弟 你们想 给他报仇 杀杨再兴 那么要是别人死了 是否也得叫杨再兴 敌偿对命 我们两下有国仇 并无私恨 应该以国事为重 千军一德 一将难求 杨将军 这是我 废父之言 月翻之死 算我用人不大 算他命短 将军 如能在帐前听采 岳飞 愿让 率全 啊 岳元帅 我杨再兴 不是人 看来 我以小人之心 度君子之意 度量狭窄 岳元帅 普通 你杀我吧 你替岳万报仇 我心里好受 我不愿意欠你情啊 杨将军 错了 谁欠谁的情 打仗 哪有不死人呢 不算回事 杨将军 我说的是真话 请你三思 现在没想好 你可以灰山 过个三天五日 给我回个心 可以吗 越越帅 如果能留我一条狗难 残喘性命 我情愿给你牵马铸灯 亲生不能抱大汗大蛤 来生愿节草 闲魂 相抱 邦邦邦 磕响头 哎 江将军 你我都是大丈夫 何必婆婆妈妈的 能不能把王贵张显 放回来 元帅 若信得着我 我马上回山 放了张显王贵 抓住了我的操城 愿意投到 元帅不一下掉钱 好 将军 请 师 很转身呢 坏了 再看林中中将 敌人也没有 杨再兴多聪明啊 就知道岳飞 未放自己 得罪了自己的朋友 和中将 普通又跪下了 元帅 你还是把我杀了 哎呀 大丈夫说话 养儿有信 说放就放 走 好 杨再兴神没说 跌起兵刃 马不行了 登登登 跑出树林 冲着外边喊了一档 楼楼兵 带过战马 上马 收兵 回山 等岳飞出来 只有马前张宝 马后王衡 不但重将没影了 连这军族啊 陆陆续续都走了 岳飞 催马 回到营中 没等到帐内呢 就听里边喊 牛宝说 咱不干了 不就有杨再兴吗 好 就叫他 保住岳飞 岳飞 一步就进来了 二弟啊 你说什么呢 有话 讲的当面 大哥 你素日为人 我佩服 你办事 我伏计 今天事你办这不怎么的 杨再兴算什么东西 你拿当心尖 宝贝 别忘了 他杀了你兄弟 常言说的好 打仗 亲兄弟 上阵 阻子兵 一奶红炮 被他杀了 这样仇人你不把他宰了 你对得起我那老蒙娘吗 你对得起死去的岳翻吗 他死能瞑目吗 我都不补 你说 我还 不说了 你说吧 哎 诸位弟兄 岳翻死 我能不难过 可是 我把杨再兴杀了 岳翻能活吗 杨再兴这样的人 是不可多得的大将 我心里有数 现在把他饶了 留到军中 他必然为国家卖命 如果能够兵进黄龙 迎请二帝还朝 甭说是我兄弟子 就我岳飞大声细命 又算什么呢 哎 咱们说不过你啊 你老有理 杨再兴呢 回山了 你把他放了 啊 完了完了完了 回不来了 这小的就尿道都得跑 你放他 嘿嘿 杨再兴不是那样人 不信你看着 大伙说我们看着 牛狗 咱喝岳飞丁嘴 别人不敢 等到次日天光放亮 军族来报 杨再兴带三千乌鸦兵投降来了 正在迎外等候 还有张显王贵二位将军回来了 正说着这两个人见 原来杨再兴昨天晚上回山之后 没有去见曹城 而是到后山寨的九龙镇 见自己妻子 就把岳飞所作所为 从头至尾说了一遍 过去我投错人了 现在得欲这么个元帅 这是我的福气 我愿意为他卖命 家里事我不管了 你看他办吧 我准备放火烧山 抓住曹城 投降岳飞 杨夫人听明白 脸头同意 半夜动手 那曹城还值得一抓吗 天亮逃走 曹城抓住 然后把所有人寄居到大厅内 跟众人说 我现在投宋军去 有愿意去的 跟我走 不愿意去的 分给你们金银鼓利 各自回家务农 三千乌鸦兵 这是杨再兴的嫡系部队 没动 与者进节散去 是天光放亮 王贵张浅早被放出来 准备酒宴 这边饮酒 那边准备放火烧山 为什么 防止将来再有流寇到这 占据山头 祸害老百姓 就那么杨再兴 带着三千乌鸦兵 里着王贵张浅来到了宋营 岳飞传话 叫杨再兴进阵 杨再兴低了头 来到里边撩一跪倒 醉人杨再兴 参见元帅 邦邦邦又磕几个响头 你又搞在旁边看 你别说 我大哥会办事 也对 你说把杨再兴杀了 臭块地 岳飞也不能活 可这事跟我身上就办不到 我老杨啊 你这命可是我大哥给的 是是杨再兴赶记替灵 岳飞这件事办的 在史实上有记载 今天收下杨再兴 杨再兴 为大宋仇卖命 雪战小山河 一个人杀金兵两千多 最后背线重围 乱剑射死 如果没有岳飞 今天将他收下 后来何人 能到影州 遇敌啊 咱们回头再说岳飞 赶紧给杨再兴安排 安排什么呢 干什么好呢 杨再兴的本事 在我重将这里 除了于化龙 张献 就是他 张献于化龙 没他全面 无意比他高 智毛不够 应该做先锋 可牛狗当先锋 你说啊 我要说牛狗啊 你把先锋印 让给杨再兴吧 牛狗也不能干呢 他得说大哥呀 我有什么错误 打开功劳不看看 我的功劳最大 我天下独粮官呐 我是开国侯 怎么办呐 我得叫他把 先锋印 让了 还得叫他 舒舒服服的 有了 二弟啊 哎 大哥 嗯 昨天晚上 我打开功劳部一看 全阳重将 功劳最大的 是贤弟你呀 嗯 大哥 这么说吧 在你面前 我不敢夸功 要是在别人面前吧 牛狗 是功劳最大 是啊 能位 也属里高 三六六套 样样都行 牛狗想不对 大哥见着我就说 唇材 匹夫 其实怎么是夸我呢 我怎么觉得呼呼 有有的呢 大哥 你有啥事 你就说呗 没事 往前哪 要收 襄杨六郡 还要打洞庭湖的杨妖 杨妖占据 水路 八百里呀 我想 叫你当水路先锋 你看如何 对不对 不行 大哥呀 我是汉地鸭子 不会水 六五站呢 缺一站 差水站 你要叫兄弟 我当水路先锋 先锋先锋 有事先行 先到水里了 我就看不见你了 我呀 我让了 嗯 贤弟呀 水军先锋 你让了 你不难受 那是什么难受的 都活一下是真的 死了 是什么都不像啊 好 既然如此 我想将水路先锋 让给杨再兴 你看 如何 呃 牛狗一下 到底就我哥给我绕了 那了半天 他想要先锋印 还不直说 好好 大哥 既然如此 你不信任杨再兴吗 行了 我这先锋印 让喽 你可是说犀利话 犀利话 打洋药我不行 好 就这么 牛狗 交出先锋印 败了二十四败 放在了虎岸上 杨再兴说 哎呀 元帅 这可使不得 我是罪人 到阳中寸功未利 牛二爷 功劳不小 我怎么能认先锋呢 牛狗说 得了呗 老杨 哎 我大哥记住你啊 说你行啊 打羊腰 就看你的了 元帅说 牛狗 不许胡言论道 杨将军 你做先锋 本帅 放心 快 接应 尊密 就这么杨再兴 成了先锋官 杨再兴认为 我这三千乌鸦兵 到了之后 指定分配到五营四少 把我们将军军兵分开 为什么呢 我是降将 这乌鸦兵 是楼楼兵出身 哪知道岳飞特别会办事 杨将军啊 你这三千乌鸦兵 本领如何 水战 陆战都好 那好 就作为先锋营 不给他们军装 浩坎 有你领导 这 这 这不合适吧 哎 你们兵将 在一起时间长了 你说什么 他们明白 坏一个人 不好办 本帅信得过 好 岳飞这个人太好 够帅才 大度 好 是为知己遮死 我为岳飞死 也是死得其夺 他们收了简断 岳飞派岳云张县 打襄阳群 邓州 攻隋州 打影州 大得全胜 六郡收回 救回张郡 这次战斗啊 功劳最大的 第一 岳云 第二张县 再就是杨在心 大兵再往前进 就是洞庭湖 最近洞庭湖 洋谣洋洋派人打 潭州 潭州战事吃紧 赶快接应 岳飞人马来到潭州之后 将兵马扎在城外 岳飞到城里 去见知府 知府是谁 叫徐仁 这徐仁啊 曾经做过汤阴县之县 岳飞不得地的时候 徐之县 对岳飞很好 慧眼诗人 曾经疲乏过岳飞 两个人有师生之情 来到了府衙 建立以臂 岳飞打进洞庭湖情况 徐仁打个嗨声 哎 这杨妖 势力太大了 不可小瞧啊 他在洞庭湖 四立楚国 自封 大胜天王 手下兵多将广 他一共搁五个 杨妖是老大 名字叫杨太 他的二弟叫杨丸 人称小霸王 跨下马掌中 兵铁枪 有斩将夺旗之勇 老三叫杨斌 老四杨惠 老五叫杨钦 元帅叫武尚志 军士清元公 还有两个副军士 两个谋士 东圣侯叫王左 西圣侯叫延齐 手下有几位 除了名的大将 十三太保 叫延成帮 还有雷家五五上将 雷人雷 雷李雷智雷信 水军都督 叫花骨帮 有军兵十数万 战将数百元 尤其他的战船十分厉害 有上千只 其中有二十四只 叫车楼船 这种车楼船 很特殊 我们宋军水师营没有 船度高 又大 下边带轱路 用轱路浇水 前者 解渡使王谢 在洞庭湖攻打杨娇的时候 军士被他的车楼船 给撞回 全军不没 所以岳元帅次番 打洞庆湖 可要加十二本小级呢 还有先锋官叫罗燕庆 大概你听说这个人吧 这个人 很厉害 上次打谭州 就是他 差点把我承持公开 好 岳飞听这话 点点头 知府大人 我心里有数就是 好 就此告辞 数不远速 就这样 岳飞离开了潭州 领队伍直奔洞庭湖案 离岸边相隔不到五里地 分布安营扎战 到了 进营炮响 三军而狼 拉路脚支帐篷 埋上路脚压叉 刚刚把营盘扎好 岳飞的意思呢 想歇兵三天 然后再打洞庆湖 哪知道 还没等这边叫阵 是间洞庆湖面 来了无数只大小战船 蒙虫州 飞龙州 飞凤州 飞虎州 蚂蚁战船 铺天盖地 向队岸市来 有人早已报告岳飞 岳飞心想 呀 杨妖逼我还着急呢 什么人来了 时间并不太大 战船靠到岸边 下矛大跳 军兵 来到岸上 煞时间 裂开队伍 围首一员大将 立在队前 高声断鹤 哎 送给 叫那岳飞 速来 速死 岳飞 赶紧升仗 召集中将 中国将军 哪个 去打头阵 旁边京东一个人 谁呀 杨再兴 他觉得岳飞 对自己有活命之恩 知恩图报 末将冤枉 好 杨将军 助你 齐开得上 马到成功 得力 接令在手 转身 大步 来到帐外 点齐三千乌鸦兵 有人背马开枪 杨再兴 任登上马 手倾大枪 刀刀刀 三声炮枪 来到了两军阵前 代思将 闪目 滚桥 呜 一件 不停活的兵丁啊 军装 好坎 整齐 白月光上 前游柱 后边兵 柱子大提下 一员大将 年纪和自己相仿 面四赤火 两道浓眉 一堆阔木 鼻指口方 海下 微微胡子肠 等他仔细看 啊 是他 哎呀 对面可是我的 罗贤弟 啊 呦 哥哥 是你呀 东庭湖 来这人大将谁呀 不是别人 是杨再兴 最要好的朋友 磕头把兄弟 罗燕庆 两人是多头之后 稳静之交 前文我讲过 杨再兴 罗燕庆 曾经到五科场 去赶口 不是遇见岳飞了吗 岳飞 一枪 占双枪 罗燕庆 杨再兴 败走了 这两人回到家乡之后 下决心 练功夫 老圣月飞 抱着一枪之仇 这一点上 两人志趣相投 志向相同 可是今天 罗燕庆 保了洞庆 杨再兴 保了大宋朝 成了两国 对立仇敌 脸啊 傻了 那么罗燕庆 怎么出马 考战了呢 十五种交代 洞庆胡啊 像当年啊 水面宽阔 八百里 跟今天不一样 当初谁站在 君山为王呢 这个人叫忠相 由于宋朝朝廷腐败 金人入侵 老百姓惨不可言 忠相 揭纲而起 十九县的农民啊 挑起大旗 建立楚国 这个忠相 是农民起义领袖 后来被游购 姓孔的 给杀了 大家拥戴 杨妖 为王 杨妖自封 大胜天王 杨妖有错 文武全才 手下兵多将广 四方百姓来头 深得民心 倒霉倒 谁身上了 他用人不大 用了个军事 叫屈原功 真心雄 虾斩 季仙 独能 排斥 一己 将来杨妖的家产 拜他身上 历史上 不少这样教训 有用人不大 国魄家王 应该 也已教训 书中暗表 岳飞 兵至 潭州 发兵 洞庭湖 早有杨妖的远滩 进探 流星探 暴雨 杨妖 杨妖的囚龙殿 设在 君山大战 今天 杨妖 召集群臣 商议对策 众为倾家 岳飞 兵进洞庭湖 何人有退彬之策 旁边惊动 君士 全功 哎呀天王 可以派先锋官 罗燕庆下山 一股作戏 战胜 宋君 呃 好 杨妖 刚想传旨 文官中 走进一人 哎呀天王 且慢 杨妖一看 说话的是 宗圣侯 王左 王左在洞庭湖上 文官里 得做头发交易 很受杨妖赏识 王爱卿 你有何高见 天王 天王 我们洞庭湖虽然有十万兄兵 可是不能轻举妄动 主动出击 与我不利 不如坐守山寨 那岳飞水军薄弱 如果他派水军攻打 我水军力量雄厚 必然取胜 要按王左说的这么做 那杨妖可就得到天下了 齐元公一听 王左爷 你敢跟我唱反调 杨妖是听你的听我的 我再说两句 哎呀天王 要我看 我把罗先锋 勇猛异常 当初可岳飞 又结下怨恨 量他下山 必能取胜 嗯 游离 杨妖觉得脸说话都占理 不妨就试一试 先叫罗彦庆打一阵 罗将军 可在 打 呀 上文书说道 杨妖觉得脸说话都占理 不妨就试一试 先叫罗彦庆打一阵 罗将军 你可敢带队伍到山下 会战 岳鹏局 末将 钻直 罗彦庆心的话 方说保杨妖 就是不保杨妖 岳飞来了 为了和他比划比划 看我们罗彦庆厉害 还是你岳飞的枪法高 好 就这么点队出兵 他万没想到 出战的 是他的磕头哥哥 杨再兴 哎呀 兄长 你不在九龙山 怎么跟了岳飞了 哎 一言难尽 是这么这么回事情 岳飞一搏云天 宽宏大度 饶了我杀他兄弟的仇 还重用于我 哥哥立功也得出战 现在 你我成了对立仇敌 说不了 讲不起 枪上 分高低 不不不 咱们哥们不能发香头子 想当初 天王请我的时候 有言在先 我和谁都可以交战 唯独是哥哥你 不打 他同意了 哥哥 再会 一学战 磨 收兵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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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声一响 再看洞庭湖的小组 呼噜呼噜上船 回军山了 来的也痛快 走的也快 杨妖和曲员工啊 都看着你在哪 君山寨墙上 拿着票远镜 往对岸看着清清楚楚 就等着罗彦庆跟岳飞大战一百合呢 一看 罗彦庆回来了 为什么 再想 杨子大齐 明白了 准是杨再信 杨妖什么没说 回到囚龙殿 坐稳了 过了很长时间 罗彦庆回来了 臣 交执 罗将军 为何不达尔归 王爷 想必你看见了 宋军出战者是杨再信 臣有言再信 我和他是结拜弟兄 不能交战 要不是杨妖人挺好 要是一般人呢 早就翻脸了 什么 你们是磕头弟兄 我可是花钱聘的你呀 重金请你 你吃我喝我 不帮我打仗啊 杀 得把罗彦庆宰了 杨妖通情达理 好好好 本王不怪 就是安歇去网报 王爷 我要辞职 回归故土 我既然不能帮您干活 我在这白痴 俸瘟禄 我心里不安 我要回家 哎 岳的军里不就一个杨再兴吗 杨再兴你不能和他交手 别人来你不仗能打吗 王爷 如果我明天叫朕 岳飞再把杨再兴派出怎么办 后天叫朕 他再把杨再兴派来又怎么办呢 我是个无用之人 我不如辞官不作用不着用不着 怎么你可以不出战 在朝中管管内务如何 罗彦庆情面难却留下了 书中暗表 罗彦庆可没有造反的心 为什么 内阵的人呢 受中军思想影响 杨妖对他天高地厚有知御之恩 只是不出马临战了 到了第二天 杨妖升殿 跟文武商量 怎么能够退来岳飞的兵马 要不然就按东圣侯说的 咱们先不出兵 等他们出击 徐元公一想 不行 万一真叫王左说对了 打了胜仗 今后我在杨妖面前就没有地位了 我略失小计 哎呀天王 不可 陈有一计 不动一兵一卒 就能将岳飞拒欲死利 否 即将 安出 天王 可命一个能言会道之人 到岳飞英中 请岳飞到东圣寨赴宴 我可以在东圣寨设下埋伏 九夕前摔杯为号 将岳飞乱刃分身 岳飞一死群无首 岳飞不打自败 这个计划倒好 可是谁能到那把岳飞请来呀 再者说岳飞文武双全 能不懂酒无好酒焰无好焰吗 他能来吗 他不但不能来 还得把使者杀死 哎 天王 事在人为 分谁去呀 可叫东圣侯 王年兄去 此事定能办成 胡说 哦 叫着王爱卿送死去啊 不行 天王 您忘了 两国交兵不斩来使 这是一第二 王年兄跟岳飞是磕头把兄弟呀 这就一个头磕在地上 我想 一定能把人请到 红 其实曲渊公 这就一剑双雕 曲渊公心的话 满山寨我一看 比我才学大的 王左 有王左 没我的好 等着天王 当了皇上 我就没有利俗之地 把他除掉 我叫王左去请岳飞 岳飞石破计策 把他杀了 除了我眼中钉 如果没啥 把岳飞请来 好 我可以在九西前 连王左一块置于此地 这种一剑双雕 王左 胆敢不去 我就说 你吃王莽饭 给刘秀干活 吃着天王饭 向着岳飞 天王必然大怒 也得把你杀死 曲渊公这人挺坏呀 杨妖 不知道啊 哎呀 东圣侯 呃 陈寨 那么你辛苦一个趟 讲岳飞 请治你的东圣寨 如何 王左心想天王啊 你只知道我和岳飞磕头拜了把兄弟 我们这是假的 讲当初 钟相听说岳飞在武科场枪调小梁王文武双拳 想请他到山上当元帅 我更名改姓 叫愚公 拿了珠宝金银 才拜着把兄弟 当我实话实说 请他到洞庭湖的时候 岳飞给我翻脸了 他说要不是念在结拜的情意上 我立刻把你交到官府 从现在起 你回去之后 立刻辞职 回归故土 好好念书 单单我报效朝廷 打洞庭湖的时候 你我供保宋主 如果不这么做 我和你格宝多义 化地绝交 话说死了 我去请岳飞 岳飞问我 你干嘛呢 我当东圣侯呢 保洋妖呢 好杀 非此不可 我不去 屈员工该说我 吃里爬外 胳膊肘朝外角 怎么办 现在兵治湖边 楚国危在担心 你怎么还干这种事 这话没法说 我宁可死在岳飞手 我呀 去 斯文治 王朵回到东圣寨 怎么去啊 哼 这身侯爵衣服去 甭岳飞傻 手下战将也得包宰了 换吧 都脱掉了 头戴如金 迎门安快白骨 身穿青衫 鞋挂笔带 手拿白绅 打扮成文雅的儒人 坐小船 就水族把他送到对岸 汽州登岸 一回头 军兵 我到宋营去 你们不许走 你们看着 如果营门口白尺高杆上挂着我的脑袋 你们回山交力 没有我的人头 就别动 听什么 好好好 军兵等着 王朵一走三晃 离营门不太远 军兵看见了 站住 干什么的 众位军爷辛苦辛苦 请往里送个信 就说固有王朵拜见元帅 哦 谁都知道王朵 宝阳妖的 那是智囊团里的谋士 固有 嗯 和元帅有交情 等我 往里送信 岳飞声作大仗 正商量呢 怎么打洞庭湖 那位说出兵吧 怎么出兵啊 得坐船 岳家军确实水师营不行 打不了 军族报王左来见 岳飞想王左来干什么了 来者不善 善者不来 好 有请 君族出去 王先生 元帅说请 好 王左一想不善 给我个面子 来个请子 一直来得了帅汤的钱 闪不往对面看看 哎呦 帅后边虎屁高脚以上 坐着京中大帅岳飞 十年不见 变样了 如果不说上边是岳飞 自己认不出来了 比原来也壮了也胖了 三流短然 头戴帅子盔 身挂软铠 外披战袍 泪下悬剑 往那一坐 威风凛凛 胆小的 吓得不敢过去 王左是文人 有才 这文人胆子更大 把扇子收起来 往笔袋里一放 来到里边攻身实力 哎呀 大哥在上 小弟游离 王左脸上不带 心腾腾直跳 心想 岳飞准得一嗓子 推去 啥 哪知岳飞也笑嘻嘻的 不过心里琢磨 这王左胸藏锦绣 拂有良毛 论他的文采 比我那 汤怀失权 两位贤弟强多了 我想打洞庭湖 打不了 多次围剿 失败告终 必须理应外合 瓦解洞庭湖 如果能生下王左 给我做内应 才行 怎么说 直来直去 笑话 那王左 居然不是 反复无常的小人 我需要如此这般 这么这么做 贤弟 免礼 谢大哥 贤弟呀 一别十载 不知道你哪方发财 哦 我在天王 驾前成臣 观拜东圣侯 哦 到此有何归干 哦 大哥身兵天将 我的天王十分畏惧 命我请您 到东圣寨赋宴 酒席前 天王想到归降 大宗 不知大哥 能否 赏光 哦 王左说完 稀里合计 岳飞准得瞪眼珠子 命人把我杀了 哪之岳飞 哪之岳飞 略加思索 面带笑容 好吧 看在贤弟 看在贤弟你的份上 三天后 于兄准道 王左多聪明 就这么几个字 就这么几个字 心里明白 看在我的份上 就是看在结败之情 如果冲羊腰 不能去 我哥哥明白了 一定是知道 此番赋宴 多险恶 可是我来请 他要不去 怕羊腰杀我 不得不如此 良心发现了 可是我呢 把岳飞骗到山上 就得死 太缺德了 明说 不行 吃谁得像谁 王左 这说了这么两句 哦 元帅赏光 不过 请多带兵将 嗯 岳飞心想 不用你说 我也不能自己去啊 好 前弟啊 请到我的寝账 你我弟兄 痛言几倍 不不不 我还有功夫在身 小弟告辞 好 来啊 带本帅 相送 就这么 王左离开了大仗 来到了 营门外 哎呀 好悬一把牌 谢谢诸位 请回报 王左 来到了湖边 上船 回到 君山大战 来到了 囚龙殿 天王 我来交纸 月位三天后 准时赴宴 哦 好啊 王爱卿 李奇功一见 屈原公 删着小事 洗礼琢磨 呀 啊 我想来个借刀杀人 岳飞没杀王左 那还不说 他们弟兄情义不错呀 岳飞真来了 好 看我怎么将你们俩 置于死地 你不磕过头吗 不愿通生 但愿通死吗 让你一块死 呃 王林兄 君事 我想借你 东盛寨一用 我要步步兵 请你 在君山 休息 好吧 王左明白 是怕我看见你怎么 在哪块派兵 哪块不按哨 我思同岳飞给送信去 不干的事 再说用不着看 就你那两下子 你点墨水都在我心里装着 我啊 避嫌 不让我去 蹬好 就这么 王左住在君山 这三天去元宫忙坏了 就把王左的东盛寨呀 大堂上 重新布置 兼臂好 派好了刀扶手 三天到了 咱们回头 再说岳飞 王左走了之后 牛稿第一个就穿出来了 元帅 打开千两次 看看 我那个银响 领没领 先帝 不用看 你没领 好 接我五十两银子 你要干什么 我准备一桌酒席 请请你 你请我干什么呢 元帅 你怎么那么好吃啊 王左请你去你就去啊 酒我好酒烟 我好烟 想吃 兄弟请你 谁不知道 胡子 我们就在洞庭湖外边扎兵 何时能打开军山 我这就将计就地 好 多带兵将 听着没有 我知道了 大伙推堂之后 下边纷纷议论 这回元帅 说什么 也得带个三万人 五万人 带五十名将官 趁机 打上洞庭湖 杨再兵就说 不要紧 我对军山的地势略知一二 这军山的各个山头啊 都是四面的浑水 唯独东圣寨 西圣寨 这两个寨 三面环水 后山 一条笔之大道 通道岸上 我们可以从后山进兵 借机 杀上山头 议论 不议论 你不能给元帅出主意 转眼 三天到 五更天 岳飞 声作打仗 就看张宝王横 背了不少包裹 后边 跟两个差人 哪的 谭州知府衙 派来的差人 来送医生的 另外还有两员部下将 这两人 一个叫张立 另一个叫张用 是亲哥俩 是和监张书业之子 灰情二 给贝罗的北国 路过和监府的时候 张书业 一头碰死在 秋车前 他俩儿子逃跑了 这阵呢 已经归到岳飞的营中 忠心耿耿 众将一看 拿这么多包裹 干什么呢 岳飞说 众位将军 今天 我要到洞庭湖那 赴宴 要带几名将官 不过 要乔装改办成仆人 打道的差人模样 叫的谁 谁就去 没叫的谁 给我好好守住 营盘 好吧 听着吧 头一个叫的岳云 岳云 张县 和元庆 傅天亮 四个小将 嘿 这四个人 长得像水葱一样 大的二十岁 小的十几岁 四人往这一站 发了四个包裹 您把这衣服换上 去吧 走吧 点下去了 又叫过 余化龙 杨再兴 在营中 这两员大将 是岳飞的左膀右背 每人发包裹 不一会儿 这六个人 把衣服换好 进来了 中将一看 这模样 怎么 苏是看惯了 顶盔挂甲 今天全都脱镜了 一看余化龙 杨再兴 何元庆 傅天亮 再加上岳云张献 全是头戴黑红帽 身穿红色衣服 下边围着裙子 这裙子是盖腿的 打着裹腿 下边穿着麻鞋 余化龙 故意把护须戳得乱乱糟糟的 何元庆 岳云脸太白了 弄点锅底灰 抹又抹 慢又慢 手上都蹭了蹭 岳飞说 众未将就 因为山上请我们赴宴 我们就不能带兵器 四小将给我开刀 于将军 杨将军 你们打着罩伞 罩伞竹筒子里 放着兵器 我的枪 你们俩枪 张献的兵刃 都放在里边 分量重点 你们辛苦些 牛稿 元帅 你给我当中军 把衣服换换 好 牛稿已经乐坏了 老鱼 老杨 你们俩得不先走 还得扛着猪竿子 里边有大枪 我当中军这叫老爷 我能骑马 好 牛稿走了 不一会儿功夫 换上了中军的衣服 划上腰刀 岳飞 也出去更衣 等他二次回来 中将一看 真是赴宴去了 头回看见 元帅这么个打扮 头戴国公帽 什么叫国公帽 平顶的 像小庙在的 戴两个耳朵 就这个型的 往上翘翘的 身穿白段子蟒袍 腰横欲带 下边大红中衣 厚底造靴 没有带剑 呵 文质彬彬的 牛稿一看 不带兵刃 你这是赴宴吃酒去啊 你是挨刀去 我说 元帅 你 不要多言 牛稿 你给我当中军 听着没有 听话 还有 我得带两个马童 两个家将 两马童谁 张立 张用 人不离马 马不离人 家将 张宝王衡 这两人 兵人也没带 只是跨口腰刀 外边有兵器的 张宝王衡 加上牛稿 愚者都看不见 有的 在腰里围着链 有的 带着短刀 匕首 大兵刃 都在这竹筒子里 外边有人牵过马 阳忠之士 撂给谁了 康怀 又联手叫过 铁门天王董仙 你如此这般 这么这么 是 我知道了 就这么越非出发 这几人大将开道 不会啊 干什么 有什么规矩 你看我 我看你一个劲儿笑 岳飞说你想笑 就在这笑个够 你别到外边笑去 你到外边笑 要叫杨妖的戏作 看见你坏了我大事 笑够 不笑了 那怎么走啊 叫你们学你不学 快 把那两个差人叫来 哪的 潭州 衙门来两个差人 告诉岳云等人 你们年轻的 俩一对俩一对 前边走着喊着 呀和 后边打照伞的 有规矩 怎么打 这么支不开 得把这个 竹竿子 伸到前边 把伞扛在肩上 伞什么形的 上面是布的 并不太大 这个是个摆设 因为里边藏兵器了 今天竹竿特别粗 平时呢 毛竹这么粗就可以了 今天好 都这么粗 手小的握不住 大手两手抱着 里边两杆枪呢 把他端子往前一伸 散在这 然后 我后退 前边一喊 呀哈 你说 啰 啥一支 就这么举着 大热天 现在是八月份 鱼化龙羊 在心可遭了罪了 牛狗子马上高兴 好 老羊 岳飞骑马 在后边 就这么的很快 来到洞庭湖的 后山的山道 一看到 道两旁 有上百名君族 打着小旗 迎接运元帅 走在最前边的是 张宝王恒 两人搭扮成 家将模样 水头疙瘩筋 身穿青色长袍 腰记思涛 听中音 抓起来的快选 两个人 奉他们都摆背手 接着岳飞晃晃手 往山上去 半里地 就一搏人迎接 高喊欢迎 岳元帅 岳飞说 多谢 多谢 然后这会人 登登登登 往山上跑 半里地一搏 半里地一搏 干什么呢 人是往里送信 一直奔 东盛寨 东盛寨 里边谁等着呢 王左 杨妖 屈原宫 都没来 王左 已经回到自己的大寨 手下准备丰盛酒宴 又准备了古药班子 干嘛呀 一上队 迎接岳飞呀 王左 心腾腾是跳啊 心想 大哥呀 不管怎么的 咱们有几天 接拜之情 你真要是因为我 把你领上山 有个三长两短的 我对不起你 可是反过来 我要是私通岳飞 对不起杨妖 你说我 太为难了 明人打探 岳飞带多少人 报 就带两个家将 没带兵将 哎呀 这怎么能行呢 不会 岳飞有运筹帷幄 绝胜千里之能 对不起 他手下家人里头 就有大将 我怕什么呢 走吧 他赶紧出去 站在门口 一看 一上队 两旁等候 这边脖子上跨着骨 拿着骨臀 那边大锁闹 小锁闹 憋走劲 等着吹 有人抱 元帅到 走夜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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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枪没调 不怎么好听 不过挺热闹 两大牌军族 岳元帅 众人 来到了 债厅的外边 再看王左满面春风 迎过去 哎呀 大哥 你能光临我的山寨 这是蓬碧生辉呀 贤弟 我来的鲁莽 旺气海寒 大哥 请 岳飞 甩凳 下马 江绳 扔给张力 张力牵着江绳 牛稿下马 张用给牵着 有军族领着 把岳飞和牛稿两匹马 拴在赵臂的拴马环子上 在这看马不能动 杨再兴鱼画龙 把赵散 啪 河龙 戳在赵臂的 两人往竹筒子这一靠 干嘛 看兵器 两家家呢 张宝王衡呢 往旁边一闪 自有人安排 牛稿高兴 骗着大肚子 你们都是仆人 看我的 一会儿到里边 好好吃一顿 张献岳云 何元庆 赴天亮 这两人 也是从人呢 往这一站 自有人安排 书转表 这里头 有五元大将 就是雷家五虎 雷人雷 雷里雷志雷信 他们认为岳飞 只定带几元大将 由这五个人陪着 一旦打起来 那么兵对兵 将对将 雷家五虎 发挥他们的威力 他万没想到 岳飞没带将官 带的是四个年轻的 加上两个家家 你说一会儿 我陪他们吃饭 太冤了 算了 找喽喽兵陪着吧 我们呢 溜达溜达 就这一招啊 岳飞就高明 雷家五虎 躲出去 溜达去了 他这一溜达 等伸手打起的时候 岳飞占便宜了 众人一直往大寨的正厅走 正厅这块 有四张桌子 这四张桌子 是个岳飞手下 将官用的 因为没人了 就叫岳云当县 何元庆 傅天亮往这一坐 包括两名家将 张宝王恒 两张桌子 一边一半 山上一半人 宋军一半人 那两张撤出去 岳飞跟王左 再往里走 里边呢 中间有一门 一门 拔了一关 里边一顶 里边出事 外边人进不去 外边想攻也不容易 这是人家屈员工安排的 牛稿也要跟着进 手门的拦住 哎哎哎哎 军爷 请您止步 嗯 怎么的啊 里边没您的座位 您得在外边 什么 没我座位 没我座位 不会站着吗 哎 这怎么能行呢 怎么不行 岳飞听见了 怕朝天 钟军官 哎 所以本帅进来 哎好嘞 牛稿进来了 手门的不好意思了 进进去吧 咣当 一门关好了 就搁这么一道门啊 如搁万冲山 来到里边岳飞用眼睛 这么一看 八字形 两炕桌子 可是白韭菜的 只有两张 两旁边站立不少的军徒 没带兵器 看的意思呢 是伺候赴宴人 王左让岳飞上座 岳飞没客气 坐下 王左一旁相陪 桌上边背盘罗列 肉山 九海 山中 陡座 云中雁 陆地 牛羊 海里 仙头头 眼窝 杀鱼 池 雄掌 干肺 鸡鸭 鱼虾 应游 尽游 岳飞往这一坐 心里啄麻 杨妖呢 呃 贤弟呀 你家天王 为何不到 呃 这个 我家天王 又琐事在身 一会儿准到 你我弟兄 先喝上几杯 续续离别之行 哦 王左嘴这么说 心里和解 岳飞呀 你太厚道了 我家天王 是不会来的 这是军事屈元公 定的计策 在这个屋的 夹壁墙内 埋伏下 消刀手 并且跟我说的清楚 叫我摔杯为号 只要酒杯落地 消刀手出来 就要你的性命 王左拿着酒杯 心里犹豫 如果酒杯一摔 大哥的命就没了 不摔 违抗天王旨意 我犯死罪 哎呀 这可怎么办 他在这犹豫 夹壁墙里的消刀手着急啊 心的话 都快点啊 我们在这里憋着难受 王左心虚不宁 胳膊袖子这么一戴 古代人呢 袖子又昆 又长 咕咕咕 啪啊 酒杯落地 这地呀 是细磨方砖扑的 唐唐一声 可了不起了 夹皮强 一下子全倒了 这是木板修的 蹭蹭蹭 从里边穿出来 一百名西洋刀手 一个手举单刀 嗨 我这手有个领头的 这个领头的 手拿明晃晃的单刀 蹭就跪了 岳飞一看 他 不好 王左一瞧 哎呦 他想跑 岳飞手的眼快望前一进身 呃 拼凶一把 抓住王左的衣服领子 往我里带 哎 大哥 你松手松手 贤弟 于兄复见来了 没带兵器 谢你 一用 说着 一伸手 把腿也抄起来 这边抓着衣服领子 这边抓着一条腿 脑袋冲前 脚冲后 那条腿的地当了 拿王左 当独角同人说了 我看你们 哪个赶过来 好 再说这一百多名消刀手 为首有一人是谁啊 是杨娇的五兄弟 五王 叫杨钦 杨钦啊 在杨娇的歌五个里 才觉最大 武功最差 他的武功啊 不在二五眼以上 不在二五眼一下 正在二五眼上 胆子最小 今天呢 他哥哥告诉他了 你领人 去杀岳飞 不能不足利 就这么 拿口刀 撑就穿出来了 猛一抬头 看见岳飞在呢 嗨 杀 说声杀 岳飞 抄着王左 你们哪个敢过来 嗯 谁过来 王左喊 哎呀 王千岁 别动手 哟 看见王左了 他吓坏了 杨青和王左最好 两人是文末朋友 平时在一起啊 出个诗 对个对 打个灯 弥破个门 下个旗什么的 他今天万没想到 叫岳飞给抓住 本来啊 在这削刀手里头 有两个头目 这两个头目 是屈元公的心腹 事先屈元公跟他们说了 今天你们在九西前冲出去 连王左一块杀 杀完了 我给你做主 可是为什么又把武王杨青 放在这呢 屈元公耍个小心眼 你想啊 杀岳飞可以 要把王左杀了 杨妖怪罪怎么办 他们拿杨青 当地死鬼 有杨青在呢 那么有武王呢 这两个头目就没事了 如果没有杨青 不带岳飞 王左也死了 正因为杨青这个人呢 胆是小 和王左是朋友 一看就杀了 哎 别动 都躲开 闪开 这一白手 这两个头目一拙 我们过去不过去 听屈元公的 王管那套 把王左杀了 武王在看着呢 杀官呢 以小犯上啊 就得昏灭九足 不杀 不杀屈元公能不能怪 怪不了我们 为什么 武王被我们官大 谁官大 我们听谁的 蹭往旁边一闪 再看岳飞 一手 抓着王左前兄 这手拢了他腿 往外走 蹭 蹭 蹭 这一走 王左可到罪了 这脑袋 蹭 碰桌脚呢 闹个包 腿顺底 老子的当当当当 科技盖也清了 鞋也掉了 帽子也没了 哎呀 兄长 快放了我吧 不行 你等我出去 见到我们人 我再放你 走 继续往下去 牛搞在那站着 牛搞 苍朗亮 腰刀 我看用谁敢过来 干嘛 去逼杨亲 刀手被震 他们很快 就来到一门这 牛搞用肩膀 一扛一门 没扛动 扛一门 这个功夫啊 就在两侧的大墙上 埋伏了弓箭手 帮帮帮帮帮 噓噓噓噓噓 往下射 不让牛搞 接近一门 脚门砸开 牛搞一看 呀 大哥 我们上当了 重地了 快把王左掐死 不行 岳飞心的话 把王左掐死 我们更活不了了 这怎么办 这里边有动静 外边听见了 啪啦 酒杯落地 外江户的劳劳兵 呼啦都站起来 呦 伸手了 有一个劳劳兵 抽出腰刀 冲着月云 晃晃 哎 小伙子 你们元帅 大概已经死了 我本来一刀 应该把你捅死 你说咱俩没仇没恨的 你死了 到阳王节那 可别告我 这是我家天王 叫我怎么做的 嘿 呸 约云看着 想这小子 杀就杀呗 干嘛冲我支笔画呀 刀奔自己前行扎来 微微拧身 嗯 说刀走空了 一伸三个手指 一口的麦门寸观尺 呸 漂亮了 刀落地 月云把他往怀里一带 呸 绝心了 一吊个 是 脑袋冲墙 呸 摔个万朵 桃花开呀 张宪和元庆 傅天亮 各自量 兵器 嘻叉咔嚓 砍瓜贴菜一样 把这十几个楼楼兵 全给杀了 这叫智者千律 必有一失 曲员工 就不应该安排 雷家五虎上将在这 行刺岳飞 这哥五个出去溜达去 入室了 如果那哥五个坐在这 岳云等人 不会这么容易得手 随后 岳云 何元庆 傅天亮 三个人 来救元帅 这三人多大力气 很快 咣 把一门撞开 岳飞一看 门开了 抓着王左往外跑 牛稿也跑 岳飞往外这一跑啊 王左受不了了 浑身到处是伤了 快 准备马匹兵刃 再说杨在兴 一看里边有动静 赶紧把这伞拿起来 罩头伞 把这头啊 望着墙的坐石上 咚 一撞夸叉 碎了 拿过大枪 把元帅枪往旁边一放 刺激赶枪 提枪背手 怎呐 马上将的枪太长 再步下驶 不得劲 一扭脸 瞧见牛稿那匹马 行 借我先试试吧 吐吐 解些江绳 任登在手 双手和枪 干嘛 守住大门 有人把岳飞的马匹也准备过来 枪也递过去了 那边 几元小将围过来好往外杀 走的最慢的是牛稿 牛稿太胖了 体重二百八十九斤半 哎 我的马呢 哎 马 啊 杨将军使呢 哎 老杨啊 你使我马 我怎么办呢 牛将军 你在部下走一会儿 我呀 得给你开刀 不行 岳飞想 杨再兴开刀 我断后 杨再兴没有马 怎么能行呢 二弟啊 你呀 先走一会儿 一会儿遇见敌人的马 给你夺一匹 哎 好吧 前边杨再兴开刀 后边岳飞 左边 张县 岳云 右边 何元庆 傅天亮 旁边还有余话龙 尽管如此 牛稿也费了劲了 肚太大 跑不动了 人家蹿蹦跳跃 特别灵求 他在那儿 烫烫 老杨哎 你缺德了 快给我抢马 别着急 离开这个东盛寨 再往前 走不太远 来了俩送马 谁呀 天王杨幺的两个兄弟 三弟叫杨斌 四弟叫杨慧 这两个人奉屈元公的命令 带领五百人守在路口 杨斌一看 呦 什么人 我乃杨再兴 啊 三方新的话 怎么杨再兴都上山了 刚才没人报我 说岳飞 没带大将 杨再兴可厉害 他的武艺 在我们先锋奔 罗彦庆之上 不在罗彦庆之下 哎呀 新杨的 竟敢跟我山寨 为仇是你 探枪 刷 扎了过去 杨再兴一想 正好 这马匹兵阵 我送给牛狗 枪来了 马上微微一闪身 撤嘞 枪扎空了 越过枪尖 越过枪挡 一伸手 捧 把枪杆抓住 给我 杨再兴都拿了一起 他想多枪 杨兵不给呀 嗯 怎么怀里带 嗯 不给 这表情 他把自己的枪拿起 顺着枪杆一扫 就一下 没把杨兵呢 抽两截啊 屁啊 从马上抽到地下 当时绝技身亡 怎么那么巧呢 看上去 变个三角石呢 一下就没听 枪到手里了 战马 要跑 正好是 往这边来 身后呢 是牛狗啊 杨再兴喊了一声 哎 牛将军 接枪 龙马 噓 把枪扔了 没回头 牛狗也听起来 哎 这可不错 他刚将往前去 有人比他手快 谁啊 他前面不是月圆和张宪吗 张宪 手里一把刀 挣不得 就是一抬头 枪马来了 现在可不是客气的时候 你让我 我让你打仗的时候 行了 我收下吧 刀 活入窍内 一看马从身旁一过 往前一蹿身 碰 他把僵身拢住 一带 马头就过去了 正好枪 从头顶飞过来 小英雄一看身 瓦 贫困一抓 把枪 抓住了 哈哈 多谢杨将军 谢谢杨再兴 然后任正上马 双手轻枪 冲过去 牛狗一看 耶 我老杨啊 你送个控头人情 没我的 杨再兴回头一看 不字叫了 嘿嘿 张仙你手真快 别着急 还有呢 这还有一位呢 谁呀 死亡杨慧 杨慧一看 兄弟死了 急坏了 哎呀 杨再兴 我要了你的命 嘿 大枪斩了 杨再兴 手中枪啊 怎么办 一磕他的枪挡 他 干什么呢 望里顺枪 不松手 手指都容易坏 下了杨慧 一手兵人 嘿 打 这一砸 杨再兴 刚狼 望望一掌 二马错凳 回手就是一枪啊 嗨 扎 一枪 扎进软肋内 手一拧个 把死者从马上挑下来 啪 啪啪啪啪 枪落地 战马落荒要跑 杨再兴喊了一声 二爷 快点 龙马收枪 哎呀 好了 刚要去 有人比他手快 都也快 谁 鱼化龙 鱼化龙一想 哟 马过来了 别让他落荒了 赶紧 追过去 一把揉住 江生 挨过来 马这不横过来吗 这脚一踏 蹬的同时 枪在地上 不用哈哟 鱼化龙多大能的 用脚尖一勉 把枪踢去了 一哈身 哎 谢杨将军 任登上马 双手合枪 你又搞一看 我老 老杨爱你缺了八倍得了 两匹马一匹也没送到我手啊 二爷啊 少吃点 别长那么沉 肚太大 跑不动 等着嘛 到杨中 我送你马 我用你送嘛 几个人 啊 说着山道 玩着那都往下跑 两旁边 帮帮帮帮帮 尽色飞黄 又如雨犯 那就得说 这一拳大将 太厉害了 不然早射死这儿 正往前走 前边 是山寨的寨门 东盛寨 最后一道关口 寨门里 这就是洞庭湖的一间 寨门外 是宋界 这个门 已经关得死死的 说书的 说的容易 事先去员工 早就派人 再埋伏好了 一声炮响 就从旁边 山石拉的小道上 警觉的 站住 岳飞这么一看 眼前来了 十几大寨主 正当中一员大将 向重心捧岳相绑 此人跳下马来 平顶身高 足有仗衣 是人高马大 头戴 冰铁荷叶盔 猪鹰倒撒 身挂冰铁甲 望脸着看 面刺锅底 黑中后 两两钟头上 两道七叉 八叉的狮子眉 斜入天藏鹅角 一堆大木 击了咕噜 臊不分明 转头端正 大嘴叉 连逼勒腮 胡须 扎里扎沙 压二毫毛 拧了劲的 朝上掌 胯下乌追马 掌中一条 杖八蛇猫腔 这个人 像半截黑塔一样 跟那杨惠 杨斌 大不相同 来者 为谁 啊 王南 出国 大胜天王之地 你家二王 你家二王亲岁 三八王 杨凡师爷 上文书说道 岳飞这么一看 好 眼前来了 十几大寨主 正当中一员大将 向众星捧月相望 来者 为谁 啊 王南 出国大胜天王之地 你家二王亲岁 撒一霸王 杨凡师爷 呼 你就是杨凡 不错 你说人 本帅 岳鹏举 啊 听约的 天苍有路 而不走 地如门 自来头 竟敢到我的山寨 今天我要你的性命 咋咋咋 哇呀 张献不爱看了 西乡你吓人干嘛呀 袁帅 你歇会 看我的 张献提马来到切镜 故意切的 哎哈 帅霸王 哪都像 就眼睛不像 怎么眼睛不像呢 怎么说也不像 据说霸王啊 生的是 虫童 什么虫童呢 就是俩眼人 俩眼睛四个眼人 这位眼睛怎么晃荡 还是俩眼人 哎 你看看 你认识不认识 我这匹马 你再看看 认识不认识的枪 啊 啊 你的马 你的枪 是我三弟扬兵的 对对对 你不取些眼 正是 告诉你说吧 害人如害己呀 我家元帅有好生之德 不愿意和你们洞庭湖开兵建杖 免伤生灵 故此 带我们上山 劝你哥哥投降 想不到 你哥哥 按下毒手 派下伏兵 又叫 你的两个兄弟 半路接杀 现在 杨慧 杨斌 全死了 这俩人走的时候 说的明白 想你 你们一个娘 肠子爬出来的 他们俩走了 剩你自己 我孤单 得了 归走我的马前 我扑 一枪 把你也送走 哥仨一块溜达 多好啊 啊 哎呀 兄弟呀 是我晚来一时 你们丧灾了 耸精之手 带我给你报仇 小将军张献和他交手 两人打得难分难解 难离难散 山市人越聚越多 岳飞万分着急 不冲开战门 随时有性命危险 就在这儿 寨门外 浩泡连天 人欢马上 就听着 咚咚咚 撞门的声音 谁来了 铁面天王董仙呢 岳飞事先上山赴宴的时候 就跟董仙交代好了 我们几个人命 我交给你了 因为上山只有一条道 这条道 要叫杨妖带兵封死 我们插翅也飞不出去 怎么办 你带兵给我守住山道 里边一乱 你给我往里攻 天面天王 董仙带着君族 来攻寨门 山上 石篮子 寨墙上 楼楼兵 搜搜 往下放箭 董仙带着人 不白给 冒州剑雨 有拿着虎头盾牌 挡着 这边有人撞门 用树干 咚咚咚咚 几下子 窄门撞开 董仙带人呼隆望了一呼 这一进去啊 山上围困的楼楼兵就乱了 汪郎望两旁一闪 杨帆四五倍受敌 心里发慌 不敢再战 赶紧撤长矛 学战马 撑 穿到小道呢 裸斯江回头一瞧 宋兵增援部队到了 大势已去 拦不了了 就这么董仙 把岳飞等重将 救下 洞庭湖 回头再说杨帆 赶紧问囚龙殿 找他哥哥 交纸 来到囚龙殿 他哥哥在这 屈元公在这 哎呀 哥哥呀 咱的两个兄弟没了 杨妖啊 哭得眼睛都红了 知道了 屈元公说 二王千妃 你怎么样 是这么这么回事 我父被受敌 打不了 哎呀 王走啊呢 是不是叫岳飞抓走了 咱们快到 东圣寨 看一看 这阵 雷家 五火来了 这五个小子 心里 忐忑不安 本来 屈元公 叫在东圣寨 暗杀 岳飞手下 大将 这五个人 耍滑头 把楼兵派去 他们几个出去 溜达 拽着功夫 里边打起来 岳飞冲出来了 这五人 顶尖 既然岳飞冲出来 说明 带的人 都是大将 我们过去 白送死 干脆 就说不行 打败了 他们我撒谎了 王走哪去 谁也不知道 来到东圣寨一看 哎呀 太惨了 满地是横躺 树窝的死尸 没有一个 是宋兵 全是山上的楼楼兵 哎 杨幺窝说 这怎么回事情 王左呢 问到王爱卿呢 转来转去 一看那边 死尸有五六个 等他仔细看 啊 王左就在那躺着 哎呀 王爱卿 你死得太屈了 全公司等等 我看看 嗯 死尸都这么好看 我也死 怎么 这王左的脸呢 红扑扑的 心口我一摸 哎 天王 他有气 没死 快 开走 啊 我懂了 屈原公 挺灵 那么王左 怎么在这 书中按表 岳飞 要离开东圣寨 在上马的时候 悄悄的告诉王左 兄弟啊 你不够朋友 你把我骗到山寨 差点死到这 按说 我应该把你往柱子一坐 要你性命 那在我们结拜一场 我留你条命 但是我走 你活不了 我要离开高山 杨幺一定说 你给我通风报信 跑走的非杀你不可 我不杀 他杀你 怎么办 念在结拜情意上 我给你做点伤 你装死 听说没有 等羊腰问你的时候 你就说 当时我昏过去了 不知道 就这么 往地一扔 就这一下子 真摔没气的 不过岳飞手啊 可有尺寸啊 不是往死里摔 龙地生 躺那块儿 王子 我醒过来的时候 身旁好几具尸体 心里合体 哎 岳飞太够朋友了 怕我受猪脸 还给我出刀 那我就装死吧 这装死也不容易啊 为什么 岳飞从东盛寨 闯出去闯到山下 等羊腰带人 在宴山这多长时间啊 就一直在这挺着 屏住 呼吸 憋得 脸红 脖子粗 最后 这就自己给自己都憋没气好几回 伤也疼啊 刚刚缓过来 羊腰区原宫到了 屏原宫一瞧 嗯 看来 岳飞是高人 王左 没这两下 他在这给我装死呢 还没法说 你们身有伤啊 脑袋也包 胳膊也破了 衣服也坏了 靴子没了 头发也散了 哎呀 王大夫 怎么样 快 抬走 智商 我想借刀杀人没成 王左 吓唬你 一会儿 有人给王左掐人踪 王左 哎呀 一声 环形过来 哎呀 羊腰心疼啊 王爱卿 你怎么样 啊 你怎么样 哎呀 岳飞太厉害了 差点将我吃死 我是两师为人 好好养伤 好好养伤 啊 快 把这收拾收拾 随后 杨腰和屈原宫 回到囚龙殿 众不倾家 我这叫 偷鸡不成 反十把米呀 岳飞没抓到 方而伤了 我两个袍地 王左 又受了伤 伤了这么多 楼兵 本王犀利难过呀 何人有 突以兵之策 话音刚落 二王杨帆上来逃之 王兄 请给我一只人马 带我杀下 洞庭湖 要那岳飞姓秘 替我的兄弟报仇 杨腰炸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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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 没有当时点头 他知道 他这个二弟 武功不错 智毛不够 自己下山 不放心 我爹娘若知道 我一下子伤了两个兄弟 就得疼死 这老二再有三长两短怎么办 不让他去 不行 这个人呢 一条道跑到黑 太狡 哎 有了 武元帅 陈在 武爱卿 麻烦你辛苦一趟 带队出兵 和我的二弟 去灭 宋军 呃 孙文旨 武上志嘴里说 心里不痛快 心想 我是天下独招 讨兵马大元帅 大楚国的 武将之祖 岳飞来了 应该叫我出战 可是 非要听屈渊公的话 设宴请岳飞 好啊 孙兵折将 出马也行 跟谁走都行 我就不愿意跟杨帆走 这个人呢 太不守军纪 不听我的 能耐好 不守纪律 容易坏事 可是我要说不去还不行 好 林指下殿 和杨帆商量 咱们明天出征 杨帆说不行 现在就得走 哎呀 咱们就等着一夜行不行 我得点兵带队啊 好吧 还不晒 杨帆同意了 武上志回到自己的寝宅心里说嘛 我怎么能够破了宋军 武上志这个人可了不得呀 确实文武双全 赶赫岳飞必美 当初啊 王佐奉了忠相之命 到岳家庄请岳飞 岳飞不来 回到山上跟忠相一说 忠相足口气 说这么办 我认可拿出全国的财产 你给我请一个比岳飞还高的人给我执掌兵权 也不是忠相啊 有志气 有远见 王佐到处找访来访去 访这么一位 在浙江啊 武家庄有个武上志 就这个元帅 听说这个人呢 齐文烈武 文韬武略 样样都行 闭门谢客 大宋朝开设武科场的时候 他有病 没有去 后来听说岳飞枪条小梁王 一杆枪威震武科场 那么大本事 不是状元的状元 国家不用 武上志寒心了 从那之后 我呀 不当官了 王佐得到消息之后 五次登门拜访 武上志不见 最后一次 差点跪门了 说志说两句话就可以 武上志被他感动 把他叫到家里脸一交谈 哎呀 特别投机 而且志向相同 王佐这回总结调训了 不能马上拜把兄弟 就说你跟我到洞庭湖去吧 一注撒月 正改上 灰禽二帝 被裸到北国 武上志 长须短探 幽国幽民 王佐问他 你这怎么了 江山破碎 黎民屠探 我怎么能不难顾 什么时候 我们国家能出真主呢 我也能有用武之地 哦 王佐一想有门 那么你看 谁够真主呢 他啪啪啪提了不少名 什么曹成啊 刘玉啊 他都咬脑袋 最后说到洞庭湖的忠相 武上志没摇头 王佐真的有门 我是奉了楚王 忠相之命 特意请你上山 为兵马大元帅 武上志同意了 一文金也没要啊 带着居家老少 搬到洞庭湖 忠相死了之后 杨妖又自立为王 也没换元帅 武上志和水军都督花普方 两个人合计宋军 多色大胜仗 君威大振 今天 杨妖命他去战岳飞 他心里琢磨 岳飞 跟别人没法比 我们怎么赢他呢 凭武功万一赢不了怎么办 哎 我何不摆大振 什么振呢 什么一次长石镇 二龙出水镇 那都不行 他想起来 列国年节有个天丹呢 白火牛振 我想那岳飞再聪明 也想不到列国年节天丹 白火牛振的事 就这么办 明天叫君族准备三百头水牛 干嘛 用白火牛振 火牛振可非常厉害呀 怎么摆呀 牛的鸡脚上 绑着牛尾尖刀 牛尾巴用铜油请过 晒干了 再请过 再晒干了 再请过 再晒干 然后呢 棉花蘸油绑在牛尾上 牛的时候 一根匾子 绑上五头牛 然后将牛尾点着 牛尾后边绕火 牛必然往前跑 像发疯一样 这鸡就往前一撞 撞了人 开上破肚 撞着帐篷就给挑开 而且尾巴一甩 甩到哪 哪都火 迎盘不打自落 武尾上志 胸有成竹 到了第二天 点击三万人马 带走杨帆 粮草车辆 一部分 从后山走 一部分 水运 很快来到洞庭湖边上 李悦的军 相隔三四里地 扎下迎盘 随后 鸡军过某 发放军情 一路杨帆 当天出战 武尚志说不行 歇一天 到了第二天 点名已毙 武尚志说 众委将官 哪个去打头阵 杨帆早就着急了 本王 冤王 好 千岁 祝你齐开得胜 就不胜 杨帆来到外边 命人带马 抬货长矛 点起三天人 号号连天 江堂炒调阵 岳飞得劲了 问谁出战 杨帅兴 出马林迪 和杨帆 二马对头 划不投机 站在一起 杨帆 力气大 杨帅兴 招数 招数 巧妙 两人打到三十回合 五十回合 到一百个回合 没分胜败 杨帆气得 哇哇直叫 杨帅兴 也是汗流满面 从打早晨打到 上午 打到下午两三点钟了 还没分胜败呢 大家都看直眼了 一杆枪 一个长矛 太厉害了 时间长了 就发现了 力大 不如招数巧 杨帅兴 略胜 杨帆一投 可是想赢人家 不容易 月翻翻腐 明金收兵 啪啦啦 罗声一响 杨帅兴 回赢 杨帆没办法 回到大帐 到了第二天 无上志不客气了 二王千岁 有你给我执掌 兵符令箭 本帅 要亲自出战 这回杨帆也老实了 怎么碰见应敌了 哎呀 一个杨带兴 我都没打了 那岳飞 更够强啊 就这么 无上志带五千人 两队 讨调阵 叫岳飞出战 岳飞也带五千人 来到江场 叫仓怀支掌 兵符令箭 马到江场 和武上志 二马对头 各罗斯江 岳飞 闪目 这么一看 哎呀 好一个威武 雄壮的 大将 太喜欢了 武上志的个子 比岳飞 能高半尺 戏腰大背 双肩暴龙 面似满月 箭梁 见眉朗目 鼻之口方 海下 微微不点的 胡子叉 比自己还年轻 严魁严甲 速罗宝 跨下 伯龙鞠 得胜钩 扭传 挂的是 昆吾脊 什么叫昆吾脊 就是大枪啊 旁边 支出这么一个 铁杆 旁边个几月子 一面几月子 这个兵器可占效啊 就这个怨言啊 能高落兵刃 请问 对面可是 洞庭湖的大帅 武将军 不错 安乃武上志事业 你可是 金钟大帅 哦 虐彭 久仰 元帅大名 如来逛而 好月 当空 既日相见 时代三胜 有戏 武将军过奖了 元帅啊 你乃抗金明将 为什么不兵往北进 打到黄龙府 迎请宋朝两个皇帝 环朝 反而大兵南下 来杀我们这些穷苦老百姓 我们这人 因为吃穿不上 宣那陈胜吾广 兼而起 你爱民如子 难道说 就不疼我们这些老百姓吗 也好 好厉害的嘴 最想 这武上志好厉害 武将军 言之差异 现在山河破碎 话不投机 咱们兵刃下 分个高低 好 请 听 武上志 武上志 抬腿摘下昆吾提 掌中疫情 和岳飞 打在一处 两人打到十五个回合 武上志随微说 稀里佩服 好 岳飞这杆枪神出鬼没 我想胜他 不容易 别打了 我能火牛阵呢 岳飞你再厉害 也破不了火牛阵呢 想的这儿 虚黄一枪 一学战马 哎 岳元帅 毛家不是对手 百阵 去了 学马回归 本部军队 武上志 赶紧调兵潜将 要用火牛阵 制胜 岳飞 洞庭湖的元帅武上志 奉杨谣之命 和岳飞军开兵建战 他深深知道 岳飞军的大将 车载斗梁 洞庭湖 战将有见 只能智取 不可立敌 未从下山 他先就摆下火牛阵 那边做准备 这边交战 打了一仗 收兵回营 等着军山往这 运水牛 三天之后 将水牛运齐 前晚我已经交代过 水牛 事先哪 得把牛尾巴 用铜油泡过 晒干之后 再泡 泡过之后 再晒干 牛尾上 棉花蘸油绑好了 这才能运到军营 用的时候 一根扁的 绑上五头牛 一排五十头 三百头牛 分为六对 什么时候用 得在半夜 来个出其不意 攻其不备 视线模糊的时候 冲过军营 武商之准备好了 就等今夜三更天 用火牛 去攻 越军的联营 前边 有军族挡着 后边 大旗蒙着 为什么 他怕被 越军看见 被越飞 拾破 破了火牛阵 一切准备 起锁 小族 开始给牛尾巴上 挨个点火 大吼城 炮响 军族 往两旁一翻 大齐 唰拉一撤 再看 动静糊涂冰 闪在两旁 让开道路 火牛 一律 冲着越军的连营 开始老牛 不知道 等牛尾巴 烧疼了 这牛脾气 可就上来 都说牛脑是谁说的 比喻人将 都说是牛脾气 老牛犯脾气 十个人拉不回来 这五头火牛 是一坨往前攻 前边牛耳尖刀 闷着一声 往越军冲了过来 越军军的巡逻队 我瞧见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怎么这么多牛 找火了不好 赶紧往里送信 头对牛 掉进坑里头 蹭 穿过去了 二队过豪沟 三队 六队都冲过来了 宋军放箭 想射 水牛牛皮 才厚 射不死 牛一疼啊 跑得更快了 不带拐弯的 因为这五头 绑在一起呢 不容易拐弯 一个方向 有人给岳飞送信 岳飞一听 知道不好 急忙来到高坡 出往对面一看 坏了 我们呢 落入火牛阵内 岳飞明白吗 明白 列国年间 天丹白火牛阵 哎呀 武上志有两下 军兵快 往左右撤 快跑 当监管者 赶紧顶盔挂甲 准备马屁 掩护 军组往下撤 迎盘 顾不过来了 当监管不能都跑了 为什么 怕火牛在前边 冲破连营 后边武上志 带兵一杀 就全军覆没危险 岳飞想 既然已经被他公开连营 认了 别让他给我兜牢底啊 怎么办 把队伍封为左右两侧 往武上志的军营杀过去 武上志有所准备 叫二王杨凡 以及雷人雷义 雷李雷志雷信等人 左右离抗 咱们简断皆说 虽然是三百头火牛啊 可了不得 军族被挑伤 无其数啊 帐篷被挑开了 两草垛烧着了 牛尾巴一甩 那边起火来 这边落上火星子 横冲直撞 等到牛尾巴烧断了 一头牛倒下 那四头牛也就趴下 有的呢 一直撞到后边的营盘 发疯一样 不烧死 还往前跑呢 当将官者没受伤 当小卒的多没有 死伤好几千人 武上志 大得全胜 他想 我剑好就收 叫你岳飞 便鸟是我们军山 收兵 哐哐啰 罗声一响 两军阵前事他不管了 赶紧上船 由水军都督花浦方 把他们运回洞平湖 军山寨 算打了个胜仗 天光放亮 火牛也死了 再看君族 极要苦哀哉 岳飞这么一看 心里不好受了 哎 想不到 武上志用这么办法 把我营盘冲个乱七八糟 是怎么办 兵退无礼 重新安营渣战 吉养不够 各处摧凉草 准备帐篷 这就得缓一些日子才能进宫五天之内 岳飞不出战 再说武上志 回到君山寨的囚龙殿 交纸 一说火牛阵大破月子军 哎呀把羊腰乐坏了 外卿啊 手工一件 他一想 叫武上志这人 不可多得 我怎么能把他笼络到我身旁 给我卖命呢 外卿 我有一小女叫采莲 不是我这当爹的夸他 师叔懂礼 容貌吗 倒也过得去 相许给武将军为妻 不知道你意下如何 哎呦 武上志听的话 受感动了 他有妻子 两年前不去了 没再续嫌 他也知道 杨腰有一个女儿 容貌如花 不过没见过 素素比自己小不少 那么杨腰许亲 等于自己成了驸马了 怎么能不高兴呢 当时见过老泰山 亲事定下来了 杨腰说 现在正在打仗的时候 丁对丁 卯对卯 哪天拜堂 哪天好 就今天晚上 我成全骏马与公主完婚 屈元公一听 捋着小胡 删着小事 心想 行 天王 叫我教的差不多了 他懂得 怎么笼络人心 武上志 你精明强干 没有经过 扬腰啊 你今天打胜仗 他把女儿给你 就等于 绑在一条船上 你得为他卖命 哎呀 元帅 我给你道喜 同喜同喜 怎么简断接说 前边大排酒宴 庆贺胜利 后边准备洞房 摆上天地桌 成全羊刀的女儿 和武上志 拜堂成亲 拜天拜地 拜父母以弊 大家喝喜 轮流来灌武上志 武上志这个人 气流低 别喝那么多 我到洞房得见公主去 喝得醉醺醺的 非访我不可 我又没见过 人家比我最少 得小十来岁 接近三更 杨腰一百首 挨家驸马 天色不咋 啊 你先去吧 是 小婿告退 有两个宫女儿 挑着沙灯 武上志高高兴兴 跟着宫女往后走 因为啊 君山啊 山巒起伏啊 拐弯末角 取静通幽 走来走去 单独 有这么一个后院 后院正房五间 起底飞檐 前出一廊 后出一煞 门前挂着串 串的煞灯 呵 两旁边十名宫女 出一手战力 等候 驸马回来 武上志王立走 宫女实力 要驸马爷 给您道喜 啊 同喜同喜 驸马爷 请 到了门前 不许进去 你别看 你当驸马 那得听公主的 有宫女往里送信 一会儿回来报信 驸马爷 公主说了 叫你略等片刻 就好 武上志心的话 娶个有能的老婆不容易 不让我进屋 等着吧 等了好长时间 里边穿着花来 驸马爷 你可小心着点 哎哎哎 不上志想 干嘛小心点 又不打仗 小心点吧 低头 洽门前 屏住呼吸 不敢出大气 怕把公主给吓着了 来到里边 有人把门轻轻对上 四名宫女 在旁边伺候手 中间 八心桌 摆着子孙 啵啵 长寿面 干嘛 扶其喝 交杯 胳膊粗的蜡烛突突冒着火苗子 屋里 立等戳等 照着金碧辉煌 对面 是凤床 金钩倒挂 围上 撂起来 飞龙就凤 带反官的 都是宝珠箱子 你别看央夭是农民起义军呢 真当是楚国 大胜天王 也奢侈俘化 脸撂着 呀哈 公主在里边呢 含羞不好意思 呃 A白手 公鹅 啊 驸马爷 您看看 我们还是在这伺候您 喝交杯展呢 呃 这 公主在里边说话了 公鹅 哎 公主 既然驸马叫你们安歇 你们就去吧 哎 好 那么走了 姑娘乐坏了 这天站的 腿肚都硬 赶紧跑出去 讲门归上 武尚志在里边插好了 心想 月下官男子 登前看美人 人都说 这娶二方七呀 不一样 得对人家好一些 尤其那是金枝玉叶龙生奉养啊 我得瞧瞧 呃 公主 武尚志乃是个武夫 有些粗鲁 不到之处 请担待 公主 请下床 吃点喝点吧 说着一伸手 把万丈链 夹起来了 往着金钩一挂 他往里边这么一瞧 啊 武尚志下的差点没发现 怎么 公主在床檐那坐着呢 只见他 头上轻浮 大力量 穿了一身的校服 武尚志心想 今天是大喜日子 他怎么穿一身校服 什么原因 这朵丧气 呃 请问 您可是 彩莲公主 是我 你是武尚志 呃 正是本宫 这姑娘上眼下眼 左眼右眼 一口气 看了二十六眼半 大大方方的瞧瞧 把武尚志看得直发毛 心的话 这也太大方 这看我干嘛呀 我身哪块不舒服 怎么的了 穿不合适 帽子没戴 范平才说 吴将军 我看你一表人才 英雄乞丐 可是你为何要保 反王 杨妖 啊 你这是何意 你我既然拜堂成亲 常言说的好 一日夫妻 百日恩 既然拜堂 我就是你武家人 我有些话 要跟你说 如果你听着顺耳 我们可以成为夫妻 如果不顺耳的话 姑娘一伸手 穿 顺着含毛孔 全出去了 哎呀 你说我这洞房花之夜多别扭啊 嘎嘎 开开送这门 来到外边 看就看 只见公主这院子寂静无声 一个人也没有 前边画起个行李 声歌跪叫 后边 也有人嬉笑声 是啊 这个屋子谁敢闹洞房 啪窗户眼啊 这是公主的屋子 不一房 小心扣你眼珠子 他一看没人 讲门 关好 插死了 二次来到床前 公主 不知有何教诲 将军 请坐 谢坐 拉个杖 坐在床边 哎 哎 吴将军 我知道 今天你打了胜仗 天王把我送给你 为的是 你给他卖命 你可知 我不是杨妖的亲生女儿 我和他有一天二比之仇 三将四海之恨 这 那么公主 你是哪里人士 我是潭州人 家住潭州 潭村 我姓 姚 我的父亲 叫姚平章 杨妖 皆刚而起 和穷人造反 可把我家给杀了 他的军兵 进潭州之后 不知道谁将我爹娘杀死 那年 我才三岁 那些义军 那些义军把我低了起来 要摔死 杨妖 看见 看我年纪太小 又是个女孩子 将我收在身旁 作为女儿 她以为我小 不记得这些 可是 当时我清清楚楚 看见母亲夫妻被杀死 一家人 全都没了 四仇 记恨在心 还有 我家个老夫人 也到山上 她不理我的左右 又经常跟我说 不要忘了家仇 这次 本来 杨妖 将我许给你 我想 不应这门亲事 尔文将军 文武全才 所以 我跟你拜 唐成亲 现在实话 跟你说吧 我有一个哥哥 我的婚事 必须我哥哥做主 哥哥同意 咱俩算夫妻 不同意 你休想到我身旁 如果你到杨妖告我 我认可 以死 相报 吴商智听这话 点点头啊 这是个命苦的女子啊 又如此有心计 太可贵了 姑娘 但不知 你还有什么亲人 你的哥哥是谁 我有个表兄 就是岳飞 啊 可是 岳的君的大帅 不错 我父亲 是岳飞母亲的亲兄弟 我的婚事 必须表兄做主 第二 将军 若和我成为夫妻 必须抓住殃妖 替我父母 报仇 这 公主 你容我想一想 好 将军 请你 撕之 武上志啊 像打开五位平赞苦辣苏文天仙 说上什么滋味 这事怎么办 我空有一枪报国之志 在那宋朝皇帝昏庸 不用我 我才保了羊腰 天王对我天高地厚之恩 至少帮他建立楚国 平灭大宋 一统天下 想不到 京中大帅来打洞庭湖 那岳飞 是英雄 凭我洞庭湖的人马 和岳飞等人交战 非失败不可 如果一旦失败 身败名裂 得有刨坟灭祖之罪 娶个妻子 又是羊腰的仇敌 哎呀 怎么办 我还是将此事跟羊腰说了 不不不 本来天王羊腰为人很好 可是屈云公 在他身旁 尽残言害王主 我差点要了王左性命啊 那么我 在朝中能否立住脚 扬刀最近也不像当年造反时候那样的 他变了 可是 这件事怎么办呢 哎 有了 公主 你不要叫我公主 我就是普通个女子 呃 夫人 既然你我已经成为夫妻 那么 武上智 绝不会将你抛弃 哎 公主 好啊 我听你的 我找个机会 投奔宋莹就是 不过此事要做的机密 千万不能让天王知道 如果天王知道 你我性命难保 哎呀 多谢将军 从这天起 武上智不出马了 叫公主在杨腰面前请假 说武将军身体欠安 杨腰一想 是啊 女儿和丈夫刚刚成亲 新婚样儿 就让他出马林迪 这有个三长两短的怎么办 就这么 也没过问 不过这仗 还得打 他问军事 屈原公 下不怎么办 屈原公 摇着小事 臣早已有破敌之计 可命那王左 二请岳飞 上洞青湖 我略施小计 要岳飞性命 杨腰说什么 叫王左再请岳飞 岳飞能来吗 头一次 咱们在东盛寨 设下埋伏 岳飞死里逃生 他还能上当吗 哎 分谁去请啊 王左去 准行 王左要不去呢 不去 我说句话 天王别不爱听啊 那王左和岳飞 虽然只有三天 结拜之情 可情深义重啊 恐怕他吃一爬外 你讲他一家老少 下入天牢 王左定能 请来岳飞 嗯 有礼 来啊 请 王爱卿 时间不大 有人在东盛寨 啊 王左请了 王左那赏早就好 天王 混为臣有何事 王爱卿 你辛苦一趟 明天是 八月二十五 是茅山庙会 请岳飞到茅山赴会 就说 寡人 愿意投降 如果他不来 他不来 你就说 你有一头送赢 令他登高一望 刺探 君山寨 请来 浑色罢了 听不来 哼 家团聚 好啊 屈渊宫啊 你在杨娇面前进残檐室把我往死路上逼呢 我不去 现在就不死 遵旨 王左回到自己那块 来到东盛寨 这回啊 不用换衣服了 上回是便衣微服 这回 昏袍带履 立立缩缩的 来到山下 上船 叫小都划船 直奔 对岸 船头岸边 汽州登岸 军兵啊 在这看着啊 如果宋颖百挂出我人头 你们回山交力 没有挂出我人头 等我 哎呀 侯爷 你干嘛 是不是这么丧气啊 我们等您就是 哎 我呀 回不来了 王左大步来走 宋阳门外 站住 再往前走 开弓放箭了 军兵一喊 王左指住脚步 各位军爷 辛苦辛苦 请往里边回禀元帅 就说洞丁湖君山 大圣天王回下 东盛侯王左 求见 大帅 又来了 等会儿啊 军兵往里边一送信 岳飞没等说话 众将都炸了 头一个牛稿 什么 王左又来了 好小子 他没安好心眼 出去被他宰了 慢 众位将军 王左来 有要事相报 你们抄着什么 好 都请东盛侯 时间不大 王左来的里边 攻身失礼 大哥 一向可好 王左嘴这么说 心腾腾去跳 心想 岳飞 啪 一排桌子 把他杀了 就把我脑子给拿下来 哪知道岳飞 笑笑呵呵的 贤弟呀 我到东盛寨府宴 哎 你受惊了 啊 王左心的话 是我把你骗到山上 差点没死了 还有问候我 哎呀 这脸哪 跟八张打的样 通通通的 觉得不好意思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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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只是嘛 我大天王 勇意投降 只是呢 军士 去员工 从中做梗 呃 差点 连累了掌兄 我王左实在不过意 哦 事情过去 都算了 这次行李来 有什么事啊 啊 是这样 我在天王 想请您明天 到毛山参加庙会 我在天王 在林冠殿 和您商议 投降之时 好 于兄 明日准到 呃 呃 上文书说道 岳飞 笑笑呵呵的 这次行李来 有什么事啊 啊 是这样 我家天王 想请您明天 到毛山参加庙会 我家天王 在林冠殿 和您商议 投降之时 好 于兄 明日准到 好 王总心的话 大哥呀 你真去呀 那可是绝地呀 呃 这 王佐都害怕 岳飞好像 不知道 贤弟 天色尚早 到我的寝诈 我们痛言几悲 不不不 我有功夫在身 小弟 告辞 转身 王佐走了 王佐一出去 头一个杨在心 就说话了 元帅啊 不能去 毛山四面环水 就一个港口可进船 如果把港口掐死 您到山上就得困死 您不能去呀 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杨将军 你有所不知 那王佐是人才 他必有难言之处啊 我如果不去 杨姚非杀他不可 我到那儿 虽然不危险 我想 有众将保着我 不会出大闪错 我想赶化王佐 投降 送营 嘿 王佐有什么呢 你要花这么大血本 哎 大家不要多言 到了第二天 营中的兵权 暂时交给汤怀 岳飞带张宝 王衡上毛山 护驾的 有阮梁于化龙带五百名小卒 坐水船 护送岳飞 又派杨再兴 带三千乌鸦兵 坐大战船 在毛山前的湖面上巡逻 发现山上有动静 赶快接应 就这么 杨再兴带人出发了 刚到营门外 营面 跑了一个人 人 上哪去啊老杨 杨再兴一看 嗨 傻小敌雷 敌雷啊 一会儿也闲不住 岳飞传令 说敌雷这孩子 缺心眼 大家多照顾点 军纪对他来说 也松得多 刚才啊 跑那边山上玩去了 刚回来 看杨再兴一走 他喊了一嗓子 哦 我们护送元帅 到洞京湖去 我也去 你别去了 你呀 爱哪溜的哪溜的 哦 我要去吗 今天我就要去 军的听话 旁边啊 有人看见了 谁呢 傅天亮 傅天亮跟敌雷 关系之后啊 哎 杨将军 你把敌雷带着吧 他闲不住 他登山渡水 如走平地 你只管放心 哎 对啊 今天要上毛布山 缺人啊 好 敌雷呀 你可听我 哎 你说啥我听啥 把链子锤带着 这不挂着呢吗 走吧 在敌雷阵队 就这么大驾坐船 乘风破浪 很快来到毛山下 毛山前山呢 是属于港 这港特别窄 岳飞的盲冲战船呢 进了港口 港口太窄 大船进去 正好堵得满满的 边上不能过船 这个有一个最大好处 敌人船 冲不进来 上毛山就困难 外边呢 有软梁 鱼化龙带五百名水族 很多小船 钻在鲁尾档内 在鲁尾塘里藏着 看着港口 防止敌军 把港口封死了 大船出不来 杨再兴在水面巡逻 看什么呢 对面就是军山 军山 就是杨腰的囚龙殿 岳飞和张宝王横下了船 牵着马往山上走 两旁边一个人也没有 这什么庙会啊 是啊 想当初啊 这个地方香火非常盛 杨腰到了之后 没动静呢 又走了很远 张宝哈利声 哎 月圆脸道 这一喊 就听林中有人说话 哦 大哥 小弟迎接来迟 忘奇恕罪 但林中 来了一匹马 马上坐文官 谁 王左 嘿 一兵一将为代 文官打扮 见着岳飞之后 马上抱抱歪 大哥 你可真准时啊 天王 在山上 林官庙等您 咱们 走吧 哦 贤弟 请 岳飞嘴里 答应着 眼睛 往四周观看 这座山 孤零零的 没有人 他们在什么地方设埋伏呢 说杨妖投降 笑话 谁信呢 真心投降 血降书 血顺表 把户口部 地理图交出来 这次咱真心啊 你叫王左 令我上孤零的山头 肯定有埋伏 在哪呢 思想想 倒在了 二毛峰 毛山底下 算 头道毛峰 二毛峰是半山腰 还有三峰 三峰啊 在山顶上 在二毛峰这块呢 平川地带 迎面搭个彩楼 彩楼啊 搭的挺精致 上写金兰大会 这个彩楼的后边 是座庙 庙门开着 都山坡下 往上走的时候 没看清 渐渐看明白了 排楼里 庙门内 有两个人 不过岳飞看成一个人 为什么呢 前面人身体高大 那个人 藏在后边 岳飞没看见 书中暗表 庙门里这两人 一个是杨妖 一个是军士 屈原宫啊 今天 屈原宫 就在庙门这 一直往下扑 扑出有一丈 五尺多长的板条子 这么宽 一条一条的 那我这么宽 一丈五尺长 这板条下边 埋的地雷 怎么在板条下边 埋呢 因为是山石啊 不好刨坑啊 如果痕迹太大 容易 叫岳飞看出来 从庙门外 一直往下扑 就像黄土电道 或者红毡铺的一个道理 走着舒服 又平坦 斜坡型的 很自然 这底下 埋着地雷 地雷的线呢 从门槛底下 顺进去 顺到庙门里头 这火线条在哪呢 在屈原宫手里握着 十五颗地雷的引爆线 都在他一只手里 这个手 拿着火线 这个手 拿着火种 等岳飞 战马一踏到板子这 只要一上来 这边就点火 那么点火 杨娇和屈原宫不就死了吗 死不了 这个庙 有右侧门 从侧门出去 是一棵大树 千年大树 在树叉呢 拴两根绳子 两个人 突 顺着绳子 顺到山下 就在山根底下 有小船 让上船可以逃走 特别快 事先屈原宫说的明白 天王 你可看准了 单等岳飞战马 一上这木板子上 你跟他一说话 他往前一进身 我就点火 听着没有 杨娇说记住了 故此 屈原宫呢 躲在杨娇身后 不愿意叫岳飞看见 岳飞呢 从下 往上看 当然就看一个了 王左说 大哥呀 你看 天王在庙里等你 岳飞一脚 唷 头一次看着杨娇 仔细的看了看 杨娇身高体重 赤红脸 浓眉阔木 笔指口方 海下 五里长人 头戴冲天棍 身穿褶黄毛 好相貌 他可没看许原宫 许原宫不敢探脑袋 如果往外看 人家该说了 挺大个军事 干嘛 探头缩脑的 他就在这块忍着 听说话 杨妖往着一站 杨看着岳飞往左 渐渐的来到庙门外 往左在前 岳飞来后 为什么岳飞不往前走呢 岳飞也藏心眼 心想 你在前面开道 我见机行事 张宝王横左右相陪 上山之后 岳飞这么一看 嗯 杨妖为什么不出来呢 应该降街相迎 出来迎接我 在庙里 要干什么 顾此战马 放慢了脚步 再说王左 他不知道 屈原宫定的轨迹 他的战马 前蹄 搭到有地雷的木板上 后蹄呢 在山坡上 不走了 为什么 到这儿了 应该让客人先走 他让岳飞往前去 大哥 请 天王在这等你呢 岳飞一看 你不走 我也不动 咦 贤弟请 大哥请 哦 贤弟请 杨妖一看 哦 岳飞来了 太好了 我们计策成功了 哎呀 前面来的可是越招逃 我杨太迎接越元帅 这句话是定的暗号 事先屈元公说了 只要你一张嘴 我就点地雷印 屈元公没看呢 叮人之后一扔 这个火种 啪往旁边一甩 一转央腰 就钻出右脚门外 他出去了 越飞正在观看 刚要回话 两人没了 他打个愣神的功夫 可了不得了 山崩地裂一声巨响 再看王左连人带马 叮 越飞马 横大钻出两丈多远 这把兴致宝教 吓得 这是刨地啊 地雷一响可了不得了 煞尸周围树木上 都有硫磺燕销 一下子起火了 整个木板子全炸开了 这座庙也炸塌了一半 排楼也没了 烟火一起 人就糊涂了 张宝王恒一看不好 这怎么回事啊 元帅你在哪呢 一到这边人就糊涂了 要不说呢 平时啊对自己家的情况特别熟悉 哪是窗户哪是门 一旦起了烟火 哪也找不着哪 十六七国怎么办 往爹一趴 你静一静 再找出路就好了 张宝王恒 找起也找元首用大棍子来回这一活了 这一带疯坏了 火呼呼呼呼呼 此拉 眉毛胡子全光了 衣服一下着了 哎呀 不好 脸忘跌一躺 滚到山坡下 不过还好 有树木山石挡一挡 两人不自于死 再说岳飞 这炸马就转开了 可是怎么转也转不出去 这火越烧越旺 这烧得浓烟滚滚烈焰飞腾 火鸽子火蛇乱村 这匹马急得昏昏暴就 转来转去 蹭蹭蹭 哪知道没有下山 而来到山顶上三毛峰 岳飞带斯江往周围这么一看 岳飞的心凉了 哎呀 我身风绝地 本来这战马 应该往山下跑 跑到茅山山下 可以上船 离开洞丁湖 这匹马呢 往山顶上去 到了最顶峰里 环石周围 四面是水呀 前山 那是进港处 自己的萌冲战船在那呢 可惜小下山 得路过火场 就这一条道 火场 饶得半天都红了 山石都搞红了 过不去 后山 悬崖巧壁 哎呀 这可怎么办 就这阵 起了一阵狂风 湖面上 湖泊 大量 哇 哇 哇 岳飞没办法 叫战马卧倒 自己也孵到山石上 此时身上的火苗 都打灭了 虽然有几块烧伤 很轻 战马的火星都扑灭了 过了一会儿 风平 浪静 岳飞 才站起来 天黑了 往对面 军山一看 囚龙殿 灯火辉煌 周围各个小山头 都有标灯 哎呀 我怎么下山呢 千山还在起火 他往后山看一眼 呦 旧兵来 怎么 只见后山下 有几只大战船 啊 杨再兴的船 怎么看见呢 离得老远老远 看标灯啊 一般的灯船上 一个横杆 挂四盏灯 唯独是杨再兴的水势营 特殊 他是乌鸦军呢 这乌鸦兵啊 灯杆啊 是斜着人字形 一边四个 八盏灯 所以看得清清楚楚 哎呀 杨将军在茅山前面巡湖 怎么到后山 太好了 喊呐 听不着 说射一箭 这一箭 只能射一百步 从山头到下边 就射一千步 也到不了 哎呀 这可怎么办 如果杨再兴知道我困在山头 大船从后山口啊 那也不行啊 没山路啊 无法走啊 再看 灯光不见了 那么杨再兴的船 本来在茅山的前山 湖灭巡逻 怎么跑后山来了呢 就是方才那阵风 刮过来的 那阵风挺大呀 不但 把杨再兴的船 给刮过来 连杨腰 在屈原宫 因为这阵风 都没走了 他们两个 顺着绳索 出了到山根下 本来划船要走 走出没有多远 湖面起风 无风都三尺浪了 所以赶紧 弯船 等在一旁 风头过后 小船 回军山 这就容了功夫了 杨再兴的大船 正在巡逻 这家 哇 这一冲啊 大船和大船 直接练好了 可以练好了 不翻船 但是小掌舵 只一个航向走 走不了 任凭船打水浪 水亚春邦 顺水漂流 漂到后山 这阵杨再兴 已经发现 二毛风的起火 杨再兴又急死 心想 这火招可很长时间了 天都快黑了 那么月圆 船能怎么样呢 能不能回营呢 因为他到后山 和前边呢 软梁堪的大船 失去联系 说绕过来 说说一句话 老远了 怎么办呢 袁帅 是不是在山上 说我先回营 看一看 袁帅没回去 我再回来 完了 不是二三十里地 来回一宿 就这么长时间了 这怎么办呢 怎么能到山顶瞧瞧 前山过不去 二毛风着火 从后山 哎呦 悬崖峭壁 旁门说话了 上哪去 迪雷 啊 上山上看看元帅 还在没在呢 我去 你能上去吗 太行了 我就愿意上山 那比吃馅饼都好啊 嘿嘿 我上去 我把你递了上去 啊 你递了上去吗 能 那锤怎么办 好办 把锤 看见没有 在后边给我系在身上 就不要紧 我这么能上去 哎呀 那你可立了大功了 我跟你一块上 我上不去 你拽着我点星星 行 不过你可拽住我 我一高兴把你扔下吧 别别 就这么杨再兴 在这三千乌鸦兵里 又交出十六个君族 手脚利索 能够登山子 杨再兴摘取 盔甲甲 换了短一斤小大扮 浑身手势紧撑利落 准备挠钩 什么挠钩 连把铁钩子 用一个绳拴着 为什么呢 钩子 把往上去搭 搭着山石 蹬住了 蹬着神上去 抖了下来 再把这个 啪 往上一扔 勾上树干 再爬上去 有这个挠钩 好登山 那得有本事 要我呀 预备拔个挠钩 也上不去 迪雷在前 什么也不用 迪雷呀 这手笔钩子厉害 只要能够搭到山石缝 抠住了 蹭蹭蹭 如走平地太快 心是猿猴 快是黎某 他蹭蹭蹭 穿上去两仗 杨再兴刚一搭脑钩 倒住了 还没等动地方 哎 迪雷 你慢点 我说你怎么那么傻 你怎么那么笨呢 这都是平时人家说他的话 他都用上了 我是笨 邓板 你帮忙把我拽着行不行 行啊 哎 那不行 你松手咱俩都下去了 那怎么办 哎呀 你还不放心 行了 你不有钩子吗 你给我 把钩子捞住了 往上一提 借点劲就行了 借点劲攀登上去了 一个接一个 就这么十六个兵 跟着杨再兴后边 杨再兴 跟着迪雷 迪雷会探路 蹭蹭蹭 迪雷先上去了 距离山头啊 相隔能有三丈左右 一般人呢 手指都突露了 像杨再兴磕膝盖也破了 膀子都刮伤了 因为深更半夜的 多亏二毛风着火呀 借点亮不染 寸步难行 迪雷还要走 杨再兴值得不好 哎 迪将军 你小声喊一喊 别这么上 万一上面敌兵 你命没了 怎么喊 你喊元帅 元帅呀 哎 再说岳飞 立马轻枪 在山头转了半天 一看没办法 无路可走 没法下山 这条道 要通过二毛风 二毛风着火呢 过不去 火海样 怎么办呢 就听着 啪啪 哗啦 有动静 不好 是不是敌人搜下来了 如果你上来 我就给一下子 其实谁 迪雷 要不是杨再兴精明 叫他喊一声 迪雷的嗓子 又闷又憨又无 哎 我说元帅呀 你再没在上头啊 深耕百艳一嗓子 这不迪雷声音吗 说话是迪雷吗 是我呀 你没死啊 杨再兴说你怎么说话呢 哎呀元帅 我们救你了 哦 元帅谢天谢地 岳飞高兴啊 谁不怕死啊 说不怕死那是假的 再看迪雷听见岳飞喊沧桑 几下上来 我说元帅呀 那了半天你困在山头当猴呢 胡说 哎哎 走 我背你下山 不行不行 我溜马 哎呀 我能背动你这马背不动啊 还有谁来 嗯 老杨 还一帮呢 乌鸦 什么乌鸦 正说着杨再兴喊 迪将军 拉我一把 嘿 这么本来 往前一探身 给拽上来 后边的军队更慢了 一个个汗流夹背 浑身都带上 不过立了功了 那就救元帅来了 大家过来纷纷见礼 岳飞感激大家 哎呀 都亏你们了 要不然本帅就得困死在山头 杨再兴说 别着急 这么办 我到前面看一看 有没有别的路 能通过二毛崩 杨再兴领人 转了半天 无路可走 就得从火厂着过 火厂的火呀 烧的差不多了 林观庙已经烧塌了 山石还烫人 过不去 一直等到天光放亮 火已经烧尽了 杨再兴说 元帅 现在可以下山了 不过我保您 后边还有船子搬 哎 当兵的 杨将军 你们从后山下去四个人 告诉我们的船 胡营 嗯 不敢走 怎么 来的时候有您在船头 即使碰见洞庭湖的人 他们看见您 下的没头就走 现在剩我们自己了 半道再就是堵截住 我们就回不去了 再者说 来的时候是顺风顺水 回去逆风逆水 走得慢呢 哦 可也对 可是我要跟我的船走 元帅怎么办 岳飞说不要紧 你扶尔过来 哎 元帅 你如此这般 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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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办 哎 元帅 能行吗 准行 好 上文书说道 岳飞说不要紧 你扶尔过来 你如此这般 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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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办 哎 元帅 能行吗 准行 好 那我们走了 有四个当兵的 从后山下去 回到他的乌鸦军战船 回去了 怎么走的 一会儿你就清楚了 再说杨再兴 迪雷在前 杨再兴在后 保着元帅 领着几个乌鸦军 下了三毛风 奔二毛风 哦 这块一看 山石还在发热 不过已经烧的差不多了 他们再往前走几步 看这匹马 这匹马开长破肚 谁的马 王左的 岳飞点点头啊 哎 我那王贤弟太憨厚了 还终于羊腰了 看来他死在这儿了 这马都这样 人还能好吗 又往前走不一拐弯 哎 看见王左了 王左躺那块 衣服全都烧的 左一窟窿又个眼子的 胡子烧的上不点了 脸也破了 在那刀气呢 还有口气 哎 他能没死 怪了 不奇怪 怎么回事呢 开书我讲了 王左的战马 前蹄在那木板上 后蹄在山路上 地雷就埋在地板的下边 板条线 多亏王左是个文人 要是武将 进行炸死了 光 地雷一响 这板子扒一起 马 前蹄一抬 王左呢 是文管 一松手 就把拴一边去了 要是武将呢 就得死死的抠住 铁锅梁 判棍头 如果抠住 铁锅梁 判棍头 连人带马 一块炸死 这马蹄一动 他扔一边 摔那块 被烧伤 摔伤 这回伤啊 比东盛寨 赴宴那回重多了 不过没死 杨再兴 一身手 苍狼 把妖刀抽出来 姓王的 都是你 差点要了 元帅的性命 我宰了你 他往前寄身 要杀王左 岳飞一躺 哎 杨将军 别杀了 哎 他也是事出无奈 这个人 禁狱中 保杨妖 把我领到险地 可是我不都活着 第一次 我在东盛寨中计 不但没把我怎么样 杨妖倒死了 两个兄弟 这次 他身受重伤 我还好好的 还有你们陪着我呢 他如果 这次不死 我想他有点人心 就能够 故意到 把宿 真叫岳飞猜对了 如果不是岳飞 两次这么对待王左 王左后来不能 为了收服陆文龙 自断 又必要 岳飞 岳飞来到王左近前 说了两句 王贤弟 我喊你听见没有 王贤弟 于兄走了 望你多多保重 几个人 再往下走 又走不远 看见张宝王恒 这俩稍挺厉害 他那块 昏昏沉沉的 两个乌鸦军背着 往山下去 在港口外 正是一场的血战 谁和谁打 阮良 于化龙 带着五百名军族 和洞庭湖的水军交战 原来 岳飞昨天上山之后 水军都督花普方 就命高老虎林 五百名军族 带着沙袋子 要封死港口 他们没有发现 阮良等人 藏在芦苇堂内 高老虎 岳飞扬带前边 打着飘眼镜 还往前边看着呢 啊 若良看见了 好小子 你要堵住港口 原事的船出不去 就困在山上了 怎么办 于将军 看你的了 于化龙一瞧 好吧 一抬手 取下弯弓 走兽湖 抽出凋零剑 任后天闲 蒋弓拉满了 嘎吱吱 在那瞄准 一看高老虎 扬着脖 还往前看 一松弓弦 一支冷剑射去 高老虎也不含糊 听见嗖的一声 这都不好 下意识一闪身 咯 正是在这儿 于化龙的剑尘 力大 当的一下子 扑通 倒在穿舱内 于化龙这支剑 等于下令了 再看五百名水族 各自开弓放剑 去射洞庭湖的水军 对面往送军这射箭 双方对射 你还别说 阮梁手下的军族 不含糊 真就把对方射败 这拨人败之后 天黑不打了 天光一放亮 高老虎的兄弟带人又来了 双方正在对射 袁帅带人下山 到这一条 自己的蒙冲弹船在这 水族在这等着 呦 袁帅 等你久了 回来了 快上船 提毛撤跳 众人赶紧顺了港口光外冲 这回有杨再兴 又有敌雷 可了不得了 双方混战 那得说杨再兴 敌雷这边占便宜 那边一瞧 杨再兴吓得望盈而逃 就这么很快的回到了联营 来到联营 众人一久都没睡觉 哎呦 袁帅回来了 我们担心呢 怎么样 哎 没什么 喜书已毕 生做大仗 咱们再说 洞庭湖羊腰 羊腰 因为在二毛峰放火 又用地雷炸岳飞满 认为能够成功 万没想到 君族报 岳飞走了 杨腰气的 哇哇爆叫 哎呀 这怎么回事呢 派人打探 有人报 王左身受重伤 屈渊公 亲自查看 王左上市 见王左 大面积烧伤 人是不景昏迷不知 嘿嘿 这小子命真大呀 我本来想 一箭双雕 一十二鸟 既杀死岳飞 有致死王左 想不到 他还活着呢 你等着 我再想量测 有人把王左 抬到家里治病 屈渊公回到 囚龙殿交纸 大家商量 怎么呢 破了岳飞 武上智说 天王 要我看 还是 王左 见识高明 我们在这等着 等月子军派水石营 攻打 军山 我们再出击 嗯 有理 屈渊公 这阵 也没法说别的 因为两次 他都失败了 此时 杨钦和武上智 心想 这个屈渊公 心怀叵测 陷害 王左 恐怕这座山保不住 我们何不找 王左商量商量 怎么能 才有一条生路呢 三天后 杨钦 来看望王左 王左 伤势见好 精神恍惚 建立已毙 王侯爷 你看战局如何 王左想 杨钦和杨妖 虽然是同胞弟兄 性格不一样 就一树结俩果 有酸有甜 一母生九子 九子个别 杨钦胆小怕事 对父母最孝 知书懂礼 和我交情很厚 我何不安住岳飞 一臂之力 说详杨钦 倒反洞青虎 那么就少伤多少人呢 总然杨钦跟我分脸 把我给告了 哎 我这条命是捡的 死了两回了 不得再死一次吗 想这儿 王千岁 我说话太直 你可别不爱听啊 天王信宠屈渊公 将岳飞两次骗到山上 岳飞怎么样 安然无事回营 我们山上伤了你的二王兄 三王兄 还有现在山上 俊温心一散 罗燕青 武尚志 是我们花重金请的 可这两个人呢 罗燕青见了杨在兴 不在出战 武尚志不得为什么 娶了公主 也请病假不出征 我忠心耿耿 可是屈渊公排斥一己 捡我置于此地 我安心呢 担心是一旦洞庭湖 军山寨被打开之后 我死没什么 可是我的妻儿老小 都得向上参刀 想起来令人难过 杨清听着话 耳目发直 半天没说话 王左查阉官色 王千岁 你怎么了 我怕就这手 我和我哥的一块 没什么 可是我那父母 年纪高慢 也跟着死 叫我这当儿子的 于心何忍呢 王大人 有没有良策 借我的父母 免去一刀之苦 王总一想有门 这我怎么说呢 你好好琢磨琢磨 这这我只有找你 我还得跟谁说呢 要是能投到岳家军 趁他没攻山寨之前 我想能保住你父母性命 啊 投降 哎呀 不行 叫我哥哥知道 是啊 既然不行 咱们就别谈了 不 你容我想想 杨清回去 一夜未睡 第二天来找王子们商量 王的人 现在看来这是天意 天意 既是民心 宋朝不当灭 除岳飞这么英雄 我认可投降 可是保住我的性命 有什么用 就要保住我父母的性命 你有什么良策 呃 我想 把君山地理图 献给岳飞 这算不算大功 有了功劳 可否给我父母赎罪呢 好 王子我一想 太好 呃 好啊 可是岳飞能不能同意 这 这 我不好说 哎呀 王大人 亲密 周旋一下 呃 好吧 王子我答应了 七天之后 王子我伤势见好 悄悄的来到宋营 见岳飞 王子我归降 岳飞高兴啊 又得意闲事 王子我又说 杨亲越宪洞庭湖地理图 换父母之命 不知行不行 岳飞是可以 那太好了 虽然岳飞也有 洞庭湖的地理图 那是历史留下来的 有些文人画子 人家洋妖占据 洞庭湖君山寨之后 兵力部署 岳飞一无所知啊 就这么 有这么一天 杨亲亲自来叠岳飞 见着岳飞痛哭流涕啊 我的逆兄 无故要造反 连累父母 我献地图 不算我不义气 不是为我自己性命 我认可跟我哥哥 一块死 我为了保住我爹娘 元帅能不能 保住我父母性命 岳飞挺佩服杨亲 百善秀当先 杨亲要尽其孝道 我应该成全 点头应允 就这么 王左杨亲 推君山 给作内应 再说岳飞 拿过杨亲的地理图 一看 了如指掌 心想 多给王左杨亲 献地理图 不然这洞庭湖 不定打多少年呢 为什么呢 洞庭湖的君山寨 那是杨妖的老巢 那叫求龙殿 实际他的兵力 不在这 在哪呢 在藏金窟 也就是杨妖父母 休息的地方 这个藏金窟 非常秘密 那块有皇宫 有金殿 杨妖也很孝顺 把爹娘送那里 那有兵力把守 那么现在 要想打杨妖 先得把杨妖的爹娘 救出来 怎么救 打藏金窟 打藏金窟不容易啊 在什么地方 在洞庭湖的西北侧 藏金窟的前山 正对军山寨 有两门大炮 在守着 湖面上 有巡逻队伍 攻不开 强攻也不行 你这边一打 藏金窟 后边杨妖爹娘 刺杀了 你等于实信杨亲 得打后门 后门在哪 没有这张地理图 没个找 岳飞也反复研究 印到脑子里打定主意 今天晚上要打 藏金窟 只带两名将官 谁 于化龙 杨赛星 马前张宝 马后王衡 八百雁灵队 这是长盛军 所有的人呢 都不能骑马 包括岳飞 去掉盔开甲咒 包好了 有张宝飞在身上 大枪 王衡扛着 岳飞只带 泪下宝剑 于化龙 杨赛星 皆是如此 什么时候出发呢 晚饭后 天雕黄昏呢 往密林里去 这藏金窟的后门呢 在深山老林 人烟罕祭的地方 一直走到二更天 到了 眼前 是一片小树林 树林子不大 里面树木 都是百年千年老树 在一棵老槐树下 有个土堆 杨钦画的清清楚楚 这块 就是藏金窟的后门 是后门吗 不是 是地道口 这个藏金窟啊 修在了盘蛇山的半山腰上 半山腰呢 才是后门 从半山腰向下 半天然 半人工啊 一直挖到这树林内 上边 曲曲弯弯 经过多少的水港 乱草和尾塘 下了功夫了 到了之后 岳飞一看 没错了 点着火把 往周围照了 这块根本没人 这个地道口 连曲渊工 往左都不饶 这叫小兔三窟 杨谣也明白 我扯气造反 万一失败了 怎么办 好从这个地方先逃走 可这个地方 从来没用过 岳飞告诉 好 几百人干活还不快呢 一会把土扒开了 下边是块石板 用铁杠子石板撬开 下边是地洞 火把王李一照 黑咚咚的倒下台阶 从这往里下 杨在兴在前 后边是张宝王恒 保着元帅于化龙 八百燕灵队尾随后边下地道 留下四名君族 等大伙都下去之后 把石板盖好 浮土轻轻的一蒙 这四个人爬在树上 爬在树上睡着了 用绳子把腰系好了 干嘛守着地道 万一要是被君山战人发现 好报警 好往回送信 咱们再说岳飞等人 到他里边了 太难走了 另外八百多人 从这一个地道往里走 走到天光仿亮 两个多更次 四五个小时 才走到井头里 前边见点亮光 杨在兴一摆手 叫大家熄灭火把 探头一看 哟 上边有草帽那么大亮天 天光大亮 什么地方 往下看有水 哦 明白了 这是沿井 离井水面五尺高的地方 就是这个地道的出口 他赶紧钻出来 就大家等着 旁边有一栋一栋的 天然的一个砖一砖的 大小地方 八道井口着 不敢上去 栽口细听 没什么动静 他把刀刀抽出来 砍 碰下紧闭 如果有人 上边一定有人喊 没动静 蹭 纵身 来到井外 往这一看 地势非常宽阔 赢面五尖房子 里边有人说话热热闹闹 再看这边 对着湖面 有两吨炮 上边蒙着油布 这边 有小道 下边也是水 能够系小船 哦 这什么地方呢 上 一个一个 全上来 上来之后 先把 炮鸟啊 给拽一段 把大炮给揪了 随后刷啦 挑起月子大旗 往井口这一戳 那位说 这块怎么没人把手呢 谁说的 有啊 谁把手啊 杨娇的父亲 老王爷 叫杨孝 杨孝 有个育儿 干殿下 叫杨孝 这个人有两下子 力气很大 有他带五十人 守在井口这 现在哪去了 在屋里吃饭呢 这不是早晨吗 因为这个地方 从西游那天起 就没人来过 杨孝也不知道啊 到底这洞口通的什么地方 不许你问 你也不用多嘴 大家嘻嘻哈哈 在屋里吃饭的公布 岳飞等人就来了 杨太兴一看 呀哈 还不知道呢 我通知一声 旁边块大石头 能有二百多斤 杨再兴有力气 一伸手把石头 抱抱着 照顶屋门呢 咚 咚啾 光给一下子 杨抱领人正事办 光了一下子 反而土都哗啦止吊 咯 怎么回事 快看看去 苍苍 出来两个洞 лег疯兵 往外边去看 杨河 哎 约大旗 抬头一瞧 军装浩坎 这不送兵吗 哎呀不好了不得了 少天下快看看吧 约起晕来了 杨豹吓坏了 把地上奔满一扔 低了起斧子 蹭到外边 到外边这么一看 什么人 我乃杨再兴 杨再兴 你是谁 姚冯安 我乃是老王爷 玉儿甘殿下 杨豹是也 姓杨的 看着没有 我们神兵天将 赶紧过意倒腹绑 压呸 探斧子 刷了一斧子 杨再兴微微一闪身 斧子劈空了一伸手 抓住斧饼 松手吧 把斧子夺过来 烫了 往地扔 就在夺斧子之时 杨豹拼力夺 没夺过去 反而往前一咧起 杨再兴脚是一个绊子 这小扑通趴下 过来几个军族 用脚一踩 妈肩头拢二倍 把杨豹捆上了 杨豹高喊 弟兄们 快给老王爷送信 往宫里送信去 岳飞说不好 一个也不能放军族跑了 都得挡住 为什么呢 如果往里边送信 就不好放了 八百燕灵队 要抵挡洞庭湖 这五十人 那不是小菜一碟吗 一个没跑料 死的死 伤的伤 被勤的压到一个屋子里 把杨豹 往起地了 景阳呢 杨肖呢 既别抓了 要啥开刀 尸我张口 皱个眉头 非为英雄 哎呀 你吓唬谁呢 杀你呀 把这块地斩了 别着急 等抓住杨娇之后 一块儿把这门斩 就在这儿 就打旁边水港呢 蹭蹭蹭蹭 上来四个人 躬身实力 参见岳元帅 哦 你们是 啊 我们是 潭州知府 徐大人派来的 听说您今天打洞庭湖 命我们到这儿 问您有什么事 好 来的太是时候 这个是杨肖的 育儿肝病下叫杨豹 你把他带走 押到潭州的大楼内 单等抓住杨谣以后 一块儿开个问斩 是遵命 哎呀 怎么带呢 外边木龙球车 哪儿的 是杨豹派人打造的 押戒犯人的 今天呢 把他装力 卡进去了 他不忘了进呢 架不住连体带打 往里塞 没办法 杨豹进去 嘎登 门一锁 四位差官 你们辛苦一大 好好好 哎呀 月元帅 不行啊 来的时候啊 我们顺着卢伟大 绕路而来 顺风顺水来得快 又是本地人 对着熟悉 没碰上洞庭湖的 巡逻队 回去的时候 逆风逆水 船上又放这么大的木龙 一旦叫洞庭湖的人 看见 恐怕把这囚犯丢了 你是不是派个大将 押戒呀 有礼 张宝 在 你辛苦一塌 押戒木龙秋车 到潭州去 路上小心了 顿利 四位 贵姓啊 做什么呢 张将军 我这张天他这里外 他这周五 他这郑王 那咱们一块走吧 走走走 就这么 抬着木龙 下了山 把木龙放在了船头 张将军 船太小 您到里边坐 我们可要开船了 好 就这么 这四个人呢 拿起了木槳 押 押了半天 这船呢 刚逛的 张宝说 怎么这船 押这么厉害呀 怎么不动它呢 怎么回事 这不我们使劲摇呢吗 谁让他怎么 这怎么事呢 一鹤 哦 还没提毛呢 哎呀 真笨 快点 好 提毛 再摇着槳啊 船还是不爱动 张宝急了 我这怎么事 快点 这是在洞庆湖境内 万一出了事 你们可单着 你横什么 你看我们累得婚人试汗 你站着说话不腰疼 这不顶着滑呢 这怎么是 快 你跟我瞪眼睛 你胆态的 你敢跟张爷瞪眼 什么叫张爷 你不就是马前张宝吗 说好听的 叫你将军 您呢 就是岳飞马前那两条腿的马 嘿 你敢骂我 我揍你 你也呸 哎 大爷再不行了 军中十年 你说干什么呢 谁气都要受 那时候 算了算了算了 别惹 这什么气 咱们就没能的 有能的话 吵了他 我看应该 杨宝也 哦 他们吵起来 我何不来个借刀 杀人 上文书说道 张宝和谭州四个差馆吵架 惊动了球车的杨豹 杨豹下 冲他们不合 我还有生路 对 哎 这位差馆 你叫什么 我叫张天 你怎么受这窝囊气 把他杀了 嗯 真杀了 杀人偿命 哈 杀的人不一定偿命 你看我 被杀几十条人命 我不还活着吗 你现在不在车车里吗 你要把我放了 我不就出去了吗 放了你 我怎么办 哎 跟我走 到洞庭湖去 哎呀 当你干嘛 咱还不是吃粮当差吗 当兵吗 不 我保你做三品官 哎 当官的 跟当兵的可不一样啊 三品官 你看我是当官的脑袋呢 是 不但你 那三个 我全保他当三品官 你说话算数 算数啊 嗯 行 我商量商量 张千和李万一嘀咕脸一晃的 说出来啊 我们可要把这小子捅了 杨宝说 好 再看张千 晃晃当当的奔张宝来了 张爷 哎呀 论说 咱们都是当时的不容易 可是你小子 瞪俩眼睛跟我们横 你是不是找死呢 谁找死 怎么着 干什么 你过来干什么 嗯 刀了 他抽出腰刀 刚一举 哪知张千 比张宝宝还快 往前进去 就这一进就可 咕噜 哦 脑袋掉了 噗通 死尸 吊在湖中 一台子在血纸底上 蹭蹭血迹 哎 二大 两包 人杀完了 刚才你可说了 给我们三品官 说话算数 要是算数 匹木龙 放你走 不算数 连你 都推到湖里 哎呦呦呦 算数 算数 哎呦 四位 是我救命恩公 如果 我要是口不应心 嗯 叫我天打五雷轰 好了 给我朋友 来 咔咔几下子 木龙离开 把杨豹救出来 绳索一段 咱们上哪去 回苍京窟 不行 岳飞在哪 岳飞呀 是走的后门 咱们从前山转 我领路 就这么很快 来到了 苍京窟的前山 前山有人守着呢 站住 哪里的船 哎 是我 我是杨豹 哟 少爹 下回来啦 你从哪来呀 你不在后门吗 哎 你甭过前面后门 我有事 那四个干什么的 这是我的朋友 放我过去 你等会儿 我们往里边报信 干嘛 我带着还不行吗 那好吧 过来吧 说是赢的 窄门一开 小船 进来了 靠岸边 五个人蹭蹭 跳到岸上 哎 这船 还不要了 跟我走 杨豹领着四人 往里去 刚走不远 有人拦住 站住 呦 哎哟 那您这四个人 这是我的恩公 由我做宝呢 等会儿啊 他们赶紧送信 告诉谁 守前宫门的大将 叫燕毕达 燕毕达一听 杨豹跑前边去 赶紧过来 一问 杨豹说你别管了 是这么这么回事 岳飞攻来了 我已经被人抓住 这四人救的我 哎哟 快请吧 就这么杨豹 里面四个人 进了 这座皇宫西屋的 像城墙那么坚固 或墙头上 斗军兵把手 红墙流泪瓦 一支笨金殿 这这儿老代王杨秀 正在金殿议事 素数不小了 文武官员两相战利 杨豹叫四人等候 他赶紧上前跪倒磕头 看见父王 呦 杨豹啊 你怎么上这来了 哎呀是这么这么回事 岳飞从后边攻进来了 不能吧 要说从前边攻进来 我进 那后边是地道 没人知道 难道我身旁 除了奸机 哎呀 这我就不知道了 反正是岳飞 已经把我那地方 给躲起来了 我要不就这四个人命就没了 父王 我已经许愿了 我许他们在这当官 您无论如何 可得网开一面呢 可靠吗 可靠 好 把他们四个人带上来 四人来到里边跪倒磕头 张天 李万 周武 邓王 给老王爷磕头 抬起头来 是四人一扬脸 扬笑一看 这四人的五官相貌 无相一般的君族 倒是英雄乞丐 好吧 免礼平身 哎呀 现在没缺了 等着吧 等有缺了 本王再派你们差事 四人一听 用眼睛看着洋豹 一说干嘛 你穿什么许的 怎么 三品官没了 都不乐意 洋豹赶紧过来 父王 还要一许他们三品官 望您做主 杨孝太喜欢洋豹 好好好 看在我刚儿子份上 封你们四个人三品护卫 活在杨豹身旁听差 杨豹啊 你丢了炮位 应该治罪 念你速日功劳 免了吧 你就留在我日吧 谢父王 这四个人 谢了恩 往旁边一站 呃 父王 现在岳飞 攻打后门 您赶紧请求援兵 嗯 来人呐到尊山 告诉我大儿子 速速发兵 他的话音未落 旁边京东人 谁呀 杨亲 杨亲怎么上这的 杨亲卸了地理图 跟岳飞说的明白 你一定保住我父母性命 他不放心呢 他怕一打藏金枯 他爹娘寻短见 故此跟他大哥洋妖请假 看望父母 在这儿呢 想不到岳飞来得这么快 又埋怨岳飞 你说你用兵如神 既然抓住杨豹 怎么能叫他跑了呢 现在杨豹送信 如果到军山请求援兵 我大哥派的人马 恐怕你们连走都走不了 我得帮个忙 哎呀 父王 带孩子我亲自找兄长 去请 发兵 嗯嗯 我孩子 小心点 哎哎 杨亲转身出去了 他可没走 干嘛 他磨磨蹭蹭 到他母亲那屋去了 想多坐一会儿 哪怕晚一点送信 那么我大哥兵 晚发一步呢 就许能把藏金枯 打下 再说岳飞 姑妈的时间呢 差不多少了 什么时间 他把杨豹送走之后 这里的君族 有的被囚禁一个屋里头 把死尸 全都弄到一边 掩埋起来 军兵做饭 吃饱了 喝足了 姑妈差不多了 吩咐杨再兴 攻打 后宫门 杨再兴 炒掉阵 后宫门谁守了 燕碧显的兄弟 燕碧达 燕碧达一看 呦 后门来人了 出马临战 那边出马临战 那边有人 给杨秀送信 杨秀一听 吓坏了 什么 燕碧达出战了 敲他回来 不能打 给我紧罪 宫门 死守 不能出征 单等我儿子来了 再交战 还话没说完呢 包 燕碧达 阵亡 被杨再兴 给挑死了 后宫门 失守 啊 宫门 失守了 忠为亲家 这个如何是好 杨秀 吓得 都哆嗦了 杨宝说 父王 不要担心 我是有人保着您 快到军山去 我这就出马临战 再看张千 李万周 郑王 胡拉就过来了 王爷 有我们的 走走走 驾着往外就跑 文武群臣 没想明白 怎么回事情 后边乱了 岳飞人马到喽 文武群臣 吓得 抖一耳战 再说杨豹 刚到外边 正碰见杨再兴 啊哈 你小在 这是 看枪 没有三招 将杨豹 挑死马下 燕碧险过来 和鱼化龙交战 没过五个回合 也被打死在当场 当时就乱了 杨再兴 问后宫去 后宫干嘛呀 找杨腰的母亲 怕杨腰的母亲 吊死 到后边一瞧 还好 杨亲在这 陪他母亲说话 到这 呼拉一围 王爷 我家岳元帅 请您 这位老夫人 跟我们走一趟吧 啊 你们是干什么的 甭管干什么的 我们请您降服去 来吧 走吧 下去就走了 很快 在仓金库 瓦解并修 这些大臣啊 帮之帮喝 不帮打仗啊 没等杨腰得劲呢 仓金库的敌人 全部被俘 杨腰的家底 都在这 太多了 趁着杨腰 还不知道 命人装船运走 侍贤岳飞 已经告诉仓怀了 大小船只啊 都在这附近埋伏 把俘虏压到船上 钱梁望外运 张谦李万 见元帅交例 元帅 杨孝 已经抓住 好 四位将军立了大功了 张谦李万是谁啊 张谦呢 是阮良 李万 是耿明初 周五是耿明达 郑王是耿明月 耿是弟兄的 淑白兄弟 四个 水军大将 乔装改办 那么杀死那个人 是张宝吗 不是 要不说岳飞 用兵如神 就在这个地方 岳飞在出征之前 派人到 潭州知府呢 送信 叫他如此这般 这么这么这么 怎么办 就叫徐大人呢 在死囚牢内 提一个死囚 然后 有软粮领着 来到藏金库外 干什么呢 这四个人 就这四名大将 扮成 潭州差人 跟这个死囚犯 说得明白 你呀 应该 受一刀之苦 给你立功机会 你假装 张宝 坐在船上 和四个 差官 吵架 越凶越好 最后 你呀 可以跳到洞庭湖 逃走 你就活命 这死囚犯 不乐坏了 所以在船上 连吵带闹 本来是岳飞 想放他走 软粮呢 怕杨豹 看出破绽 顾此一刀 想着死囚杀死 张宝呢 张宝在岳飞身旁呢 一切安排行当 岳飞带人呢 乘船 离开藏金库 临死的时候 放马虎 藏金库一起火 养疗一看 疼得昏过去 再想救父母 来不及了 再说岳飞 压着俘虏和胜利品 回到连营 把犯人送到潭州 掐紧入狱 单等抓住首犯羊腰之后 一块处理 财产重宫 打开功劳簿 给大家寄功 守在藏金库后门 那几个君族 也回来了 随后岳飞啊 劈力在手 给皇上写折本 什么事情呢 请皇上恩准 看待杨钦 献地图的份上 饶了杨秀夫妻 免去死罪 另外 给王左杨钦 请功 折本入都之后 众将 赞解 歇兵 这一天 远叹来报 说经常派钦差啊 来犒赏三郡 皇上高兴了 一听说 打破藏金库 抓住了杨姚父母 非常高兴 派个钦差就天师忠啊 带来玉酒 一千二百坛 还有牛羊肉 喝 敲锣打鼓 送到前线 众将一听 纷纷高兴 都不是嘴馋 说吃点喝点 这是殊荣 是啊 皇上拿的东西 叫玉刺 当兵你可以说 我当柴那阵啊 我喝过玉酒 那还了得 引以为荣啊 众将赶快排队迎接 很快把钦差天司忠 迎进来 后边大车小亮了 众将都来看来 天司忠到里边之后 岳飞排百先爱 迎接圣旨 圣旨 圣旨宣都已毙 可天司忠 赶紧奔兵主 落座 从人献查 查罢额染 天司忠说 哎呀 岳元帅 辛苦了 万岁听说 洞庭湖打了圣仗 打开藏经窟 抓住杨姚父母 圣上大喜 特赏玉酒一千二百坛 还有 圣旨说的清楚 封王左 杨钦 为行军三品代步 免去杨孝夫妻死罪 单等打开洞庭湖 抓住杨姚之后 送他们还乡 一仰天年 哎呀 我主 真是至圣至名 圣帅陪天司忠说话 厨下准备酒宴 再说牛高等人 听说皇上送了玉酒 哎呀 乐的 嘴呀 都差点脸到 二孩子后边 嗯 二爷别的不好 旧号 悲中目 玉酒 我得瞧瞧 众人都来了 杨再兴 余画龙 诗全照意 周经 极情 大家围着一看 这玉酒室跟别的不一样 那毯子 官腰烧的 嘿 发绿颜色 上边封口呢 是用白蜡封的 绿台白口 看着干净 牛高一鼻子 香 真香 比划龙酸 哎 能闻着吗 怎么闻不着啊 其实都闻着了 只是别人不好意思说 牛高 不管那套 哎呀 你说他们一人的分多少 嗯 十多万人 一千二百台 就这么大小道 你说分多少 对点酒 一人三杯 太少了 这 怎么能 多来点呢 二爷 就您有资格 先尝语酒 您先来点 哎 私自打风 犯罪 那犯什么罪呀 这酒不是喝的吗 皇上就是救我喝的 如果说元帅赏三杯 你呢先喝三杯 说喝完了 如果说六杯 你再来三杯 你尝尝 咱闻味不行吗 好吗 好 那好 我尝尝 哎呀 玉酒 这一辈子 也喝不了几回呀 我呀 求九斗去 短身牛稿走了 回到自己的寝账 拿了个九斗 九斗方形的 一般九斗啊 有淘气 有瓷气 有的是铜气 唯独牛稿这个是流金的 因为牛稿太爱喝酒了 弄了这么个流金的 自己喝酒的时候拿出来 既观赏九斗 又能喝酒 他举拳 要打这个封坯 哎哎 用不着啊 这不是泥桃啊 这是白辣封的 拿个铁丝烫热了 把白辣 画一圈给画了 一下就起开了 端 有人 给打开了 香气扑鼻 好 看着 我可喝玉牛了 不过可不许说 听到没有 喝完我再给盖上 大不上好 喝 君族也围什么 牛稿 刷 咬出一斗 嗨 要喝玉酒 这酒斗啊 距离嘴边 撕挨上 没挨上 说没挨上 还碰着肉皮的时候 旁边听中一人 谁呀 金镖匠 鱼化龙 鱼化龙站在一旁 乐乐呵呵的 看牛稿偷喝玉酒呢 突然 刷 颜色变了 他眼太尖了 哎呀 不好 往前 蹭 一进身 伸手 一口牛稿的卖门村官吃 牛稿藏一多 老鱼啊 怎么没出息 想一酒喝呀 说话呀 给你呀 你干嘛 这些恰的 给你 不不 牛将军 你快看 这酒里有毒 好 牛稿低头一看 他的酒斗 变颜色了 变得乌黑乌黑的 牛稿吓他 看 都躺了下来 按下 怎么 这玉酒有毒 是啊 金色建筑毒药酒 变颜色 众位将军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玉酒能有毒吗 不能啊 皇上让我们害死 这怎么说 你看 你给我怎么 你看 你给我说别吵 火 他把酒倒掉 把冰擦了擦 摔倒回来 别吵 我有办法 他溜溜答答 往前走不远 你看靠墙呢 蹲那个老车夫 在那冲盹呢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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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军 什么事 你 送玉酒的 啊 想不想喝玉酒 想啊 嘿嘿 想是想啊 喝不着啊 要能喝上一口 就是死 都够本了 嗯 多大了 呃 快六十了 有儿你们有 有 儿子村满堂 哦 过得挺好 好啊 来 我请你尝着玉酒 嘿 别逗了 我拿那四个啊 我也没力占过 不不不 你功劳大了 来来来来 我请你喝 不过没有家不事 哎 我这有瓢 那好 来来来来 老车夫回身 在车上摸了个小瓢 跟着牛稿过来 大家都看着 眼看牛稿 把这坛子盖打开 你咬一瓢吧 哎 哎呀 骗你们各位了啊 哎 哼 吃挺香 哎呦 说个香 哎呦一声 颜色更变 扑通躺地线 打了几个滚 绝气身亡 蹊跷流血啊 九六度 这下中将全乱了 皇上害死我们 是啊 这个昏军 我们打了胜仗 不说封杀我们 反而害死我们 哎呀 我们烦了 牛稿说好啊 竟敢弄 毒药酒害死我们 给你砸了不 劈着啪着 劈着啪着 一千二百谈酒 牛稿这通砸呀 众将你也砸 我也砸 这看大家都砸呀 牛稿先伸手 算牛稿的 岳飞在大仗 正陪钦差 填词中说话 突然外边一阵喧哗 喧哗声由远而近 岳飞听见了 中军官在外边 为何喧哗 这 看个屎 中军官叫苏贤 跑到外边一问 大家七嘴八舌的 把事情说明白 中军赶紧进来 胡元帅 外边出事了 牛将军偷尝玉酒 发现玉酒里有毒 牛将军把玉酒坛打碎 好 岳飞一听是又急 又害怕 哎呀 牛狗 你打碎玉酒坛 犯此尊 大胆的牛狗 如此妄为 来啊 把牛狗 抓来见我 上文书 上文书说道 中军赶紧进来 胡元帅 外边出事了 牛将军偷尝玉酒 发现玉酒里有毒 牛将军把玉酒坛打碎 好 岳飞一听是又急 又害怕 哎呀 牛狗 你打碎玉酒坛 犯此尊 大胆的牛狗 如此妄为 来啊 把牛狗 抓来见我 是 中军官登登登 往外就跑 迎面正碰于化龙 于化龙领人 要找钦差算账 为什么要用毒药酒 把我们害死 中军一过来 中将军 看见牛狗了吗 怎么回事 袁硕抓他 于化龙蹭就跑出去了 干嘛 找牛狗 牛狗在那块还在打酒坛 牛将军快跑 袁硕抓你 包干什么 你把玉酒坛打碎了 犯死罪 什么 他不讲理 什么就不讲理 什么就讲理 快跑吧 哎好喽 牛狗扭头就跑 来到营门口 正碰见 逃进在那守营门 逃将军 快开营门 我要跑 你跑什么 我把玉酒坛打碎了 里边毒药室 怎么这么回事 哎呀 没有将力 我给你开营门 我可犯罪了 哎呀 要不叫我玉酒坛打碎 那毒药酒 全都流进了 小子 你也死了 你真没良心 你快开个吧 有人早给他马屁 兵人带过去 牛狗 任邓上马 逃进 开个营门 牛狗跑了 营门关闭 中军官回来报信 启禀元帅 牛将军不见了 给我找 前营后营 左营后营 都说没看见 岳飞心里明白 大家是瞒着自己 可这件事情 我得看看 钦柴大人 咱们到外边瞧瞧 天思忠吓得 猴吃辣椒 马爪了 哎呀 怎么说这玉酒有毒呢 大家可一点也不知道啊 好 我瞧瞧去 岳飞和天思忠来到 玉酒坛前一看 可不是 这一千二百坛 砸个纷纷碎啊 这酒难留北堂 哪怕剩一坛好的呢 也可以把它送到京城 找皇上便礼 没有 把安景顺找来了 到这一检查 确实酒里有毒 还是剧毒 怎么办 岳飞告诉 看看有没有剩底啊 就滑了滑了 地下汪一小堆的 咬上点 有的酒坛子 剩半截的 剩一点东拼西凑 凑这么一坛 把口封好了 派人看守 于化龙说 元帅 我们为国争杀 除生肉死 万贼傻不傻 我们没什么 为什么要用毒药酒 害死大家 此事不动轻 我们不干 从今天起 请团帅 你不要升仗 你升仗 我们也不到这英卯 多段查清 此事是何人所为 我们再来 都说呀 工人罢工 这回重将 罢令 大家说对 从今天起 我们不升仗了 不打洞庭湖了 杨妖来 我们自然打他 他不来 我们不出兵 都散了 岳飞说 金柴大人 此事你也看见了 请问 这玉酒 你从哪领呢 呃 元帅 这玉酒嘛 都是公布派人 兼制 酿作 制成之后 万岁亲自尝一尝 然后装弹 加封批 呃 我是从 丞相府领出来的 沿途之上 可有人看守 哎呀 我怕出错 日夜有人看守 无论是过关 过城 过周 也有人看守 没出毛病 好吧 我叫玉将军陪你进京 将此事奏名圣上 往我主 查清 残 呃 是是是 天思忠心的话 岳飞不错 要不然 众将不得把我吃了 说是叫于化龙 陪着他走 实际是看着他 把他跑了 于化龙 跟着天思忠 带谈毒药酒 进京了 面见皇上 跟皇上一说 皇上气坏 我犒赏三军 怎么出毒药酒呢 把天思忠都抓起来 送到大理寺审讯 还有 把御酒车路过的地方 过夜的地方的官员 打羹的 全都抓来 一一审讯 毫无结果 于化龙在京城等不了了 又回到洞庭湖的连营 跟元帅一说 元帅不好说什么 重量不干 不行 元帅 你还得上书 叫万岁审清查明 岳飞 又写到奏折 送去了 还没有回信 后来大家捉么来捉么去 说天思忠讲了 玉酒在丞相府 放了一宿 哪个丞相 现在赵鼎丞相已经过去 秦桧为丞相 岳飞想 秦桧跟我无仇无恨呢 怎么办 大家七嘴八舌 能不能秦桧家出事了 你写到奏折 又写到本账 送到京都 皇上拿起一看 问秦桧 秦桧 秦桧啊 你看 岳元帅 写来奏章 说玉酒在你府里头 放了一夜 是不是 除在你的家里 查一查 皇上挺客气 没说什么 秦桧受不了了 怎么能呢 赶紧回家问 那天晚上 谁看玉酒来的 一千二百坛子 谁看的 老家人 何丽 何丽说 我看了 那么酒里有毒 你知道吗 不知道 你下毒吗 没下 乖了 没下的酒 为什么有毒呢 有人来过 谁来了 是夫人和丫鬟 秦桧什么都明白了 不问了 好了好了 别说了 转身回到后堂 问他的夫人 我说夫人啊 酒怎么回事 王氏扑丝一笑 要 相爷 你要问 我就实话实说了 不错 是我放的毒药 说不掉 秦桧赶紧开个门 到外边瞧就没人 讲门棍 你怎么干这种事 你跟我瞪什么眼珠子 我说 你可这是乐不思数啊 你都忘了吗 当初我们在北国受苦 四郎主对我们恩仲如山 你曾经发过誓愿 如果回到天朝 高棍得作 驯马任其义 要讲宋氏江山 上给四郎主 你回来 全忘了 那就有机会 这会就有机会了 我在酒里下了毒药 人不知鬼不觉 可是 没有害死岳飞 岳飞把我告了 有 我再问你 你是怎么偷的毒 哦 这个有何难呢 因为 酒坛的风口是白辣 这就好办了 我把金簪 在灯上烫热之后 照在白辣上扎个眼 放上毒 然后再把口封死 是不是很容易解释吗 哎呀 好悬闯了大祸 秦桧第二天上朝 告诉皇上 哎呀 在我府里 万无一事 没事 皇上没在追究 岳飞 也相信秦桧 不会投毒 事情还无结果 就在这阵 老家来人 说岳母病危 叫他赶快回家看看 岳飞着急 众将都不来听令 我母亲病危怎么办 他找杨再兴 先例呀 你帮我个忙吧 杨再兴一想 别让袁帅为难了 当天晚上 市集桌酒席 把众将都请来了 主位 来来 坐下喝 平时大家到账前厅差 经常见面 可以说说谈谈 这么多天散着 谁和谁也见不着 能做到一起挺高兴 酒期前 杨再兴就说 主位 我有件事 算求你们各位了 袁帅太为难了 投毒的事 皇上不着急 袁帅着急呀 现在 守在洞庭湖岸 杨幺 还蹲在军山 杨幺父母 压在潭州大牢 不能结案 我们就这么散着 到哪天为止 咱们都有妻儿老小 应该速战速决 早些回家 要看 打开洞庭湖 袁帅的母亲病了 她回家探母 再叫万岁 把此事查清 你看怎么样 大家给我面子 我这 给诸位 失礼了 大家一想也是这么事 难为谁呀 难为袁帅 袁帅是好人呢 行了 明天咱们听令 简短揭说 第二天 岳飞七军过某 发放军警 下令 攻打洞庭湖的 军山寨 在这之前 袁帅武上智 已经偷偷来到大营 见岳飞认亲了 说我娶的妻子 是你的表妹 姚平章之女 岳飞知道这事 告诉武上智 他洞庭湖之后 我为梅 一定成全表妹 和你完婚 你做内应 王左右说服了 西圣侯 延其父子 倒戈投降 杨再兴 说服了 罗燕青 万事俱备 岳飞 又在潭州 建了不少战船 和潭州水军 合在一起 攻打洋妖的水师军 洋妖水军都都花府方 上周有24只楼船 这楼船 一只都三层楼高 船下边带轮子 军足踏水 登轮踏水 走得特别快 怎么破 岳飞想办 在湖面上 扔了不少的 枯枝 枯极木 荒草 另外 还把乱麻 一团一团的 扔到里面 这个楼船的轮子呢 背着枯极极木 麻痹一脚 死住了 蹬不动 用人工来划 划不动 然后放箭 将楼船烧毁 一股作气 划不方 站死 雷家五虎站死 屈渊公自尽 杨妖 跳湖逃走 好不容易游到岸边 阴疲力尽 钻到个草棚子里 想找口饭吃 你说巧不巧 牛稿在这呢 那牛稿 打坏玉酒之后 逃出连影 漂流这么多天 他在草棚子上 跟个老道摇顾 在这闲着呢 今天正合州 杨妖到了 被他抓住 他真是个福将 将杨妖抓住之后 压在潭州大牢 等圣旨下 再处斩 洞庭湖的战事 结束了 岳飞 着急回家 营中士 要给虞化龙 来关照 自己 带着岳云 张县 张宝 王恒等人 回归故土 去探母 到家之后 和母亲 见了一面 老人 与世 长辞 岳飞悲痛欲绝 将母亲 发送出去 埋在 庐山西北的 山脚下 并且 写折本 送往京城 请圣上允许 自己给母亲 守孝三年 皇上一看 岳母过去了 念岳飞功劳 追封岳母 为虎国 泰国人 三年假 没给 岳飞生气 心想 我要领兵北伐 万岁不恩准 玉酒 投毒之案 至今未破 我要守孝 还不行 算了 我不做官了 岳飞 刺官不做 成了老百姓 这个消息 可乐坏了 奸贼情婚 岳飞到洞庭湖 打羊腰 他就派人 给金乌珠送信 岳飞有天大本领 也不会分身法 这阵 禁犯中原 正合适 大金国 现在换皇上了 蜿蜒无起脉 已经故去 小皇上 叫蜿蜒胆 动用金乌珠 金乌珠 有纪律 六国三春 九国十八 这一百三八方 六十万兵马 号称二百万 五进中原 他手下几元大将 有薛丽花抱的四个儿子 薛丽花南 薛丽花北 薛丽花东 薛丽花西 还有他的三儿子 双枪将 蜿蜒 乌文龙 这个小伙子 今年不到二十岁 跨下马 掌中 双枪比金蝉子 盐蝉子 还厉害 还有曹荣的儿子 就曹宁 这几元大将啊 秉进中原 一路上 势如破竹 很快 秉至朱仙镇 边关折暴 如同雪片 打入京城 康王 赵构 吓得 魂飞天外 心想 我和金国 已经一和 赔偿银两 为什么又犯大宋 众为倾家 你看此事该党怎么办 群臣心的话 怎么办 打呗 当初岳飞就说 不要看金无珠 暂时退到北国 应该兵往北进 直倒黄龙府 迎请二圣环朝 可是你呢 偏安异宇 躲在临安 不让出兵 现在好 人家藏风养锐 兵精良足 又打尽了 谁出战 得请岳飞呀 皇上觉得不好意思了 用岳飞的时候 把人拽过来了 不用一脚蹬到一边 现在岳飞那么大功劳 成了老百姓 我又请人出征 人家能来吗 群臣说 万岁 岳飞是忠臣 你放心 只要您圣旨到 给他一定的权力 他一定会出征 皇上没办法 厚着脸皮 刷着圣旨 请岳飞出征 又赐给上皇宝 建一口 扎服数十道 有先斩厚奏之权 派钦差 送往月子庄 钦差官是谁 田思忠 田思忠不是被压在大牢里了吗 那什么年头的事啊 这过多长时间了 秦桧知道 投毒之事是他老婆干的 田思忠冤枉 不久就把他提出来了 官服原旨 田思忠带着二十人 骑快马赶奔月子庄 来到月子庄 见到岳飞 建立以弊 宣都圣旨 岳飞 官服原旨 并赐给上皇宝建一口 扎服数十道 有先斩厚奏的权力 命他立即带队出征北旁 哎 元帅呀 皇上也知道 你现在就期魅满 可是山河破碎 百姓沦陷在水火之中 万岁 心似尤奸 盼望里早日出征 边敲新邓响 齐唱 凯歌环 到那时 皇上在施长亭 迎接将军 静说好话 岳飞说什么呢 我平生志愿 就是收服十地 拯救百姓与水火 金屋珠又来反戒 走吧 好 臣 遵旨 秦柴大人 我不招待你了 我收手 安顿家小 立即回营盘 好 天司中带着休息夜 次日登城带出岳飞 辞别夫人 孩子 带着岳云 张献 张宝 王恒等人 奔军营 军营现在在哪 在颖州 军中 由于化龙和牛稿 负责 这支队伍啊 前者跟岳飞 打洞亭湖的洋妖 平灭洋妖之后 把首饭 斩首 人头 借往京城 愚者 一律释放 战事平息之后 这支队伍 拉到颖州 西林洋甲 操演人马 今天岳飞来了 大家高兴 也知道战情吃紧 岳飞告诉大家 赶紧收拾收拾 立即出征 随后各路推粮草 三天后 准备出兵 前敌战情告急啊 岳飞急忙 西东过某 发放军青一臂 斗兽湖抽出 投掷金匹大力 杨再兴 听令 末将 在 本帅给你五千人 兵奔朱仙镇 得令 杨再兴 转身走了 第二支令 岳云廷令 赞 命你带着何元庆 迪雷 抚迪亮 给你五千人马 接应杨再兴 遵令 第三支令 派的是余化龙 第四支令 派的罗延青 给他五千人 兵奔朱仙镇 第五支令 派的铁面天王董仙 无良官是失权 随后岳飞 亲同大队 浩浩荡荡人马之笨 朱仙镇杀来 此时正是十月份 杨再兴 是头鹿 新兴官 兴夜 兼城 整走了 两天两宿 到了河南地界 离朱仙镇 不太远了 朕赶上 同园密布 天降大雪 万里江山 盐庄宿国 杨再兴 带着军族 冒雪前进 南逃的百姓 救护挨栽 就知道金兵 离此地 并不太远 再往前去 看见 直接对面 像马一样 金兵金将 铺天盖地儿来呀 输入暗表 这是金无珠的 头队人马 金无珠 派头队人马 五万人 四元大将 雪里花南 雪里花北 雪里花东 雪里花西 这青根四个 大头阵 杨再兴一看 数万人 自己几千人 过去 以卵几时 军兵们 谁没有家 有口啊 停 部队杂住 前队停 后队杂住 呦 将军 什么事 哎 你们看 金兵杀过来了 我们人少 他们人多 你们过去 白白搭上性命 你们哪 找靠边地方 杀下临时连营 带我杀过去 杀退敌兵 然后 我再回来 呦 那怎么能行呢 杨将军 你单人毒计 踢马单枪 有危险 还是我们一块上划 不行 你们去 白给 听将令 我走了 杨再兴 枪子一扫马 我就炸 冲向敌军 只见他 停枪 跃马 杀过去 金兵们瞧去了 嗯 了不得了 对面来了一个小男蛮 快点 喂 一拥而上 再看杨再心 偷精神 撞虎挡 啪啪啪 这都将施展开了 摘上死 碰上王 一串串 跟春塘虎了一样 插蛤蛤一般 杀着金兵 四散 逃奔 一声炮响 薛丽花南到 提斯江亮队伍 横柱去路 呜 对面 什么人 我乃京中帅 仗前 投鹿先锋 杨再兴 嗯 薛丽花南 就是一愣 其想 四郎主说过 院村的投鹿先锋 姓牛 叫牛狗 嗯 不是牛 怎么改成羊了呢 嗯 羊 没有牛厉害 青羊的 赶紧赏开 要不投降 小心你狗头 呸 翻读啊 而等不顾 进犯中原 杀我父老将亲 是你看 枪 啪 窗 抖枪变策 再看薛丽花南 手中大刀 汤啦 往回挂 大刀起盘头 嗨 往下一批 杨再兴的枪 啪 用枪挡 一挡 这刀啊 胳膊这么一摘尾 大枪 撒 啪就过去 直奔这小的千辛 就听着 噗地声 穿袍刺凯 扎个透心凉啊 手腕里翻 屎 啪 想靴里花南 扔到地下 嗯 松祭节武 人没了 怎么 雪太大了 摔到雪堆里了 天上还往下飘雪呀 一层一层的 直到最后 也没找着这小子尸体 杨再兴 抬腿在腔底上 蹭蹭血迹 吹 冲下敌军 上文书说到 杨再兴 抬腿在腔底上 蹭蹭血迹 推 冲下敌军 金兵一看 主将死了 吓得自散逃买 往下又推 杨再兴继续追杀 正往前去 噗 一声炮响 说了 一行队伍 拦住道路 别走了 眼前一员 翻镜 人刀 马大手 几会儿 八魂大铁刀 什么人 文歹 雪梨华 本师爷 我的父亲 雪梨华 你是何人 杨再兴 是你看刀 刷啦 哗啦啦 大刀劈下来 杨再兴和他 马大盘旋 站在一块 拔个马蹄子 扛起了雪花 纷纷起舞 军兵眼睛睁不开啊 军兵摇旗呐喊 两人战略有七八个回合 杨再兴看出来了 雪梨花北的能耐 比雪梨花南要强多了 速战速决 想着虚荒一枪 拉个坏事 假装投走 再看雪花北 雪战马追过来 大铁刀 往后脑勺劈过来 就在大铁刀劈下之际 直接杨再兴左脚一场当 右脚一带凳 凳带风的声 马头一穴 嗯 刀劈空了 雪梨花北 收刀一闪身 杨再兴的腔道了 哎 正扎子 耿嗓咽喉 前面扎子 枪枪 后边出来了 屁 雪梨花北 没有了 怎么 也雪荡 踢战马 再往前冲 第二队 第三队来了 雪梨花南 雪梨花北的兄弟 雪梨花东 听军俗报告 说两个哥哥 死在姓杨的手 雪梨花东 白眼珠 启红线 血过同人 哇哇爆旧 手攻三挺刀 刀转 踹 奔杨再兴的面门 点了过来 杨再兴用枪 啪一搏 颤声 变扎 二马错凳 杨再兴反手一枪 打呼 正打在后脑勺上 像打个破瓢一样 脑袋打扁了 此时张落马下 也被雪给盖住 战马落荒而走 这金兵立刻落了起来了 哥哥兄弟 了不得了 星阳得太厉害了 快给四郎主包心去军兵 杨再兴现在杀红眼睛 催马就追到 第四队人马到了 谁 薛李花锡 这青哥四个的老嘎嘎 手中亮银刀 唠头变批 脸不过十个回合 死在杨再兴的枪下 立条 四将 薛李花抱的四个儿子 全死在杨再兴手下 杨再兴 长长的出了口气 大枪空中一举 举火烧天 遥望远方 我算给老百姓报个小仇 哎呀 这么多金兵 我什么时候能把他杀光啊 他看什么呢 看看援兵到没到 没到 他走得太快了 四一队伍被圆圆的扔在后边 他一个人身入地盈 想回去不容易 金兵四面包抄啊 只能前进 不能后退 哎 杀 杨再兴 指东扎机指南扎北 一匹马一杆枪啊 在当中旋转越转圈越大 有人报告了金兵朱 说可了不得了 岳飞手下一个姓杨的太厉害了 杀死我们四个大乒章 现在还往内闯呢 于兵朱说我亲自看一看 金兵朱赶紧催马 亲临田敌指挥啊 马灯高坤一瞧 我认识 哎呀 这比牛搞还厉害 牛头山 没见过这员将 喂 数万人 围住杨再兴 可是杨再兴 毫不待义 可也累坏了 汗水 湿透 趁跑 冰凉冰凉 你想啊 天上下着雪 战马跑 他一个人玩 那个大 能不累吗 浑身 是汗 是又渴 又饿 连战马都盯不住了 还在继续兜上 哈密赤也来了 哈密赤 你看 郎主 不能这么干 咱们损失人太多了 何不叫君族 如此这番 这么这么这么 这么自败 嗯 好 传令 这边有人 嘟嘟嘟嘟嘟 吹牛角 号哟一响 君族就明白了 这是命令 什么命令 我不懂 金兵金将都懂 再看军兵 都撤回来 杨再兴周围没人了 撤完之后 顺一个方向 绕路而逃 往回走 杨再兴一看 嗯 都跑了 那么 我追不追呢 回去 嘿 未经跑了吗 收服实地 追 催马 他一看呢 军兵啊 绕着走 书中暗表 这块是一条河 叫小山河 因为今天雪太大 现在弄三尺深了 把河面盖上 河水不深 淤泥太后 这些帆兵都知道 河上条桥 小山桥 来往人应该从桥上走 因为距离桥远 军兵呢顺着河道 绕着走 这是哈密赤出的主意 你们把他引进小山河 杨再兴想 他这么绕圈走 这走公辈 太远 我何不抄公弦走近到一下子拦路堵截 不合适就这么一提四江战马 撤啊 哭啥 宣进小山河 按说这匹马虽然不够宝马良军一般的战马 枪也太多了 宣到这里不算是 平时呢 这马要是慢慢的过河 也不至于炫头 因为呀 他从上往下蹿的 哗的一下 力道太大了 四提炫进河内 冰茬子 把马腿已经给弄破了 马受伤了 这匹马动不了的 握在这块 杨再兴一看 啊 呦 齐四江 甲马洞想起来 这匹马怎么也动不了 越拱 越陷 越拱 越炫 杨再兴的两只脚 已经搭在了雪上 哎呀 不好 杨再兴想翻身下马 下马逃跑 可以保住性命 来不及了 金乌珠 那是大军事家呀 常年打仗 打仗是他的职业 立刻传令啊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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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皮骨一响 再看金兵 哇 围上 帮声一响 是乱箭气射 射杨再兴 杨再兴想下马来不及了 这可抖动金枪啊 上腹其身 下腹其马 啪啪啪啪啪 将丢零剑 搏打的身旁 前边可以啊 后边没办法呀 无不了啊 嗖嗖 连中三剑 腾的一哆嗦 手一慢 扑扑 又中两剑 尽管如此 杨再兴心里明白 我坚持一阵 中几剑做什么呢 身为大将者 难免麻隔果实 他把生死 知之度外 所以豪卫军 大枪 向车轮相防 五度如飞 这阵 杨再兴的后背 已经定满了 丢零剑 后边的剑 射不进去了 顶到前边箭头上 巴搭 落在周围 咔嚓 胳膊还在晃 惊猪这么一看 啊 越军竟这样大将 我什么时候 能够得到中原呢 哎呀呀 真乃 英雄爷 好 他还报好呢 杨再兴这阵 知道自己活不了 只是种精神 在支持自己 不然呢 他早就倒下了 心想 九龙山 我杀了岳元帅的兄弟 他不但不记仇 反而受为大将 为以重任 为报他之欲之恩 总死 我也含笑九泉 杨再兴还在这 支持着 这阵 惊动一人 这个人呢 是金吾术手下 他大度度就盖尖平章 这个小弟看 杨核 这个姓杨栏太精活了 后边的剑定满了 哦 还不死啊 我给他一剑 取公 抽剑 任寇天弦 大支 强功应了我 瞄准了 一剑射出去 从哪射的 从咽喉射的 从后边出来的 杨再兴手一软 烫了 大枪落地 可是尸体坐在马上 两腿紧紧夹在马座上 没倒 班兵也杀红眼 也不知道杨再兴 死没死 还在射箭 把杨再兴射得跟刺猬尾一样 连五官西样貌都看不清 还射 金吾术瞧明白了 停之放剑 停 闯朗朗朗朗朗朗朗 罗声一响 金兵这才 收起弓箭 呃 呃 死了 爷 他们一看呐 整个这像大刺猬尾一样 经牧鱴说 快 把他尸体 给我弄 through 金兵族 刚想下河礼发 杨再兴的尸体 给拖上来 就在这这 小将越云 带领 其他几个 小弟兄杀的 晚一步 就差一步 约云领召迪雷和元庆 傅天亮 这四元小将带着五千人 也是兴夜兼程 他们边走边碰到金军小谷军队 两下交战丹目公布 等赶到小商隔附近 杨再兴手下君足报告 将军啊 杨再兴到前面去了 您快接应吧 你们都不去 都不让我们去 怕我们白送死 对 军兵 你们都在这等着啊 哎 元庆啊 李雷 走 杀呀 四小将冒出大雪向北杀去 这事 于化龙罗延庆永先都到 那种大的人马随后都上来 接应四小将 再说八大锤 跑自己前边 来着小山河前抬头一看 有金乌珠在这呢 八大锤要会战金乌珠 乌珠一看见月云脑人都疼啊 牛头山一战 他的两个儿子金蝉子 盐蝉子 死在月云垂下 至今 历历在目 急忙传令 收兵 在他金军金将 如露潮水一样 往北撤去 撤过小山河 无诸心想 怪了 岳飞动京湖打羊腰之后 回归故土 此官不作 我才敢进半中原 为什么 岳飞的人马来得这么快 哎呀 我那三儿子要不来 恐怕我难以战胜 变飞 回头再说月云 一看金冰撤了 后边 想起 明金罗 急忙 四元小将 雪马 往回来 远远看见 哟 阿里地的地方 围了不少人 催马 倒进前一看 啊 只见罗彦庆 枯昏在地 原来他们发现了杨再兴的尸体 杨再兴浑身被乱剑射的 像柴草棚一样 要人把他扶下马 将剑起下来 光剑头啊 就有两声 罗彦庆舰一凶阵亡 飞动欲绝 这阵 岳飞的大队人马也到了 得到消息 杨再兴阵亡 岳飞 心如刀脚啊 这元虎将 失落得太可惜了 亲自 倒在河边 看望杨再兴 连人带马 射得血肉模糊 没法往回送尸体了 就在此地 找官国掩埋在山坡之上 掠杯 用枪尖啊 给他 赞了快杯 杨再兴之目 全军举哀 全体调计英灵 杨将队 我们一定杀出金兵 给你报仇 随后有人架着罗彦庆 回到军中 岳飞找好地方 吩咐 想定营炮 在什么地方 安营扎寨啊 小山河的队岸 小山河的队岸 有凤凰山 伊山半水的地方 安下联营 金兀朱在小山河的那边 背靠朱仙镇 应该在朱仙镇里边啊 里边地方太小了 数十万人马 一带联营 五十多里啊 站的面积太大了 岳飞安营一臂 心里琢磨 金兀朱数十万大兵 号称二百万 自己只有十万人 没法打仗 赶紧请示 各地调兵遣将 请请谁啊 顺昌元帅刘琦 水军元帅 韩世忠 胡考总兵谢坤 欧汤关总兵 金杰等表着在十万八万 三万两万的 纷纷赶奋 朱仙镇 和金兀朱 决以死战 洞庭湖几个投降将官也来了 姓谁啊 武尚志 武尚志已经和岳飞的表妹 完婚好几年了 还有大锤将 严腾芳啊 严祺 留在谭州 陆续将官来了 岳飞就想 等个十天八天之后 带两队交战 哪知道 没过三天 金乌珠 想炮出征 浩浩连前人 还马炸 金乌珠 带一万人 裂开了队伍 金兵讨调阵 哎呀 宋军听着 哎那岳飞送信 就说我家四郎主 亲自出战 而等速来交锋 要不然 要杀杀 杨盘了 南气官 登登一报 岳飞说好 既然如此 两队出征 火公司 住了九声炮 军政司 点击五千人 两全队出征 号炮连前 来到江场上 裂开队伍 岳飞 在帅子 起脚下 带住思江 呜 往对面一看 岳飞也 暗暗吃惊 金乌珠 这回犯境 将官 大部分都换了 都是一帮小将 可 人如猛虎 马四蛟龙 队伍整齐 亏名假量 珍珠宝云旗下 立马之人 是金乌珠 离得远 看不太清 岳飞提思江 来到江场 新兵 叫你家 乌珠 过来打我 金乌珠 云 二马对头 岳飞这么一巧 光阴似箭 催人老啊 金乌珠 现老了 两旁边的辫子 也添了几根白发 四郎主 别来无恙 岳元帅 你好啊 不如 牛头山一战 你被打得大败亏输 狼狈逃窜 为何又来反击 岳元帅 牛头山一战 我的大王兄和我两儿子 都真亡 我能死心吗 我特来 报仇 你谈的什么报仇 你杀死我们中原 多少将领 就拿那牛头山 高崇死在你的划车下 王毅 死在你儿子手里 我们找谁报仇啊 你就是贪婪无厌 侵略的本性难改 终有好下场 哈哈哈哈 岳元帅 我敬佩你是英雄 才多说个三言无语 不然 我们用不着犯话 我这次来 不抓住赵构 绝不收兵 是你我交战 你还是派将 用不着我 我儿子 久能生你 无如意学战马 回归本部军队 时间不大 一击战马 冲到将场 对面什么人 岳飞看 哎哟 眼前一亮 只见眼前这门将官 长得太漂亮了 够美男子 年纪不大 也就在十六七岁 挑战马 摘魁谢甲 八尺半个身材 西腰梁 炸贝王 面刺杨直美 两道剑没入病 一对朗木 炯炯有神 鼻齿口阔 齿白唇红 头带树把死金官 上插两根支鸡灵 内衬齐林凯 奸搭花壶球 外披着水红色的斗篷 护心镜 亮度清水 盼甲自掏 九谷宁城 凤凰群 双遮马面 大红中衣 下面登着虎头战靴 锁跨弯弓 右带走是湖 走是湖内 插满凋零剑 贝贝大将 钢鞭 怀抱双枪 往马上一坐 押在列国年间的子都 会押入三国年间的 吕凤仙 哟 约理想 大金国怎么出来这么远 小将 嘿 长得太漂亮了 小将尊 家住哪里 宋庆 大明 问我 我的父王 是大金国四郎主 官败昌平王 扫南 阿元帅 数个字说 叫弯烟乌珠 我是在膝下 不孝之三子 双枪将 弯烟 乌和龙 吼 弯烟 乌和龙 嗯 又要给你心想 他说话怎么中原口音呢 金珠的儿子 怪了 金蝉子 银蝉子 和他长得一点也不一样 不像 哎呀 小将军 你小小年纪到疆厂来宿命 不太可惜了吗 哎 你可是金珠元帅 不错 听说你的名气挺大 我这次来 就会你来了 请吧 双手奔枪 请 岳飞当想催马上阵 后边人着急了 为什么呢 金乌珠走了 换了个娃娃 你说岳元帅和他打不打 就是把他打败了 也不值得呀 你和个晚辈打 要他打输了 那更糟了 过此有人高喊 有人说 哎 杀鸡盒用载牛刀 有时莫将国其劳 一起站马上阵 岳飞雪马回头这么一看 谁 是胡天堡 手倾大刀 冲了上来 胡天堡 来到两军阵前 岳飞雪马回归 本部军队 临走的时候喊一嗓的 将军 小切了 知道了 胡天堡盗窃进手中一行大刀 娃娃 看刀 刷啦 问乌和龙 顶梁劈了下来 乌和龙 根本没把胡天堡放在眼里 手奔双枪 看着 一看胡天堡的大刀 奔自己顶梁 相隔不到半尺远 我们了招的时候 大枪立起来 左手枪 踏啦 一封大刀 右手枪 撑就过来了 来得太快了 胡天堡想收刀 磕枪 来不及了 阿姨愣神 这枪扎进去之后 这枪挂回一把 啪的一声 把胡天堡死尸 冲到马下 大刀落地 战马 回去 就这一下子 松军队伍汪朗一声大乱 哎呀 这个乌和龙太厉害了 胡天堡这手刀不干活 怎么在他面前没走上一个回合呢 胡天堡是锦袍将月真的磕头把兄弟 当初都占据在卧牛山 他们这一蒙 弟兄五人 旁边惊动了王天青 一看蒙兄死了 推马上阵 哎呀 烦奴 我要替我的蒙兄报仇 什么 我乃王天青 我乃王天青事业 你上那里送死看青 战 战 上文书说道 旁边惊动了 王天青 一看蒙兄死了 推马上阵 哎呀 烦奴 我要替我的蒙兄报仇 什么 我乃王天青事业 你上那里送死看青 战 战 双枪过去了 这双枪啊 是四个枪头 前边两 后边两 所以啊 这个兵人战孝了 不过也不好学 不好使 这乌和龙啊 在北国学艺十年啊 是老喇嘛活佛 普风的足地 他比他两个哥哥 金蝉子 银蝉子 强力太多了 攻刀师 马步剑 样样精通 马上部下 长短短打 全行 而且还不用兵 他比金蝉子 银蝉子 聪明 这次金蝉猪 晋犯大宋 就仗着乌和龙 书中暗标 乌和龙是谁啊 他是宋朝人 他正是陆安州总兵 陆登陆子静的儿子 叫陆文龙 三岁那年 被金蝉猪带到北国 收在身旁 当亲儿子养大 他 现在这陆文龙 根本不知道 他不是金蝉猪的亲儿子 这次杀阵卖命 他和王天庆 打了没有三个回合 王天庆 死在 乌和龙的枪下 这人 又一元大人 出到江上 谁 汤回 汤回首旗 勾连枪 他想 这乌和龙是双枪 我来个 三枪破双枪 报名已定 乌和龙 双枪 往里进招 再看汤回 啪啪 拨双枪 看枪 嗨 一进招 万没想到 陆文龙不但招手巧妙 力气太大 收双枪 啪 就是一下子 汤回 这枪拿不住了 呜 漂亮漂亮亮亮 枪一出手 汤回下外 血马往回跑 哪知道 乌和龙推马追上去 这个马都相连马尾 把双枪挂好 叛臂防掌身去 砰 抓住汤回的叛长 自套担保 用力挥带 嘿 走马活擒 站在岸桥上 血战 回归本部军队 扑通 把汤回往地上扔 翻兵 呼拉过来 用脑沟 嘿 一搭 干什么 要把他活多 汤回 不能站成 心想 我不能落在金军手里 落在他们手里 生 不如死 难免受辱 这手机眼快 苍了啦 抽出 泪下 宝进 横在博相上 大哥 元帅 小弟走了 你替我 报 抽 汤回 自尽身亡 把帆兵 吓一跳 好厉害 这南蛮 可真行啊 我挺配的 急不住 看着清清楚楚 他是岳飞的盟帝 来 人头阁下 挑在营门外 好厉三军 吴和龙 血马又回来了 这下子 岳飞没腾死啊 众将都急了 崔玛 赶到窃进 谁 何元庆 手轻拔了梅花 两边锤 都罢明星 轮锤就打 何元庆立下来 吴和龙一点都不在乎 双枪微微拔一手双锤 一手扎 一手打 两人打在一块 岳飞心里难过 思念堂怀呀 心想 哎呀 这个乌和龙太厉害了 什么人能战败他呢 他正在合计 将长以奔胜败 被乌和龙反手一边 打得何元庆 报安吐血 败阵 回来 付天亮上去了 没有几招 大腿撒拉 得划了一道口子 也回来 俞化龙催马上阵 站了几个回合 一看不好 心想 我何不用镖来伤他 虚荒一枪 拉败式 假装败走 随后 枪交左手 右手 抽出三只金镖 站 江长大雪 乌和龙就知道了 这是假败 狂乎追赶 对 很快 嘴一刀切尽 俞化龙已经够部署了 猛然在马上仰手 搜 三只镖 发出去 分为上 中 下 一般人躲不开 乌和龙就得说年轻眼尖 一看 俞化龙金头一动 吃得不好 急忙一个金刚铁板条 躺在马背上 眼看三只镖 嗖嗖嗖 从上面飞过去 乌和龙坐下来了 啊 想用镖伤 我要你命 俞化龙一想 得 今后我的金镖将也别叫了 学马 吹马 败回本部军队 三只金镖 也不要了 乌和龙不答应啊 提战马追过去 月云这么一看 是双枪这小太厉害了 看我的 提战马 轻双锤 赢了过去 看 站住 来将 聪明受辞 我乃双枪将 乌和龙 你是什么人 乌和龙 看着月云 嘿 长得阴娃娃样 这个锤个可不小 心中听喜欢 我 你家金锤小太宝 我叫月云 你就是月云啊 这是踏和铁铁铁 乌米处得来 全部费功夫 找你不到 学你不着 你自己到这来了 你知道我干什么 我端你钱 哼 我问你 金铲子 盐铲子 是不是死在你的手里 我错啊 锤镇盐铲子 拔的锤锤镇金铲子 留我一份 我要替我的两个哥哥 报仇 什么什么 金铲子 盐铲子 是你哥哥 是我的抛兄 不对 错了 你怎么长得一点都不像呢 你管得着吗 错种了 我先回去问你爹去 大概不对 哎呀 你敢骂我是你 看枪 吴和龙 双脚点 马往前撞 手中双枪 一个扎 一个打 吴就过来 月云急忙 雪马往藏一闪 三手水 咔嚷一崩 这种被吴就砸下了 脸马打翻悬 站在一块 吴和龙连迎六阵 乐坏了 蜿蜿蜴猪 心想 我这儿子 太厉害了 香嫖胡天宝 王天静 逼死仓怀 伤了 何元静 傅天亮 败走于化龙 牛头山 要有我这三儿子 我不早就把赵构抓住了吗 嗯 要是能打败月云呢 我这是队伍 所限 披靡 不对 月云军人才继继 我这边 就指着乌和龙 元军味道 可别把他伤着 别忘了牛头山的教训 我儿子金蝉子 历生月云军十元大将 打了岳飞 高挂免战牌 后来 来了八大锤 锤阵金蝉子 我才伤了元气 千万别 重蹈覆辙 不行 来呀 明天收兵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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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锣声一响 再看乌和龙 晃双枪搏战马 姓月他 我父王收兵了 明天再战 绝马回归本军队 月云没办法 也赶紧回到自己门旗下 再看金兵 敲着德胜鼓 唱着德胜歌 吹着号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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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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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怕伤着 紧袍将月针 也没天王董仙等人轮流交战 病人只要碰着双枪都被沾上就受伤 正在束手无策 多亏了 大刀观灵赶到疆场 干嘛来了 找义兄跃云来了 现在观灵长大了 能耐也大了 换一些仲将 大家闯口气 观灵上阵 一口青龙艳艳刀 和陆文龙打个平手 但是想赢 办不到 正打在难分难解 难离难散之际 敢抢了 陆文龙的枪尖 点在观灵的马后桌上 战马受伤 落荒而走 岳飞的心又凉 可算来源大将 能和陆文龙打个平手 结果 落荒而去 没办法收兵回营 这回 岳飞不能出战了 岳飞回到营潭 自我莫不明 惊动一个人 谁呀 这次岳飞军出征啊 军中多了两名文官 一个是行军大夫王佐 岳飞的蒙地 另一个叫薛碧 他是贪 这俩人虽然是文官 岳飞江场打仗的时候 他们都立在门席下 观看战情 好给岳飞图谋化色 王佐见岳飞愁眉不展 江场打了外仗 自己 自我莫不明 晚上回到帐内 用罢晚饭 不对孤灯 心里在想 我这武功 实在拿不出手 我是文官 能干点什么呢 怎么能给元帅分油解愁呢 金乌珠大兵压境 乌合龙这么厉害 那个乌合龙不像乌珠 是亲儿子吗 能不能是从我中原裸去的孩子 收在他身旁 要这样话 要有人进去离间 把他收过来 可是我们的绑地 这件事怎么办好呢 他信手 在行军书架上 抽出一本书 拿过来一看 是春秋 翻开一页 上边写的是 要离断壁 四庆祭的故事 王佐眼睛一亮 我何不学于古人 自作一臂 到金阳去 苦肉计 骗则乌珠信任 我手在身旁 有机会刺杀乌珠 更好 没有理由 查一查 乌合龙的身世 他若真是宋朝的人 我可以把他收响 送迎 对 这事要跟元帅说 元帅不能干 岳飞这个人 最终意义 不会叫我 砍去一头胳膊 我得来个先斩 后奏 书本 放在书架上 一伸手摘下宝剑 文文宝剑 不是干别的用的 是喝酒 缠剑 做歌用的 今天用它 要自作一臂 这多大恒心 我虽然失掉一只胳膊 上报军恩 下伏林林 终对得起元帅 对我两次活命之恩 断哪个胳膊 我是文官 如果这一剑 凯旭胳膊不舍 第二剑 我就卡不了了 顿 左臂 就在这块顿 胳膊弯这块 微微一炫 胳膊就能下去 他准备刀枪 咱修着王起来 宝剑离侠 绝体剑 咔的一大 微微一动 咯 老婆下来了 大笑一声 昏倒在地 鲜血之流 正巧啊 老家人王德 给他送水 屋里扑通 哎呀 怎么了 王德赶紧推门一看 啊 这满的是血啊 主人 主人 王左现在昏过去 一看 胳膊在桌上放 人躺地上 老家人明白 赶紧用绳子 把这紧紧勒住 旁边要 给他轰上 锅里一会儿 王左写了 脸色苍财 汗珠子 顺着额脚 忘了只滚 哎呀 主人 你干什么了 做我胳膊干什么呢 不要回来 别说 你扶我走 我找元帅 哎 主人哪 不要讲 哎 王左把这只胳膊 躺在袖子里 这个袖子 晚了晚 记住了 王德扶着他 问元帅起来 元帅 没睡觉 坐在灯前 正犯愁呢 张宝出来了 呦 王大夫 您干什么 我 要见元帅 哎 元帅 王大夫来了 好 要他请进 是 王德到门前止步 王左身体晃的 来到了寝上 参见 元帅 嗯 王左 晃一只胳膊 那胳膊不动 约维心想 行李 应该双手 哎 都熟了 就甭讲这些 请坐 王左 坐下了 贤弟呀 你没睡觉 到时候有事 你怎么了 你颜色这么不好 哥哥 你犯愁 兄弟更着急 这乌合龙这么厉害 我军中无人敌塔 小弟心刺油肩 为了报效朝廷 为了拯救破碎山河 小弟要学 道离断壁 刺庆祭的日 自作一辟 道金阳卧底 啊 这可万万使不得 兄弟 这怎么能行呢 一将无谋 类似千军 啊 与兄无能 不能连累 嫌弃你残废 哥哥 我已经把胳膊 砍起来了 你看 啊 兄弟呀 你别看岳飞 吃逞疆场 杀金兵金将 都不带皱眉的 如今看王左 断臂着胳膊放着 略给这嘴头哆嗦了 兄弟 你怎么能这么做呢 哥哥 别说了 你要不让我去 我的一头奔死 我已经成了残废人 我留着有什么用 我如果能杀死金兵朱 总为国立功 说反了吴和龙 我也算报效朝廷 两者都不能 我只是损失一条 胳膊又做什么 不不不 兄弟 如果你被金兵朱 看着破绽 心难保 快 回后边养伤 我再说一点 你要不同意 我就一头碰子 好吧 贤弟呀 这样忠勇之事 叫御兄 感动 你要保重 我静听佳音 还有我走之后 不要出战 要高挂免战牌 听我的消息 好 张宝 在 把这条手臂 悬挂营门 号令三军 是 张宝把胳膊拿走了 王左说 兄弟我 告辞 岳飞派张宝王衡 秘秘的 把王左从后门 架出去 绕造奔前敌 离两军阵前 河界线不太远了 张宝王衡 才回来 岳飞告大家 严守秘密 不许说 第二天传出来 说那王左 身在宋营 心陷无助 故此断去一臂 以示警告 杨总不知道怎么事 说三道四不提 再说王左 被送到了河界堂 就从宋营这边 往那边走都走不动 伤口疼痛难忍 这两个胳膊 走路方便 伤一只胳膊 不平衡 只摔跟头 尤其是天寒地冻 不知道摔了多少跟头 呼吸散乱 气息奄奄 好不容易 连走在爬 倒在乌猪的 人外 坐在地上 忍着 天光快放亮 王左 嚎啕痛哭 天哪 天觉我王左 君族 往里边给四郎主送信 就说 宋将王左 求见 听光放亮 听见海声 人们赶紧过来查看 耶和 这是浑身是血 你叫什么 我叫王左 你要干什么 我要见郎主 有要事先告 你见郎主 你怎么进去 啊 我这戈壁 被岳飞砍下去了 好 等会儿啊 有人赶紧往里面送信 屋主刚刚起来 喜树一臂 还没等生胀呢 哈密赤在旁边陪着 郎主 我二位一人叫王左 说不过岳飞砍掉了胳膊 要见您 王左是谁 对是 你知道吗 哈密赤是中原东啊 这个人太有名了 这个人哪 很有志谋 当初保着洞庭湖扬腰 岳飞打洞庭湖 可能王左归了大宋 他来干什么 是啊 他到这儿 我是见是不见的 不能见 君是大财呀 跟岳飞是磕头瓦兄弟 看来 一定其中有仗 不见 说他胳膊被岳飞砍断了 我不见何事吗 砍断了也不能见 千万别上当 免得苦肉鸡 不 我要看看 到哪 你在我身旁 怎么见机行事 那也好 就这么 他没事 跟着乌珠直奔营门外 离这何界不太远 就看见地上坐这个人 身上有血 脸色汤白 胡须散乱 头戴青金 身穿长衫 你是什么人 要叫本王有什么事 王左一看心不住 叩头碰地 哎呀 小臣叫王左 抱的是洞庭湖扬腰 因为岳飞 九山 山破 加拜 小臣不奈 投降归顺 怎奈岳飞 心存歹意 不肯住用 近几天 和四郎主交战 宋将 伤亡数人 昨夜 岳飞召集中将 伤亦对策 小臣 尽忠言 我说 和金军交战 是一轮即时 白白送命 不如两下一盒 隔让火土 那时的岳飞 立刻瞪眼 说我 私通金箔 断去我的 走壁 并叫我 到金营 给狼主送信 他说 不日 要活擒刺狼主 杀向惠宁府 踏平金国 小臣说不去 他断去我的右臂 故此 特来 造之 说完 放声送出 把胳膊袖子 撩起来 叫 乌珠宴伤 乌珠一看 太可怜了 大骂岳飞 岳鹏举 你可以把他杀了 不应该剁去一只胳背 你太残忍了 戴安 今天领兵杀劲 纵扬 旁边惊动哈密赤 一捅乌珠摇眼 郎主 郎主 干什么 这边来 哈密赤把乌珠领到一旁 低低音声说 郎主 小心中计 这是苦肉计 你怎么知道 我怎么知道 王左和岳飞是磕头把兄弟 他能投降我们吗 哎 你这话不对呀 苦肉计 我知道 周瑜打黄盖 定的苦肉计 那是打棍子 打板子 有剁胳膊 砍腿的 你查查历史 你看 哪有苦肉计 剁胳膊的 有啊 春秋上写的清楚啊 要离断地 刺心机 那那是春秋时候 那个人都傻 现在人奸 没有干着事的 要不然这么晚 我把你胳膊砍下来 咱俩定个苦肉计 你到宋营去 嗯 我不干 这不是完了吗 不可不防啊 嗯 郎主说 我心里有数 你懂不懂 买千里马骨的故事 我把残疾人都收下 将来宋营人必然来头 许明 到宋营前看看 有没有王左的手臂 是 君族跑过去 看王回了报告 有 在这吊着呢 好 王左呀 你为本王 拾去一条旁壁 我供养你一辈子 你命太苦了 我封你为 苦人儿 呃 谢郎主 从今天起 你在我营中 到处回家 供养你到老 呃 众将官 传本王将令 苦人儿到哪 你们要好好的招待 侧后 是 要人把王左 架起来 快 送到后边 智商 王左一颗心 挂到肚子里 心想 新乌珠啊 你是死催的 只要你留下我 就好办 就这么 王左 在乌珠营养伤 岳飞不放心啊 派人暗中打看 一看乌珠营外 没有划出 王左的人头 就知道 没有性命危险 因为数九寒天 不易交战 乌珠吩咐 暂时歇兵 春暖花开 再交战 王左一会儿 到军中半个月 伤势养好 可以随便走动 乌珠 把他腰牌 上些苦人儿 挂在腰间 每到一处 把腰牌一亮 君族还挺欢迎他 哟 苦人儿来了 到这坐一坐 跟我们讲一讲 中原有什么好听的故事 王左以说书 讲故事为名 挨个帐篷 串来串去 乌珠派人一打开 见王左 没有刺探军情的意思 也就放心了 这天 王左想 不在里儿了 我应该看看 双枪将 呼和龙了 王左 断臂 到金营卧底 由于他 博学多读 知多见广 给翻兵 翻将 说书 讲故事 深受 大家欢迎 王左 每到一处 传来一片笑声 金乌珠 多次派人打开 问这些君族 王左 跟他们讲什么呢 王左 跟我们说书呢 说得太好了 他说 林安城在美呢 多次到了林安呢 他领我们逛一逛 那个说 他说了 江南出美人 江南美人的腰 再比滚 三寸金莲 不得点 想乌珠一汇报 金乌珠也放心 嗯 有这么人呢 太有用了 是啊 这些兵将远离家乡啊 打仗的时候 还好 现在 长逢 养瑞 歇兵 都想家 叫他说个笑话 逗个乐子 哎 稳定 军心 对王左 不再监视 这天 王左呀 帮着梁台官 记账 王左要记账 这是大财小用啊 闲残的时候 王左就问他们 哎 最近怎么没看着 三殿下呢 哦 三殿下 那是我们四郎主的 金尖宝贝 嘴里含着 他画了 头上顶着 他下了 轻易不让出来 看没有 在西北角 单独有寝账 专人侧着 哦 哎呀 少殿下 长得太好了 哎呀 比咱们四郎主 可英俊多了 那当然了 怎么不一样啊 你说什么 没什么 没什么 正说着 双枪将乌文龙啊 打着路过 乌文龙一挪头 发现这边围了不少人 哎 前面干什么呢 呦 呦 又给我翻冰看去 哎呦 别叫 哎 苦人儿 给我们说书呢 哦 他说什么 嘿 他讲得太好了 讲给我们 哎呀 是吗 苦人儿 啊 王左心的话 我是冲你来的 今天可见到你了 啊 王左 有礼 苦人儿 听说你会说书 哈哈 口才不好 嗯 我娘老不高兴 这么晚 哪天哪 我把你请到我那 给我娘说书 你要把我娘说乐了 我多赏你金子银子 哦 多谢殿下 哎 我是个残废人 用什么钱呢 不用不用 只要是夫人愿意听书 我随就随到 哎 好了 乌和龙走了 王左心里和气 怪了 他打仗还带妈呀 方才君族说 肿不通 哦 实战八九乌和龙 不是金乌猪的儿子 要这样 我这胳膊就没有白断了 什么时候他找我 我能见着他母亲呢 等了三天 没幸 王回想 我自己去 这天吃吧早饭 他溜溜答答的 往西北角走去 西北角这块 是个漫山坡 一片牛皮打仗 有军族站岗 王左往这一走 军兵过来了 哟 果然儿 你怎么到这来了 来来 坐一跟我们说段书 哦 呃 今天不行 今天啊 殿下叫我给老夫人说书 哟 殿下 没带帐的呀 出去了 老夫人在里边呢 那好 我到里边见见老夫人 好啊 你进去吧 因为乌猪有令 苦人儿到哪儿 都要好好招待 所以他来到了乌和龙的起荡前 在这里啊 非常近 没有军族 书中暗表 只有两名丫鬟 伺候老夫人 天挺冷的 丫鬟不能在帐篷外边站着 王左 脚步和轻 高抬脚轻落步 捏足千鬆 溜溜答答的 走到一座大帐前 单个儿去听 里边有女人 嗨声叹气的动静 唉 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 这个孩子叫我殿上 唉 夫人哪 老爷呀 我对不起你们 他不听话 叫我有什么办法 唉 嗯 黄左心想 谁呀 话里有话 我进去看看 要不说文人的胆子更大 他绕到帐篷门前 嘀嘀的音声 咳咳咳一下 请问里边有人吗 把屋里人吓一跳 呃 什么人 我是说书的 苦人儿 少殿下 叫我给老夫人说书 哎呢 不知道老夫人 再没在帐内 哦 好 好 进来吧 是 轻轻一推帐篷门 王左低头来到里边 随手 讲门关上 抬头这么一看 呦 里边坐着个中间妇女 男朝人打扮 满面愁容 见王左进来 很不高兴 你找老身 有什么事 呃 苦人儿 拜见老夫人 哦 免礼 坐下吧 旁边个凳子 王左 也没客气 沾个凳子边 夫人 呃 少殿下说 叫我来给你说书 老夫人心里琢磨 不错 文龙氏说了 有苦人儿说书 讲古说的好 要给我讲几段 我外形 哎 我也听不懂这些 算了吧 你要是没什么事 就退出去吧 是是 哎呀 老夫人 我听你口音 像天朝人 不错 我是和谦府人 你也是中原人口音呢 我是胡广人士 那么你怎么流落在营中了呢 哎 我是个残疾人 四海为家 蒙朗鼠后外 留在营中 闪口饭吃 老夫人 你怎么流落到这儿了 这个 哎 一言难尽了 夫人 刚才我在让外 听你嗨声叹气 是不是 你有什么心事 啊 难道你去听着什么 我听起好像你埋怨孩子 对不起夫人 老爷 这是为什么 啊 苦人儿 这话你 你可不许出去说 你要说 可要了我的命了 哦 你放心 我是个残废人 我能多嘴多舌吗 你是天朝人 想必有难言之事 咱们人不亲 土还亲 能否对苦人儿 讲一讲吗 哎呀 算了 哦 既然如此 苦人儿 告词 转身要走 慢 嗯 老夫人 还有话说 哎 苦人儿 我一度的苦水 没地方到 跟你说 有什么用的 可是方才 我在屋里自言自语 我也忘了说什么 你可千万别说呀 我不会说的 不过 有一件事 我叫我请问 请问 这三列下 可是你的亲生儿子 这 不不不 我是他的奶娘 哦 可是四郎主的亲生子 呃 这 不对 我听君族议论了 不是四郎主之子 是不是天朝的男孩 你 你可不就胡说 你怎么知道的 哎 老夫人 不要拿我当外人 你要拿我当外人 我就不问了 此事 我心里 明白 告词 说这要走 老夫人提款 慢着 你先别走 开开帐房门 往外边瞧瞧 没有人 想帐房 对好 苦人儿啊 哎 你命苦 我比你命还苦呢 你是 拾掉 一条胳膊 可是我的心 都碎了 跟你说实话吧 事已至此 我也喝出去了 这乌合鲁 不是乌珠亲生子 他是路灯 路子 静之子 他的父亲 是陆安州 节奏师 他的母亲 谢氏 我是他如母 张氏 哦 王左想 我妹出我之所料啊 哦 老夫人 不要着急 慢慢说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往外讲的 好吧 想当初 乌珠 信范中原 鱼打陆安州 我家老爷死守城池 可是老天不作美 金乌珠从水到杀进城内 蔡夫人 悬梁自尽 我家夫人 要想进节 又可怜三岁的孩子 陆文龙 没办法 我说 我愿意吃扛签菜 替老爷夫人 将孩子抚养成人 老爷夫人 对我身世一败 我讲陆文龙 接在怀内 那夫人一头碰死 我家老爷 自尽身亡 老家人碰死在街前 我是说 抱着陆文龙 能够逃离 环州 想不到被乌珠 抓住了 金乌珠 这小少爷 生得十分可爱 没有讲他爱死 并且留在身旁 作为儿子护养 他跟我说 一来 敬佩 陆大人满门中烈 二来 喜欢这个孩子 把我孩子送到北国 让我守口如瓶 胆敢说出 陆文龙是陆家后代 就讲我和少爷 置于此地 就这么 我带着少爷 流落半榜 一十三年 这一十三年 我含辛茹苦 把他抚养 长大成人 如今一夜学成 是说是 能够给老爷 夫人报仇 想不到 他认贼作父 拿拿金乌珠 当亲父亲 他听金乌珠 他 跟着近半中原 听说的江城之上 杀了宋朝大将 我的心 像刀渣的呀 对不起老爷夫人 在天之灵 我吃不好 睡不安 我劝他 少杀生灵 可是他 不听我的 要我怎么办 哎 苦仁儿 我把这一肚子苦水 跟你说了 你能 帮我想个办法吗 王左听了这番话 长长的出了口气 哎呀 夫人 王左 有理了 啊 顾仁儿 你干什么 既然你说到这儿 我也跟你说实话 我是京州帅 仗前行军代步 小王左 我和岳飞 是磕头弟兄 我这次 多地 就是为 陆文龙儿来 因为江城之上 我见他十分小勇 不像 北国人 他和乌珠 他没有什么血缘归 顾此冒典 作弊 倒影中 莫敌 想不到 这是谁呀 夫人啊 我一定帮助你说 把陆文龙儿的认读徽宗 报杀父之仇 啊 哎呀 真是这样 那可是老爷 夫人 在天又灵 我上市 多谢 王大人 老夫人 请起请起 不过此事 还得从长计议 怕他拐不过来 这个弯啊 他们刚说到这 外边有人喊了一声 殿下回来了 哎呀 陆文龙回来了 怎么 不要紧 你不要慌张 我自有言语对待 哎 好 张氏擦了眼泪 坐下了 王总旁边一炸 炸头门离开 陆文龙乐乐呵呵的进来 来到里边一抬头 嗯 见如母 眼中寒嘞 王总再站着 哎 哭仁儿 你怎么上我这来了 啊 呃 前几天 殿下说 叫我给老夫人 说书 我就来了 想不到殿下 你不在这 哦 好啊 娘 他说书说的好吗 呃 好好 这不妈 啊 啊 呃 好你还哭 哎呀 是啊 哎呀 是叫人掉了呀 哦 既然这样 哭仁儿 你多来几次 好 少殿下 你听不听说书 呃 娘 你听吗 啊 呃 要是他讲 你听 我也听 那好 我现在还没什么事情 口仁儿 你给我讲两段 我听听 你要是讲好了 你可以经常来 好啊 既然这样 呃 听书人太多 不方便 我就讲给你们娘俩听 好 退退退 身旁站着几个人不高兴 辛苦人儿 你是应该一只手 才学得 你说说我们听才不行啊 哦 还撵出去了 算了 都出去了 上门关上 小殿下 我给你讲个故事 这个故事是我们天朝的 叫月鸟归南 什么叫月鸟归南 这是我们天朝的事 列国年间 有吴国和越国 越国想打败吴国 定一条美女掩分计 把他们国家的美女西施 献北吴王 为的是叫吴王荒奸酒色 不礼朝政 好灭了他的国家 西施 有一只鹦鹦 能土人言 狮子歌父 样样皆行 当把西施和鹦鹦送到吴王那之后 吴王对西施十分宠爱 可那只鹦鹦到了吴国 不再说话 问什么都不说 后来 岳王发吴 吴王子在 紫阳山下 当把西施和鹦鹦 接回岳国之后 这鹦鹦又说又唱 又能阻施了 想那秦寿 都有思念本国之情 何况人呼 鹿文龙听完摇头 什么呢 你讲个好的 那好 我再给你讲一段 花刘向北的故事 花刘 花刘就是千里马呀 这是宋朝的事 宋朝三帝真宗在位 朝出奸臣叫王千若 王千若一心害死 杨家将 他经常和皇上行为打猎 每到外边打猎之时 他总说中原没有好马 现在世上就一匹好马 就是北国天庆梁王旗的 日月速装马 这匹马日走一千 夜行八百 万岁贵为天子 就应该骑这样的宝马良军 真宗说 此马到何处去弄啊 王千若说 可叫杨六郎 将马弄到宋国 皇上叫杨六郎去盗马 杨六郎命手下大将孟良 到北国 那孟良回六国三川化 真就把那匹日月速装鞠 遍到中原 送到汴梁 这匹马运都变凉之后 不吃草料 每日冲肥 昏昏之叫 直到饿死 畜生 倒有思乡之情 何况人乎 可有的人 竟不如畜生 陆文龙今年才十六岁 还是个半大孩子 听完之后 一条大摩哥 好 给一马 好 酷仁儿 你为什么敬讲秦收啊 中原有的是英雄好汉 你怎么不讲人呢 王左说 今天天色太晚了 不讲咯 等哪天啊 我想几段好书 再跟你说 酷仁儿 高层 王左走了 嗯 陆文龙想 哎 他为什么讲 月鸟归南 花柳向北 是不是这里 有什么事 他是南朝降将 嗯 我得小心他 他再看看如母张氏 愁眉苦脸 问什么 张氏也不说 咱们回头再说王左 回到自己的住处 彻夜难眠 反复思索 我怎么能够 把陆文龙的身世 跟他说清呢 还叫他相信呢 哎 有了 从这天起 每到半夜 王左 坐在灯前 讲门叉上 提笔 画画 一连 五天 画了字符画 然后卷好 藏起来 他那一等时机 这一天 金屋珠要召开 紧急军事会议 他把六国三春 九国十八寨的 王子 以及参谋 都集中到一个地方 商量 开仗 这是陆文龙 是小将 没有去 王左都看清了 暗暗的 奔陆文龙的寝障 到门前一打去 君主说 少殿下在里边 和老夫人正说话呢 好 就说酷仁儿 来说书来了 哎 好好 军兵欢迎 来到里边 一说 陆文龙不乐意了 不听不听 不爱听他讲那个 张水 我愿意听啊 你叫他进来 您听 那好吧 就进来吧 就这么 王左被领了进来 见礼已毙 陆文龙不错 好吧 顺你个座位 有人给拉个方大 王左 坐在陆文龙进前 殿下 今天我想几段好书 说给你听 还有 我画了几张画 叫你看 哎 你画画 那我爱看 哎 可得讲好的 可不许讲上次说的 你放心 换了 那好 不过 哎 不能叫大家都听 我只讲给你 和老夫人听 哎 好 你们都出去 当兵的想 太准备了 咱们这借光 听听说还不行啊 哎 走吧 当兵的都出去了 丫鬟打发出去了 讲门关好 门插死了 王左一伸手 把这几周画 拿出来 找个地方 都挂上 说 殿下 请看 Dais 尤 上官叔说道 那么 当兵的都出去 丫鬟打发出去了 岗门关好 门插死了 王左一伸手 把这几周画 拿出来 找个地方 都挂上 是 殿下 请看 陆文龙抬头这么一瞧 这有意思 怎么 这第一幅画画了个城池 上街陆安州 对了 我父王进战中原 听说大陆安州 爆炸两难关 拿住宋朝两个皇上 功不取战无不胜 每回讲起来 都洋洋得意 唯独陆安州他不说 陆安州 城上画了原宋将 城下也原金将 头戴西洋鼻子宝盔 身挂齐连凯 挂下赤弹火龙鞠 手中拿着斧子 这不画的我父王吗 不然 你讲的是我父王 陆安州对不对 对对对 您再看第二幅 再看第二幅 一看画是帅幅 帅幅里有个老夫人 悬梁自尽 少夫人痛哭流涕 只见少夫人 要往柱子上撞 地下 跪个女子 怀里抱个孩子 这孩子 这孩子看着样 在哭 第三幅画 画的是守城宋将 横剑自吻 死尸不倒 那原金将 攻身十里 旁边一个女人 我还得抱着孩子 第四幅 第四幅画之原小家 头戴树法子 医官上插之机灵 守清双枪 正在杀宋将 一看这第四幅画 诶 这不画的我吗 往后边瞧 后边一个女人 在即哭 哟 怎么像我娘啊 王祖 你画什么呢 哦 殿下 你想听吗 想啊 打陆安州 我就爱听这段啊 我爹打陆安州 听说嘿 名扬天下 等等 这座城正是陆安州 首长主将 叫陆登陆子定 人称小诸葛 智龙双全 死狼主带着哈密赤 进攻陆安州 多日攻不开啊 后来 哈密赤 曾经假扮细作 要进城探听军事情报 被那陆登发现 把鼻子给割掉了 嘿嘿 怎么 哈密赤的鼻子 是陆登割的 对 啊 我说我问谁谁都不说呢 那了半天 是陆登给割掉的 嘿 有点意思啊 别急 后来 天降大雨 死狼主 从水门攻进城内 杀死守水门的将官 开着城门 放金军进城 那陆登 拼命抵抗 忠音寡不低众 身受重杀 他知道 一家人难保 赶紧回到家内 他的妻子 谢氏 还有过三岁男孩 叫文龙 还有老母亲 本来一家 过得很好 金军入侵 全家性命 危在单膝 那陆登 回家之后 他的母亲 得知城池失守 愿以城池 共存亡 老夫人 宣言良心 妻子 谢氏 要尽洁 在那三岁孩子 无人抚养 夫妻 抱头痛哭 如目张事 跪在 陆老爷面前说 我情愿 想公子 待在身旁 就是吃糠蛋菜 也要把他 抚养 长大成人 接续 陆驾 相间后来 如果 言不由衷 不得好死 陆登夫妻 非常感激张事 双双跪倒磕头 将孩子 拜托如目 谢氏 进阶 一头碰死 陆登 将妻子尸体 盖口之后 来到堂前 他觉得 第五是城池 对不起 万岁 与城池 共存亡 横见 自尽 一枪怨气 只冲消汗 死尸 不倒 就在这儿 四郎主 来到了大堂上 他一看 陆登 尸体不倒 败了又败 偏巧 张事抱着 公子 走之不远 被金军 抓住 无珠 见陆公子 生得可爱 抱在怀内 那只孩子 捋着乌珠的胡子 哈哈一笑 乌珠心滑怒放 又敬佩 陆登的为人 故思将孩子 收为亲生子 并且告诉张事 不许和小公子说 这是路门之后 咱敢吐露 之言 便据 定要着孩子 行命 张事 叩头碰地 点头应允 就这么 无珠派 五百人 将小公子和 如母张事 送到北国 那张事 为了抚养孩子 憾心如苦 一十三年 如今这孩子 长大成人 一夜学成 跨下马 掌中双腔 永贯三军 可是张事 将叫陆文龙 找仇人 报杀父之仇 可这孩子 又知迷不 任贼作父 叫人 憾心 那 那文龙听这话 就齐了 王朵 你说的陆文龙是何人 你讲这故事 到底是何意 少殿下 你要问吗 我说的是陆文龙 可是你画的 却是我 对对对 公子不是乌珠之后 正是陆登陆子敬之子 你叫陆文龙 啊 什么 我是陆文龙 我不姓万言 胡说 王族 看来你是奸细了 到我阳中卧底 离间我们父子 你看我江场打着胜仗 岳飞派你来挑拨我父子 郭姓 伸手 冲出腰刀 本就压在王左的脖子上 今天我宰了你 嗯 再看王左 气不长出 面不改色 一阵冷掉 哼 哼 哈哈哈哈哈哈 路上 我知道 你会这样的 你不会相信我的话 是啊 金屋中的儿子 何等荣耀 穿的是绫罗抽缎 吃的是真羞美味 弄好了 可以继承皇位 那陆登 算什么 他夫妻 已经做骨了 宋朝半壁天下 已经 送给了金国 哎 可惜啊 我王左白白的断去一臂 竟遇见狼心狗肺之人 哎 你骂我 我杀了你 啊 那张氏 早已气不成声 一看陆文龙真急的要杀王左 急忙 杀了起来 陆少爷 老身 给你跪下了 啊 娘 你 你这是何意 娘 你别叫我娘 我是你的奶娘 我是奴才 陆少爷 我呀 已经把你拉扯大了 就算对得起死去的 陆老爷 陆夫人 我 要走了 说着 转身 干嘛 要碰头 往哪碰 往桌角 陆文龙糊涂了 撑 打个垫步 急忙拦住 梁 你 你这是何意 有话 你慢慢说 我 哎呀 我现在 心乱如麻 我都糊涂了 怎么 你还听我说的话 我听 我听 好 我把实话 告诉你 陆文龙 扶张氏坐下 王主 你也坐下 陆文龙拿张氏 荡亲娘 说实在的 想的时候 不知道 她是儒母 就以为是金乌珠的夫人 在天朝裸来的生自己 后来有人告诉她了 她是奶娘 可是 陆文龙拿张氏 荡亲娘 长大了 也改不了口了 这次 乌珠带陆文龙 进贩中原张氏 也跟来了 她就想找个机会 把陆文龙的身世 说清 叫孩子倒反金营 正好 王左来了 两下巧合 陆文龙 见母亲 悲痛欲绝 娘 有什么话 你说吧 王左说的是真 是假 张氏 眨眨眼泪 少爷 王大人说的是实话 你确实是 陆门之后 你家里一切事 我不再说了 他都说清楚了 现在事情明摆着 金乌珠是你杀富仇人 你居家满门死他手 何去何从 你赶快拿主意 如果你还要认贼作父 老神认可 一头碰死 要不然你就把我交给金乌珠 叫他乱认分尸 可是王大人为你 断去 走壁 你可不能丧良心 什么 王左为我断壁 王左说不错 你跟乌珠 近战以来 江上上 你连杀我宋赢 数人 岳元帅 心急如焚 我一看 你和乌珠相貌不同 跑 没有血缘归 弄不清里边的情犹 故此自断一臂 苦肉计 到金颜卧底 探听你身世 如母申明大义 讲你身世 告诉我 我才画了四幅画 讲你的事情说清 陆公子 忘你 念在父母屈死的肥沙 你应该杀仇人 归宋赢 报效 朝廷 陆文龙都傻了 这脑子 飞快旋转 一时扭不过弯了 可是 明明张氏 说得清疼楚楚 王左说得更明白 怎么办 娘 你们说的是真的 是 我陆文龙白白活到十六宗 都不知道生生父母是谁 对不起 路门的祖宗 爹 娘 不消耳 给你们望空磕头了 王左和张氏 犀利头 哎呀 像开开两扇窗户一样 有门 而 陆文龙痛哭失声 王左 怕声音大了 叫外门听见 赶紧制止 陆少爷 陆少爷 只住 悲声哭 没有用 快 快起来 是 娘 娘 此事有从长记忆 要知道你在金营之中 你既是杀出去 可是你娘怎么办 她这么多年陪着你 难道她就把命搭在金营吗 这就在这这 外边说话 殿下开门 殿下 谁是我 高太宝 她怎么来的 她是金屋珠身旁的平章 素日和自己不错 难道是我们说话 她听见了 把门开开 高太宝进来了 殿下 你可千万不要听王佐的 王佐 那都半天你真净的苦肉计 你挑拨郎主和殿下的关系 你跟我走吧 高太宝伸手抓住 王佐 三个人吓杀了 此事不能走漏半点风声 要就金屋珠之脑 我们谁也活不了 怎么办 陆文龙眉头一皱 记上心来 乐乐呵呵的望前凑 哎哎哎 高太宝 你干什么 他说咋的 我听不听 他知道吗 有你什么事啊 哎 不对 怪不得郎主和军师叫我看着你啊 就怕有人从中挑拨离界 你可不能上当 殿下 殿下呀 什么的亲爹干爹 就看对你好不好 对你好 就是亲爹 别忘了 四郎主这回要是拿下宋式江山 拿当皇上 你是太子 你是太子 让爹上哪找去 这小说的两嘴 鸭子冒白磨 陆文龙一身手啊 直到明白 我心里有数 你过来吧 叫他松开 王子 我突然一伸手 参了了 抽出 勒下宝剑 往个活上一架 嗨 我什么都明白 就这一句啊 把猴鬼 大动脉 都拉断了 不过 他没有往下拔剑 为什么呢 怕血剑到身上 嗨 别说了 我都明白 再看陆文龙 轻轻的 把他往地下一放 这才抽出宝剑 在身上蹦蹦血迹 王子 张氏 早已闪在一旁 你看这小子 身上胳膊 蹦蹦腿 一会儿 没气了 张氏说 哎呀 把人杀了 这要是 用外边针子怎么办 不要紧 娘 你给看转门 我们消脏 避地 下边铺的 是红色地毡 用衫子 给他 一卷 两头一折 和王子 俩 想把他 咕噜到一边 就在这 这儿 外边有人喊 哎 里边有人没有 赶快通知殿下 郎主 请三殿下议事 哎 知道了 有人往里跑 张氏听起来 啊 来人了 哎呀 这个怎么办 急中生智 把帐篷门 拉开了 往外一探头 哎 军兵 哎 殿下病了 告诉郎主 他不能去 哎 好好 翻兵转身走了 张氏把门关好 嘎噔 在里边插上 哎呀天哪 可吓死我了 好快 把尸体赶紧的 靠在帐篷边上 地上怎么办 又找了一块红毡 把他扑上 小地桌 挡在高太保身旁地干呢 他妈刚刚喘过气了 商量下一步怎么办 做这功夫 有人喊 四郎主到 金屋主来了 怎么来这么快啊 军兵来报 说殿下病了 那简直就挖了他的心一样 现在他拿陆文龙 那还了得了 当命根子 江堂打仗 指着他 而且心里也真爱这个儿子 怎么生病了 顾思把军中士都撂了 骑马来看陆文龙 呦 陆文龙听见了 金屋主来了 要解心头狠 心手杀仇人 我宰了他 妈 王总说不可 千万不能冒失 快躺下 装兵 你这么这么本 别漏了 好 保护剑团侠 扑通 躺在床上 张氏赶紧过来把背 给盖上 靴都没脱 张氏浑身哆嗦 到了门前 甭做说 别怕 你如果露出破绽 被乌珠看出来 陆公子的命没了 我知道 张氏别看是女人 见入市面了 是啊 陆登一家刺进 他瞧见了 现在喝出去了 把帐篷门的门栓 刚撤掉 金屋珠一步闯进来 嘴里还说 王儿 怎么了 你哪不舒服 狼主到了 老身有礼 夫人免礼 一抬头 苦人 你怎么在这 啊 见狼主 我听说殿下病了 来看看 病去如何 哎呀 挺重啊 哦 一白手 要王所闪在一旁 金屋珠三步两步 来到床边这 王儿 你怎么样 哪疼 你想吃什么 陆文龙心的话 我想吃你心 这话不能说 恨得咬牙切齿又着急 再担惊 王儿 你怎么不说话 金屋珠一伸手 撤 把背 给他咬起来 低头一看 这些陆文龙啊 满头大汗 汗珠子往下吃滚 牙关咬得紧紧的 身体绷得笨直 拳头紧钻 干嘛 他恨的 哎呀 病得不轻啊 王儿 王儿 你说话 你怎么了 陆文龙不眼睛睁开 看着他 吴珠一看 眼珠通红 哎呀 方才还好好的 怎么这么一会儿就病了呢 陆文龙眼珠的为啥红啊 方才哭的 王子一想 不能让吴珠在这多多 时间长了 容易露馅 哎呀 郎主 人有旦夕祸福 天有不测风云 吃雾砸粮 哪有不生病的 殿下年轻 火力壮 躺个三天两天的 就好了 您不用垫着 好 是是是 哎 儿啊 好好养病 一会儿 派我的御医 给你治疗 说完 吴珠走了 吴珠一走 陆文龙蹭定跳起来了 嗯 皇祖是殿下 从今天起 你就装病 不要到前边听令去 以防漏出破绽 找机会 我们再故意送迎 我着急 着急不行 别忘了 你杀了胡天宝王天青 你有罪 你得立大功啊 不然 你到送迎去 即使元帅收留你 重将也不服 哦 哎呀 什么叫大功 别着急 到时候 我告诉你 有事 我经常来 告辞 说完 王佐走了 再说 吴珠回到他的保障 马上命御医 给看病 开始陆文龙是装病 后来真病了 为什么 方才出了一身汗 再出去招凉 现在说感冒了 重感冒 发烧 都有四十度 这下子 因吴珠和御医 都着急 王佐明白啊 他是内里有火 外焦寒 吴珠一想 这可糟了 仰看天暖和了 就要开兵建杖 我这儿子病了 可怎么办 爆 二不先锋 曹将军到 哦 哎呀 带本王谢天谢地 来了援军了 快 有情 还几家都督 平章出外 迎接 这边一乱 王佐得了信了 谁来了 还有请 乌珠说句有请 这是了不得的人物 他赶紧打听 哎 谁来了 哎呀 你不知道啊 是北国第一猛将啊 比咱殿下还厉害 你知道谁吗 这是开路大平章 现在官白赵王 曹荣之子 救曹宁 他一来 我们准打胜仗 上文书说道 王佐得了信了 谁来了 还有请 乌珠说句有请 这是了不得的人物 他赶紧打听 哎 谁来了 哎呀 你不知道啊 是北国第一猛将啊 比咱殿下还厉害 你知道谁吗 这是开路大平章 现在官白赵王 曹荣之子 救曹宁 他一来 我们准打胜仗 哦 王佐一想 路文龙还没有归杨大宋 又来个曹宁 什么模样 他躲在一旁 往对面光看 就不听了 来这坜马 往左 不看便霸 你看 净零零 打个寒颤 哎呀 这个人 长得太壮 跳起码 身高 都有仗衣 都五大十围 什么叫围呢 一扎就为一围 一般的一扎是六棍 正常人呢 也就是五围 六围 说明二尺半三尺 十围六尺 这腰得三尺 面子过去 黑中透上 两道浓眉 一对黄眼 狮子鼻大嘴差 年龄不大 不足二十岁 头戴尾连帽 身穿跨马服 雷下佩戴 绿不关闻刀 一条辫子围在脖子上 这条辫子能有这么多 别人的枪啊 挂在得胜钩鸟床上 擦这条枪 不凉才重又长 书车拉来的 往左一看 这条枪 哎呀 又顽口粗细 比一般的枪 尺寸长 是真正是铁枪啊 高崇 那条枪是铁的 就够粗 分量够重的 这条枪 比高崇的枪 还粗还长 陆文龙 还没有归宋 又来个曹宁 哎呀 怎么办 王左急团团转 再说曹宁 来到了大战 上前见礼 参见 小郎主 曹将军 脸 哎呀 盼你呀 盼得我两眼欲穿 你可断来了 呃 家邦人都好啊 都好 嗯 你怎么才到 哎 路不好走 一进这个中原地界 方山有贼 御岭藏扣 嗯 这仗没收到 哎呦 我家郎主向你问候 还向我告诉你 铁夫妥 几天以后就运到 铁甲连环马 也训练好了 很快送来 哎 好好好 但不知战情如何 哎 别急了 哎 我的儿子打了几仗 是真的这么回事情 如今他病了 哦 至今未开仗 嗯 那好 小将愿出马临战 哎 刚刚到这 歇两句 不用不用不用 我憋得难受 这就出马 两队出兵 这头您可真人猛将 有霸奔之勇 马上点队出征 王左出不去 听劲吧 就听外边啊 战鼓咚咚号角长鸣 岳飞误会了 因为王左 断臂走的时候 说的明白 叫他不要出战 免战高旋 天下乌珠 也没在教阵 天天金乌珠的人马 一讨调阵 岳飞认为 可能王左有话 要跟我们说 因为传书递间 不方便 故此 命路文龙讨调阵 就这么 他派的徐云金标带 三千人到江城调阵 万没想到 遇见曹宁 两个照面 两人大将 被挑死马上 下了宋兵 大败而归 曹宁哈哈大叫 烧兵回营 去上打干净利 不到一顿饭的过 翻兵翻将 欢呼跳跃 曹将军 真厉害 连条两项 你真行啊 王左有机会 赶紧的去找陆文龙 陆文龙 在屋里看书 闲得难受 哎呀 公子 恩这公请坐 我问你 你认识曹宁吗 认识啊 那是我蒙力啊 哎呀 他的本事比我好多了 哎 别提了 这么这么回事情 哦 这可糟了 曹宁出战 甭和宋营人呢 就是我都打不过 哎呀 这可慢 我问你 方才我听军兵说 说他是曹中儿子 不错呀 嗯 太好了 我要说反曹宁 叫他倒阁大宋 什么什么 你把曹宁说反了 能吗 我问你 曹宁的地是干什么 你知道吗 知道 大金国的东臣 谁不知道 生在惠宁府 错了 他的父亲 是我们中原的奸臣 好 这么说 曹宁也是中原人 正是 哎呀 他不知道 所以 如果他知道是中原人 你想想 他能不能归宋 嗯 这人性格很直 挺好 我看能 那好 你把他请来 我给他说段书 不过 如果他是翻脸 动起手来 你放心 有我呢 绝伤不了你 那好 我听你的回信 不用听 他一定来看我 果不然的 转过天来 眼眸隐蔽 朝宁问无珠 我兄长呢 哦 有病了 在什么地方 我派人领你去见去 就这么 曹宁 溜溜哒哒哒 跟着小班 来看陆文龙 王左 就在旁边瞧着 干嘛呀 身旁 唯一帮小班 再说话 他一看 曹宁 过去了 又说段故事 告诉大家 今天就到这 殿下 交给说书 到时候 王左 尾随其后 跟了过去 曹宁和陆文龙 都是三岁 流落 帆帮 到了北国之后 两个是邻居 中间隔一道墙 从小 带块货泥 烧民不点事 一块打巧 后来呢 习学武功在一起 扎江 论霸 狠合的来 长大之后 因为陆文龙 比曹宁大几个月 顾死为兄 曹宁为弟 很快来到 陆文龙的帐篷外 派藩兵王黎送信 陆文龙站起来 曹宁赶紧低头进来 哎呀 兄长 你可想死我了 小弟 给你磕头了 哎 前帝 年礼 快请坐 曹宁往这一坐 看他哥哥 心想 狼祖说他病了 不像啊 又白又胖 脑门怎么样 哥 你病好了 啊 好了好了 你什么时候来的 我坐下来的 都打一仗了 哦 你这么兴急 见证你父亲没有 呃 见证了 在营门口 等我带了不少粮草 我爹在那盘粮 他说 三五天 就过来看我 哦 好好好 就在这 小班进来报 殿下 苦仁儿来了 哦 这 呃 您看 较劲是不较劲呢 呃 曹宁一看什么毛病 苦仁儿 哥 苦仁儿是谁啊 哦 你不知道 新投降的宋将 叫王朵 这个人在宋营当 行军三品代子 由于 他向着我们北国说话 被岳飞砍去胳膊 来到我营中 我父王封他为苦仁儿 他会说书 哎呀 说的可好了 昨天说的正热闹地方 他不说了 我着急 今天哪 又来给我说书来了 该贤弟你来了 这书 我还是听不听呢 陆文龙 现出为难的样子 曹宁想 我到这来 可不是未听书 我们弟兄好久没见面了 在一块 聊聊天 谈一谈 谈谈家帮 谈谈江场 可是哥哥又听书 我说不听 早菜的戏 来个顺水推舟 说书啊 好啊 我也爱听评书 那就叫着进来说呗 好 就问龙侠 只要你同意 就好办 有天苦仁儿 一会儿王 你来上前十里 参见殿下 免离 快见见 这是我的兄弟 曹将军 哦 曹将军好 呃 罢了 曹宁一看 这类人 三十多岁 头戴方巾 身穿长衫 妖记慈涛 清中衣 下边半巾不救的靴子 左胳膊 空了半截 缅薄如玉 五官清秀 三柳黑须 长得文质彬彬的 坐下吧 谢公子 往左脚 跟他说什么 说月鸟归南 滑流向北 他不懂 讲一段 忠于尖的故事 呃 殿下 曹公子 我想讲 鱼打 陆安州的故事 陆文龙听过 只可随身补合 好 曹宁说 不好不好 我早就知道 四郎主兵进中原 鱼打陆安州 得起关城 有什么可听的 不对 你知道陆安州的主将是谁吗 嗯 不知道 怎么死的 没听说 他 原来金无助 就防备陆文龙 倒戈归宿 事先呢 告诉 奸贼曹荣 我这个儿子 是陆登之子 你知道底气 你不许告诉你儿曹宁 因为两个孩子太好了 如果一过话 我儿子要逃跑了 我不但宰你 连你儿子都杀了 故事曹荣 在儿子曹宁的面前 没有漏过一个字 曹宁问 哎 陆安州怎么打的 曹荣不说 今天呢 王佐故意掉他胃口 那好 听我慢慢的 打我来 话说 陆安州主将叫陆登陆子弟 孤军作战 守陆安州一个月 最后天江大雨 下了三天三夜 金军攻进城内 陆登陆子弟 与城池共存王 横见自闻 死尸不倒 曹宁说 好呀 这样的忠良 我佩服 后来呢 后来陆登的母亲 自尽身亡 妻子谢氏 一头碰子 仆人碰子在街前 他一家全死了 哎 太可惜了 不过这样人呢 我都赞成 要不说呢 宋朝啊 有的是胆小怕 狠鬼 一看我们杀过来 扭头就跑 这样人呢 我不配 哎 我这苦人儿 都说忠良不断 后 怎么 老陆家一个人 也没胜 哦 我还忘说了 陆登有一子 叫陆文龙 年方三岁 完喽 非此不可 你怎么这才要死呢 看 太岁孩子 兵荒马落的 还能活吗 错了 被义普如母 救走 如今十三年长大成人 一十六岁 哦 好 那他应该给他父母报仇啊 呃 没有 为什么 哎呀 说说的也不知道 嗯 我懂了 他一定是个窝囊飞 没能呢 要然 怎么着 哦 此人 双臂有千金之力 一队双枪 永贯三冠 你想不对呀 你说这岁数 十三年跟我同岁 哎 大哥 也跟你同岁 我爹常跟我说 愿君有什么大将 没听说有个姓陆的呀 他不在宋盈 在哪 姓赛 金邦 哦 敬赛 金邦 嗯 突然而 你说是谁 大哥 是双强陆文龙 真你 陆文龙 微微一笑 贤弟 说的正是 于兄 啊 可恼啊 可恼啊 你说王佐多厉害 单言良语 把曹宁喊出来可恼可恼 王佐说 嗯 什么可恼 什么可恼 啊 我明白了 大哥 你装病 就是想回宋盈 对不对 不错 对 你我情铜骨肉 我不瞒 哎 我们弟兄 一个头磕地上 说的好 不能通生 再能吐死 你是南朝人 必然归宗 我是本国家 要在金阳 将来你我都将场之上 成了对立仇敌 弟兄反目为仇 不是可恼 可恼吗 哦 王佐说 那么你说 陆公子归宋 对不对呢 对 要是你父亲是宋将 你归不归宋 我爹要是宋朝将 我也归宋 说话算数 曹宁是顺口搭烟说的 因为他心里明白 我爹是北国人 是惠宁左的 所以才说出来 如果这他爹 这是宋朝人 他不会讲的 王佐可就盯住了 将军 你要真是宋朝人 又能归宋 好 我再说给你听 你父亲曹荣 可是中原人啊 不不不不不不不 你 你胡说 我爹是北国人 你看 不是北国人吗 别看你爹 一口流流的北国话 说的非常好 你长得也像北国人 可是你就是中原人 你是混元州人 好 那么说我父亲 也是忠良 非也 想当初 你父亲在宋朝威官 官拜混元州斗兵 金乌珠投资打进中原 燕门关被打开之后 你父亲不战投降 金乌珠封他为开路 金乌珠 他在前面开道 金乌珠 与大陆安州 取两郎关 到河间府打开 建梁城 抓住两个皇上 坐井观天 其罪都在你父身上 你父是卖国奸贼 国人共知 你说你 你是个神马东西 呃 我爹是卖国贼 我也不是个好东西 忽然 你胡说 我哥哥的爹 是周梁 我爹是奸臣 你 我宰了你 陆文龙说贤弟 窃息雷霆之怒 莫发护郎之位 苦人儿说的是真话呀 啊呀 王总说 曹将军 刚才那个说了 你要是宋朝人 你就归宋 那么 树高千丈 夜落归根 你总应该认国认祖宗吧 你总应该替父赎罪吧 曹林讲 我知道这个我不说呀 我归大宋 我爹娘在北国 不得被杀了 哎 如果此事当真魔 我归到宋营 怕 岳飞不收 不要紧 在下给你写封书信 你带着我的书信 岳元帅也会收的 好 既然如此 曹毛 多谢了 好 王总没想这么顺利 赶紧铺上纸 严好墨 提起在手 刷刷刷刷 写封信 等这封信干了之后 我叠好了 递给曹宁 曹宁接到手里 苦人儿 信 我先收信 不过 我只听你一念之词 不算 我得打听打听 如果真像你说的 我爹是 不属于人类的卖国贼 锅头打诉 如果不是 哼 要你信命 陆文龙说 先帝 你至关打听去 不过 念在于兄 和你的交情 这封信 以及这件事 千万不要走漏风声 可关系着我们母子 以及王先生的性命 性命攸关 我懂 随后把这封信 揣在贴身的尾里 那个丢失 大步 离开了 帐篷 来到外边 长长的出了口气 我哥哥的爹 是忠良 我爹是奸臣 我不信 找谁问我呢 我问 你知道我爹是哪个人吗 大家非笑我不肯 盯大个子 不知道你爹哪人呢 你不知道祖宗在哪啊 怎么办呢 我爹又没在 有了 天晚之后 准备四碟小菜 两壶酒 把身旁年纪大的两个班兵 叫进来 坐盾 我喝酒 不不不 商业是哪个不敢 我们是奴子 客气 离开家乡 咱们都自己人 再说你跟我爹这么多年了 坐坐坐 好 两个当兵的受宠若惊 屁股 搭着凳子边 广着一坐 好 喝酒喝酒 喝得有三成醉的时候 好年故意打嗨声 我刚才看我哥哥去了 人家连打胜仗 多露脸 少爷 您对他那打胜仗 他不如你 他那能耐 哪如您呢 你比的强多了 你上阵 比他还在光彩体面 你不赢两阵了吗 那也不行啊 人家爹 是郎祖千千岁 我爹算干什么的 不就是个平章吗 您爹是赵王啊 嗨 那就那么回事儿了 不是给人攀凉台吗 嗨 别看殿下 父亲是郎主 郎主跟他 如今 大平章对您多近呢 怎么 郎主对少殿下还不近 为什么 小凡把话咽去了 急想 差点说喽 四郎主就怕人家说 殿下不是亲儿子 只要说这话 就看脑袋 他这个 没什么 曹宁你问了 陆文龙真是陆当之子 不是乌术的儿子 我用不着问 我管这事干嘛 祖婆都哭不过来 哭乱飞港子 哎 我爹对我再好有什么用 他 不是金国人 他是外来的 哟 这当兵想 哎 他怎么知道 他爹不是美国人呢 这话不让我们说呀 哦 他爹告诉他 既然 你爹不瞒着你 那我们也没什么瞒的 这人也是为了溜须拍马 哎 公子 您别看 您的父亲是南朝人 想当初在汇圆州 那也是大官 投到郎主名下 递了不少钩 开路大平章 打开东京便凉 宋朝两个皇上被抓住 郎主可赶紧他了 拿他当为知己 嗯 好好好 谢谢你们 吃完了喝完了 把两人打发走 曹宁 心绪不安 我爹真是卖国子里 万人瘪气 怎么办 我应该替我爹赎罪 对 故意送去 和我哥哥陆文龙在一起 现在走不行 因为我刚刚到在陆文龙呢 我要是一走就给他惹祸 等几天 谁说曹宁粗鲁 粗中有戏 他每天都在金木珠脸前的话 命军族讨调阵 月子军高挂 免战牌 闭门不战 岳飞明白 曹宁太厉害 谁出去 也是送死 不如等候王佐消息 最近啊 月子军的援兵到了 元帅刘齐 韩世忠 偶堂官的金杰 谢坤等人 各路人马 急剧在诸仙镇外 大兵五十万 就等王佐消息 然后决以此战 上文书说到 最近啊 月子军的援兵到了 元帅刘齐 韩世忠 偶堂官的金杰 谢坤等人 各路人马 急剧在诸仙镇外 大兵五十万 就等王佐消息 然后决以此战 这曹宁也不急于出征 每天就在金屋珠眼前 晃来晃去 到了第八天 我该走了 天鹏一亮 披挂整齐 用把走饭 命手机人 背马 抬枪 惩人想 连毛去干嘛抬枪 叫抬抬了吗 两人呼着呼着 台湾车给他挂好了 曹宁不慌不忙 任奔上马 摸了摸贴身 放到王佐这封信 然后这匹马 四六部揽翻蹄 往哪走 没有奔金屋珠的金顶黄罗杖 而是奔前营门 后边四个小班跟着呢 黑回头 回去 公子 你上哪去啊 滚得着吗 滚 好 那会人都知道 曹宁脾气爆了 我们再不回去 一枪命没了 回去吧 四人全走了 难看着曹宁过了三刀营 二刀营直奔 投营门 有营门官 看着 哎 守营呢 呦 曹将军有事啊 把营门开开 曹少爷您出去打仗去 不是 你有将领吗 什么将领 四郎主将领 没将领不能开门 谁说的 一台嘴 得胜公鸟船摘下 混铁大江掌中 扑朗一抖 开开 这就开 守门的明白 不开不吃 我命没了 谁惹得起他 开吧 支牙牙牙过 营门开放 哗嗒一声 豪钩吊桥衬平 曹宁不慌不忙 这匹马四六部揽翻蹄 连过三道豪钩 带住思江 回头一看 营门关上 守寨门的军族将官 看着自己呢 西里和解 大英雄 来的光明 去的磊落 我来的 不光明 三岁 什么也不懂 走的时候 要说听 翻兵 听着 光我们这翻兵啊 你什么玩儿啊 曹将军 往里边告诉金无柱 就说 大宋朝混元昭之人 曹宁 回宋 回宋 一学斩 两军阵 两军阵 就是宋朝合计 什么叫合计呢 就是宋朝地界 就可以到宋营 军兵一听 哎呀 我的妈呀 这是妈的妈 我的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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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我的太老了 这不是反了吗 快送信 有人赶紧到大城送信 金无珠已经点过三毛 曹宁无某 瞧不瞧曹荣 上来交令 梁曹已经盘过 就是点过数字交令来了 刚往旁边一站 再找他儿子 小藩单独点地 爆 骑兵郎主 曹宁反了 已经离开营盘 啊 你说什么 曹将军反了 他说混元州之人 曹宁 回宋营 嗯 金无珠一桌下巴 看曹荣 曹荣也哆嗦了 哎呀 这件事瞒了十三年 这个畜生怎么知道的 郎主看我 你的脸皱子 我脑子没了 哦 当主 曹荣 你儿子烦了 这怎么回事 哎呀 小人是不是不知 在我 到营外去 把这奴才找回来 在郎主面前情罪 杀寡存留 任凭乏落 好 干嘛 新无珠想 爹去换儿子 能叫不来 叫不去之后 既然这个奴才 有了反心 我先把他 稳住 找个机会杀了 不能叫曹宁 到宋营 掉头打我 那我太冤了 无珠想的这 狠狠的瞪哈密士眼 怎么 当初曹中投降 无珠就不要 说像这样 胆小怕死鬼的奸臣 我不用 哈密士说不对呀 宋朝的奸臣 道磨咱这是忠臣 对咱有利 你至关收下 我才收下的 我把他们父子养 到今天 他们是白眼狼 如果曹宁到宋营 可哪有我的好处 咱们回头再说曹宁 来到外边 认灯上马 带着大刀 离开莱营 抬头一看 正好瞧着曹宁 大喊一声 畜生 你给我回来 曹宁听见父亲喊 可学马又回来了 这阵 离宋朝的河界 相隔不到三十步 如果他提马就跑 可就过去了 曹宁没有 又回来 父子马打对头 曹宁说 小畜生 你要上哪去 我要到宋营去 到宋营越南门飞 杀死你不可 你回来 别 你别糊弄我了 我是南朝人 你是混元州总兵 我要回国 认祖归宗 谁告诉你的 说 曹宁想 广所说的 陆文龙说的 不行 一说这两人命没了 我是 哦 我在这一路上 听老百姓都这么说 中原最大的奸臣 就是你 曹宁 我儿子指着我鼻子尖了 出声 你把手指都给我拿回去 我不能到万人脆弃 将指鸡娘裤 乱臣贼子 人人诛之 因为你是我爹 所以 我才不忍心下手 你回去 回阳盘等着 我到越南军之后 讨之将领 领兵杀敌 打到五国城 救出两个皇上 我在元帅面前求情 就在笔下超声 拿我的功劳 替你赎罪 饶你不死 到那时再把你和母亲 接到宋国 你走吧 啊 哎呀 曹荣祥 我儿子白养活了 这是儿大夫有爷 女大夫有娘啊 畜生你 孤独啊 为父已经反出宋国 再回去 活不了了 奴才 你赶紧给我回去 我回去 金无珠也得杀我 也活不了 你快走 奴才 你听话不听话 哎 别忘了顺者为孝 爹 你都不忠 我哪来的孝 君不正 臣头外国 父不正 子奔他乡 好 我把你跟内子 我杀了你 抬嘴摘下大刀 手中一举 你 你气死我了 梁九点 瞪马往前撞 手中的刀 我刷 劈了下来 他是吓唬吓唬的儿子 哪知道曹荣的能耐 太测了 他儿子曹宁呢 都太高了 强的不是点半点 曹宁呢 要是圆滑点 扭头就跑 就完事了 没有 他还跟他爹在那讲 刀劈下来了 他很自然的拿起枪啊 一搏 这习惯动作 打仗吗 你批我 一搏 就这么一下子 嗨 爹 你别这样 汤 噗 就这么一下子 前面使劲 从前心扎下去 后心 除了这么长 噗的一下子 啊 曹荣的刀 汤 拉拉了我弟 奴才 你 你敢杀父 你 你这内子 啊 啊 我伯伯爹杀死了 爹 爹 我不是故意的 爹 抽出大枪 曹荣 死是张落马下 曹宁杀了 哎呀 我怎么把爹杀了 这是我的亲生父亲呢 许谁杀 不许我杀呀 大宋的法律写得清楚啊 这就逆子 十个不赦之罪 其中一条 我犯死罪 我九文岳元帅 是孝子 对母之孝 对国家 是忠臣 他尊敬的是忠臣孝子 像我这 叛臣 内子 怎能容得 我不能 惦顶元帅的威名 宋盈 为我容身之道 可是金盈 我更不能去了 天哪 老天绝我 想这 他甩凳下马 扔去江绳 爹 我对不起你 我是误伤 我这说 我到宋盈利的战功 替你赎罪 想不到 你死在我的手里 树孩儿 会笑了 想那乌珠 念你宋日的功劳 会为你收尸的 我走了 我就是死 也得死在宋朝的国土上 想这 摘盔谢家 啪 往内扔 这是金锅东西 我不要 然后任凳上马 带着兵器过河界 来到宋盈门外 宋朝君族刚想喊 站住 曹宁自己带入斯江 下座计 扔了兵器 冲着宋盈高声喊吓 哎呀 约元帅 我曹宁 只说头尚归宋 跟随元帅 扫 走奔 北国 迎请二圣环朝 以表忠心 想不到 误伤了我的父亲 成了大逆 不道之人 天地之大 我有我容身之地 手一死 以表忠心 擦了 抽出腰刀 横刀 刺激 哭通 此时倒在地上 守阳的宋兵 一看来了人 嘟嘟半天 也不知道说什么 嗯 自杀了 赶紧往里挥棒 约元帅 不知道怎么事 派张宝出来一瞧 哟 这不曹宁吗 把死尸漏了一番 翻出往左 书信 交给元帅 元帅打开 一看 哎呀 曹宁投降了 是这么回事 叫君主打探 何界那边 有句死尸 是曹荣全明白了 哎 可惜啊 这么远虎将 因为粗鲁莽撞 落此下场 太可怜了 怎么了 替他收尸 到关国藏埋起来 那边 金兵已讲曹荣的尸体 弄到阳盘 金屋珠一听说 曹宁杀父 哦 父子不是同路人 没办法 收尸 埋起来吧 等后来 曹荣的夫人听说 夫死子王 取完粮自尽 老曹帝家子就这么 全完了 回头再说金屋珠 一看曹宁父子一死 心里暗暗着急 什么人 能攻打粤的君呢 没过几天 有人来报 二路元帅 白道 谁呀 叫 湾木驼赤 还有他兄弟 湾木驼泽 带着铁夫驼 来到金营 乌珠大喜 什么叫铁夫驼 就是轰天大炮 外号又叫 神仙一溜烟 在那个年代 这样的母亲 就是最先进的 那是经过北国 老老婆活佛研究了多少年 才研究这么几门 铁夫驼 铁夫驼 嘎唐一运来 就摆在小山河畔 湾木驼赤 见过乌珠之后 说郎主啊 铁甲雷魂马 马上送到 还有镇图啊 普方把镇图都画好了 马上派人秘密送到营中 如果铁夫驼 打不败岳飞 可摆大阵 乌珠这回又来了精神 那么铁夫驼 什么时候用呢 单等半夜三更 岳飞等重将 全都安歇之后 我们来个出其弊 攻其不费 挤一炮 把他们全炸过 不就是几十万人马吗 咚咚几下的全完了 这个消息 传到王左耳朵里 王左心机如焚啊 哎 这事情办得不顺 曹宁本来可以归到宋营 结果他死了 现在都运来铁夫驼 陆文龙不能归宋 这铁夫驼什么时候放呢 弄不清 我想办法 得给元帅送个信 他跟陆文龙一商量 陆文龙说这么大 你到这这么长时间了 该通消息了 您哪 写封信 今天晚上半夜三更 我以巡营为名 用无头剑 养这封书信 射到宋营境内 岳元帅见到信之后 西里有个准备 一是我要归宋去了 二是小心铁夫驼 另外叫他派人随时接应我们 好 王左写完信 把他叠得很小很小 用油纸包好 陆文龙接在手里 将箭头取过 这封信藏在里边 上边包得了 油绸子也包好 插在箭服内 陆文龙起来了 到前边见乌珠 我病好了 乌珠挺乐 嘿 铁夫驼也来了 我这儿子身体也好了 好啊 注意身体 天色将晚 箭端接说 陆文龙把这封信射到宋营境内 巡逻的小族将无头剑捡来 赶紧都给张宝 张宝递给元帅 元帅打开头 冲出信来一瞧 全明白 哦 陆文龙就是乌珠龙 陆登是死 要投降 有铁夫驼 怎么办 想办法派人打进 金营内 叫谁呀 王左的老家人王德 早就离开营盘了 就在朱仙镇内装着卖柴火的车夫 每天呢 都往金营送柴火 梁台都是各处催的 可是蔬菜 油盐 这都得从周围地方买呀 不能都从北国运呢 每天都有十几个车夫啊 往营中运柴草 其中就有王德 王德到这儿 王左呢 在那块给寄账 寄什么账 寄除入粮食账目 两人碰了头 王左告诉王德 这几天你亲来着点 有消息 我通知你 王德说 元帅最害怕铁夫驼 什么时候打炮 你可要寄准了日期 一切安排就绪 简短接说 到第五天上 金屋珠决定 今天晚上半夜三更 放铁夫驼 铁夫驼 早已悄悄的运到小山河畔 用油筹子蒙好了 弯木驼斥 弯木驼则 负责看这几门铁夫驼 金屋珠传令 今天晚上铁夫驼响过 约记军数十万人 不死即伤 然后领人马随后冲过去 以苦作戏消灭宋军 回头再说王左 王左想 今天晚上难免一场大战 趁乱 应该叫陆文龙保着母亲 拗宋营去 他把消息告诉王德 叫王德通知元帅 派五百人 在敌人的东营外打接应 一切安排好了 再说丁中大帅 得到王德传的消息 是又惊又喜 喜的是 陆文龙归宋 又得了远虎将 惊的是 敌人要用铁夫驼 炮轰送营 急忙召集中将 找来了韩世忠 刘骑等各路人马的头领 众位将军 王左传来消息 今天晚上三更天 金屋柱用铁夫驼 炮打我们营寒 我们在二更之前 要把人马全部撤出 到凤凰山 或到卧虎山 隐蔽之处 能带走的粮草军需 吉仰尽量带走 上篷不要动 后市有本帅安排 大家一听 都挺害怕呀 铁夫驼 厉害呀 哎呦 快撤 还得秘密的撤 都走不行 如果迎盘空了 寂静无声 金屋柱不是傻子 那就不能放铁夫驼了 怎么办 命张宝王横传令 叫岳云等人 弄来了几百只羊 几百头弱马 不能骑的 来个悬崖雷鼓 恶马妖灵 又在第一道营牌上 扎了不少的稻草人 穿上军装后坎 手拿兵器 一切准备起锁 然后派了三支队伍 第一支队伍 就派武上制 领召张立张庸等人 带五百兵军族 埋伏在离敌营 最近的地方 单等炮声响过 趁着烟消弥漫 跑到铁夫驼呢 将铁夫驼 推进小张河 第二支队 太鱼化龙 带五千人马 领着金枪将张县 铁面天王董仙 锦袍将月真等人 埋伏在敌人的左侧 炮响之后 敌人如果攻了上来 一国作戏 杀过去 右派岳云 何元庆 傅天亮 严成芳 严成芳 是洞庭湖收来的 使锤小将 也带五千人 埋伏在敌人的右侧 炮声响过 冲过去 中箭队伍 由岳飞 青统大队 带两万人呢 金不珠 不出战变法 出战 要多看的赢盘 一切安排就绪 谁揭露文龙啊 有人派着王贵张显 赵义 周青 激青 五元将 戴军族 埋伏在敌人的东营外 防止金无珠 追杀 陆文龙 军营的人呢 陆陆续续的撤到凤凰山 和卧虎山 营中只留两千人 派两名大将 但这两千人 在营门外 转来转去 防止敌人发现 营盘空了 再说元帅岳飞 韩世忠 以及偶堂关的总兵金杰 谢坤等人 在卧虎山的半山坡着 登高眺望 二更已过 营中剩着两千人 也撤走了 至少悬崖雷鼓 恶马摇灵啊 这里有几百只羊 后腿被吊起来了 前腿放在这鼓面上 眼前给放着草 这羊要够着草 够不着这 前蹄叮当叮当叮当 一个劲跑 几百只羊跑鼓 跟打鼓差不多 把战马也给吊住 前边放着草 够不着 他一个劲晃了 哗愣哗愣 这叫学阳雷鼓 恶马摇灵啊 真就瞒过金箍珠 三更一道 无处吩咐 放铁斧驼 这听山崩地裂 几声巨响 哗哗哗哗哗 把宋朝盈鹏给放个个 比地震震得还厉害 整个烟消 弥漫 火光冲天 岳飞等人就在卧虎山这 都觉得地皮都颤有 还是中琉琦 岳飞等人 长长的出了口气 真得感谢王佐呀 王佐一条绑地 换来几十万人的细命 要不是王左断臂得到这个消息 这几十万人死于一旦 烟族还没有散呢 送兵登登跑过去 金无珠迎盘呢 欢呼雀跃高兴 郎主大功高成 各位白酒庆贺 贺 翻兵翻剑连喊带跳 有的摔跤呢 无珠说 别光光信 来呀 乘胜出击 没死呢 再给倒 杀队倒倒倒 后后连天呢 再看金军呢 杀出营门 这边早有准备呀 武尚制法 这个铁夫驼推到了河里 也来参战 鱼化龙 小将月云 一起杀了过去 兵对兵 将对将 打在一起 从打三更天 直打到天光破晓 甭说别人呢 就岳飞的十大锤都惹不起 怎么十大锤了 前往我说了 岳云敌雷 何元庆 傅天亮 另外加上洞庭湖收的 严成方 这五元小将 像五只小老虎一样 抵挡不住啊 哎呀 不好 怎么 岳机军有准备 我铁夫驼白放了 快 再放铁夫驼 爆 铁夫驼被宋军推到小山河 准备水泡了 快找我的王儿乌合龙到这儿驻站 回狼主 三殿下保他母亲走了 给你留封信 拿来我看 金乌珠把书信打开一看 哎呀 一声 昏倒 暂地 金乌珠在江场交战实力 想起他这三儿子 要叫乌合龙前来驻站 他做梦都没想到 那陆文龙趁乱之际 保证母亲和王左 离开了连营 临走的时候 留了封信 这封信 命人交给乌珠 乌珠看货 大叫一声 昏倒在地 旁边惊怒哈密赤啊 哎呀 当中怎么了 快看看 呼啦 人们围上 哎呀 写的什么玩意 哈密赤拿起来一看 把他气得直翻白眼根 气是这么写的 四郎主 我在金营十三年任贼作物 今日要任祖归宗到宋元群 你女对我有养育之恩 饶你不辞 下次见面 竟追你的性命 替我父母报仇 落款是陆安州双枪架 陆文龙 别说狼主 我看你生气 该 想当初我就说 陆登陆子敬的儿子 你不该留 留个狼崽子 我说摔死吧 你不同意 好啊 养个刽子手 将来都是你死罪的 行了 这仗别打了 收兵 锅声一响 金兵金将 各自往回跑 约军一阵追杀 这一下金屋珠损失三万多人 那还不说呢 金屋珠被抬回去 一听说陆文龙任主 封宗 心疼啊 病得卧床不起 七八天都不吃不喝 大家劝 屋珠就想不通 不错 我是把陆登陆子敬夫妻杀了 可是我对陆文龙 这么好 怎么还挪不过你心呢 屋珠也糊涂 你认死扣了 岳队军打了圣仗 都高兴 敲锣打鼓 回到营盘 被烧毁的 重新又支起了营仗 随后 元帅声作宝仗 众人纷纷上前交令请功 打开功劳簿 岳飞接力在手 刷刷刷 都给寄功 报 王左回来了 哎呀 我那贤弟回来了 有请 不再是岳飞 连刘琦 还是忠都感激呀 再看王左 从外边走进来 大家行住墓里呀 王左来到谢晋 躬身失礼 哎呀 末将 交令 贤弟 免礼 你是我们全营人的大恩公啊 别说了 左将官者还不应该多出点力吗 陆文龙呢 哦 他们母子在营门外等候 等您的将令 好 有请 是中军官苏坚 拿着将令 来到大仗外高喊 有请陆将军进仗 有请陆将军 一个传一个 一直传到营门外 陆文龙心情激动啊 娘 完帅帅叫我们进去呢 好啊 老爷和夫人在天之灵 也高兴啊 娘 走 进了大营 蒋章事 让到一旁帐内休息 陆文龙来到中军大帐 往里边一走 也觉得不好意思 因为前者 枪条 王天庆 胡天宝 又伤了 陆天亮 何元庆 这俩人呢 病都是早好了 可是总觉得对不起人家 低着头 来到里边 悄悄的往上边看又看 只见岳飞 端坐宝账 十分威严 急忙撩一跪倒 罪人陆文龙 从将来时 忘记 受罪 哎呀 将军免礼 过去的事情 就不要再提了 破铁胡佗 你立了大功 兼功 折罪 阳中重将 都欢迎你 但愿你 学活时 报家仇 多力 散功 遵命 就这么 把张氏 送到老家 供养起来 在花名册上 贴上陆文龙的名字 立功之时 加官 尽绝 打了胜仗 岳飞传令 靠赏三军 君族 瓶酒 帮肉 战将 大排艳艳 三天 三天后 岳飞派人 讨战 金军 挂出免战牌 不战 金屋珠 有病 又过了半个月 还没有 派将 岳飞着急 心想 金屋珠 挂起免战牌 这事该怎么办 就在这 这 外边 君族来报 提兵元帅 金国派来使者 下书 哦 把他放进来 是 时间不大 从外边 走进一个人 岳飞一看 呀 真是好眼熟啊 年纪 得有五十左右岁 个子不高 挺瘦 黄白镜子 头戴伟连帽 身穿跨马步 仔细一看 嚯 照个金鼻子探 不是别人 正是北国的军士 哈密赤 两旁战将 好多人都认识啊 一看哈密赤进来 恨得一个个咬牙蟹齿 这个家伙 太坏了 金屋珠 左三番 进犯 忠家 竟是他 出的都不容易 一个个手不 累下 人体 恨不能 把他剁了 再看哈密赤 毫不在意 用眼睛 往两旁 看了看 干嘛 才来刺探 军情了 哈密赤是中国头 他明白 将岳飞这样 仁义之诗 绝不会杀来石 两个兜兵不杀来石 我 你们也不敢把我 如河 如之河 哈密赤 紧走几步 行中原礼 哎呀 岳元帅在上 哈密赤 有礼 免礼 哈密赤 你到此 你到此有何贵干 奉郎主之命 刻来下书 将书信 撑上来 是 掏出书信 举个头顶 有人接不来 放在了书案上 岳飞打开书信 一看 是金无珠 写给自己的 上写 乌珠 拜上 岳元帅 之因 两国年年交战 岁岁交兵 耗费国地堂民 为了免去刀兵之苦 少伤生灵 本王 在青云岭 摆下大阵 以阵 赌输赢 元帅 若打开大阵 我立即退兵 退出长城以北 如打不开大阵 你国为臣 我国为君 年年进贡 纳表成臣 隔让国土 下落 蜿蜒乌珠 岳飞心想 铁伏陀失败了 他又摆上阵了 哈密士 大阵摆好没有 摆好了 我什么时候可以关阵呢 什么时候去都可以 那好 但愿 你们朗祖说话算数 本帅打开大阵 你们立即扯兵 然而有信吗 好 他把信翻个个儿 修书不及 三日后 滚阵 又往信方里一查 递给下边人 递给了哈密士 哈密士把信接过来 那 袁帅 我回去了 不送 哈密士往外野走 牛稿生气 把这小宅了 对 剁了 我去无理 放着头 哈密士信的话 哈密士 你真敢动我 你就丢了名了 哈密士为什么亲自来呀 满开用小班送信可以呀 他为的是刺探军情 到底看看 院军现在的阵容不防 你别忘了 从营门盗帅仗要过好几道大营 他们是多精啊 又精又灵啊 他们是回去之后 赶紧操演阵盗 转眼三天到了 岳飞继续仲将 仲将官 今天随本帅去观阵 或纷纷要去用不着 刘骑呀 还是还是忠啊 他们守在大营 用你们时候再调 在这张宝王鹏月云等人 三千人马直奔 清云岭 眨眼之间来这清云岭外 一看这大阵 摆在了 半山坡上 惊奇招展 好带飘扬 也看不清楚 有什么色书的 指尖冲南边 有阵门啊 嗯 怎么探呢 这架呢 就在那边 就心里边 刀跑 征一枪 叮扭 冲出移技 такого 这几马 离着岳飞等人不太远 裸住思江 来的可是岳元帅吗 不错 正是岳鹏举 你是何人 岳飞一看 这个人没见过 他跟金虎珠打那么多年仗 没见这个人 这个人岁数在三十一二岁 个子不高 八十台外 长得又粗又壮 一脸的疙瘩 肉杠子梅 一对鸡鱼眼睛 大嘴叉 连逼落栽胡须 头上有亏 尸如假 尖搭花不求 脑后知之灵 得胜狗鸟船挂着 奉斥刘金堂 将军你 光安 北国二路元帅 叫万路 活斥 我奉军事之命 给您带路请您 关阵 这 岳飞想不行 就这么进去 进去容易 出来可就难了 为何不见你家军事和四郎主 哦 他们 在镇里呢 等您呢 不行 我叫那乌珠回话 好 你等着 又进阵了 叨叨叨叨叨 几声炮响 再从南镇那 众星捧月之一般 出来有 一二百人 当中是弯箭乌珠 乌珠这阵 精神缓过来了 他又想通了 想陆文龙 你想人 人不想你呀 慢慢惊人 劝解 他又想通了 哈密赤就说 哎 狼主啊 何必呢 隔皮不是肉啊 你别忘了 他到底不是你儿子 他爹娘死在你手 他不知道那么低了 知道 隔神也不行 放你身上呢 金无珠一想也对 还得争达着 这次 弯焰胆 登基以来 命我出兵 如果打了败仗 我的脑袋都保不住我 不像当初老狼 鼓弯焰五几妹 那是我黄叔 现在铁夫妥失败了 怎么办 就在这阵 有人给送来镇服 谁来的 这人叫铁蛮龙啊 一身的硬弓 浑身精中照 铁不扇 刀枪不入 唯独有一点 怕扎 那 梗档尖头 这地方练不了 铁蛮龙 带着老喇叭 活佛古风的镇图 给送到我的军营 书中按照这座镇 叫金龙小伟镇 岳飞不知道 这种金龙小伟镇 是按照 十大镇图 变化而成的 什么一次 长蛇镇 二龙出水镇 三台镇 四门兜子镇 五柱五方镇 六丁六甲镇 七星镇 八卦镇 九弓镇 十面埋伏镇 这些镇呢 一般的 有军事常识的人 都知道 他在这里变化出来 金龙小伟镇 按照天人三才 八卦 九弓 五行 所造 镇炮镇 镇中有镇 并且其中 有铁甲连环马 铁甲连环马 不是一天两天训练出来的 这事先训练多少日子了 这才运到中武先镇 并且告诉铁蛮龙 你叫哈密赤炼镇 一定要处处留神 严家防备 一阵赌输赢 这阵如果败 我们就算伤缘欺 铁蛮龙到这之后 跟哈密赤乌珠一说 这两个人呢 就像要死人 得扎了两针强心剂 又来惊针头了 是啊 这在手插墨眼里 挨打挨不挨打呀 上岛的事 你能说回去吗 不行 练阵 就这么全力以赴 日夜操练 大阵演成 乌珠本来啊 想骗岳飞进阵 把他困在阵内 哪是岳飞 不上大 不见着金乌珠 不进阵 金乌珠没办法出来 啊 袁元帅 哎呀 你好你好 这是羊儿有信 果然来了 乌珠 既然你叫我关阵 我不再放心 关阵不打阵 可不能困人 哎 那当然了 讲信用 关阵不打阵 你看明白了 云七缓线 什么时候打阵 你告诉我一声就可以了 嗯 好 既然如此 请郎主闪在一旁 本帅 关阵 嗯 不如心的话 你进去 你回不来 哪只旁边 过来两人将 越分一看 是陶进贾军 这两人 是岳飞的迎门官 现在生了 我当迎门官了 在仗中听令 两人想 我们一直守迎门 不得出战 可算有这么机会 元帅 我们两个替您探任 这 呃 元帅没直说 心想我不放心 旁边又过来两个 一个是铁面天王董仙 另个是王晋 元帅 我们俩也去 我们四人一块到这里看一看 我们学过阵法 万变不离其宗 我们是探陈 不是大陈 不会出师 好 给你们五百名军族 到里边转一圈 不管看明白 看不明白 速去 速归 是 四个人一学战马 哎 班将 你投钱带路 嗯 金国二鲁元帅 弯木驼翅 推一马进阵 四猿将领 五百人 噓 进去 岳飞领人 又退出 百步开外 紧听里边动情 时间不大 就听里边 像翻江倒海一样 过了很长时间 岳飞这心呢 就会有一块儿 哎呀 里边这么乱 怎么样 可是看也看不清 听也听不明白 过了一会儿 大阵 静了下来 是见顽目驼翅催马 来到阵外 嗯 元帅 请您进阵吧 我那四元将呢 被困在阵内 什么 我们讲得清楚 关阵 不打阵 你为何把我人扣住 困一个是一个 阿亚乌珠 他刚喊金乌珠 金乌珠一学干嘛 进阵了 在阵里头哈哈大叫 告诉你吧 你的四元将和五百人 都死在阵内 就问你 可敢进阵 哼 有何不可 岳飞 急于要给四将报仇 台队得上狗鸟船 摘下立权神谋 掌中一斗 突一马要进阵 在旁边早就惊动一人 谁呀 陆文龙 妈 元帅 不可意气又是啊 据我所知 这座阵 这座阵是北关老老老妈活活 花费十几年苦功 才把它化成 这个阵 奥谬无从 没有关阵 怎么能打阵 不能白白送死 应该回去 另想 两策 这 好 无从 一个月后 本帅来 打阵 一百手 带队回营 来到连阳阁下的座际 坐在中军大战户 比高焦椅上 眼泪 刷着下 新城的四将 四将五百名军徒 就这么搭在阵内啊 这是一将五毛 类似千军 中将 什么时候有良策 能观看此任 旁边惊动 双枪向陆文龙 陆文龙说 哎 元帅 我在北国十多年 我知道普风 练阵 阵叫什么名字 哎呀 那阵也没注意 不过我知道 其中阵中套阵 有个铁甲联魂马 咱们能不能碰 岳飞说铁甲联魂马 哎 梁山伯好汉 胡言朔 练过铁甲联魂马 徐宁 练过高连枪拐碎 高连枪拐碎 闪破铁甲联魂马 高连枪的实法 练法 我都知道 可是没见着我 我怎么能看看大阵呢 有办法 就知道 这阵只要摆上 天天得练 如果一天不练 君族生疏 君族生疏 再调动就调动不灵了 什么时候练呢 白天不能练 得下半夜练 夜镜更深 没人注意 他怕别人偷着关阵 因为你关阵 就能打阵 嗯 大约三四更天 我想一定有人练阵 元帅 你何不登在咱们卧湖里的高坡上 登高一望 好 那么你们看一看 看看 什么时候演阵 陆文龙就注意了 看来看去发现了 谁演阵 他没事 每天四更 元帅 今天四更天 我领你关阵 就这么 岳飞换生便衣 魁开甲这不能穿 不灵就 在这当保王横 双腔将陆文龙 来到卧湖里的高坡上 到了卧湖里 找一棵又高又粗的松树 岳飞上树滚阵 因为从树上 往下看 居高临下 正瞧见青云岭的大阵 说别人替他看 不好使 非得亲自看不可 岳飞来到树上 手打凉棚 往下边这么一瞧啊 不由的倒 稀口凉气 是人大阵内 灯火通明 人山人海 大阵分为东西南北四个阵门 正中间有个大雕斗 书中暗表 这是阵眼 上面挂着五色的灯和五色的旗 上面人人刀摇望 在有人指挥大阵 实现东西 有一两万人 手拿刀枪 寒光闪闪 灯光一晃 小丝一百 这几万人在阵里千遍万火 大阵晃动起来 接着 啥嗆嗆嗨嗆嗆嗆嗆 嗯 马队 他仔细看 哦 人纯 铁铁梁黄马 铁铁梁黄马什么样的 这马都是经过训练的 三十匹 练成一排 马头着 铁链子 铁环子 铁钩子 练在一起 马脑袋用铁丝 做的罩 只露两只眼睛 马身上搭着假叶子 马腿 也有假叶子包着 战马的身上 有小兵 君族 头戴革命剧 露着眼睛 身穿假重 手拿长枪 往前冲锋 一排三十匹马 一共是一百排三千匹 这就叫铁铁雅连环马 这三千匹马往上一兜 把人围在当中 一走一过 就把人踏回 真粉大 车弓阵 这有炫坑 翻版 梅花坑 远备一直看到 天光大亮 您问 这阵呢 是两条 一次长蛇阵 掩并而成 长蛇阵搅在一起 此刃 叫金龙脚尾阵 嗯 好 上文书说道 岳飞 岳飞一直看到天光大亮 明分 此刃 叫金龙脚尾阵 岳飞从树上 吹 下来 回到栅内 天光大亮 岳飞赶紧铺上纸 干嘛 画阵图 按他看 第二天晚上 又看一遍 第三天 又看一遍 看得差不多 心中有数 阵图画好 要想破阵 必须破铁铁连魂马 要破铁铁连魂马 得训练 勾连枪拐队 勾连枪 得陷打到 铁拐 得陷打 勾连枪 什么样的 八尺长 前面带个月牙钩 这月牙钩 望里观 锋芒立刃 干什么的 使勾连枪的人 往地下一滚 滚到铁甲连魂马的皮子下 用这钩 发了一袋 就把马皮子给勾下来 这马哭笑 就倒去了 这就是勾连枪 那么铁拐 干什么呢 铁拐 二十八寸长 中将横梁 两头带颈 使的时候 这个铁拐顺在胳膊肘上 刷住横梁 往这一顺 掐住 用这干什么呢 骑马的人呢 要用枪往下扎 或者刀砍 你用铁拐 往这一防 这不是铁棍吗 一防 然后这边用勾连枪 一勾马皮子 马一倒 骑马的冰冰 掉下来 你用这拐子的尖 一扎 动作特别快 可这得训练呢 光说不行啊 派谁呢 派张检 孟邦杰 训练 勾连枪拐子队 王贵和七青 带三千人训练 腾牌手 兵计谁来打造 于化龙 监督打造 又请来 刘吉 刘元帅 还是忠打开阵图 告诉你们 打阵的时候 分兵法口 大家熟悉阵图 经过二十五天的光景 一切安排就绪 不到三十天 要开始打阵 明天打阵 今天派将 这么多天 大家没有开兵建杖 一个个摩拳擦掌 摇摇欲失 众将烈利 两厢 金身捣扫 包括韩世忠 和刘齐 都来了 岳飞说 众将官 明天我们去打 金龙脚尾镇 人人费用 各个当天 吃 然后岳飞 把镇的情况 详细说了一遍 就打镇的将官 心中有数 众位将军 这座金龙脚尾镇 实际是两条长蛇镇 搅在一起 变换而成 很厉害 大蛇头 蛇尾增援 大蛇尾 蛇头增援 故此 先得把两条长蛇镇 蓝椒斩成竖节 分别消灭 然后 再破各个小镇 东央无稀土 有白尺高杆 上有掉斗 这是镇点 大镇能够调动起来 就是镇点上 有人指挥 不管哪路人马 打到中央无稀土 将白尺高杆斩断 砸碎兜斗 此阵 误打 自乱 碰着车工阵 郑怀 张魁 你们俩去破 如果撒出铁甲连环马 王贵 张远 孟邦 吉青 你们带人冲过去 现在 本帅可要派将 派出打 分兵 拔口 不可 大气 大家眼睛瞪流言 都等兵令 岳飞 在橡皮湖内 抽出 投之金匹大力 岳飞现在 有五十万兵马 可不是他的 十二路人马 马祖城都归岳飞调 为什么呢 岳飞上边调着 上方天子舰 奉圣力 在朱仙镇和金军交战 如镇新林 不管你多大元帅 听岳飞 岳飞投之力 刘元帅 听你 刘齐 刘战群分下 叶子擦 朗朗朗朗 杀 这是你 末将 在 刘齐 还是中元帅 听令 末将 在 韩元帅 你带你的本部军队 十万人马 从西镇门杀去 去打右边 长城镇 尊力 还是用接令 转身也出去 第三支令 派武上志 带偶汤官和湖口 总兵的人马 从北镇门杀进去 阻结逃退的金兵 南镇门 由岳飞 亲统大队 带走 八大锤 七杆枪 四条棍 从南门杀进去 都已经派完了 次日清晨 号炮连天 人魂马战 全体人马 杀奔 金龙交尾阵 什么还是中 刘齐 再且不提 单说精忠大帅 带走岳云 傅天亮 何元庆 阎成方 八大锤 往南镇门杀了过去 这里肯定有敌雷 敌雷哪去了 头两天呢 丢了 自己溜溜达达达吃完饭不到上哪去 一般来说岳飞也不愿意叫他上阵 因为他缺心眼 怕他出闪失 后边鱼华龙等人 贺 停枪月马杀进阵来 哪知道 刚到这儿 人家翻兵得了信了 一个传一个 早已通知 里边指挥人 谁 哈梅士 哈梅士听说 什么 哎呦 岳飞提前打阵了 立刻报告清雾书 随后晃动 大旗 点燃灯光 晚上看灯光 白天看大旗 这是五更过来的 天光放亮 故此 镇内灯光晃动 齐影摇摇望 岳飞刚往里走不太远 所谓镇门呢 就搭了个松枝牌了 你进去 看不见什么 前边的好像有棋在挡着 实际什么没有 你在外边看不清 等往里边走进去 我都坏地 这才是镇门 就叫 炮声一哑 乱箭齐射 不让这镇门呢 宋兵死伤好几时 岳飞看着急了 不能让小族店 快 冲 几人大将过去 博打 一排乱箭射过 金兵射走了 大的人麻烦了 前边看见了 这是个陡坡 这个陡坡 半千人半人工 左边是悬崖峭壁 右边是利走尸矮 到底有多深 谁也不知道 坡顶上 远远的看见 有金兵金将 有小旗在上边晃动 你想进阵门 必须走这个陡坡 人家就是用这种办法 拦着你进阵 好消耗你战断 军兵顺着高扑往上冲 刚冲到三分之一 上边屁的怕 一阵乱石往下砸 砸死送兵 是不是人 在这道路上 翻翻血迹 尸体滚在坡下 岳飞一看 不行 岳云 在 你先上去 你领几名将官 掩诱他们把石头扔进了 我们再往冲 是 拔的锤一块往上跑 因为是骑马的将官 换回来也换 他们刚跑三分之一 上把鞭打扔直到大 回来了 折腾三回 翻兵也惊了 嗯 他们是骗我们呢 把石头砸进了 他们摆上 不打了 再往上上子摆他 岳云再往上冲啊 上面不扔石头了 岳飞一看 好 一踢砸僵 上来 岳过了几碗小将 走了有三分之二 翻兵一看 就上来一个人 不值得砸地 还飞石头 嗯 也好 这是岳飞 快 等离近了 瞧明白是岳飞 金兵一踢岳飞 脑子疼啊 可不好再扔石头 来不及了 快 放滚木 滚木挺厉害啊 滚木一个呀 一搂葱 两丈长 这条山道呢 两丈多不点 这滚木上边 定着三吨来长的狼牙钉 四周围却这狼牙钉 打三道铁股 掉在了半山坡上 有的时候 把他推到这个地方 往下 一放滚木 滚木 咕噜咕噜往下一砸呀 由上至下 要是碰上人 就这钉子 就把人扎成筛子眼 滚木过去 人马都得压成肉铃 仰看着 把滚木落下来 咔咔 皮带一坐着滚木 岳飞正在半山坡 下着滚步 想跑 不行 滚步滚的 比马跑的快 那不说 身后还有军兵呢 哎呀怎么办 岳飞 抖身微 击不力气 双手一合力 全身毛 还 砰 大江顶在了山道上 我摸大大大大大 撞在了大枪上 岳飞就觉得 真的 脑子猛猛的 眼前冒击块 不好 真顶住了 这么就不行 他害事 拦道啊 得了 他一看右边 是山剑 哎 就下去 双方一脚立 咽阳把一般 气不保护 把骨头挑到山剑 翻兵还是宋敌 哥哥挑大摩哥呀 哎呀 岳飞真乃神力 高宠挑铁花车 力气大 虽然滚木没有花车的分量 那也不差多少啊 嗯 好样的 呀哈呀哈 岳飞真是英雄 不怪我们郎主说 汉山义 汉岳志军南 哎 快放滚木 快上来了 哦 对对 哗 哇 又往下放 就这么 整放了七八根滚木 岳飞真不含糊 头把他跳下去 岳云着急 着急没用啊 你使锤不好使啊 哎呀 爹啊 这怎么能行呢 岳飞一看 行了 差不多了 一提思枪 握了 冲点阵内 来到阵内 岳飞赏木 怎么一看 呀 大阵 活动起来 哈密誓 经无嘱 见岳飞提前打阵 连忙上了 雕倒 手摆五色小旗 打阵千军万马 开始吊动 阅背听 东西北三面有了动静 知道刘齐寒时中五上志正在打阵 自己这路攻的是最快 往哪去 奔阵中打阵眼 军兵 瞪往前去就听 一声靠响 眼前出来一哨人马 红人红马 红七号 为首一位大将满脸的嘎的 手心奉持出金堂 高声乱和 岳飞 二胆大包天 尽敢尽阵 这回你就别走了 岳飞一看 正是弯木驼尸 他刚想推马明将过去交战 帮边岳云说话了 副帅 您躲开 我打这阵 岳云来得窃近 晃双锤对金堂 打了五类告别河 那弯木驼尸 虚晃一招 驳马就败 这是假败 他悄悄的挂上凤尺流金堂 挖出小旗 唰一排 再看看军兵 往骑车 接着 静静着 万马奔腾啊 岳飞抬头一看 铁甲连环马上来了 这里边 这里边 除了岳飞见过铁甲连环马 鱼者都没看见 一个个心慌意乱 雪马便跑 你撞我 我撞你 几成人嘎 这样更当事 岳飞高呼 不要乱 快 往南边撤 为什么呢 因为铁甲连环马是三面都是来的 东西北 很大的圈啊 光南的车呢 能容点功夫 岳飞传令 王贵张贤 猛方街 急听听令 快 让腾牌手 勾连枪拐队上去 命令一下 王贵张贤 带人冲了上来 腾牌手 每人手里拿着腾牌 腾牌多大 像锅盖一样 把身体倒住 抵挡对面凋零剑 前往我说过 铁甲连环马 三十匹马为一排 经过多少日子训练出来 为什么要铁甲连环马呢 马头戴着铁罩 露着眼睛 马身上 罩着铁叶子 马腿 也挂着铁叶子 不怕你刀砍剑射 骑马的人 就是帮兵啊 也都是 带着革命剧 罩着铁甲 一排 拿着长枪 一排 拿着凋零剑 他能伤着你 你伤不着他 那么腾排手呢 就能挡住凋零剑 就在这个功夫 勾连枪拐队上 勾连枪拐队的军族啊 一手拿铁拐 一手 拿勾连枪 随后往地上一躺 滚到铁甲连环马下 很危险 手机眼快 还都有技术 骑马搬兵 一看 勾连枪拐队的军族上来了 长枪 啪 一杀 弓箭手不好使了 你们离太近了 这边一杀 使勾连枪拐队的军族 啪 用铁拐 啪 一封兵器 这手同时 用勾连枪这勾啊 开 一勾马蹄子 虽然马腿有假业 可是距离马蹄子 中间这么一段 没包上 一勾 啪就掉了 这匹马枯揪 就卧倒了 帆兵摔在地上 使铁拐的军族 吐了一下子 这帆兵就没命 你别看铁甲连环马 非常厉害 三十匹练在一起啊 只要你 扎伤个三五匹 这三十匹都作废了 为什么 练在一起 动不了了 别看铁甲连环马 厉害 嘿 遇见高连枪拐队 立刻作废 这就一步详一步 卢睡点斗 这些军兵 双方这一交手 弯木拖翅一看 魂飞一排散 可惜我呀 费了这么大劲 练的铁甲连环马 败在岳飞之手 哈 血马又跑 跑不了 旁边双枪将陆文龙载人 嗨 别走 看枪 左手枪一扎 右手枪一砸 正打太阳穴上 弯木驼斥 此时张落马下 铁甲连环马破了 铁甲连环马破了 主将死了 月子军继续往前推进 哈密赤 哈密赤站在标斗上 看得清清楚楚 清清楚 一看 哎呀 就是啊 不好 哎呀 铁甲连环马飞 越飞破了 快放铁插车 嗯 好了 在哈密市 火动小鸡 又听到 咯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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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咯咔咯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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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咯� hmm 像打鼓咯 声音越来越近 像打雷咯A 哎呀 什么玩意儿 路径往左右一看 可了不可了 来了 40辆铁茶车 铁茶车 高 有一丈 五六 宽 七尺 长 两丈多 前边呢 有剑孔 车里边有人 铁叉车从四面八方往一块来 有骨肉啊 后边人推着 等推到一起之后 咔嚓 能够衔接到一块 怎么衔接 叉车与叉车之间呢 都虎头环子 一变一道 上边虎头呢 舌头伸出来 下边虎头张着嘴 只要舌头巴 虎到嘴里 咔嚓就扣着 你想推啊 没个推 众将强多走不了 岳云张县余化龙等人 被围到查车阵内 大家明白 听说过 可谁没见过 紧跟着 万箭齐射 余化龙看不好 各位将军 快 咱们后背对后背 马尾对马尾 伯打凋零 大家围个大圆圈啊 这马 转圈啊 手中兵刃 伯打凋零剑 岳飞在远处看见了 怎么办 来呀 快掉 正怀张魁 这两人负责打查车阵 他们调来两三千人啊 呼拉在外围把查车围上 然后用铁棍 用大锤 当当当 干什么 震着查车 这查车是铁板的 当当这一打 里边弓箭手来回摇晃 这箭就射不了了 他站不稳呢 他一晃道就这个机会 赶紧不查着阵 明白了 好吧 怎么办 就在两辆车挂钩那虎头浑 一点老虎的左仰筋 舌头 上来了 自然就开了 一点 这一开 军兵一起用力 一二三 推开个大口子 再送兵送下 冲出人 留下一部分人 消灭插车里的敌兵 从这冲出之后 哈梅是个吓傻 哇呢哇呢 岳飞真爱神人也 吴朱说 诶 对 他晃动 白旗 再看这边 把韩世忠围上 那边晃动 清旗 把刘旗给围上 岳飞站在高坡一桥 不好 得打接应 急忙命令 岳云带着娃的锤 这边有张献带着屎枪子 余化龙 罗燕庆 这四伙人 分别去打两条长射阵 把这两条长射阵 咔咔 结成树段 一下冲乱 这下子 还是中流奇的人马 哇 冲过来 然后分别包围各个击破 哎呀 屋中一看不好 是不是啊 看来呀 我们大阵要破 不能不会的 别着急 换阵 哎 大旗这么一绕我呀 再看军兵紧紧有条 大吐咚咚 大吐咚咚 四面八方炮声响亮 主将 撤出来 再打包围圈 这就阵中靠阵 十面埋伏阵 什么流奇啊 岳飞 还是中啊 我都把你圈在里边 再想冲 风不开了 怎么 互相接应 人家人多呀 北国将官又猛 无珠手下人 不白给 连岳飞都得参战了 犀利着急 心想 为什么北门的人马 杀不进来 北门谁 武上志 可不是没能的 他进阵之后发现 他这门呢 都是梅花坑 翻板滚刀子 地下全有霉 过不去 没办法 这是人马 就开始破梅花坑 翻板滚刀子 给扫清道路 这需要人 双枪将陆关龙 是总接应时 四门有事 他都该接应 可是一个人 怎么说力量有限 他一看元帅被围 急得搓手跺脚 这样 这怎么办 想要往阵中冲 阵中的有人爬上 你一个人冲不过去 越元帅 在这块一边打一边看 只见金兵越聚越多 越打越冲不散 哎呀 那天我关阵的时候 没看见 这什么阵呢 因为山势则米 旁观则清 那天岳飞关阵的时候 是在树上 居高了一下 心平气和 看他眼镇 现在 在阵中间 人要杀他 他也说不清 这就什么事了 急得汗都下了 难道 我这几十万人马 要扔在阵内 租先阵 要失败 哎呀 这可怎么办 刘其 韩世忠更没办法 刘其和韩世忠啊 都比岳飞年龄大 老一搏的 大将 哎呀 有人说这怎么办 呃 等我想一想 想不好使 金屋猪哈密赤 站在吊斗上 哈哈大叫 岳飞啊 你也有不明白的时候 军事 这位大功告成 这一阵就要了岳飞的性命 上官书说道 金屋猪哈密赤 站在吊斗上 哈哈大叫 岳飞啊 你也有不明白的时候 尊是这位大功告成 就在这千军一放之际 突然 打正南方 来了三斤战马 前边 一匹浑洪马 马上之人 青铜盔青铜甲 外照阉格绿的战袍 面如重枣 卧谈梅 丹凤木 掌中 请照青龙 燕月刀 飞躬 待见 飞风凛凛 相貌 堂堂 中间 胯下鸭脊 按下青棕兽 马上坐着个黑小子 手轻一队 冰铁压油 链子锤 第三个 是白脸小将 银葵银甲 肃罗袍 胯下 火龙鞠 掌中武功 神飞 炼银枪 谁啊 第一个 不是别人 月云的兄弟 磕头把兄弟 大刀观灵 第二个 骑青棕马的 是拔的锤 七中一员 敌雷 后边 是师船的小舅子 叫 樊城啊 这三个人 干嘛来了 祝福镇来了 这可是三个救星 他们三个怎么碰在一块 前往我说过 大刀观灵啊 倒过一次前提 会战 陆文龙 打个平手 因为 他的马不行 被陆文龙扎伤 自己落荒而走 他没脸回前提 他觉得 我那蒙凶月银 一出世 大战 张召奴 垂震 靴靴花豹 金灵城 旧盛架 垂震 人蝉子 金蝉子 可是我呢 到前提 没分胜败 我就跑了 我再回去 太丢人 得立点功啊 看着我能那不行 回家 他回家了 找他舅舅 陈奎 干嘛 你给我找宝马 梁军 我这马不行 就这么好到今天 春暖花开了 有了马 又经过这异冬的训练 觉得能得了不了 现在光灵的本事 可了不了 他是老关节 传下来的 八八六十四路 春秋刀 还懂得排兵布阵 斗影埋伏 可不像当初 打火的时候 是小孩 他到这儿 就发现了 在大道上 站着两个人 犹犹豫豫 过来一打听 谁 敌雷 樊成 敌雷这么跑这儿了 头几天 敌雷下河洗澡 他见水着高兴 奔着水溜走 走来走去 天黑 回不去连营 他上了岸 继续走 不分东西南北 走饿了 进个庄子 跟人家要饭吃 你说瞧不瞧 这是失权孟邦节的老丈人家 叫樊瑞 樊老元 一看 这人缺心眼 哪里的大锤 一问 半天说明白了 是岳家军的人走错道了 哎呀 那好 别着急 过两天 我送你回去 正好呢 失权的小舅子 樊成 也想找姐夫 到田敌立功 两人搭带走 临走的时候 樊瑞 赠给迪雷一匹乌追马 就是这匹暗夜青 本来迪雷不愿起马 你看这匹马高兴了 那挺好 我先去试试 他要逼我跑得快 我就用他 他逼我跑得慢 我就把他整吃肉了 别叫 别杀 这可是宝马 哎 好了 这两个人道前敌一打听 君族告诉 阳中空了 都去打阵 两个人大阵来了 到这一看 迪雷就想往里冲 樊成精明啊 樊成一看 里边都挤成人肉嘎子了 这么多人 往哪打 上哪找人去 找谁去啊 脸在这犹豫正转悠呢 蹭见观铃 观铃问 你们干什么 我们想进阵 找岳元帅 哟 找了 怎么不进去 嗯 不知道 往哪冲 昏灵说 别着急 我懂啊 等我看看 他学战马 到高坡 往阵里头 瞧了半天 瞧明问 这是十面埋伏阵 可是凭我们三个人 冲不进去 救不了人 怎么办 他往远处一看 啊 远远的看清楚了 正中间呢 搭个高台 点镜台 点镜台的中间 有白痴 高杆 上面大 六斗 一看上面小人啊 就不高一点 有没有离得远 看着人才小 在那块干嘛呢 晃了小情呢 哎 这是阵眼 我学过 万变不离其宗啊 先把阵眼打了 就等一个人 双目十明 这个阵 不打自闭 哎 你叫 我叫樊城啊 这不滴雷吗 滴雷我知道 哎 樊将军 你将军 哎 怎么的 看着没有 前面点镜台 沙尾有个大雕斗 咱们三个 就往那上 看着没有 这块人还少 到那之后 谁先到呢 谁反的白痴高杆 打折了 雕斗人都整死 这个阵 就算破了 哎 好了 不就打那个吗 我先走了 不行 咱们仨并绑走 我在中间 你们俩一左右 好 冲 这三匹马 从南镇门冲了进去 一直往里上 因为这边 十面埋伏镇 把三位元帅围在当中 所以这块呢 把手稍微松一些 另外这三个人 比三只会还凶 你掉斗 镇眼越近 敌兵越多 守镇眼的是谁 大镇 野蛮龙 浑身 金钟罩 铁不扇 刀枪不入 唯有咽喉这块 怕砸 他一看有人打阵眼 忙掉重兵围过来 把这三员小将 回到里三层 外三层 风雨 隔斗 手切不通 再看大刀关灵 手中青龙 咽咽刀 或刀杆 削片 披扎 罗扫 大刀斜着撇去 斜肩带背 横下推出 是斩腹拦腰 往上去 小脑袋 往下去 斩队 双脚 来一个杀一个 来两个杀一双 就看漆着咔嚓 像进萝卜地 一样 劈了 扑着 人头都抱脚 很快杀出血路 那边地雷着 双腿 啪啪啪啪 往下击落 劈着扑着 像砸破表一样 横承 这头大将扎出去 梅花天左 撤回来 冷气一飞 阳心无竹 在上边 怎么一看 天呐 哪来这么三个小将 尤其是 这个红脸的刀 太好了 这能收响多好 我没见过这个人 他不是越地军的人 我亲自会他 小猫 大我大我大 三声暴响 煞是班兵班将 往两旁一撤 就知道主将来了 赶紧回归队伍 金无竹 下来之后 任凳上马 摘下大火子 左边铁蛮龙 右边是弯木赤则 三元将呼过去 哎 哎 红脸将 你是何人 光然 梁山好汉 大刀 官圣之子 我叫官灵 你是何人 我乃 万箭无猪 哦 你就是金无猪啊 我父亲 官圣 死在你的乱箭之下 我要报 杀 铺之仇 迪雷在旁边一看乐了 哎 我认识你 你不金无猪吗 那天到那个山上 没把你打出下猪子 放了你 贴你了 今天看我的 金无猪一看 呦 这不铁锤这样敌雷吗 虽然他们两个见面不多 进行太深了 牛头山一战 金无猪已经抓住赵构 是敌雷到了 救下赵构 拔着锤锤震金蝉子 救敌雷 我要我们的性命 替我儿子报仇 哎呀 善 铁蛮狼冲过去 站敌雷 这边 樊城过去 站弯木赤 官灵一看 金无猪啊 该咱俩子了 看刀说 大刀撇下来 金无猪急忙 血马闪身 用鼠子刚一颗 二马错凳 我零刷你一刀 就这样耍耍 把直击雷小叫 啊 好厉害 金无猪见识不妙 赶紧血马 败到一旁 告军兵 给我围 大刀锤震看 我帮谁 那边敌雷 和铁蛮龙 打得难焚难解 铁蛮龙这条棍 呼呼带着风声 敌雷一边打一边喊 哎呀 小子你真厉害呀 敌雷有劲 怎奈招数不斤 官灵想 我先帮着樊城 杀着这位藩将 然后再过去 帮助敌雷 就这么 官灵帮着樊城 双战 弯木脱泽 没有几个回合 将弯木脱泽 刀劈马下 缺战马 刚要奔 掉下去 就这阵 双枪江路 闻龙来了 抬头一看官灵 哟 是你 官灵回头一瞧 哦 陆文龙 上回咱们两个 没分胜败 来来 再大战 三百合 慢 我陆文龙 已经投降归送了 官将军 上次多有得罪 请担待 哦 这回才的注意 确实陆文龙 和当初的打扮不一样 啊 是这么回事啊 你来正好 咱们怎么救元帅 陆文龙说 我是各路基因史 怎奈人担是孤 咱们先打阵眼 然后再救元帅 对 那边 打得难奔难解 陆文龙一看 哦 怪不得迪雷胜不了 守阵眼的大将 是铁蛮龙 官将军 这个铁蛮龙 浑身刀枪不入 有金钟赵铁山 他浑身呢 只有一点没练成 耿赏肩头 你看 他打仗的时候 老低着头 怕你蹭他这几下 想办法一剑 让他置于此地 怎么办 你把迪雷换起来 你和他交手 我呀 暗放冷戒 想他置于此地 好 官邻 怪下迪雷 迪雷不乐意呢 怎么了 怎么不用我 别急 你先歇会儿 我对付 官邻大刀 和铁蛮龙 打了十几回合 趁他不注意之际 陆文龙取下弯弓 走兽弧 抽出狼牙剑 扔扣天前 战马悄悄的过去 身后有迪雷保护 蒋弓拉开了 突然大喊一声 铁蛮龙 你看我是谁 就这么一嗓子 一愣神 抬头看 为什么 陆文龙的声音 他太熟了 这一扬脸 就把耿嗓尖头亮起来 这只剑太准了 吐 耿嗓尖头设计 剑尖 从后脖子都出来 这么长一点 大棍子扔在地上 似是张罗马下 哈密尸一看 完了 这算全粮了 我呀也别在上边装算了 这几个小伙子太厉害 一块要把这个鸡杆打倒了 我也就完了 快跑 我说 给我指挥家 别忘了晃起呀 他没事 他下去了 多快的走着走 差一步也不行 官邻说 快 滴雷 把那个白石高干 砸死了 这活好干 逃了 冰铁压油锤 轮圆了 哒哒 咔嚓 呱 叼斗摔地摔碎的 上面十多个人 有的摔成肉饼 有的摔了脑震荡 没死的 敌雷过来 哎 小子 屁着扑着本 全给揍变了 大阵无人指挥 立刻就落了 谁的 怎么着 是谁的 怎么着 我领手 跟我走 四元小将 一阵冲杀 冲开了十面埋伏阵 就出了 元帅岳飞 还始终 刘齐 大家一看 官邻来了 都高兴了 然后 分别追击敌兵 金屋都吩咐 快撤 奔北门车 北门哪 又武上阵 又一阵截杀 好不容易 出了出去 岳飞领人随后追杀 一边追 一边琢磨 他往哪儿跑 告诉刘齐 刘元帅 你呀 从后边包抄过去 在前边 二十里地地方给我堵截 就这么金屋珠跑出二十里 又碰见刘齐队伍 又一阵子结杀 又跑出十里 再往前边 是一座高山 叫金牛山的 派人一打探 说金牛山呢 四周围是山 中间是库地 前后都有道路 可以通兵 就这么金屋珠 带领残兵败戒 败进金牛山 查点人马 六十万人马进军 现在有五六千人 那些人走死逃亡 都死了 跑散了 那么想要继绝队伍 那得等时间 屋珠坐在山石上 朗天长寒 完了 本王出进中原 功不克 战夷不胜 抓住四孟朝两个皇上 自从有个岳飞 他是我的科兴 牛头山一战 我几十万大军 只剩三百六十人 这次六十万人马 号称二百万 只剩五六千人 回去我怎么向狼主交代 死了吧 拿大佛子 要砍自己脑袋 还没吃 赶紧拦住郎中 不要清醒 留的青山菜 不怕没拆烧 你老说这话 他扯不就是这么事吗 只要你有命 咱们重整齐骨 再终宋朝江山 鸭呸 敬你吃冷饭 出馊主意 我败到这个程度了 你来我干什么 那我先问你咱 狼主 我已经有办法 让我掠尸小计 叫岳飞数十万人马 回你一旦 岳飞死无葬身之地 你有那么大能耐 我这几十万人马 你怎么没救了呢 你有什么招 狼主你怎么忘了呢 现在朝中有咱的人呢 秦桧入阁败相 我何不到京城找他 他现在是皇上面前的红人 照够听他的 让他把岳飞调回去 把岳飞父子置于此地 送朝江山 唾手可得 对啊 我怎么把秦桧给忘了 他是不是死了 当初离开北国的时候 岂是发愿 把宋朝登山送给我 到现在 连点信都没有 他丧凉去了 不 可能是不得手 那好 我给他写封信 你去一趟 就这么金乌珠 亲自写了封信 这封信叠又叠卷又卷 卷成不大的脚团 用蜡把它封在里边 成个蜡丸 他们是带到身上 然后把衣服脱下来 重新换好 头戴 青金 身穿长衫 腰系丝头 斜跨招文带 又准备一套打板 算命应用的东西 那么呀 郎主 你看这身 鼻子不行啊 嗯嗯 对呢 这沾下去 把金兵奏拿掉 重新换一个 那坐下还不容易吗 反正戴上 就可以了 郎主 我可要走了 不过 您在这可不安全 万一岳飞再要进军 恐怕有全军部落 您赶快撤兵 我 我忘哪撤 嗯 赶紧撤到长城一北 你静听我的家音了 你路上小心 没事 这人岳飞啊 早已收兵回营 为什么 从朱仙镇追到金牛山附近已经四十多里了 有那么句话 穷寇莫追 伤地一千 活损八百 战线拉得太长 不利 早已收兵回营啊 全军庆贺 朱仙镇大结 从来没打过这么大胜仗 都高兴啊 准备啊 藏光养睿 兵亡北进 乌朱领人 回长城一北 咱们再出哈密市 很快来到临安 到秦桧府门外 现在秦桧可了不得了 一手遮天 是康王赵寇身旁的红人 不管文武官员不走秦桧的门路 休想在朝中立足望 可是门前车水马龙 哈密市进不去 偏瞧这天 秦桧心血来朝 领着王室要晃西湖 这两口子 坐在船上 一般喝酒 听着小曲 观看美景 哈密市就在岸边瞧着 看来看去 一看他 秦桧的船 到着苏迪旁 他赶紧的 在苏迪这海上 买拉丸咯 打门算命 抽天摇滑 买拉丸咯 呦 王世新的话 这声音怎么这么熟啊 好久没听着了 他隔着连笼 往外一看 天哪 相爷 外边喊的是哈军 秦桧已经驾坏了 小连笼广广广为巧 真是他 家人 有 快 把那算卦之人 带到船上 是 家人出去时间不大 把哈密市领到船上 把家人打开出去 就剩着夫妻俩 船 又到 如今 哈密市 看看秦桧 看看王室 都胖了 哼 你这个官是哪儿的 郎主给的 为什么你忘根注意 没没没 我无时无刻不在念叨 郎主啊 那顶什么用 朱仙镇一让 我们损失几十万人马 郎主火了 就派人杀你 是我好言相劝 我这秦桧呀 你还想活不想活呢 嗯 这 君主 哎 不知道郎主何路差遣 我秦桧就是投拱地 也去照办 郎主说了 想办法又回岳飞 讲岳飞不死 至于死地 不让 咱们进京 得下宋朝江山 狠平分江湖 我早有此意 这是 什么只是 给你说着 那玩儿书定去 秦桧赶紧接过来 啪 打开了 把这纸铺开了 一看 汉朱子劈的 把它往下直滚 气上威胁话 你要 不讲岳飞人马 就回岳飞至于死地 不把宋朝江山让给我 我就把你 碎尸万顿 我的妈呀 好 可是 你想怎么办 你说说 呃 怎么办吧 我想办法 把岳飞 邀回朝 哟 我说 相爷呀 让我看 功高莫过救驾 记得莫过绝粮 现在岳飞数十万人马 兵渣 朱仙镇 哼 哪天不得吃不得喝 断取良想 不打 自贿 呃 这 哈密斯说 哎呀 夫人高才 对对对 还有 你想办法 找一找岳飞的仇人 对 秦婚说有理 岳飞领兵带队这么多年 真格的 一个人也没得罪吗 我派人把他们都找来 写状态 作告岳飞 我就可以把他 吊入京城 下入天牢 再置于死地 好 就这么办 不过得容工作啊 嗯 等你一年半年 那不算什么 哎 哈顿师 多住几天 不了 你 可得四郎主 问好啊 他也向你问好 但愿你们早点见面 告辞 哈密赤 走了 秦婚 锦罗密鼓 找岳飞的仇人 陷害 惊中大帅 上文书说道 哈密赤 走了 秦婚 锦罗密鼓 找岳飞的仇人 陷害 惊中大帅 岳飞 岳飞一点也不知道 领人马继续向北推进 秦乌珠撤兵了 谁能挡住叶绝金呢 收服失地 数百里 又因为岳飞军 军纪严明 公买公卖 深受老百姓 欢迎 这一天 京中帅 声作宝炸 军族来报 钦差道 哦 仲将官 摆队相迎 两边奏乐 迎接钦差 来到营门外 一看 是内使臣 怀抱皇王圣旨 身后跟着四名太监 后边 还有秀位 参见 钦差 哦 岳岳飞 辛苦了 免 仲将官过来 实力 巴拉巴拉巴拉 来到了里边 把圣旨 刷打开 排摆相爱 岳飞领 众将接旨 只经钦差念 仿天成云 皇帝赵约 金兵已败 我军大结 只因粮草缺法 各地人马 回归原处 岳飞兵马 回首朱仙镇 莫马力兵 党后圣命 签词 好 众将一听这话 全都傻了 什么什么 这不要散将吗 各路人马 那么容易聚在一起呀 岳飞艇脑袋 嗡的一下 可是没办法 军命难违 臣尊旨 众将 往两旁一闪 元元帅 昨年安马劳法 你很辛苦 也该歇歇了 声明一下 望你早日回禀 朱仙镇 咱家回定交纸去了 别忙 准备几杯水酒 给您迎风洗尘 钦差大人吃饱了 喝足了 领人走了 众将可就炸了 元帅 怎么 叫我们散将 这怎么能行呢 还是忠说 岳元帅呀 这么多人马 寄居一起 不容易呀 散将如意 再想要凑到一块 太难了 如今打了圣上 为什么 皇上叫散将 说缺粮 是不是朝处奸贼 勾结外魂 卖国 求荣 请元帅 斟酌 岳飞心比谁都难得过 像刀扎一样 他明白 我这边一撤兵 金屋竹竹来 前功尽弃 可是圣命难尾呀 怒狗说 大哥 将在外 军命有所不受 缺粮啊 不要紧 我到京城要去 他不给 就揍他吗 呃 怒狗 不许胡言 退下 好好好 什么都听你的 我看早晚 你得吃亏 岳飞不理他 哎 万岁 就各路人马 都回原地 看来我们这可分手了 诸位没走之前 商量一件事 想那张宝 乃是李刚丞相的家人 在我身旁这么多年 屡立战功 我这有现成的空头杂幅 我想叫他出任 豪梁总兵 大家看怎么样 大伙说太行了 论张宝的功劳 官呐 比这还应该大呢 行 好 岳飞给添上了 什么叫杂幅啊 那现在说 就是空白伟人状 公文 写好了 交给张宝 张宝说不 袁帅 我不去 我就愿意伺候您 不行 南茨汉大丈夫 应该多为国家出力 当马桶有什么出息 现在 众将都要走了 我又没有什么事 我不能误了你 你得去 好吧 我干两件事实 要是干不了 我领着老牌子 我还回来 嗯 可以 张宝接过杂幅 往旁边一闪 也得说 王衡啊 我也想叫你出任总兵 王衡扑通的跪下了 老爷 方说当总兵啊 总将我也不去啊 我是个粗人 当初在水边就是个划船啊 忙您收在身旁 我平生足矣 我愿意伺候您 我哪也不去 王衡说啥也不去 这件事儿 只可作罢 又因为 关林和凡城 刚到云中 金龙脚尾镇内 立了大功 给他们两个添个复统制 大家吃顿团圆饭 各路人马就要走了 元帅刘奇 韩世忠 金杰 谢坤等人和岳飞 撒泪而别 岳飞带大个人马 回到朱仙镇 歇兵养马 从这天起 岳飞军中的日子 不好过 怎么 经常给断去粮奖 秦会早已告诉 不给朱仙镇 运粮跑 这么多人马吃什么呢 而且什么事没有 岳飞知道 事情越来越难办了 点手叫过岳云张建 岳云呐 你们哥俩回家去 哎 这么多年 我经常在外 你的弟弟妹妹 无人到料 你们回去 教他们武功 另外岳云叫你母亲 成全张建和你妹妹完婚 不 爹 我在您身旁 不用 没什么事了 你在这有什么用啊 好吧 那 我稍稍就走 岳云要走 消解船来 动人的呼啦都围上了 哎呀 你怎么要回家呀 是啊 爹就回去 那我就走吧 光临兄弟 自从在樊山 你打虎赠我宝马 历历在目 这匹宝马跟着我可没少立功啊 现在我要回家了 没什么用 物归远主 这匹吃醋胭脂马 还给你吧 不 哥哥 你骑回家去 不能 可别把这匹马给嫌废了 那我们什么时候能见面呢 哎呀 有机会 就这样 岳云张县也走了 书中暗标 在探金龙脚尾镇的时候啊 镇镇有四元打掉 天命天王董仙 曹晋 贾骏 王晋 曹晋 贾骏 王晋 都已阵亡 董仙没有死 董仙受伤 逃出等外 这次呢 也回来了 词别元帅 不干了 他也回家了 现在营中冷冷落落 岳飞没办法 叫君族开荒种田 种麦子 栽稻子 自种自吃 半年多过去 皇上也没有说下旨意 可以北爬 也不给运粮享 君中士气低落 你要搞每天不是喝酒 就是嘴里头不三不四的 说几个乱七八糟的 这些 军兵来爆 启本元帅 钦差到 哦 众将官 随本帅 百队相迎 众将来到外边 一看 律师臣 怀抱圣旨 带着 孝魏 来到了营内 监力一臂 让到了率仗 排百相暗 岳飞带重将 兴了千七后九 中拔百物 皇万岁 万万岁 钦差 宣读圣旨 圣旨的意思是 现在金宋两国 已经定好合约 望岳飞火速 班师 还朝 等候 加封官职 钦辞 好 岳飞想什么 一和了 是一和了 那是我朝投降了 哎呀 是谁出的主意了 只要我前脚一走 后脚 金无珠准到啊 前功尽弃 圣命难为 臣 遵旨 钦差 把旨意 放到一旁 和岳飞 对师一礼 分兵主 坐下 圆帅呀 万岁 在京城等你 叫你立即进京 不得有 好 告词 哎 不要着急 哎 准备水酒 不不不不不 京城再会 说完领人走了 你有搞 哎 这钦差也不错 都说呀 钦差出巢 建官大班级 到哪发金地皮 嘿 连酒都不喝 哎 不过 大哥 把你倒在巢里 封关 岳飞 眉头紧 照心想 不对 边关大将 不能轻易调动啊 我走得有人接任呢 还要带重将 搬出回巢 不行 王左在旁边 大眼 元帅 哎 您不能去了 哎 我看这圣旨 哎 容我 思之 岳飞想 我想一想 得回去 但是到底为什么呢 包 钦差到 啊 怎么刚送走一本又来了呢 好 快迎接 大伙出去了 跟钦差建坝里 让到里边 钦差一身手创 岳元帅 万岁的金牌道 命你速转京都 大家一看 金牌是纯金打造 上边刻照 双龙细珠 下面有亲命 二字 这金牌 如震亲临 就得皇上 在那回去 呦 岳飞想有什么大事 用金牌钓 金牌是专门钓大将 尊旨 好吧 岳元帅 走吧 立即动身吧 哎呀 军营中 琐事缠身 如我 再料理几日 再走啊 不能这么去啊 好 那我先行一步 京城建 钦差走了 阳中可就乱起来了 就这点 刘 万岁 派 钦差到 岳飞把他接进来了 岳元帅 金牌 吊您 灰金 速速动身 是 遵旨 好 我先行一步 钦差 走了 营中 中人 正在猜测 时辰不大 守营的军族 往里通报 包 钦差到 岳飞赶紧出营营街 钦差都不进来了 岳元帅 金牌 钓您 回京 请您速速动身 臣尊 圣命 钦差刚走 第四伯又来了 就这么一顾十二刀金牌 钓月 被立即 回京 岳飞的脑子 翁 地下 像流抖这么大 打羊腰 平击乌珠 也没这么急啊 也没有用金牌 钓我 主将一下子 落了起来 流口说 大哥 你不能回京 是不是朝里出了奸臣 要害你 干脆 咱们离开朱仙镇 找个山头 烦了 先帝 不许胡言乱道 也说 圣上还对我 没怎么立 即使怎么立 君叫臣死 臣得死 父叫子王 子得王 这叫 忠孝 你懂吗 哎呀 你就进那狱忠吧 嗯 你给我走 随后告诉王衡 快 给我准备行囊入套 立即登城 哎 王衡 回到请账 点手又叫过王子 贤弟啊 我要走了 朱仙镇大姐 你立的大功 哥哥总觉得对不起你 你拾掉一头绑地 且有一目归还给你 说着拿个小匣 递过去 王总不到什么 接过来 打开抽匣 里边是红铃子包着 包了三层 打开 你看 原来是那条断地 哥哥 贤弟 这条断地 在营拜号令三天 我命人取回来 将他泡枝干了 替你珍藏起来 我想 归还于你 等一百年之后 跟你一块儿 入土 你四肢好全和呀 王总想 岳飞心系如法 心地善良 这样的元帅上哪找 哥哥 谢谢你了 不过 兄弟说话 你别在意啊 这次你进京城 怕凶多吉少 常见说得好 朝里有人 好做官 如果您的老恩师 宗泽 李刚 他们在朝中为官 李总人在外边争杀 睡也安然 战也安然 如今 获得秦桧 我耳闻 秦桧这个人 贪赃王 怕是小人哪 哥哥 你可不能不防 若不然 哥哥 过眼居生活 你看如何 不行 贤弟 我明白 纵然到京城 就是赴汤 投火 我也得去 这是圣命 贤弟 多多保重 我知道了 陆文龙进来 眼中含泪 原说呀 皇上叫得这么急 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陆将军 我的兄弟王左 为你拾去一臂 望你多多照料 是 我一定当老人 供养 您放心吧 嗯 岳飞满意的点点头 随后 叫东军 点鼓巨匠 鼓声一响 驻将都来了 军属都知道 元帅又走 一个个纷纷在 大仗左右 听消息 也可以说 众位将军 这么多年 你们为国出力报效 本帅十分打击 我就要离开军中 让师权 牛稿 为临时元帅 望你们服从将令 加紧操演兵马 一旦圣旨下 挥师北上 迎请二圣 环朝 雪国池 报家仇 本帅此番进京 多则半年 少则一个月 即使不回来 你们也不用惦记我 听见没有 跑本帅 告词 说完到后边 摘回谢家 握上杂金剑袖 带四个家将 和马后王衡 离开了连营 要出朱仙镇 重将后边跟着 军族跟着连朱仙镇的老百姓都来了 是夹道相送 一个个头顶香盘 眼中流了 岳元帅 你不能走啊 你要一走 金兵就来 我们又无家可归了 哦 诸位父老 我岳飞 去去就回 你放心吧 有我的将官在这 金军不会打到这的 哎 岳爷 一路保重 岳爷 早先回来啊 好 岳飞跟在王衡的后边 走出朱仙镇 才任赠上马 后边四个家家 也骑着马 唯独王衡 拎着手铜大棍 跟在后边 路上 鸡餐可引小兴借助 这一天 来到 长江边 点手 叫过一艘小船 烧工 讲船 靠在岸边 下毛搭跳 越野 领着四个家境 和王衡上了小船 马 也在船上 大枪 放在舱内 烧工 铁毛撤跳 小船 横渡长江 哦 哦 哦 突然 江面起风 这长江 无风都有浪 这一起风 可了不得 波浪 滔天 小船 上下 边 哦 这船呢 晃得非常厉害 往横说 月野 到舱里去 可可别摔着 不要紧 我在船头这看看 就这阵 就看前边啊 哇 低声 穿起两张 多高水柱 打江内 窜出一个怪物 说它是龙 没有甲 没有鳞 说它是鱼 没有塞 张肘 雪盆大口 奔着小船 扑了过来 啊 烧工下的 哭 啪 趴在了船板上 哎呀 了不得 妖艺 雨艇 岳飞看 可不好 这什么玩意儿 奔着小船来了 如果倒在船边 往横说 他一口把船 穿进去 他一逛的 这船 非扣不可 王横 快取过这宝枪 哎 王横到舱里 取过宝枪 递给了月野 月野双手擒枪 哎 再看那怪物 张着大嘴 探着头 笨小船 过来了 如果不讲 他致死的这条船 都得扣过去 月野双臂 一脚泪 哎 噗 这一枪 真就插在 怪物的脊背上 捧着怪物 摇头 不得多大劲 带着宝枪 穿到长江的下手 啊 月飞看 哎呀 我的枪被他带走了 我跟他说 快 上公 摇船 追枪 上哪追的 那个怪物啊 乘着钻到水里 大枪 哇 一个浪头 一脚 没了 哎 岳飞之心呢 刷就凉了 完了 不祥之兆 赵啊 月野 什么不祥之兆 哎 立权身矛 跟我二十来年了 想不到今天 竟失落在 长江内 那 咱们派人 把他找找 怎么找啊 上哪找啊 哎 宝物有得居之 无得实之 看来 这是天意 你别那么伤心 你说这话 我心里怪不好受的 哎 岳飞点点头 没办法 船到长江对岸 下毛大跳 岳野领了家人 下了船 付了船前 继续登城散了 前边来到 镇江 远远的看见 还是中梁胡玉 夫妻的大吉 岳飞想 别惊动这夫妻了 万岁掉我 赶快进京 我别耽搁了 就这么 越过大营 继续奔林安 离着林安越近 岳飞的心 越压抑 总感觉不好 这次到林安 怕是回不来了 哎 我还有什么事 没办完呢 想起来 为下这口宝剑 战炉店 这是当初周三卫赠给我的 老周界传家之宝 那么我进京城 万一回不来 这口宝剑应该 物归原主 想着 特别摔下来 必给了家将 王太明 太明啊 这口剑是周三卫的 他在京城开古玩铺 我不需要这口剑了 有机会 叫此剑 物归原主 哎 王太明把剑收在行囊入套之内 因为张宝走了 王太明给掀马 王衡呢 还是扛着棍子在马后 再往前去 来到平江 突然发现大道场 尘土飞扬 由远尔尽 来了二十多匹战马 这二十多人 离岳飞不太远的地方 带住斯江 于 哎 于 哎 于 请问 对面来的可是 岳元帅吗 岳飞带住斯江 于 抬头一看 呦 对面来了二十多名警衣卫 前边是两个当官的 呃 不错 正是本帅 你们是何人 啊 岳元帅 你们常年在外 不认识我们哥们 我们是亲弟兄 是秦城相府的指挥 我就冯中 他就冯孝 哦 找本帅有何事 圣旨相 哦 岳飞赶紧甩一灯下马 想将绳扔给王太明 撩一跪倒 趁 接旨 冯中冯孝 甩一灯下马 请过圣旨 刷了 打开了 凤天承运皇帝绕约 岳飞 官方显直 不思报国 按兵不动 客扣军粮 纵兵抢夺 有负重恩 实为阵意 今派人击捕 纽界京都 后制定夺 牵扯 岳飞听吧 好像头顶三江水 脚踏 无兵 呆呆的发了 什么 圣上说我 按兵不动 可扣军粮 助兵抢夺 天哪 哪有此事 冤枉啊 这是天大的冤枉啊 上文书说道 冯中冯孝 奉了奸贼秦桧之命 带锦衣卫 在半路上 捉拿岳飞 圣旨宣读一臂 锦衣卫 呼啦 把岳飞围上 岳飞做梦都没想到 自己 江场吃城 不但没有功劳 反而 又罗知这么多的罪名 一时 不知怎么办好了 在一旁 惊动了 马后 王衡 那王衡 把书童大棍一横 虎目端正 虚法结账 开 我看儿等 哪个敢动手 冯中说 你谁 我乃岳爷 马后 王衡事业 别人不道 我最清楚 我跟岳元帅十多年了 岸前马后 岳爷 为了保国家不设计 出入刀枪林内 他冷刀枪 热肚皮 可引刀头血 睡墨马鞍里 耗费心血 为什么 为了宋石登山 皇上不但不加风赏 方而 又是什么 克扣军饷 纵兵抢夺 纯属胡说八道 我看 你们哪个敢动 岳元帅 哪敢动一动 定死在 王衡 顾奖家 哎 好小子 你敢殴打钦钗 你是造反 咔了了 冯中冯性 亮出腰刀 往前近身 刷住一刀 再看王衡 弯了 用棍一颗刀 三个人打在一块 这两个人哪是王衡对手 二十多名几位都上了也不行 月圆再怎么站起来都不知道 头重脚轻 眼前模糊 棍影摇摇 高光山山 一时不知怎么才好 冯中冯笑一看 不是王衡对手 上乎了 几位二十几人 把王衡圈在当中 尽管如此 那王衡也不在意 手中打棍指东打西 指南打北 兵人碰上 大人就飞了 冯中一想这不行 眉头一皱 记上心来 他赶紧撤出来 岳飞 圣命已下 王衡带着行凶 要是殴打钦差 其罪可在你的身上 是啊 不能拒谱殴差呀 本来秦桧跟我不睦 这些人是秦桧首先人 如果王衡再伤着他们 就更糟了 我岳飞走正 心得端 光明磊落 怕什么 有什么事情 见万岁再说 王衡 给我住手 不许你胡来 如果你胆敢再动一动 我就碰死在你的面前 啊 哎呀 冯帅啊 扑通 王衡跪下了 冯帅 难道说你束手 被擒 你冤枉啊 王衡啊 事情只有个功力 天万岁自然明白 我劝你走 我保你走 逢中逢手一看 趁这机会 不动手 等待何时 那逢中往前一进身 奔着王衡的后脖梗子 唰就一刀 别看王衡跪着在这哭 金风一响一扭声 啪 刀 噓 飞了 哈哈 你们想暗算与我 王衡 反了 大棍 无论起来 玩命了 冯帅 冯帅 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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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你真是想造反的 你手下人竟敢打钦拆 这该了得了 哎呀 王衡 你给我住手 啊 王衡跪了 冯帅 咔了一刀 王衡人头落地 仅为上前一阵乱斗 把马后王衡剁成肉泥 岳飞一看 哎呀一声扑通 昏过去 等岳爷醒来的时候 已经被人五花大仿 绑得紧紧的 头巾打掉 法柳子散乱 嘿嘿 岳飞呀 别装了 走吧 秋车在那边早就预备好了 跟我进京 他低头一看 见王衡血肉模糊 岳飞的眼泪爽爽的 王衡跟着我这么多年 吃了多少苦 我被困 他解围 我出征 他在马后掩护 毁不该 我把他领到京城啊 前者叫他出任 当官 就该叫他去呀 风中风孝 王衡不罪 你如果叫他白骨献天 我认可和王衡一路而去 对对对 你命之前 你要死了 我们怎么向秦丞相 交差呀 不去交口棺材吗 好吧 好吧 来 把地方关找了 时间不大 找来了 给这小子 预备口白茶棺材 到烂翻阳港子那 把他埋起来 还有 看 说着 把秦货的手绿递过去 什么手绿 告诉长江两岸 封锁消息 岳飞被秦 王衡之死 一律不许讲 谁敢露出半字 全家改善 豁灭九族 都这么岳飞被打入木楼 秋车押到临安 掐街入狱 押在大理寺的监牢楼内 岳飞这一宿也没睡觉啊 从牢窗往外看 繁星察眼 心绪不安啊 边关重将 做梦也想不到我岳飞 身在于监牢 岳云张现 恐怕我父子不容易见面了 不过 什么人陷害岳飞呢 你有来言 我有去 只要升堂我都不放 天光放亮 哗哒 这溜溜溜 大 兼老铁门开发 哎 大人升堂了 岳爷 走吧 好 头前带路 走走走走 拐弯末脚来到大理寺的堂口 没等进去就停里边 岳飞 把法柳子往后一甩 往堂上看了 大理寺的堂口还挺威风 只见两旁站堂军 头戴红帽 身穿轻衣 拿着边板锁链 有速军回避 四面牌子 再看堂口摆着刑具 什么家棍 老虎凳 滚钉板等 往对面一看 在公安桌的上方悬挂 皇王圣旨 旁边公安桌 坐着一名官员 四十左右岁 搏灭黑须 头戴乌纱 身穿红袍 五官清秀 这个人看得这么眼熟 他仔细一看 认识 谁呀 正是赠自己宝剑的周三位 左右有不少黑红笔师爷准备 记口供的 是啊 周三位 财高八斗 学富武车 早就应该入五招为官 当年他赠我一口战卢剑 叫王太明带走了 不然 应该叫狱卒转给周三位 看来 我和他还有一面之交 哎 那是当年的事 时过境迁 现在 我成罪犯 他奉圣命审讯于我 还想救情有什么用 再愿得 他是清官 能够秉公而断 这是身后差汗 哎 岳飞 快往里走啊 岳飞来到堂上 看见圣旨 抢不起身 撩一跪倒 醉臣岳飞 愿武皇万岁 万万岁 柯温头往旁边一站 周三位 也拜过皇皇圣旨 然后归座 岳元帅 本官周三位 参见周大人 周三位心的话 我认识你 你也认识我 可是今天没办法 这是大唐之上 不能续旧情 岳元帅 本官早有耳闻 你领重将 抗击金兵 是抗金名将 可是如今有人将你告起了 岳飞知道 但愿大人 铁面无私 为岳飞 洗清 冤枉 岳飞 有人告你 岸兵不动 作官成败 克扣军粮 纵兵抢夺 可有 此事 哎呀 周大人 说岸兵不动 作官成败 这是天大冤枉 我在朱仙镇 莫马立兵 我是奉了圣命啊 本来 大破金龙脚尾镇 朱仙镇大姐 我和刘齐还是中元帅 挥师北上 收服实地 满科医 直到燕山 奋黄龙府 万岁传职 叫各路人马 回到原地 说粮草缺乏 怎么能说是我 按兵不动 作官成败 此事 有何人为证 有韩元帅 刘元帅 刘元帅为证 还有边关 有上旨为证 嗯 可靠军粮 一事 还有 我营中十二人马 十三座军营 怎么能说我可靠军粮 有谁告我岳飞 先有你军中 王俊 告你 哦 王俊 岳飞想了想 想起来了 对 在朱仙镇呢 正在要打 金龙脚尾镇的前夕 突然 外边有人喧哗 问门军 怎么回事 说 好多兵兵 违纪在营门前 要求退粮 不干了 那个年头 以粮食来按月计算 不是给银子 岳飞说 把他们叫进来 怎么回事 说 我们当头的王俊呢 一抖给我们 七生 我们不干了 就这么 岳飞把王俊找来 重打四十大碗 把粮食 退回去 王俊这小子 逃跑 逃到哪了呢 逃到张俊名下 在张俊的名下 当官的时候 秦桧啊 到处找岳飞的仇人 就把王俊找着了 叫王俊 写状旨 状告岳飞 苛扣军粮 他是到达一旁 岳飞想起来 哎呀 周大人 那王俊 他苛扣手下 小足军粮 被我知道之后 重打四十 怀恨在心 状告本帅 可妄告不实 何人为证 可到朱县镇 重将可以作证 嗯 此时还有人告你啊 有个叫董仙的 你可知道 啊 岳飞吓跳 心想铁命 天王董仙 跟我不错 书中按表 董仙上当 董仙在金龙小伟镇 受伤之后 此官不作 回归故土 也叫秦桧等人弄去了 墙逼着给写的口部 现在董仙 被他们看起来了 岳飞做梦都没想到 哎呀 我的好朋友 怎么也告我呢 周大人啊 说我苛扣军粮 我营中数十万人马 如果我苛扣军响 请问能打胜张 岳飞爱丁如子 你可以随便去问 嗯 周三为嘴没说 心里明白啊 岳飞谁不知道 有忠有秀 为国尽忠 甘胆诏人 明明是秦桧 要将他置于死地 这事怎么办 好吧 岳元帅 此事我一定奏名圣上 为你喜倾 冤枉 多谢周大人 岳飞 心里像开开两扇窗户一样 看着样子 我遇见清官 我能够喜倾冤枉 周三位一抖袖子 退堂了 岳飞被押入牢内 可那周三位回到内宅 死我 我不宁啊 心想 我明飞了 明明是秦桧 想害死岳飞 叫我 对岳飞 严加审讯 我怎么办 岳飞是忠臣 我如果讲岳飞 置于死地 要落个骂 明千载 我不讲岳飞 置于死地 那秦桧 怎能饶我呀 现在秦桧在朝中 在万岁面前 说一不二 我周三位 算个什么呢 我得听他驱使啊 哎呀呀 正犯愁 夫人来了 哟 大人 这是怎么了 愁眉不展 周三位就把岳飞被害的事 从头至尾 说了一遍 岳元帅 立了那么大的功劳 滚到武昌开国功 可是现在 嘿嘿 身不由己 落在监牢 养在性命难保 恐怕居家满门 都要废货糟勤 此时叫我怎么办 哟 老爷 依你之见呢 这 看来 半君如半虎 虎要发威 早晚伤人 我要做忠诚 难免落 岳飞下场 可是又不能和秦惠 同流合乌 陷害忠良 这 不如过关悬印 弃关逃走 夫人 你看如何 一切 听老爷你的 好 你赶紧回去 收拾 今夜三更天 你我夫妻 带着居家满门 离开关敌 远顿 他乡 好 就这么 周三位 走了 好吗 大理寺 正清跑了 第二天天光一放亮 要升堂 牙一看 好吗 大堂上挂着关印 找不着大人 赶紧给秦桧送信 秦桧一琢磨 明白了 周三位 和我不一心啊 他同情岳飞 好 给我传军旨 小雨 周城府 现 河楼 马头 就说 岳飞 死党 都三位 逃亡 在外 抓 秦桧一琢磨 周三位走了 谁审岳飞啊 现在乌珠 已经给我信了 如果不讲岳飞 至于死地 我命休矣 他琢磨来 琢磨去 把手下家将找来了 手下家将啊 长尾巴狗 短尾巴狼铁 照里 不漏汤 中不响 坏炖肠 呼啦 都过来了 相爷 有什么事 去 把墨其谢 罗乳吉 给我找来 是 墨其谢 罗乳吉 是干什么的 墨其谢 是杭州知府的通知 罗乳吉 是通判 这两个人 一个五品官 一个六品官 别看官不大 是秦桧的狗腿子 知心 秦桧办什么坏事 不瞒这俩小子 这俩小子一听 什么 相爷请 哎呦 乐天仙了 赶紧的 来到相府 下了叫 颠颠的来到里边 叫家人往里一抱 好 叫他们进来 罗乳吉 墨其谢 来到里边 攻身失礼 哎呀 参见相爷 不是相爷 有何路拆钱 哎呀 二位大人 现在有一事 本相为难 我叫周三位 审问岳飞 这周三位 不识台语 他跑了 我想叫你们二人 解替他的职务 审问岳飞 不知可否 啊 大家还听得坏了 什么 叫我们到大理寺当官了 这可是平步行云 连生三迷 哎呀 谢了相爷提拔 不过 岳飞他的罪证如山 你要严行 拷问 记住了 无论如何撬开牙齿 咬他的口供 明白明白 相爷 您怎么说 我们就 怎么做 就这样 这俩小子升官了 摩西蟹当上大理寺 郑青 二品官 卢乳吉 当上四成 第二天就走马上任 来到大理寺之后 嘲嘲了了的看了看 王骏的壮旨 此为何高杉人 哎呀 准备大五行 代岳飞 时间不大 把岳飞带到了大堂口 岳岳飞 啪 把法纪往上一甩 抬头一看 嗯 就是一浪 哎 堂上坐的 怎么不是周三位呢 八字公按桌 坐着两个官 离婉一看 就像那狗尿 才成经差不多 左边这个 胖过伦敦 搓过伦敦 亚过伦敦 右边这个 挖过脸 擦鼻梁 尖鼻头 翻鼻孔 圆眼睛 还是个烂眼边 离这远 看不仔细 哎 当差的 周大人呢 啊 哎 元帅 跟你说实话 周大人 刮官悬印 带着家眷 走了 哦 为什么 哎 他知道 你啊 冤枉 不忍家汉 可是 又惹不起前丞相 没办法 走了 现在 下了海浦 公文在抓他呢 哦 是我连累了周大人 这两个人 哦 你看左边那个没有 福星莫齐 单字鸣谢 右边那个叫罗汝吉 哦 这两个名字 我说啊 坏了 我落在仇人之手 岳飞怎么知道 莫齐谢罗汝吉呢 原来岳飞和康王赵构 被困牛头山的时候 牛搞天价摧凉 莫齐谢罗汝吉 就是临安府派去摧凉官 有一天呢 岳飞正然大兵望前进 道旁有人喊渊 叫张宝一问 带了三十多个船家 跪倒磕头 告诉岳元帅 我们是临安的 莫齐谢罗汝吉 是我们的鸭梁官 我们给运凉 到了之后 这两个鸭梁官 把粮食运到自己家 中饱私囊 反过来愣说 我们把粮给偷着卖了 不但扣我们的运输费 反而叫我们赔损失 我们不服 岳飞来这儿了 把莫齐谢罗汝吉 叫来一追问 这俩小子强词多礼 岳飞重打他们四十大板 还多亏岳云张献奖情 不然非把他们俩小子杀了不可 如今 我落在这两人手里还能好吗 想到这儿 岳飞这火就上了 来到大堂上 利而不贵 大人 我 无有功夫 数不 失礼了 莫齐谢啪一拍 惊大目 嘟 咱大岳飞 你乃是范臣 我奉圣命审问此案 你还不跪下 哼 我岳飞惊中报国 有功无过 你审什么 现在有人告你 你手下当台的王骏 告你 苛扣军粮 他有此事 胡说 我军中十三都大营 数十万军族 每天耗费多少粮奖 我苛扣军粮 为什么别人不告 单他一个人告 如果我这样对待军族 甘能打胜仗 朱仙真大姐 伤得已数十万 哎 这个 莫其谢被问得张口结舌 你不用挑言这遍 你给我跪下回话 哼 岳飞膝盖 上跪天 下跪地 中跪父母君亲师 也能跪你们两个狗官 哈哈 你敢骂我 卢如其说 来来 请圣旨 把圣旨望他们俩中介一供 岳飞没办法 撩一跪头 莫其谢说 岳飞 我来问你 你在朱仙镇 按兵不动 有意谋反 可有此事 什么 岳飞心想 怎么 我又成了叛臣了 哼 岳飞 一片担心 可贵天地 绝无此事 哈哈 静岳的 我听说 你是好样的 我看这场官司 你就认了吧 你招也得招 不招也得招 你放聪明点 什么我都能认 这造反的罪名 我不认 好 人是莫雕 不打不招 人是苦虫 不打不行 来啊 给我重打 四十大板 拿出飞铁 汤了 往下扔 有人把岳飞 唠去 随后 顿下中音 打了四十大板 这四十大板 打得 血肉模糊 岳飞 死去活来 暗刺 被推到堂上 岳飞 这回 你有招不招 狗怪 我岳飞 忠心耿耿 不保圣主 为国家 立下十大 汉马功劳 我有什么可招的 哈哈 我看谁打得心 来啊 看甲棍 头 上文书说道 岳飞死去活来 暗刺 被推到堂上 岳飞 这回 你有招不招 哦 狗怪 我岳飞 忠心耿耿 不保圣主 为国家 立下十大 汉马功劳 我有什么可招的 哈哈 我看谁打得心 来啊 看甲棍 走 这甲棍 是五行之祖啊 自从王莽 串的卫士兴起 传到宋朝 什么的汉子 也躲不过 甲棍呢 是三根硬木造成 一根呢 有顽口粗 一头是圆的 一头是扁的 中间 用锁链 连在一起 棍头着 有牛皮筋制成的盘袋 打着果子扣 用行的时候 把人的脚脖子 夹在三根木棍内 上边有铁锅 一用力 铁锅一锅上 上个型号 一至十 一二分行 俩脚脖子如同针刺一样 二三分行 如同火烤四五分行 怀骨就酥了 六七分行啊 这人都得昏过去 到了九分十分行 必死 形象 莫其谢真狠 一张嘴 五分行 有人给岳飞脱去鞋袜 把脚脖子 啪 往夹肤里一伸 两个当差的一勒皮筷 嘎吱 岳飞 哎呀一声 死过去 丙大人 岳飞昏过去了 用凉水喷行 是 撤了夹棍 噗 凉水一喷 岳飞 机灵大寒战 环形过来 就这么连滚 三次热堂 岳飞没有口供 岳飞被人啊 压到大牢 还好 御官 要拟完 这个人 知道岳飞是中良 被奸臣陷害 格外关照 另外岳飞这案子 有人知道了 谁呢 城里有个大货 最有钱 又理直 京城里边 是本带宝子号的买卖 都是他家的 你别看他不当官啊 他是官司两面 黑道两门 回汉两教 没有他不认识 不熟悉的 就是当官的 有时候 也走他的门路 这叫有钱 钱能通神 理直这个人呢 为人 很厚道 还挺善良 乐善好施 听说岳飞被掐奸入狱 心里同情 就来到大牢 买从上下 差人牙役 你们不许 难为岳飞 岳飞 吃花用 一切我包了 他有一个好朋友 就王能 这个人呢 是个秀才 有学问 不愿意为官 就这么俩一商量 岳飞太冤了 你说就叫秦桧 这么害人吗 咱们怎么能给他帮个忙呢 有办法 咱们想办法找一拨人呢 上万民书 另外到处你一碗 你要照顾岳爷 岳飞在牢中 有人给上金床伞 包扎伤口 岳飞 还算没遭夺大罪 又过几天 莫骑蟹和罗汝吉 又想了个损招啊 升堂前呢 在大堂口呢 升了个炉子 炉子上放个大铁锅 里边放的鱼胶啊 家伙熬热了 把这鱼胶熬热之后 这边有人搓麻痹子 搓完一瓶一瓶撕开 绑子们一把 下边扒了掌 在旁边一放 大岳飞 把岳飞又夹上 岳飞 有招不招 不用问 没招 好 可别怪本官对你不客气了 来啊 动情 有人过来 撒 把岳飞的衣服 扒下来 大家往后背一看 哎哟 鲜红鲜红四个大字 京中报国 这差人都机灵打个冷战 呃 大人 您看他后背 后背怎么呢 哟 岳飞 这字 老母赐字 嗯 我叫你京中报国 好 就往这块给我动行 把这给我撕掉 吃 有人拿过刷子 把翻滚的这个胶子 刷在后背上 咱啦 一家 疼都越飞 一下子昏过去 你想啊 水烫都了不得 况且是胶温 胶刷头背上 把这麻皮啊 一条一条的 沾上 这叫 披麻温 等胶干了 和麻皮子 沾都一起了 岳飞 有招不招 没招 好 给我往下撕 再一瓶一瓶的 往下撕麻皮啊 呲啦的一下子 连肉带皮 全扯下来 挨压一声 岳飞昏过去 还前过来 再往下撕 就这么 岳飞不知道 昏死过多少次了 等把后背的肉皮 肉扯去之后 再看京中 报国四个字 仍然存在 当初我就说过 乐母刺字啊 不知道为什么 都刺到骨头里了 呀 这不是成心吗 这 这 这可怎么办 岳飞 这回你有招无招 岳飞疼得实在受不了 浑身肉 嘟嘟嘟嘟 只颤了 喊猪猪猪 往下 哗哗直滚 最后都干了 脸色苍白 哎呀 岳飞想 照这么折磨 我非被他们折死不可 可怜我 还没有见到万岁 万岁知道 我受这哭刑吗 不行 不如我把口供写下来 表达我的忠心 好 莫其谢 我 我招供 好啊 嘿嘿嘿嘿 哎呀 你真是牵着不走 打着倒退 敬酒不吃吃罚酒 早就应该这样 好 说 不过 我喉咙干牙 说话困难 我可以跟你写 哎 那更好了 更好 来来来来 准备笔墨 有人把纸铺在地上 讲墨言好 把笔往里一放 有人拿过手劲 岳飞跪在地上 把手上写记 斩又斩 提笔在手 讲笔 赵宝 啊 哇 素雅 我伸手哭刑 不知道 你知道我是你的主意 还是奸贼的主意 啊 说说 啪 写完了 笔一扔 岳飞又昏过去 哎 快快快 拿来拿来 莫其谢 就当差的 把供词 放在公案桌上 莫其谢裸乳机 头挨头挤着往下看 指尖上写 武圣定国军 神武后军都统治 武昌开国功 供词 飞 身在河北 长在汤奸 自有习国练武 壮年执掌兵权 正知金兵入侵 罗我二圣 坐进观天 不忘老母赐字 京中报国 赤心一片 青龙山八百破十万 大瞻爱华山 乌珠丧胆 光天荡牛头山 亭枪掠马 金兵胆战金寒 朱仙镇 大破敌兵 乌珠退出中原 若宽容岳飞几日 大兵兵进燕山 直到黄龙 仍请二圣回还 不料圣旨以下 叫我歇马边关 连用十二刀金牌 调我精神回转 假说论功行傻 实则奸臣弄权 无限我造反 将我打入劳间 千般拷打 我对朝廷无怨 万种枯行 只因圣主费蛮 今岳飞身词 胆胆度天 绝无法义 志在收服河山 苍天无私 定成卖国奸贼 帝府有灵 并替岳飞身冠 所供之词 拒拒十言 呀 哈哈 你这个供词啊 你这叫表功呢 我看你还打得轻 来呀 给我用行 罗书基说慢 你看 他都昏过去 如果没有口供 给打死了 咱俩要丢官罢职的 不要紧 离心大老远呢 咱这招 你看着吧 等他醒醒 不一会儿 岳飞还行过来了 想要呢 有招不招 呸 莫其谢 像当初 本帅打你四十丈 你回恨在心 今天是官报 我丝仇 用此枯行 但等我儿 岳云感到 必要你命 替我报仇 啊 莫其谢 听这话 就觉得脑子刮 耳朵根 脖子后边冒凉风啊 我的天妈呀 我干这种 缺德作损的事 真叫岳云 值得大了的 好 退他 有人把岳飞 吓走了 莫其谢 和罗乳 急回到后边 坏了 咱们忘点事啊 是啊 那岳云 手势一对 雷鼓 瓮金锤 又万不不挡 这种一旦 知道他爹 我们给打成西湖烂 非叫他命不可 这怎么办呢 那怕啥呀 他不是成交就咱干 还是哭着找他娘 走 走 俩坐轿 来找秦桧 哎呀 相爷 哦 二位贤妻怎么样 哈哈哈哈 相爷 给您道喜 经过我们严刑口打 把板子上赞纸 用夹棍 匹马口 薄皮 问终于拿出口供 哎呀 贤妻真爱 大财 口供在哪里 在这儿呢 给您 秦桧打开一看 呸 这叫口供啊 这是岳飞的功劳部 难为你们 相爷别急啊 这可有大用啊 嘿嘿 我跟你说吧 在大堂身上 岳飞疼的男人 骂了一句 说单等他儿子岳飞来 要我的命 相爷 不好 你想 岳云那么厉害 那个朱仙镇的战将 这么厉害 要知道岳飞 就这么掐奸入狱 用了行 非造反不可呀 斩草得出根呢 您看没有 这是岳飞亲笔记 您可以按他笔记 给岳云写封信 叫他到京城 把他抓住 他们父子一块死 咱不就静心了吗 嗯 有理 据我知道 张献也在老岳家 对对对 不知道谁传出来的 说张献嘛 是岳飞的姑爷 真假 不知道 好好好 嗯 二位贤妻 果然大财 好 退下 立刻找人 有的是刀笔师爷 会模仿人的笔记 就按岳飞供词的笔记 给岳云张献写封信 写封信之后 秦桧点手 叫过他府里的教师爷 这个人就徐成啊 徐成 相爷 本乡对如何 哎呀 您对我天高地厚之恩 就是我亲爹亲爷爷 也不过如此 比那还强得多 好 本乡命你辛苦一堂 哎呀好 但死不死 那好 这有一封书信 你送到岳家庄 交给岳飞的妻子 我这天 秦桧 那个岳飞被打入天牢 我到岳家庄 他们要知道 还不得把我杀了 哎 不会知道 我已经严密封锁消息 两个什么步道 你到那 他要是这么这么问 你就那么那么那么说 他要是这么这么问呢 你就这么这么这么说 哼 我叫你岳飞 段子 爵孙 那徐成 接过书信 带上银子 骑着快马 当城赞路 回头再说岳云张线 自从诸仙镇离开莲营之后 回到家内 居家团聚 岳飞啊 有五个儿子 岳云 岳雷 岳镇 岳临 岳亭 岳雷今年十六岁 岳临十二岁 岳镇呢 七岁 岳亭今年才三岁 岳飞还有个女儿 叫孝娥 今年十四了 哎呦 这个姑娘可好 文武双全啊 从小 习我练武 有目览十行 走马 观碑之能 这也就是女孩 又是男孩 早就跨马上阵 作为父出征 他呀 许给张线了 张线给的定心礼 是个银瓶 姑娘一直收在身旁 张线回来 应该成群 他们两个完婚 李氏说 家有天口 主是一人 老爷没回来 哎 咱们等一等吧 就这么事情 料下 岳云回来 目的很明确 教兄弟们 习文练武 就这么 每天岳云张线 教这小哥几个 练枪法 姐夫教小舅子 那是实亲实义 尤其那岳雷 跟张线最好 把张线的东向 他都学到手了 半年过去了 岳云张线有点想 朱仙镇重将 我爹为什么没来信 为什么不叫我们回营呢 难道我们就在家 怎么住下 又过了一个多月 还没消息 这天正着急 家人来报 老爷派人送信了 哦 谁来的 这人说到徐城 岳云说好 快请进 哎呀 张线岳云都高兴 叫小弟弟都赶紧 回后边 回避一下 徐城来到里边 心蓬蓬之道 不过心想 将爷说了 这次我到这 真把岳云张线 进到京城 手工一件 哎 反正害怕 也是这么回事 不害怕 也是如此 喝出去了 来到里边一瞧 他认识岳云 甭问 那个准是张线 哎 二位少爷 小人给你们磕头了 哦 免礼 哎 我怎么不认识你啊 我叫徐城 我是书妹院的 岳云到书妹院当差 我伺候他俩人家 我说 没到家里来过 我要看一看 哎 就这么 我来送信了 哦 我爹到书妹院了 是啊 张宝王恒挺好 好啊 边关重将 哎呀 挺好 不过老爷进京城 已经一个多月了 军长想 不能再说了 再说就漏了啊 我只有书记 赶紧递过去 岳云接过来 拆封抽搐一看 上面写得很清楚 我进京请求北伐 皇上不徒意 命我到书妹院任职 往岳云张线 见信之后 速到京城 听差 哎呦 我爹叫我去呢 不是 张将军 咱们快走 张将军说 我看看 到书妹院 那边关怎么办呢 哎 徐成啊 那边关重将 谁管呢 有牛将军 还有施将军呢 听说最近还要派一个 反正是不打仗了 岳云再边关也没什么事 哎京城 皇上重用啊 好吧 脸没再多想 就这么赶紧告诉家里人给收拾 行囊入透 李氏贤人一听说 岳云要走 有点舍不得 岳云呢 到京城赶快来信 我不放心 岳云说 我也跟着 岳云说 你别去 家里就你的 你不照顾家 谁照顾家呀 嗯 你等以后有机会的 我跟我爹说 你再去 好吧 张宪哥哥 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会回来的 西奥哥姑娘 听说张宪要走 西里舍不得 可是又没啥说 也在门旁 看了两眼 那个年代 没诚心 不许说话 张宪深情的 瞧他一眼 眼睛就说话 意思说 你怎么着 等到京城安排好了 我派人把你接走 就这么 岳云张宪跟着徐城 登城大路 这一天来到京城 很快来到书迷院的门外 徐城说 二位少爷 你们等着 我到里边回事 说着徐城 蹭就跑了 岳云张宪下了马 将江绳拴在拴马装绝上 行囊入套兵刃都在马身上 两个人来到了门口等了一会儿 徐城没回来 再等会儿 还没回来 哎 咋没人送信呢 张宝王横该来了 哎 自己进去 俩人往里走 把门的还点头呢 呦 帅爷来了 里边请 帅爷来了 里边请 啊 一直来到大堂上 大堂上一个人也没有 哦 那书房呢 刚想往后去 就请 咚咚咚咚 老爷升堂喽 我爹升堂了 再看战堂军 拳进来 紧跟着屏风后边 转回一人 头戴乌纱 身穿蟒袍 往桌子后边一坐一个云 抬头一看 怎么是他呀 谁呀 不是别人 正是右军都督张军 这个张军现在生书迷院士 张军前往我说过 岳飞下五科长 千条小梁王 张军是主考官 和张帮昌是同党 后来张军 在襄阳六军被围 岳云曾经沙头重围 打开襄阳救过他 可这小子没良心 嫉妒岳飞 觉得岳飞升得太快了 他有什么本事 会比我还大 他和秦桧 结成此党 这个案子 秦桧求他帮忙 因为秦桧是文管 张军是武将 秦桧也怕 岳云张县武艺高强 如果抓不住 就得逃走了 离开京城 要把朱仙镇的人马 拉到京城来 非要我的脑袋不可 故此和张军设计 要抓张县岳云 岳云张县上前势力 参见张大人 张军把眼睛一瞪 胆大的岳云张县 你们身带力 任闯我大唐 图谋不轨 我要 把他拿下 胡拉就过来了 张县说 哎你们干什么 刚一扎会有人把剑 吓了 八斤头 龙二被放上 岳云一看不好 撑了 练出宝剑 干什么 放人 要不然 可别说 我杀你们 旁边有人抓着张县 把刀压在脖子上 岳云 你敢动一动 先把张县杀了 赶快复绑 绑吧 岳云复吧 岳云一想 复吧要什么呢 不就是我身带力 人闯的公堂 是犯法 你有来源 我有趣 我找我爹来了 张个人 冤枉 我是找我爹来了 你找岳飞吗 跟你说实话 你父亲 按兵不动 有父圣恩 纵兵抢劫 可寇军粮 有意谋反 以下天牢 哎呀 把这两个人 我动达五十军棍 不管你什么理由 给我动 冰邦冰邦 这五十下 打得太狠了 然后两人打入天牢 莫齐夕这小子 为了抓岳家人 怕牢房不够用 又盖了时间房 时间房子的名字 分别叫 雷霆诗号令 兴斗换文章 上文书说道 莫齐夕这小子 为了抓岳家人 为了抓岳家人 怕牢房不够用 又盖了时间房 时间房子的名字分别叫 雷霆诗号令 青斗换文章 岳飞被押在张字牢房内 把岳云张线也推到张字牢房里 岳飞抬头一看 啊 你们俩怎么来了 哟 爹 大帅 你怎么在这 你们俩怎么来的 你写信叫我来的 我明白 你们俩上当了 岳飞抬 我自己跟他们滚就认了 这俩孩子在我这 太远了 尤其张线 老张家千情地一颗苗 我连累了你太不忍了 有机会 你还是出去吧 不 元帅 你在哪 我在哪 我想这个官司会弄清的 嗯 手大遮不过天 是啊 我也那么和计 现在虽然奸臣党道 他们诬陷我有意谋反 我想万罪至圣至名 会给我洗清冤枉 其实岳飞做的是无敌的牢房啊 皇上知道不 知道 假装不知道 皇上天安一余 他现在一心听信 秦桧的主张 一和 岳飞是主战派 那么想要一和 岳飞成了主力 那还不说 大金国提出来了 要想一和 隔让国土不算 必须想岳飞 置于死地 更主要的 秦桧 在岳飞身上加了许多 莫须有的罪名 什么官大声尖 有意谋反 勾串南邦 科寇军粮 又是什么 纵容军兵 抢劫百姓 皇上听得更多了 他信不 信 他认为 岳飞在牛头山 旧驾有功 就因为以功臣自居 才敢胡作非为 故此刷旨意 叫秦桧派人 严加审讯 岳飞在牢里头 心里难过呀 一晃啊 吻了快俩月监狱了 近来 没有声唐审讯 岳飞的伤也见好了 只是心虚不宁 思念诸仙镇重将 哎 你又搞干什么呢 王衡死得太冤了 张宝多亏我先打发走了 到豪梁做总兵 不然恐怕也要受诸脸 他正合计 就听外本人说话 老爷 岳爷 我来了 岳飞听声音耳熟 隔着栏杆往外一看 外本人要饭花子 你谁 岳爷 是我 张宝 张宝 你怎么来了 岳爷 我能不来吗 总兵啊 我不干了 原来张宝领了妻子红氏 儿子张英 到豪梁当半年总兵 他就烦了 跟他妻子红氏说 二头妈 我不干了 咱不太过料 一天忙忙活 这次干什么呢 还不如啊 给岳爷牵马 坠邓叔父呢 我看呢 咱俩走 咱都越得装去 你呀 伺候夫人 我呢 伺候老爷 多好乐乐呵呵的 也不用动脑子 红氏很贤惠 行啊 无关一身轻 有子万世俗 咱有儿子了 你呢 又不会作怪 要出点事呢 还担不了 这个担子 那好咱走 偷着走 明着走 不行 找几个差人 都是心腹之人 准备好车辆 把行囊 入套 金银 细软 植物都装好了 带着妻子红氏 领着儿子张英 偷偷的离开了城池 把大印 往床上一挂 他走了 你说这人多有意思 放着总兵不当 要当马童 一路上 鸡餐可饮 小型夜处 这一天来都越来庄 岳飞的妻子 李氏一听 什么张宝的妻子来了 哎呦 赶紧领着儿媳妇 出了迎接 把这一家人 接到里边 红氏见着夫人 赶紧失礼 夫人呢 我到这就不走了 伺候您来了 哎呀 别客气 快见见 这是我儿媳妇 那就拱金铃 花斑抱张英 乐的嘴都合不上 见着月雷 连蹦带跳 哎 还来这好 张宝说 夫人 老爷最近回来没有 没有啊 你来的正合适 我正着急呢 不但老爷没回来 月雲张献 这么这么多事情 他们都进京了 我叫他们早点给我写信 至今阎信皆无用 那我可得看看 雲雷说 我也跟你去 不 二少爷 你在家 看一下 我去就回来 就这么张宝 收收拾 带点钱 骑快马 奔京城 来到京城之后 他这打听 岳飞在哪呢 正巧迎面来个老者 文质彬彬的 穿得干干净净的 哎 这老丈 借个官 啊 什么事 请问 岳爷在哪呢 哎呦 他妈呀 老头 这这跑下利索的 扭头 哎 怎么走了呢 哎 哎 我说 做买卖的 你知道岳元帅在哪吗 哎 我妈呀 哎 我没停着 没停着 嗯 这怎么是 他问了几个人 都吓得 赶紧跑开 乖了 书中暗保 秦桧已经秘密下令 岳飞入牢的事 要严守机密 谁敢提个岳字 就杀兔之罪 有个白衣秀氏姓刘啊 正在啊 召集买卖 扑获老百姓 写万民表 在皇上面前 保岳飞 这是个秦桧知道之后 派人四处抓这个姓刘 张宝的街上 敢问岳飞的下落 那了得 张宝就知道有事 他跟李刚那么多年 跟岳飞十几年呢 你想 他能没脑子吗 不对 我呀 找地方歇一歇 然后呢 偷着问 有蛋吗 他往旁边一拐 进了胡同 一看前面是个破庙 下了马 江生双好 他就进来庙门了 干嘛找地方歇一会儿 不愿意住店 到大店呢 一看那块 有块石头 往这一扣 他想密这 就这阵 外边 踢打他了 踢打他了 来俩人 一边走一边说话 今天不错 能保持一顿 可不是吗 来来来 咱就在这台阶上 聊点火 把这热乎热乎 好好好 张宝王外边瞧 这两个药饭花子 宿舍都不大 穿得破一啰嗦的 拿着黄瓷瓦罐 打狗造条 俩把黄瓷瓦罐 往这一翻 三块石头 执个三角架里下 烧点火 瓦罐一坐 不一会儿 哎 香味出来的 要的东西 绝俩树枝 两个人往店一坐 干嘛呢 在这捞菜吃 哎 就这一个丸子 干嘛你抢啊 这么下来 一半 来来来一半 哎 师祖吧 师祖常乐 你说 世上干什么最好 当官啊 当官怎么好 吃香的喝辣的 错了 不行 干什么也不如要饭的 岳爷官多大呀 啊 带给你千军万马 现在怎么样 吃不上这个呢 咱那折锣够香的 哎 现在他不得吃 牢号里的饭吗 哎 可不是吗 对 看来还是要饭好 你看现在 咱来往这一坐 无拘无束 嗯 张宝听得清清楚楚 什么 蹭就出来了 一身手碰 哎 你抓不干什么 张宝把花子 衣服里抓住 你说 岳爷在哪 嗯 没说 没没没 我什么没说 你们谁听见了 没没没有 说 饶命吗 我们是要饭的 穷到这个程度了 你你 你把我们抓去 有什么用啊 你饶了吗 我不抓你 我就问问 岳爷在哪 你是哪的 我是岳飞的马童 我就张宝 原来是张爷爷 哎呀 你早说 你快走走走 我吓死了 我以为啊 是秦城相府来人抓我们 要这么说 好吧 走走走 三个人来到庙里 哎 老大 门口看着点啊 来人咳嗽一声 我跟这位张爷爷说 哎 光当 破庙门 对上了 哎 张爷爷 哎 要不说 甭管穷富 良心要长正 良心长到 嘎着窝呢 这样人呢 早晚不得好死 就我这要饭的 我得说句公道话 你说岳爷 得佩服 要不叫有岳爷 南征北战 咱们老百姓 能过舒服日子 我要饭 要不得这么好吃的东西 那金兵入侵多利 少费话 你快说吧 哎 岳爷被人掐奸入狱了 为什么 说他造马 鸭在哪 在天牢里 天牢在什么地方 从庙门出去望右一拐 望左一逛 等前边 就是大牢 好 张宝听这话 火冒三丈 哎呀 岳爷立这么大功劳 竟然被打入天牢 世上还有公道二字吗 还有岳云张仙都在大牢里呢 好 带我张宝赶奔天牢救出元帅 这个小花子挺有心眼 赶紧把张宝拦住 张宴 慢走 我还有话说 嗯 你说吧 小花子就把他知道的情况详细说了一遍 王衡怎么死的 岳云张宪怎么被害 从头至尾一说 张宝更着急了 好 我要抓住秦桧 咬他的老命 替死去的王衡报仇 哎 你别急啊 您这么去 不但见不着越野 弄不好 要秦桧的爪牙抓住 西名难保 我教您办法 您呢 化化妆 把我的衣服换上 倒在大牢呢 你就说是李源外派你去的 李源外是谁 这个人叫李直 是灵安最有钱的富户 他对越野好 对衙门里的差人有关照 你去吧 哎 多谢多谢 张宝太感激了 给花子两银子 把那破衣服 他穿上 自己衣服 卷不卷吧 扔到一边 然后又买点馒头 牛肉和酒 弄点韭菜 跨着框 赶奔接狱 到那没费劲 有人把他领到张自大牢 那岳飞瞧见张宝 肉惊肉喜 哎呀 想不到在这见到你了 张宝啊 你不当总兵 怎么上这来啊 哎 老爷 当什么总兵 你又怎么样了 不干了 我已经把家酒 送到月点庄 跟夫人在一块 夫人叫我看你 老爷 你太屈了 小人背着你 叫二位公子 换后 我们杀出林安 不可 张宝 我的为人 你难道不知道吗 万岁没有圣旨 我是绝不离开大牢 我不能 做背叛 朝廷之事 哎 老爷 您这么忠心皇上 他知道吗 嗯 不值得呀 张宝 君叫臣死 臣得死 父叫子王 死得亡 君叫臣死 臣若不死 乃为不忠 父叫子王 子若不亡 乃为不孝 我既持国家奉禄 应报君恩 哎呀 要不然这么办 叫两位少爷 跟我走吧 保住岳家 张家的香烟后代 张县岳云 你们呢 岳云说 爹 您尽忠 我尽孝 不走 张县说 元帅 我是保驾将军 您在哪 我在哪 不走 哎呀 你们都不走 叫我怎么办呢 秀的这阵 玉官你玩到了 看见张宝 呀 问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你谁 马同张宝 呦 啊 张张就 你快走吧 可了不得 秦丞相派人插街来了 插街的人 在我那屋喝水呢 您快走 嗯 最好秦桧来 岳飞说 张宝 不可胡来 你快走 乱说 您真不跟我走啊 哎 好吧 我跟您十多年 现在七彩子路 样样顺心 这回不当官了 就想伺候您 可想不到 您在这儿受苦 我这么多年伺候不周 您多担待 让奴才敬一杯酒吧 赶紧倒一杯酒 递了过去 岳飞接过杯来 啊 好 一言而尽 又倒了一杯 岳公子 你也喝一杯吧 哎 张宝啊 回家去 多照顾我的兄弟 嗯 张宪 又喝了一杯 张宝的酒 然后把东西 放在了牢窗外 元帅 我不能救你们 我先行一步了 说完 猛一转身 碰在监牢的石柱上 当时碰个万朵桃花开 啊 张宝 张宝 岳飞一下子 胡了过去 张宪 岳云 放声 痛哭 就在这儿 只见秦桧 手下人 腾腾腾 来了 为首的是教师爷 叫何力 在秦桧府的教师里边 能力最大的 是何力 身后跟四个家将 长颜巴狗 短颐巴狼 铁照里 不露汤 倒着一看 哎呀哥 我呢 这是谁呀 哪里这么叫疯花子 倪丸 赶紧过来 战战兢兢说 呃 这个人 是岳元帅 当开的 他不忘救恩 来看看元帅 一看元帅受苦 又救不了 就一头碰死了 张力点点头啊 嘴没说犀利说嘛 看来岳元帅 爱兵如此 才有这样的忠义之人 此事要叫秦丞相知道 那还了得 这狱卒都得受牵连 什么人放着花子进来的 赵六 吓得腿肚子转筋了 呵呵呵 是我 来啊 把他干起来 长颐巴狗 短颐巴狼海上了 把这脚多了 你好大胆子 竟敢违抗 相爷君子 何力说算了 看起来 就这么把赵六 压起来 又一把手告尼完 把尸体运出去 何力转身走了 一边往外走 心里在琢磨 岳元帅 确实是背屈含冤 可是我呢 吃谁得向着谁 这可没办法 他想到秦会府啊 就一抱 倒在十字接着 呼听有人喊他 何贤弟 请留步 他扭头一看 说话的是个摆卦摊的 四十多岁 白面 黑须 谁 他的好朋友 叫谢时 这谢时好文采 一手的好毛笔子 怎奈生不丰时 就在街前挣点零花 何力呢 和他下棋 谈天 聊到一块 俩不错 哦 大哥叫我 好 你们四个先走吧 把那四个家将打发走了 来到谢时进前 落个盗坐下 大哥 今天生意怎么样 还可以 贤弟啊 忙忙 忙 城墙叫干什么 就干什么呗 我有几句话说 你别过意 说吧 背后人们都骂你呢 骂我干什么呢 我说了你别生气啊 说你是秦会的狗屎奴才 谁这么说 说你跟他去将来得断子绝尊 大哥 你怎么当面骂我呢 不是我骂你 经常人都这么说 那岳元帅 京中报国哪个不知 谁人不朽 好多地方家里都供招岳爷的像 烧香磕头当神仙供 可是秦会 把他打入天牢 置于死地 你助纣为虐为虎作唱 烟有好下场 大哥 我懂 我不会丧尽天良他 我家里还有八十岁老母亲 我是没办法 贤弟 你好自 为之 合力回到秦会府 在院子转来转去 心想 谢时的话 只金石良言 我该怎么办 马同张宝死的事 他没说 秦会知道了 谁告诉他 那四个家将 秦会心中不满 命人暗暗处死了 赵六 转眼到了 腊月二十八 这一天 何力在院边正转呢 搜了一下子 从墙外 飞过来几张纸 何力捡起来一看 呦 悟到是怎么飞进来的 上边写的是 岳飞功绩 骂秦会 你说我给秦会送去 要他应该知道知道 他做到心中有数 也许痛改前飞 放了岳元帅 对 他本来想马上去 旁边有人叫 就这么耽误完了 掌灯之后啊 何力 开分书房 到书房一看 秦会不在 往后去 进了内宅 只见王室房中 灯光晃动 人影摇摇 俩人呐 在那喝酒呢 何力呢 不由自主的 止住脚步 站在窗外 就听王室说 相爷 我怎么看你愁眉不展呢 眼看过年了 家里是我忙不过来 你也应该帮助照照我 哎 夫人呐 我要愁坏了 岳飞 打入天牢两个多月 至今 没有口 有 没用行吗 你也知道 匹马问博匹口 神仙都躺不住 可是他愣铁无聊 没有口供 无法处死 哦 那你想怎么办 最近 京城人上万民表 被我压下了 白天 我遇见韩世忠 韩世忠怒气冲冲忘我 岳飞 有何罪 那 你是怎么说的 我说 莫须有 书中暗表 莫须有什么意思呢 是 有可能 大概的意思 王氏问 哟 韩世忠怎么说的 韩世忠说 莫须有三个字 何以福天下 一甩袖子 他就走了 我怕他领人闹事啊 哦 相爷 依你之见呢 要不 把岳飞放了 哟 不行 相爷 别忘了那句话 福火容易 送虎难 宝贵山 必有后患啊 何力在外飞厅 好 福火容易 送虎难 这个女人 心如蛇蝎 太狠了 我听听 他还说什么 只听王氏说 相爷 别错打主意啊 岳飞不死 我们无有宁日 还有 他有好几个儿子 抓住一个月云 有什么用 不如斩草 出根 以防后患 哎呀 有点过分了 太缺德了 嗨 两小非君子 无毒 不丈夫 嗯 严肃之有理 上文书说道 何力在外飞厅 你听王氏说 相爷 别错打主意啊 岳飞不死 我们无有宁日 不如斩草 出根 嗯 严肃之有理 何力听着 我的心 揪到一块 不好 我得快走 秦桧要知道 我在这偷听 非要我命不可 他刚醒转身 你说怎么那么巧 压魂送菜了 一抬头 瞧见黑影的地方站个人 把他吓一跳 哟 谁 秦桧夫妻吓坏了 赶紧出来 谁 何力说 我 相爷 何力 你什么时候来的 啊 我刚到 到这儿干什么 呃 我只要看看你有什么事 还有 这张纸 想叫相爷您瞧瞧 没有我的命令 你为何到后宅 呃 呃 我是 呃 瞧瞧 有什么事没有 请问一下 刚才我夫人说话 他听见没有 如果听见 传出去 说我陷害岳飞 这可了不得 来人 你嗓子 蹿过七八个恶奴 似乎相爷 把何力 给我抓住 哎 这把小子的功夫 都是跟何力学的 是不是听何力的 突然要抓 愣到这儿的 何力说 相爷 我犯什么罪 为什么抓我 哼 你不守家规 私到我后宅 先抓起来 何力想 不行 秦桧心狠手黑 如果落死他手 我好不了了 我还有八岁老母亲呢 不行 我不服 长乙鲍狗刚往前 一进身 砰 一伸手 直接何力 微微一闪身 他 一磕他腕子 这拳子到了 那个通天宝 打个满脸 坏子 叮叮叮叮叮叮叮 短乙鲍狼 刚往上扑 何力一个扫堂 腿 扑通 摔倒了 趁机会 河力往后边跑 秦桧说 给我追 这几个人 赶紧追赶 追到花园这 何力在这看家护院 路熟 很快到后脚门 蹭就出去 来个大跌撒 后边人喊声战战 何力慌不择路 走来走去 前边是个糊涂 外边堵上来 经理了 快抓住 不过他们都知道 何力的功夫 比他们好 往里头扔石头 扔瓦块 不敢进去 何力想这怎么办 往哪跑啊 都在这这 嘶尿一声 旁边的脚门开了 里边出了个人 谁 我 快救命 这人一伸手 把他拽进来 门 光当 关上 嘎当锁上了 只见这个人 拉着河力 往前去 走来走去 来到书房上 大屋里 借灯光一看 就自己的人 文质彬彬的 不到五十岁 呵 穿得太阔了 恩德公 多谢您救命 你是带什么的 哦 我是秦桧府里的教师爷 哦 那么谁抓你呢 呃 秦丞相派人抓我 这是为什么 这 怎么 有爱口之处 哎 何力想 事已至此 我说实话吗 哦 他是这么个事情 我偷听了 秦丞相他们说话 他们怕我传出去 才要派人抓我 他说什么 呃 他们想 害越元帅居家满门 哦 难得你明辨是非 知道善恶 嗯 好 你现在想怎么办 是啊 我 我得离开京城 可是我还有八十岁老母亲呢 好吧 你在我这儿就不要紧 你放心 他不敢到这儿来抓人 请问 您是 你认识谢时吧 啊 那是我的好友 对 也是我的朋友 在下叫李直 哎呀 林安首富大财主 趴地下戈头啊 哎呦 是您的李元外 我谢谢您了 李元外 你帮我一把 怎么能把我送出京城 还有秦桧 要杀岳的居家满门 咱们想办法得把他们救出去啊 有办法 道兄 请出来吧 处理家屋一喊 巴巴 雷龙一起 打里边出来个出家老道 四十左右岁 白面 黑须 文质彬彬的 何力抬头这么一看呢 哎呀 是您哪 老约就有救了 谁呀 正是周三位 大理寺正请周三位 挂官悬印逃走 没出京城 出不去 秦桧已经派人把守京城 走不了 没办法 躲在了李直家里 李直家大业大 没说吗 全城只要有宝字号的买卖 都是人家开的 要怕呀 首先人 给传出风声 说周三位躲在这 故此 改办成老道装束 自己家眷 那就在后宅 问题不大了 周三人 您在这呢 你叫 我叫何力呀 你把我忘了 哦 当才我听你们说话了 怎么 秦桧要害 月家满门 是 那好 我给送信 李原位说 我派人把你送出京城 就这么 周三位 离开了 林安 邦安任正 城跨坐骑 兴界 兼城 一路上 积餐和银小型夜住这一天 来到月家庄的月家门前 水灯下马跟家人一说 家人 把他领进客厅 有人到后边送信 时间不大 月雷来了 仙长 您到这有事吗 你是 我叫月雷 哦 二公子 我给你送信了 月元帅和月云 以及张献 被押入天牢 性命难保 秦桧 要斩草出根 抄拿你月子满门 趁着官兵未到 你们赶快逃走 我把信给你送到了 贫道 告辞 按照 仙长 您贵姓 在下周三位 哦 我知道了 我父亲的宝剑就是您赠的 对对 恩呀 恩公 请受月雷一拜 哎 快别说了 忠臣孝子 人人敬啊 我走了 你们快张罗收拾收拾 也快逃吧 这这儿 后边是哭声一遍 怎么 周三位一进来 李氏夫人 以及张宝妻子红氏 就派人打蛋 往后一送信 这些女眷 放声大哭 这才叫闭门家出座 祸从天上来 约雷赶紧请母亲嫂子 还有红氏伯母 到前面一世 大家别哭了 是这次怎么办 娘啊 快叫我兄弟逃走 这边有我盯着 李氏说不行 你兄弟都小 出去活不了 就你的 午夜好 还是你走吧 还有 他伯母啊 你也带着张江走吧 不 就在这一阵 外边一阵大乱 怎么 秦桧派人包围了乐谷 逢中逢孝 来勤拿乐的板门 怎么来的这么快 书中暗表 那秦桧和王室东窗定计 要在年前秘密 处死岳飞 在哪 就在天牢的风波亭内 岳飞一点也不知道 今天呢 是腊月二十九 又是小进 明天就是大年初一 外边风雪交加 牢房内阴森森的 玉官呢 你碗给做了几个菜 弄了两壶酒 网着一发 岳爷 该封碎了 您吃点喝点吧 岳飞哪有心思 站在牢窗前 眼望长空 心想每年这个时候 我和牛稿等中将 杀牛仔羊 犒赏三军 弟兄们高高兴兴 现在 不知道牛稿等人都干什么呢 我 身陷大牢 我对不起我那老恩师 想过那老恩师周同 心难而证 只说是叫我除力报效 想不到我英雄无用武之地 每年年三十 我娘都给我们包好饺子 坐在一块儿讲家乡闹大水的事 娘在我背后 刺下京中报国四个字 娘啊 孩子不笑了 就在这阵儿 咯喽 老门开了 你晚走了进来 元元帅啊 过年了 来 我陪你喝两杯 恩公 在大牢里多蒙你照料 我感恩不尽呢 你家有心老小 还是跟家里人手碎去吧 嘿嘿嘿 不不不不不 小人没有能力 不能就您离开火坑 陪您喝两杯酒 还应该的吧 来来来 喝两杯喝两杯 来来来来 岳爷 请 好 恩公请 一杯酒还没落洞 外边进入狱卒 慌张张的 到里边一看岳飞 咋个愣声 你把你愣 哎呀 这么快啊 岳飞一瞧就明白了 怎么 我该去了吗 呃 元帅 圣旨下 叫您三更天在风波亭 接旨 哦 我明白 叫我走了 好吧 可是岳爷 您太冤了 别说了 我麻烦点事行吗 行 用我泥丸之处 万此不辞 好吧 你准备笔墨 我想给牛稿等人写封信 好 岳爷 您要走了 我也就不干了 我家离朱仙镇不远 嗯 我把信一定给你送到 我回家认可种地去 我也不在这了 好 有人拿过笔墨纸张 略被王家袖子 踢被在手 刷刷刷 给农将写了封信 写完之后 把它叠好了 装在信封里 封得了口 恩公啊 这封信 无论如何 交给我的弟兄 还有几句话 你告诉牛稿 就说我说了 我死之后 不许他报仇 如果带人马杀上京都 他就不是我的兄弟 我和他隔袍断翼 化地绝交 我岳飞 遵圣命而亡 落个钟 如果他带人马一闹 坏了我的一世英名 我就不要他这个兄弟 哎 记住了 还有 我想 把月云张线找来 见一面行吗 哎 行 天已经很晚了 不就是功夫 把月云张线带进牢内 哥俩一看 乐坏了 爹 哎呀 想不到 咱们在这过个团圆年 是是是 坐吧 哎 好 嗯 爹 您怎么了 哎 圣上指下 叫我们到风波亭接旨 哦 放我们出去了 张线摇摇头 哎 恐怕是 送我们走了 啊 走了 爹 难道 我们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在天牢吗 爹 要不然 我领着您 张线断扣 我们杀出去 住嘴 奴才 忠臣不怕死 怕死不为忠 你要想走 你走 不 爹 您到哪去 我陪着 这才是笑道的孩子 就在这这儿 哼哼哼 来了杨义忠 莫其谢 岳飞 上指下 请你到风波亭接旨 臣 尊 尊 直 岳飞拿个绳子 亲自绑上岳云张线 随后自己把手往后衣背 捆绑手绑上岳飞 把父子三人推出牢房 走上风波亭 此时北风怒吼雪花飘飘 那岳飞 父子三人被勒死在风波亭上 岳飞翔年39岁 岳云23岁 三人死后 老天落泪 江水无烟 黄河咆哮 第二天 全城老百姓 听说岳也死了 拜年的时候 都掉个泪呀 一个个痛骂情会 烂肠子 坏肚子 不得好死 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呢 有办法 本面呢 两个拧到一块 一个是秦桧 一个是王氏 然后用锅里炸 在临安 管这叫油炸滚 实际是油炸秦桧 意思说把秦桧油炸了 才解心头衬 再说杨毅中默契谢 害死岳飞父子三人 给秦桧送信 秦桧大喜 急忙命冯中冯孝 带五百名御林兵 赶奔岳家庄 抄拿岳家满门 到了岳家庄 呼啦 把岳宅围住 冯中冯孝 告起君族 叫门 大门插的灯灯的 十几个军兵 逛逛逛 撞门 正往里撞 胡拉里上 撞 里边有人偷偷把门拴 一撤 大门突然一闪开 这十几个军兵 趴在了门槛子上 前边趴下 后边往上压 肠子都快压出来 哎我的妈 这怎么回事 抬头一看 门里站着一个人 手轻大棍 干什么 眼前这个人身高九十万 嘿 长个小花骨脸 年纪不大十四五岁 只见他两个眉目拧劲朝上掌 狮子鼻 大嘴唆 手擎一头大棍 哎 你谁 王安 马前张宝之子 我叫张英 有个外号 花斑豹 小子 干什么来的 嗯 我们 我们来抓月金满门 嘿嘿 你是找死吗 呱呱呱 哇呀 我的妈呀 我这 你干什么 我看你们谁敢 疯忠疯叫赶紧过来 哎 哎 说他 你张宝儿子 我说告诉你 干什么来了 哎 奉圣命而来 奉圣命啊 嗯 那得看我高兴不高兴 叫抓不叫抓 嗯 你还敢 抗制不遵 要以我 一过一个 早把你们砸死了 也就是 岳夫人不让 我不敢动手 那 我们要进去宣读圣旨 圣上旨意下 要抄拿月金满门 你们什么 岳飞造反 呸 你狗嘴吐不出匠牙来 对 问你怎么说话 我先问你 你是文抓 是武抓 嗯 武抓怎么讲 武抓 把老月家男男女女绑着之后 打入木龙秋车 押进京城 对 我先把你宰了 那文抓呢 文抓呀 进去一个人 宣读圣旨 然后准备车辆 让老月的人上车 不要难为他 我在后面保着进京 那要跑了呢 要跑啊 早走了 你放心 不能跑 我们还想进京城 见元帅呢 好好好 听你的 就这么 冯孝进来 来到大清一看 老月的人都在这呢 冯孝说 岳夫人 你看这圣旨 李夫人说 不用念了 我知道了 我们服法就是 不过 这些家将都是外星人 是不是把他们都放了 不行 岳飞犯了灭门之罪 不管丫鬟婆子 家奴院工 一律 压戒京城 好吧 我叫你们走 你们不走 事已至此 你们受我家株连 走 就这么 把老月的人 都轰到了院外 一点数 三百零一口 按人民策一查 缺仨人 少谁 二公子月雷 五公子月亭 还有月云的小儿子 岳福 冯孝不干了 哎 李夫人 我们信他过你 你为什么窝藏三个人呢 李诗一乐 心想 月雷 是我放走了 越停越俘 不知道啊 哦 他们三个人没在家 你是藏起来 给我搜 军兵呼啦 前院后院 东院 西院 书房 厨房 茅房 搜个盗 没找着 书房案表 月雷 没走了 在哪 就在后院的一棵大树后站 手中 拿着一条枪 这是母亲告诉他 就你大 武功好 你出去 能活 你甭管家了 保住月家 乡间后代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你快走 月雷没办法 这才离开客厅 躲在树后 他想上墙啊 逃出去 他趴墙头一看 外边全是官军 被打包围了 所以在这等着呢 就这事 官军过来 前面是冯孝 拎着口刀 哎 月雷 我看见你了 月雷 心里没底 他十六岁啊 看见我了 我扎死你一包 碰着一枪 这枪 风尖喉 冯孝一声 哎 扎 扎着肩板 月雷一冲枪 一阵助跑 离枪根铺带远 猛人把大枪往地上一阻 搜地上 他从墙里 唰 翻到墙外 你看现在 逞杆跳没有 那就是月雷发明的 再说冯孝等人 一看月雷跑了 没办法 那两孩子找不着 就这么 把老月的大门封死了 财产怎么办 一律冲工 叫当地官员呢 把他插封 入国库 逢中 冯孝 压着大车小辆 赶奔京城 这小的伤 上上药 他恨死月雷了 我叫你跑 你能跑出大宋国土吗 早晚 把你抓住 抱着一腔之仇 再说 冯中冯孝 压着月家满门 出离月家庄 村里老百姓都知道了 老月家犯什么罪了 怎么的了 纷纷赶来送行 有个老太太跨个框 急急忙忙 煮手几个鸡蛋 塞到月镇的怀里 孩子 带到车上吃 哎呀 月夫人哪 你可回来呀 李氏掉着眼泪 摇着摇头 摆摆手 终会请回吧 就这么 大车小辆 来到京城 进京城 有人报告秦桧 先叫老月人 在金庭驿馆 住一室 晚上 秦桧找来张俊 莫其谢商量 对老月的人 怎么处理 张俊说 这家是货森 应该杀 面的夜长梦多 莫其夜说 对 要叫朱仙镇的官兵知道非闹京城不可 好 连夜在西山买好庄学 写好亡命招牌 把老月的三百零一口天亮 开刀销售 再说月夫人 他们根本不知道月家父子 风波亭归天 他们认为到京城啊 能和丈夫儿子见上一面 这一夜 他们也没睡呀 尤其是拱金钉 垫着月云 又想孩子 不得孩子哪儿去了 天光当当放亮 莫其谢宣读圣旨 再看月的人 贵了几排啊 莫其谢说 月夫人 那月妃 官大声间 不思报君恩 仿而有意谋反 月云张线 大闹疏密院 图谋不轨 他父子三人 已在风波亭处死 圣命以下 抄拿月家满门 就地斩首 再看月家满门 听这话 全都吓傻了 一个个呆如目的 半天呢 还大放悲声 李夫人 沾沾眼泪说 好吧 既然我丈夫犯法 我当妻子者 月亦复法 点手把儿媳妇 女儿叫来 亲自绑上 自己把手一背 昆帮手 把这三百多人 全绑上 插上王命招牌 外边车辆 大车小辆套好了 老的老小的小 周到车上 往西山拉 老百姓一看 怎么压了这么多人呢 往哪杀 谁家 老月家 哎呦 这谁缺了拔字得 害老月家呀 有的扔石头 扔瓦筷 雷打钦差 莫其心也说 快 这个小子 催着军兵 赶着车辆 来到西山城 煞时架起来 绑到庄学上 来 想追魂炮 倒 倒 很快想 两声追魂炮 按道理 三声追魂炮想 就杀人 三声追魂炮 还没等响呢 刀拨手 回报 鬼头刀 莫其心也说 快点 给我动手 就在这儿 远处传来一阵 马挂 罗铃的声音 由远而近 带着两个人 马是只人 边跑边喊 刀下留人 墨西线 墨西线一看 前边是个男的 头顶帅子盔 身挂黄金甲 外照红战袍 后边是一位女将 仔细看 我的妈呀 不是别人 前面是韩世忠 后边是梁洪玉 住手 先别杀 要了命了 他们俩怎么来了 墨西线赶紧起来 怎么 他不怕韩世忠 他怕梁洪玉 他知道梁洪玉可厉害 上去 叮叮 夹嘴巴 大滚脑袋 就得脸超厚 赶紧迎过来 哟 我当谁呢 原来是韩元帅 一向可好 哎哟 夫人 玉体抗财 我这有理了 梁洪玉本脸一撂 墨西线 狗胆包天 敢杀岳家 梁洪玉要解救 岳家满门 奸臣墨西线 要杀岳家满门 突然 韩世忠梁洪玉 夫妻到了 他们俩怎么来的 韩世忠梁洪玉 本来镇守在镇江 岳飞进京 他得消息就晚了 后来 耳闻岳飞被掐肩入狱 夫妻俩到京城打探 说岳飞身犯四条嘴状 第一 苛扣军粮 中保私囊 第二 私通南方 有意盼国 第三 送兵抢劫 主要在 叛反这条上 反抗朝廷 夫妻俩想 不会吧 岳飞不是这种人呢 他们想找皇上 金殿便礼 那康王赵构 故意躲起来了 小病大扬 没病 装病 不露面 还是送夫妻俩没办法 那边军务又忙 又回去了 转过年 那两人又到京城 已经晚了 岳飞 风波停归天 夫妻俩万分难过 住在临时帅府 琢磨这件事 怎么能够给岳飞洗清冤枉 今天 有人报信 都可了不得了 老岳的居家满门被压到京城 听说要在西山口那开刀消首 这夫妻俩玩了命的 催马来到这 梁红玉 甩凳下马 几步 倒在默其谢进前 哎 你是监长官 哈哈 是是是 本来梁红玉 想给他两下 你看那笑嘻嘻的 不好意思 奉谁的命令 杀老岳家 是圣命 告诉你 不许杀 呦 违抗圣命 可是杀头之罪呀 对您例外 好 老爷 你在这看着点 我到今天 见圣上保本去 我去谢 我告诉你 京中帅死的冤枉 他居家满门 不该备斩 是是 我等您 我说 岳北也不该死 这帮人老的老小的小也不该 你去吧 去吧 梁红玉 任登上马 还是装在这看着 赶紧问八宝金殿 来到八宝金殿这一看 今天不是大潮之日 方说不是 就是 皇上也不生天 梁红玉出来 给我击鼓撞中 不行啊 击鼓撞中 是有方方造反 嗯 这件事跟造反差不多 少 约一死 金兵马上进败 宋朝江山还有吗 出了错 我单才好了 咚咚咚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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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鼓声一响 可了不得 皇上在梦中惊醒 现在赵构 总觉得牛头山待这一年太屈太冤了 可算有这么个地方 我好好享受享受 关岳飞的事 他知道不 钱文我讲了 他知道 可是龙目无恩啊 你别看他牛头山 拿岳飞当宝费 金台败帅 连升好几级啊 现在用不着了 因为金兵要求议和 必杀岳飞 他呢 又不能够明目张胆的出现 如果他杀岳飞 他怕忠良心寒 用人朝前 不用人朝后 这可能行呢 所以叫秦桧出头 很多忠良都想保本 那赵构夺起来 今天金鼓清明 知道大事 赶紧的 换好棍袍带驴 坐龙军年 赶奔 八宝金殿 文武官员也听见了 哎呦 今儿怎么的了 赶紧的 戴帽子 穿靴子 披好的袍子 坐轿着 骑马的 奔武朝门 下轿下轿 下马下马 来到八宝金殿 刚刚闯过气 皇上已经来了 陈奥官 何人疾骨壮重 请万岁 是梁洪玉 好 请梁夫人上殿 是 万岁指一下 要选梁夫人上殿呢 臣 臣 敦旨 梁胡玉 可有职务 可不是光夫人 她是副元帅 一品夫人 梁胡玉 来到八宝金殿 刑罢 君臣大理 会在 禀吉台前 万岁 臣 有经驾之罪 梁胡玉 你为何 急骨壮重 请问万岁 岳飞 身犯何罪 为何 想他 置于死地 皇上 心的话 这是哪壶不开 你 皇上觉得理亏 没理儿 得搅理儿 梁胡玉 岳飞的事情 大给你略知一二 想那岳飞 官高绝显 不思报国 在朱仙镇 可口军粮 中饱私囊 做官成败 不思北伐 好比国币 倘银 他有谋反之心 万岁 有谁为止 我的丈夫 贺元帅 刘琦 可都在朱仙镇 据他们所说 岳元帅 忠心吃胆 把金兵杀到望颖尔逃 消灭金屋中 十五十万兵马 有这样的叛臣 弟子吗 据我丈夫说 朱仙镇散将 是圣上的旨意 是因为缺乏粮草 叫各路人马 回到逊帝 这么来散将 叫岳飞莫马力兵 驻守朱仙镇 自己说 苛寇军粮 你可以看看岳家 他称神了 万尊呀 恐怕 有人从中作梗 陷害 东梁 万尊呀 牛头山 要是没有 岳元帅 恐怕没有 宋朝的江山 设计呀 梁红玉 你这就不对了 牛头山 岳飞有功 我疯他了 可是 你说的这些 也是你一面之词 好 我不说了 岳飞已经死了 说也没用 不过万岁 你不应该杀胆他 居家满门呢 好 看完想什么 杀胆居家满门 这可不知道 梁红玉 你何处此言 万岁 难道你不知道 西山口绑上 岳的三百多口 又开刀销售 往万岁念在 岳飞往日功劳 请御议赦免 此罪为好 臣特来投本 哦 哎呀 秦爱卿 呃 臣在 这件事 是何人传的命令 呃 万岁 岳飞 判判朝廷 按宋朝律法 应该全家该斩 祸灭酒 因万岁龙体 天安 为他 应动 皇上一想清会 这个事你做得过分 要说岳飞死 可以 为什么 我们想喝金兵义和 他非要打不可 真要打到黄龙虎 把我的皇父皇兄接来 让我仨皇上 我无二军 仨皇上怎么办 杀了行 居家满门 不应该 皇上这一趁烟 滚五火 跪下两大牌 万岁 我们愿替岳家保本 免替岳家 干闪之罪 万岁 我们保本 都保本 老贼情婚 这么一看 有了 万岁 臣也替岳飞居家 保本 嗯 皇上心想 要杀是你 保本是你 秦爱卿 你 也想保本 是 万岁 念其岳飞素质功劳 念他居家满门 老老少少 十分可怜 我看死罪饶过 活罪不免 将他居家老少 发配到云南 嗯 准走 朕身体不爽 就远 散 朝 一抖袖子 他走了 为什么 怕群臣再说三道四 他无言答对 梁红玉一看 已经早些本了 挺高兮 谢主龙恩没说完 那皇上都走了 本五官员 各自离开八宝金殿 梁红玉 催传指官 快走 到西山口传指去 就算把梁红玉跟着 来到辣场 传指官一宣布 赦免越界死罪 充军发配到云南 墨琪蟹啥了 哟 怎么 免了 哎呀 老月的这帮孩子要长大 被把我管了不可 秦丞相啊 你怎么不拦着点呢 我快跑 我得问问去 墨琪蟹走了 找秦桧 秦桧 张俊 墨琪蟹 罗乳吉 都凑到丞相 张俊说 丞相啊 你怎么在八宝金殿 还替月子求情呢 把这充军发配 这帮小崽子长起来 还了得了 嘿嘿嘿 你不懂 你说我为什么把他充军发配到云南 这云南是谁的封地 你知道吗 不是别人 小梁王柴贵的封地 小梁王柴贵 被岳飞在武科厂给雕死了 现在柴贵的儿子柴培福 在那当王爷 你想 岳子人要到那 能好吗 我派人给柴培福送信 叫他杀死岳家满门 这就借刀杀人 我叫梁洪玉他高兴高兴 老岳家多活几天 莫及歇数 哎呀 相爷真乃 大餐也 是啊 那梁洪玉是个女的 三柳叔头 两截穿衣 斜过挖小个女人 怎么能和男的比呢 你说巧不巧 他刚说到这儿 王室一步就进来了 哎 莫及歇 女的怎么的 谁说女的不如男的 夫人 您例外 您经过盛须眉 您是相爷的贤内住 您这小子就是会说话 说了半天 这个月雷可不能放啊 张军说是啊 听说老月的几个孩子 除了月云 就是月雷 务力高强 可不能让他跑了 嗯 我马上发出公文 小语招称苦陷的河路码头 话影图形 捉拿罪尘之子 月雷 他们刚说到这儿 家人进来了 相爷 梁洪玉夫人道 啊 莫及谢张军 下官 我帮我拿跑 前会说您跑什么 嗯哼 一定是我干的事 他知道了 他找您来了 看见我 还被这包门给杀了 哼 大人小鬼 退下 梁洪玉 杀我这弄什么事 不好 这个女的在金帝上 蛇剑春青 呃 夫人 王氏说干什么 呃 这么办 你去把她接进来 要是找我就说 我不在 到宫中去了 啊 把她硬不走的得了 该是你了 你不敢见她 我就更不愿意见她了 哎 女人见女人好说话 要走过去就算了 嗯 刚才不说女的不如男的吗 哎呀 我的夫人哪 咱们老夫老妻谁给谁 快去快去 秦桧 躲到后边书房 王氏 收拾收拾 浑身上下 扭扭答答的 来到府门外 抬头一看 进梁胡玉 容装配件 身后两个女兵 旁边 站着个小剑 谁呀 二公子韩燕直 呦 我是帅夫人呐 哪阵乡风把您寡到这儿了 王室有理了 梁胡玉一看 他拿枪做掉那个样 看着不顺眼 算了算了 别客气了 我问问 秦桐香在不在 呦 不巧得很 他进宫了 什么时候回来 哎呦 他没说呀 你有什么事 跟我说就可以了 哼 你能做了朝廷的主吗 我跟秦丞相商量朝廷的事 要怕我可管不了 那好 我到府里等他去 说着梁胡玉大步 蹭蹭蹭 进去了 王室没办法在后边跟着 来到二堂 梁胡玉不用让 往这一坐 王室一想怎么着 还不走啊 哟 你看不定什么时候回来呢 这么办好不好 相爷回来的时候 我派人给您送过信 不用 你要有事 你就忙着 我在这等着 什么时候他回来 什么时候算 那 我 失陪了啊 王室转身走 赶紧到书房找秦桧 哎哎哎 你快去吧 梁胡玉说什么 找我有什么事 他不说 这个女的太厉害了 嗯 非等你不可 哎 我不见 不行 他说你什么时候回来 什么时候算 他在这坐一天 哟 一会我都不舒服 呃 好好好 秦桧没办法 从后门出去 绕到前门 又从二厅进来了 哎呀 帅夫人 哎 不知道你来 我多有慢待 哟 秦丞相 我来 有件事情求你 哦 帅夫人 说吧 是岳夫人 李氏求我 说岳飞 和他的儿子 及张献 既然已经死了 死后不结怨 白骨献天 哎 于心不忍 他们想收尸 成练起来 不知道 丞相 允许不允许 这个嘛 按说判臣 按律法 不允许收尸 既然 帅夫人 亲自说 请 好 可以 那好 就请 把岳家父子的尸体 交出来吧 哎呀 我哪知道啊 这尸体 都在大牢之内 呃 死完了 就拖出去了 如果我要找找 修坟立墓 可不可以 可以 那好 我替岳家满门 谢过 丞相 我走了 说着 梁慧转身就走 秦桧 把他送到府门外 眼看梁慧走远了 转身回来 哼 哎呀 梁慧玉啊 你又上我当了 来呀 把徐成给我叫来 时间不大 教师爷徐成进来 想解什么事 你 带一百人 给我看着老岳家人 和梁慧玉 看他们 竟和朝中 哪个大臣往来 看准了 把他们都给我抓住 打入大牢 是 王氏进来了 哟 说了半天 什么事啊 哼 还要给岳飞收尸 修坟立墓 哟 那能行啊 你不懂 叫他修 岳飞的坟修上之后 他的亲戚朋友 一定来上坟 我派人 把这些人 一网 打尽 还有 梁慧玉 赶在金殿上 跟我分厅抗礼 就是因为 有兵权 我把他们夫妻 兵权 给夺过来 梁慧玉 我叫你死在 我的手里 嗯 对 这叫亮小 非君子 无毒 不丈夫 咱们再说梁慧玉 离开了相谷 来到了医馆 见李氏夫人 夫人呢 我已经说好了 可以给岳元帅收尸 汉人一打经 尸首在哪呢 谁也不知道 到大理寺的天牢一问 当初看岳飞的这些狱卒 一个也不在 玉冠尼婉带着家眷 回顾李去 说家在哪 不知道 哎呀 这可到 李氏哭了 好容易 说允许收拾这尸体哪去了 梁慧玉说你别着急 我呀 写个告示 谁要是能够知道的话 赏言一百两 告示夸 别出去了 两天的光景 没人送信 徐城啊 四周围 派官警看着 看谁给老月的往来送信 就杀谁 转过天来 天光一放亮 一足地来了 说不然 你看 这种纸刀 李夫人接不离一看 上写 玉密中魂谷 罗斯壳里寻 这罗斯壳是什么呢 这个纸条谁送了呢 都不知道 找人一打听 说西湖畔边呢 罗斯壳堆积如山 咱们到那看看 就这么梁胡玉 李氏 派几个家长 来到西湖畔一瞧 或 到处是罗斯壳 有高高的一堆 扒开一瞧 六口棺材 岳宝到近田一看 端在头写的 豪梁总兵 张宝公旧 呦 这是张宝的 有张宝的 就能有岳爷的 再发 发来发去 在底下 有三口棺材 分别记号 正是岳飞 岳云 张仙 李氏 闲人这堂哭啊 这谁这么好心眼啊 把我丈夫尸体埋在这儿 谁办的事 书中案表 正是 林安城的父户 李直 岳飞风波厅归前之后 尼婉给送信 李直 王能 找了一些人 把尸体 从这监牢大墙 掉出去 找棺材 成练起来 埋在螺丝壳底下 做了记号 那意思呢 将来老岳的 一旦来收尸 好 派人呢 给他们送去 尤宇呢 在驿馆的外边 派人参守 李直 没法出头 派个秀士 叫刘允生 贴了个纸条 书中案表 这个刘允生 后来被徐城等人抓去 杀害 现在尸体找到了 往哪埋呢 得找营地呀 派人一打听 有人送信了 说我们京都守护 李渊外 愿意把他们家的营地 让出来 在西湖的七峡岭 本来李渊外 想把祖坟挪到那 如果岳夫人 要看好这个风水地 就可以埋岳元帅 李氏仙人和梁胡渝 到这桥 太好了 行 我要多钱 李渊外派人送信 一文不要 就这么 打好墓穴 把这四个人分别埋葬起来 准备祭礼 约下三百多人 辜负坟前这种哭 哭月飞 哭月云 哭张线 更哭张宝 是哭的天昏地暗 无水乌烟 就在这事 远处来了两匹马马上两个拆官 哪的 是借拆 这两个是都头 一个叫孙仁 一个叫尚德 这俩小的 在大牢里当差已经有十几年了 竟干缺德事 吃完原告吃被告 不管他们俩叫名字给起个外号 一个损音 一个丧德 俩小道着千金高 别哭了 别哭了 怎么哭也是死 也是没气 相爷有令 叫你们立地出镜 走走走走走 家人不起了 后来李氏仙人告诉大家快起了吧 咱们走吧 也别给梁胡玉夫妻添麻烦了 梁胡玉把李氏仙人掺起来 妹妹 你们先去 过个一年万载的 我再在万岁面前保证 把你们家结婚就是 不 离开京城也好 离那秦辉远一点 我把孩子抚养大 谢谢你们了 那好 我把你们送走 我就离开京城 就这么 一直来到驿馆门前 也没什么可收拾的 随身衣服装到车辆上 没多钱 梁胡玉夫妻就周记一些 就准备走了 哪知的孙人呢 这两只眼睛不够使唤的了 咋妈 这里的女眷挺多 她看看岳夫人 三多字 不错 嗯 挺好 一牛脸 呀 这个像本花 谁拱金帝 蒙一抬头 呀 这还一个 谁呀 看见岳飞的女儿了 萧娥姑娘 萧娥啊 方心欲碎 是啊 父亲死 哥哥亡 未婚夫张献又死了 她想 我父亲的牛头山 为了救张献一命 为起那只剑 将我终身许给她 是说是这次成亲 没想到父亲没了 丈夫也没了 我的手望门的刮 她自己抱着那个人平 哭得个泪着一样 这孙人过来了 呦 大姑娘 别哭了 呦 姑瞅了 笑一笑 十年少 瞅一瞅 白蛋头 啊 擦死眼泪 快快 她一招姑娘的下课 啊 岳小姐 又羞 又狠 古代讲究男友别授受不亲 刮金裸秀乃为时节 畜生 你敢无礼 姑娘把手抬下 岳小姐是练武的 手有劲啊 给了个大嘴巴 这嘴巴打得脆 把这损音呢 滴滴溜 打得原地转三圈 后槽牙活动了 舌头破了 血顺嘴角流下 你打谁 你不疼了 你还问人家 哎呀 你敢打我 这小子打愣了 后来一拙嘛 嘿嘿嘿 你别跟我装奴去 当初你是原生的女儿 现在 我是差官老爷 你是犯人 我告诉你 好好伺候你家差官老爷 有你便宜 不然 我叫你受灵罪 听见没有 大姑娘打人 好 再来一下 小和小 我父亲刚刚死 尸入未寒 这个东西就欺负我 看来 我是真怎么过 我才十几岁 就守着望门的寡 又受着畜生的领辱 我追随将军 去吧 姑娘 怀抱严平 罗群蒙灭 一头扎进 解内 上官书说道 笑了 怀抱严平 罗群蒙灭 一头扎进 解内 孙人一看 哎 哎 救人呐 身后站一人 谁呀 越见了家人 叫月宝 手里拿铁锹 看得清清楚楚 照着小后脑勺子 帮就一下子 哎 啪 啪那块了 然后把乔立起 照脑头 咔了一下 把脑袋 一滴两半 损音 就这么死了 上刀一看 哎 你敢打死官 拆我 要你脑袋 藏 抽出妖刀 和月宝 要伸手 梁夫人听见 怎么回事 住手 哎 这小子 劈死了拆官 我要他的命 因为什么 月宝说 他逼死我的小姐 头颈了 啊 快救人 把人救上了 一看 也没气了 井水太浅 敌有石头 姑娘大头朝下 撞到里边 头破了 李夫人这种哭啊 梁夫人说啊 行了行了 一命第一命 我说你叫申明的 哇 我的上德 算了 不行 我得叫他敌场对命 敌什么场 对什么命 如果不是他屋里 小姐能死吗 这边有事 由我担着 你给我回去 送一下水 那好 那我回去了 这早就走了 梁红玉吩咐 滚背两口棺材 给小姐成练起来 离着月宪坟 稍远一点 埋起来 为什么 姑娘 不入祖坟 把笋音 埋到烂坟岗子那 这边呢 有梁红玉周旋 孙音死 白死 走不了了 又等两天 到第三天头 派来四个戒柴 这四个人呢 是大里寺的老人了 是周三位提拔起来的 他们是磕头把兄弟 老大 神拳江超 老二 铁腿沈明 大刀 陈起 花枪 马龙 这四人还不错 挺义气 到这说 梁夫人 您放心吧 老月家 交在我们身上 不会出错的 梁红玉说 要出错 你们家眷 可都在这呢 我拿他们 试问 您放心 这四人心里明白 这趟门出的 太难了 如果把老运人放了 秦惠得杀我们居家满门 如果老运人死了 梁红玉得宰我们全家 反正啊 咱们也好受不了 准备起戒 这边起戒一出城 岳的人刚走 奸贼秦惠 派他手下找牙 骑快马奔云南 冲之财牌符 叫他半路截杀岳的人 这边呢 派人看着岳飞坟 看什么人上坟烧纸 格杀无论 和岳飞相考那帮战将怎么办 他可张军一琢磨 有的调离 有的冲军发配 叫朱仙镇散将 可是秦惠晚一步 有人先去 谁呀 玉冠尼丸呢 三十晚上岳飞归天之后 回到家里 马上收收东西带领 妻儿老小 离开临安赶奔朱仙镇 因为岳飞已故 又是过年的时候 把手不严 就这么很容易倒在朱仙镇 把妻儿老小安排到客栈 赶奔连营 去给送信 自从岳飞走了之后 这军中啊 军心不安啊 尤其牛稿就没心了 每天喝酒 打猎 一走走两三天 军中是 权杖施权 陆陆续续的 有些人被调走了 罗延庆 调到湖广 陆文龙也被出任总兵 现在营中只有两万人 就这么 梁草也十分困难 几次派人打盖 当将官不能走 死离殉地 犯死罪 派君族去 是有去无回 却是肉包子打狗 这一天呢 众人着急 忽然有人爆 说是岳元帅派人 下书来了 哎呀 阳中众将 欢呼雀跃 哎呀 可算有信了 快请进来吧 时间拨大胆 外边进来人 五十多岁 一看啊 哎呀 两眼都睁不开了 看那样啊 风尘仆仆 呃 请问 哪位是牛二爷 牛肝往当家去坐 嗯 我在这呢 你谁 小人大理寺 遇官你晚 参见牛将军 嗯 大理寺的 起来起来 现在哪呢 哦 这有信 这是岳元帅 叫我给送来的 哎 好 本来十全要接 牛肝让我先开 撒开了 打开一看 嘿嘿嘿 我大哥信写的真好 我一个字都不认识 十全呢 哎你吧 干什么事 啊 十全打开一看 哎呀 一声 手一软 心落地 眼泪刷下 你又告诉你 天哪 怎么了 你怎么直了 老鱼 快进 鱼画龙哈腰 捡起来一看 啊 啪 信又掉了 那个捡起来 好好好 哎呀 如果我说你们念书人真招恨 不能叫你们认字 就是坏 你都念呐 你看 你叫他不认字 多着急 哎呀 王左棍 把信截起来一看 完了 元帅 没命了 你说什么 别吵 别让 岳元帅贪官司了 现在 在大牢里呢 我一神 你别喊 呃 你晚 有 你说说 元帅怎么回事 呃 你看你们急成这样 我也不敢说了 这 你说 不要急 你又搞 说 你快点 说 我大哥 因为什么 贪官司了 呃 好 不说吧 他是这么回事情 倪婉就把 岳元帅 被害了 经过 由头至尾 说了一遍 最后说到 那月29 半夜 岳飞 父子人 张献 在风波亭 遇害 被勒死了 这几句话说完 再看众将啊 轰过去好几个呀 有的 全都直了 回心过来 嚎啕大哭 声震天地呀 尤其牛狗 剁足吹凶 哎呀 我的大哥呀 你死的太屈了 大哥呀 你怎么不早 告诉我一声啊 早告诉我 我杀到京城 把你救了呀 大哥呀 王左比他们沉着 别说了 哭也没用 元帅 还有什么说的 约元帅临走的时候 又写了八个大字 天日朝朝 天日朝朝 嗯 我知道了 刘将军啊 你是临时代理元帅 你看这事怎么办 怎么办 给我斗带秀 准备白亏白假 杀到京城 给元帅报仇 给我哥哥报仇去 你一般说 妈 岳元帅叫我传达你几句话 嗯 大哥跟我最近 他说什么 他说 你告诉牛将军 我死之后 不许他报仇 不许他带兵马杀到京城 一怕京东上下 二怕骚扰百姓 不要坏了他的忠义之名 如果不按他话说 他要和你画地绝交 隔袍断 什么 不让我报仇 和我画地绝交 哎呀 大哥呀 咋咋咋咋咋 不画地也绝交了 他在地底下 我在地上 咱也出不了了 不听那套 不行 王左说 你还是应该听元帅的 元帅为什么 任可韩元死去 也不反呢 如果反 有岳云张线 即使打不出京城 也不会驱死待 风不停 就是他 忠君报国 看你地方 那是听你的 给我准备 快 一声令下 王左说 等等啊 这倪丸送信孙有功啊 赏给五百两银子 倪丸不要 施权说你带着吧 快带走 就这么 倪丸收下五百两银子 回回故里 眼居起来 牛高说 给我打到白亏白假 全赢代孝 准备好了 杀到京城 给元帅报仇去 君子未听说 月夜被杀 痛哭失声 如丧 考彼 几天的光复 笑袍准好了 白骑白马 红马怎么办 不要紧 马尾巴上 这几个小袋子 匹马带袖 刀捞炮 你想要出发 王左说别人家 都走不行啊 盈盘得留人呢 经过些伤 把十全留下 看守盈盘 还有薛碧 迪雷等人 跟妞搞去的 大将于化龙 何怨庆 张立 张用 王贵 张贤 这把人都走 浩浩荡荡荡 一万人呢 挑着白旗 杀问精神 朱贤镇老百姓 一听说什么 岳爷被害 哎呀 都嚎啕大哭 香颂牛稿等人 牛将军 报了筹个快回来呀 都回去吧 知道了 咱们再说 于化龙何元庆 听说岳飞 岳云死了之后 这么多天 不吃 不喝 不睡 白眼珠 起无限 布满了血丝 二目发直 人有点傻了 牛稿像疯了一样 逮着谁 跟谁喊 逮着谁 跟谁骂 他们浩浩荡荡 这一天 来到了长江边 找船只 很快的 找了不少的民船 四五十只 都靠在岸边 王左就说 咱们明天 再坐船 横渡长江 有什么用 现在就过江 大伙说过江吗 船少 人多 得分拨 这几个大将 挤着上船 在岸边的时候 天晴气朗 一上船 变天了 突然 烟云密布 起疯了 王左说 牛二将军 起疯了 我看 咱们别走回 不行 快走 快 快 哪知道 船至江西 可了不得 一阵的狂风 打坐 是刮的江水 翻起 记忆 丈高的浪花 爆 牛将军 前面两只船翻了 什么 船翻了 谁的船 可了不得了 诸葛英 公孙朗都掉到水里了 张力 张勇都掉到水里了 怎么回事 给我看看 又有一只船翻了 牛稿 如果明白了 这是我大哥 险生啊 不让我进京城 替他报仇 牛稿 二目发指 在旁 惊动了 鱼化龙 鱼化龙 已经好几天 没吃 没喝 没睡 精神欢呼 他心想 我这师弟呀 人之金子 仰之金子 脚步之金子 他对我 人之意尽 三琴三发 我这一辈子 交了那么多朋友 知心者 知友 月帅 我那师弟 他走了 现在 船之江心 掀起风浪 诸葛英 张力 张勇 都落水 看来 是不让我给他报仇啊 把坏的主意呀 既然 你不让我报仇 我又和颜面 独生在 世上 啪 啪 啪 是位 知底 折辞 苍朗朗 抽出宝剑 鱼化龙 横剑 自吻 何元庆 就在旁边 你看 余将军 你 余将军 走了 我何元庆 一出事 碰的是月云 我们两个冲毁磕头 他在街交 结尾金兰之后 只说 不能同生 但愿 同此 我借你的管 都说拔的锤 锤是金蝉子 可是 那是你干的 我露了脸 哎 你走了 多孤单 我给你做伴吧 何元庆 拿起锤 到了自己脑袋 啪的一声 当时万朵 桃花开 死尸 倒在船板上 你给我给我看 这是怎么了 哎呀 你们都疯了吗 你们都死 你们觉得怕对不起 月元帅 那么我呢 我穷小子一个 拦路抢劫 是哥哥 把我拉过来 交成无意 才有今天呢 什么牛大将军 什么开国喉 那都是哥哥给的 哥哥呀 我跟爹去了 咚 牛狗 跳进长江 站在一旁是谁 软梁 软梁 你看 哎呀 这辽子 一个猛的 捉下去 软梁好水香 三滑了两滑了 一把 好中有好 但是你可不能在前面抓 因为呀 人跳水自尽 就后悔 是手烂糊了 要是把你抓住 连你都拽到底下去 软梁明白呀 叫他使劲滚 滚足了 都迷糊了 扯腿 快帮我往上落 奔大船来 有人赶紧我脑狗 啪 把牛狗烙上来 蹬到船上 王左说 我传令 不要过江 快 船回北岸 谁不许乱动 别动 死的不值 天气变化 管月圆是什么闲事 月圆是知道你们这么死 他不干呢 快回来吧 大船回岸点 下谋 大跳 众人搭了脑袋 来到二场 把尸体 也都抬下来 大家全傻了 怎么办 哎 回去好不了 秦惠 能把我们翻过吗 是吧 个精中帅 吃鸡者 非杀不可 弄不好 要连累满门 哎呀 王大夫 你看怎么办 问王左 王左 这人很有讨论 大家 皆挨 人啊 一慌 就糊涂 容我想一想 回迎不去 现在 唯一的 要保护岳夫人 和岳元帅的孩子 现在不知道他怎么样 如果能把岳元帅的子女 接到我们身旁 我们把他抚养 长大成人 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 这叫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少 你们说对不对 对 王先生 我们听你呢 王大夫 你说怎么办吧 要我看 不如我们炒地法 另立山头 藏风养锐 莫玛丽兵 我想 手大 只不过天 是邪 不寝正 看了秦惠 能横行几时 岳元帅说了 天日昭昭 天日昭昭 天公无私 地府有灵 会 报难 秦惠 对 快 发现空行 这牛稿空手 一会儿牛稿醒了 哎呀 哥哥 兄弟 我追你来了 哥呀 一抬头 眼前站的是王贵张贤 你们俩怎么也来了 二哥 你光顾追大哥去了 扔下我们俩怎么办呢 三哥贪怀没了 大哥没了 剩下我们俩 我们怎么活呀 说明白 怎么 我没死啊 谁说你死了 小阮良 把你救出了 哎呦 阮良 你缺乏本 得你断子子 我死了就完了 谁让你救的 怎么呢 救不对了 那好 来 我再把你摁畅江里 别的 哎 别死了 死算没剧气 口眼一闭 万事皆修 你想抖清静 你就这么死了 你对不起 月元帅 月元帅 孩子还小 还有妻子 还有孙子 谁管 你当朋友的 哦 口眼一闭就完了 你要是好样的 要拿咱元帅 当英雄 你够朋友 咱们呢 立志 给他报仇 对 不哭了 好 我说弟兄们 怎么办 我令你们走 当初二爷就战山为王 咱还战山为王去 好不好 然后派人 把我们的嫂妇人 把我们的小侄子 使女都接了 对 走 哎 勇一样 不勉强 哎 都听着啊 你们哪 有亲偷亲 有有告有 实在没地方的 跟着二爷走 走走走 煞时间呢 算了不少 最后剩 3800人 这3000人是哪的 杨再兴的乌鸦军 800人是燕灵队 你说告诉你们都不走呢 我们不走 我们佩服月爷 我们跟月爷一辈子了 他不在 我们就跟您了 您上哪 我们上哪 好了 奔我上金岭凤凰山 咱们战山为王去 王总是先别走 把这尸体赶紧送回故土掩埋起来 张显王贵没给牛高走 俩回家了 咱们先说上这笔 俩回家不久 忧虑成鸡 双双故去 牛高领人 上太阳山 派人呢 到月的庄去找月飞的妻子孩子 到那才听说 老月的居家满门被押到京城 到京城再一打听 说被遣送到云南 充军发配了 军中呢 有人给施权送信 施权也找牛高去 没走者 都叫秦桧 充军发配 还有两个人呢 也跑了 谁呢 就是李直王能 他们两个帮助月飞 写万民表 把月元帅葬买起来 知道秦桧肯定不能饶过 两个人出家了 随后呢 又发现周城府县的河路码头 贴出来 月雷的画影图形 到处抓月雷 牛高派人找月雷 上哪找去 找不着啊 咱们再说岳夫人 被冲军发配到云南 常言说万里云南 路途遥远 古代交通不方便 人烟稀少 封山有贼 御岭藏口 十个发配者 得九个死在中途 这一路上 参风路宿太难了 这天正往前走 前边崇山峻岭 山高林密 没有人性 天色江湾 借差江湖也害怕了 不知道什么地方 赶紧的 打开地图看看 哦 再往前去 是八龙山 八龙山数十里地 没有住户 没有住户 这怎么办 赶紧请示 李氏先人 岳夫人 您看怎么办 李氏说 我对这事不懂啊 既然晚了 这么办吧 咱们先住什么 对 先扎下小营盘 怎么得扎营盘呢 四百多人呢 护送一百人 被冲军发配三百多人 你算算 那也得搭个小帐篷 吃锅造饭 他们赶紧找一个什么呢 衣衫靠西水的地方 有水喝呀 没走多远就去哪 倒 一声炮响 野鸟精灵呢 这孩子哇 全吓哭了 江头也吓坏了 停停停快 可了不得 从半山坡出来 有五六百人 横住道路 上文书说道 一声炮响 野鸟精灵呢 江头也吓坏了 停停停快 可了不得 从半山坡出来 有五六百人 横住道路 哎 站住 江头一看 眼前的五百人 军装浩坎整齐 不是大宋的军医 却是绿色的浩坎 香白饼 头上打不着头 有拿鬼头刀 有拿双手带 当中一杆大旗 火红断四面 周围黄火燕 白月光 上写梁王 中间斗大的柴子 起脚下 打着九区歪霸 黄罗散盖 散盖下一人 跳下马 九尺开外 肩宽背后 面子弹金 重眉 还眼 古威良 大嘴叉 二十多岁 头戴五龙关 龙头冲前 后半是戎球 身宽者黄袍 左袖寿山 右袖浮海 内衬 斯文尼软凯 凤凰群 双折马面 胯下鸭蝶 预顶紫花流 金鞍玉颤 透龙金凳 足灯一双 蛇笔战靴 得上钩鸟船 挂着金背 砍山刀 两旁边 十几名 剑官 江超一看下官 这哪呢 旁边当兵的喊 哎 前面又是哪的 同名上来 呃 梁王 拆牌符 书中暗表 小梁王柴桂 到五科厂 和岳飞交战 被岳飞调死之后 尸体用兵镇着 运回云南 安葬之后 他的儿子拆牌符 记了位 这几年呢 这一代风飘雨顺 五股风登 百姓安乐 哪都好 所不好的 就是复仇未报 拆牌符不是不想报仇 不敢 为什么呢 岳飞领兵带队 手中有十几万人马 多的时候数十万人马 他敢怎么理 他这叫化外帆帮 不过他也养兵 手下有军士 叫杨金丽 元帅 红化波 两兵大将 罗飞 罗勇 头一个月 就接到了秦桂的信了 秦桂派人来了 说岳家满门 我给你送到云南了 你可以替夫报仇 哎呦 柴牌符兴奋好几宿没睡觉 派人打探 远探近探流行探 探完之后 说很快就到在八龙山 四天前 柴牌符在这等着呢 天骄傍晚 正好碰着队伍 拦住道路 哎 看这包 这是我家梁王千岁 数个字说 姓柴走 柴牌符 哟 你别看岳家的孩子不知道啊 江涛知道啊 江涛 沈明 四个借柴赶紧跪到磕头 哟 王家千岁让 小人给您磕头了 你们是干什么呢 我们是借柴 借柴 对对对 因为岳飞犯法了 他的居家满门 怕这个冲军发费 令我们把他送到云南 打跪地路过 好啊 你们有功 来 没赏五十两银子 回去吧 嗯嗯 没到地方呢 不用了 我把他们都留下了 给他们开一趟宅心 你们走吧 嗯 不行啊 江涛侠 没到地方 没有回文 我们回去了 梁红玉见着我们 我们老婆还都活不了了 哦 千岁 既然是发费 就不犯死罪 你们不能啥 胡说 到我这 有我这规矩 我要替我父亲报仇 啊 什么仇 这人说话 惊动了后边的闲人李氏 赶紧走花斑报 张英过来了 张英拿着棍子 来到卸尽 走着 江涛说 可了不得 这是梁王柴牌夫 要杀老远的人 呀 有这事 你不走走走走 他看了看 哎 不是啊 怎么 都帮我们走啊 你谁 我父亲 豪梁总兵 叫张宝 我是儿子 外耳花斑报 叫张英 姓张啊 帮你走吧 走走 星月的留下 其他地都走 不行 为什么留老月的人 嘿 你不知道说 告诉你 我父亲 数个肚子说 叫柴贵 当初五颗厂被岳飞调死 我要报杀父之仇 哦 嘿嘿 哎呀 当初岳元帅调的那爹 谁对谁不对 我不管了 不过岳元帅死了 一命顶一命就完了 他死了 他儿子还活着呢 这叫负债子魂 呀 你这就不对了 你看 老月人老的老小的小 还有女眷 我你忍心吗 本来京中帅死就冤 被秦桧所害 你还助纣为虐 你小子 嗯 拆白不一的眼睛 不过他心里和解 我可咎有耳闻啊 这个秦桧在朝中 上起天子 下压群流 听说秦桧 是从北国回来的 私通金帮 有意卖国 陷害岳飞 跟我没关系 本来大宋朝的江山 是我们老柴家的 就因为赵狂殿 夺了我们家的江山 把我们送到云南 寿清风 该 谁接谁中 我不管 哎 姓张的 说这些我不明白 我就要老岳的人的人心 给我爹记灵 哎 有你家花斑豹 再次就动不了 那么说你好 比划比划 破 那当然了 有我在 你们休咬动 好 本王看你有多大本事 抬腿的圣狗鸟 传摘着金 被砍山刀 在掌中一情 催马 刚要过去 旁边过了一个 王家天罪 你歇下跪体 看我的 皮炸 过了一言大将 花点小子 认识我吗 你叫什么 我叫罗飞 说着拍马武刀 奔着张英刷 劈了下来 张英手中大棍 救足力气 还开 卡 罗飞这刀被震的 好吗 掉到山上 罗飞 学马往回就跑 张英乐了 就这两下的 连刀都拿不住 得了 回去拿细花针去吧 他哥哥罗勇 在一旁挂不住了 喜喜啊 兄弟啊 你也太犯痛了 你在这儿拿头份奉路 哦 就一招就回来了 看我的 催马铭枪来的窃镜 奔着张英 刷刷刷 连扎三枪 张英 百棍 接驾相魂 两着一个马上 一个步下 打在一起 罗勇奔上三路 扎张英的梗嗓 带两肩 张英 打在下三路 打两腿和战马 打到四五个回合 张英明白了 那边那么多人 我这边别看人不少 没有能上阵的 四个借差 是花拳修腿 那么就指着我 有我在 就不能让老月的人 受委屈 怎么办 速战速决 想这 急忙 虚晃一招 拉个败事 棍头脱地 那意思想败走 罗勇一想 别走啊 我得给我兄弟找脸啊 哈 咱 猛然张英丢一转身 嗨 他来到马泊底了 咔嚓一下 把马鸡嚼舌 咕咕 罗勇滚安落马 张英 举下滚 嗨 我打死你吧 花班报张英 讲罗勇打落马下 他想一棍 将他置于死地 在旁边惊动了借差江考 江考想 我们到了人家一亩三分地了 要是打出人命 我们就走不了了 急忙高喊 张公子 棍下留情 呦 张英收住招数 有人把罗勇就走了 张英高喊 嗨 哪个不扑 话音刚落 云南的元帅 催马过来 这个人姓红 叫红华波 守清红尾 三节棍 窑洞 三节棍 哗 冷海 两个人战略 七八个回合 打个平手 小梁王拆牌服也生气 我这帮人素是看着不得理 怎么就这么个小就打不过呢 军师 嗯 怎么办 唉 运不着打 你叫他回来 运走 绷腿绳侧后 这边绷腿绳准备好了 那边告诉红元帅 请回来 红华波波就知道有事 血马 顺山道往前跑 就一条道 张英随后就追 大跑 连起五道绷腿绳 张英被兜倒了 有人司马川提的把他捆上往旁边一放 小梁王一阵冷笑 怎么 还有没有过来的 不然都给我扶宝 江操杂了 哎呀 王这千岁 你不能这么做呀 嘿 你再有多言 我搁你舌头 后边惊动了李氏仙人 忙问家人 前面为什么打仗 是这么这么回事的 哦 是我丈夫的仇人 既然 我丈夫得罪了老柴家 就不能叫张英 江涛他们 汤浑水 月灵 娘 灵你兄弟 到前面去 借梁王陪礼 就说我们借路通过 感激他一家 实在不行 那么你们哥俩 辅绑 哎 月灵 今年十四岁 月镇呢 九岁 小哥俩来到队前 抬头看了看 江涛说 三少爷 你来干什么 我娘说了 别把你们都搭理 我见见 这是梁王 对 他就是 哦 梁王千岁 我叫月灵 嗯 月鹏举是我的父亲 我是他三儿子 我这里给您磕头了 月镇也跪下了 呀 梁王一看 眼前这个小伙子 细高高身材 黄白镜子 细眉长目 单眼皮 文质彬彬的 身后谁 他是我的四弟叫月镇 我们两个奉母命 给您赔罪了 当年我父亲 在教军场 伤了您的父亲 可是我父亲 已经过去了 剩下我们孤儿 寡母 又被秦桧害的 流离始祖 击压破人亡 忘千岁 高抬贵手 法外施恩 放我一家 打此地通过 嗯 小梁王一看 这小伙子挺会说话 不过 月镇啊 你说你们孤儿 寡母怪可怜的 当初你爹杀了我爹 我们孤儿 寡母 不也像你们现在一样吗 拿人心 笔自心 你父亲 倘若死在我手 你报仇不报仇 今天说什么 没用 一个是你扶宝 一上马和我比试几何 把我胜了 可以放你走 如果败了 我把你们开堂摘心 给我爹祭鼎亡灵 怎么 您真就不能高抬贵手吗 哼 不行 既然如此 我得罪了 月灵一白手 有约定 给他牵过战马 得胜钩鸟船 挂着如意金枪 小将军抓紧在手 任登上马 抬腿得胜钩鸟船 摘下如意金枪 掌中一情 好 梁王千岁 我多有得罪 我呢 是初学诈恋 不行 但事情逼到这 不能不试试 打不过你 我就认命了 好 只借小梁王两脚踹 等马往前去 手中打刀 往轻刚要进招 旁边 红元氏说话了 妈 用不着您 看我的 虎伟三截棍 抓两头 腰张剑 哗啦啦 吹马过来 还打 不着岳林 砸了起来 岳林摆枪 往外招架 两个人就在这小小的窄道上站在一起 岳林和岳雷的功夫没法理 岳林好境不好动 好文不好武 而是啊 岳林和张献回岳的庄之后 一看这小哥几个都练武 他这在武功上下功夫 特别是父亲过去之后 他明白 我光西文有什么用啊 我必须能跨马征杀 别看 他被压界云南这一年来是在路上 无时无刻不再练功 功夫大见长见 就这么才和洪元帅打个平手 但是时间长了 非输不可 这小伙子走心眼 评审不爱说话 以巧妙招数来战洪元帅 这姓洪的太狂了 他没把岳林放在眼里 有那么句话 刁兵地败 三转两转 步道怎么那么寸 岳林的如意金枪啊 把他蒸袍给扯个口子 对他来说 这人就丢不起呀 急忙收棍学马 败回本部军队 呀 里面八张大样 通红通红 小不良王狠狠瞪他一眼 心的话还是一完顺 翻头 催马过来 轮刀就劈 打了有十几回合 在一旁 军师姓杨的说话了 别打了 就这么一个小伙子 咱们拿不住 咱这可太丢人了 来给我准备半马锁 这边啪啪啪 摆着十几道半马锁 高喊 哎 千岁 快撤下来 小梁王就知道有事 急忙学马 顺山道往下拜 岳林必然要追 为什么呢 得从这块过去 他往前追不太远 人家过的时候啊 这半马锁地下放着 两旁军族 藏在石头 篮子后边看着 啪啪都过去了 他一来啪 半马锁一起 这马蹭跳过去 连跳三道到第四道 这马不干了 这马一想这干嘛呀 我回去吧 一学马往回来 这蹄子 给转上 巴里带 这匹马哭 倒下了 岳林被扔到地上 有人按上 马尖头拢二倍 四马倒穿蹄 给捆上 用钢子一穿 抬走了 小梁王学马回来 哈哈大笑 喂 你们怎么办 谁过来 江涛说 王家千岁啊 我们可不敢 以小犯上 行了 我们认了 您说怎么办吧 有人告诉 李氏仙人 夫人哪 怎么办 岳夫人说 别打了 我们都扶吧 不过我到队前 跟千岁有几句话说 就这么李氏下了车 来的队前 飘飘下败 梁王千岁 我是岳飞的妻子 仙夫已经过去 我领着儿女 打此一路过 既然你不饶过我们 那好 我们扶吧 就这么 小梁王柴贵 吩咐手下人 把岳的人 以及京都来的官军 全给绑上了 押到南宁州 到了城里 铁瓦延安殿前 梁王下马 领着将军君族 来到延安殿内 把岳的人绑在门外 刀部手 准备好鬼头刀 唯独把岳林岳镇 带到殿上 一边一个绑在柱子上 来 把我父亲领牌请出来 要这两人的人心 给我爹祭奠王名 两旁边大臣上来贺喜 哎呀 千岁 这是切开得正 千岁 得报复仇 千岁 您这次 真是尽孝了 紧跟着 梁王一招手 来 把这两小崽子 给我开堂摘心 岳林岳镇 稀里难受 嘿 出离龙潭 又入虎去 我们死没什么 我娘 要受着一刀之苦 我嫂子 命也太苦了 我嫂子把孩子丢了 丈夫又死了 这可等待 一二看月的人 有性命危险 突然 就看垫脚那 有人喊了一声 奴才 你真乃大胆 给我住手 嗯 小梁王一看 由殿下 伤了两个人 走在前边的不是别人 是她的母亲 柴娘娘 后边是她的妹妹 叫柴玉香 呦 娘 您怎么来了 只跟柴娘娘 面沉似水 奴才 你干什么呢 娘啊 我抓住老月的人 给我爹报仇呢 住手 不许你无礼 娘 您 您快请坐 搭了个龙墩 柴娘娘坐下 她的妹妹在身后站立 奴才啊 谁让你这么做的 娘 杀父之仇不公戴天呢 为人要不报杀父之仇 她还够两匹吗 胡说 你爹是怎么死的 你知道吗 知道 教军厂 岳飞枪调我父亲 为什么调他 这 为什么 我爹去夺状元 他也夺状元 就这么撒起来 哎 奴才 可惜啊 你身为王位 是非不分 听我说吧 你爹身为梁王 异国的藩王 官高决险 为什么气大气不小 去当举子夺状元 这 这我就不知道了 他心怀叵测 只因金刀王善 有意造反 想和他串通一气 剥夺宋氏江山 就不这么你爹 带着金银珠宝 买通张帮昌 张帮昌 玄称卖官 将状元 娶给你父亲 鄙视这天 岳飞下赵场 和你爹鄙视高低 让他三枪 你爹不依不饶 岳元帅就怕杀了你爹 将来要敌场对命 故此立下生死文凭 各找宝人 说得清楚 不管谁死在谁手 都不敌场对命 那岳飞枪法惊奇 武艺高强 将你爹挑死了 可是因此 他也名落孙山 为了这件事 老元帅宗泽 也被罢官了 娘 这话你听谁说的 大宝 那半天我爹 白死 该死 这话 我派人去问过 仅经常的港考局子 都这么说 你父 以大压小 以强压弱 娘啊 这 那 那我爹死也去 不去 岳飞 不但不是咱们的仇人 他是恩人 后来今当王山 被国家抓住了 全家改战 豁灭九族 如果你父亲得了率权 要是和王山一起造反 咱们焉有今天 你还能当王家吗 娘还能够居住深宫吗 看来岳飞算急得做了剑 好事 好 娘 这些事 你是这么看的 对 听娘的 没错 另外 你这次能够揭杀老岳家 是哪得来的消息 秦桧派人给你送的信 可是那秦桧 要把老岳的人送到云南 他这叫借刀杀人 你怎么能上这个当 那岳飞精忠报国 哪个不知何人不晓 你可不能杀了他的家眷 落个千古骂名啊 哦 娘 孩儿 错了 哎 这才是孝道的孩子 去 快给岳家人松绑 说着 柴娘娘赶紧到外边 找李氏贤人 你就是率夫人李氏吧 啊 李氏一看 眼前站的女子四十多岁 凤温 瑕佩 面目很忠厚 你是 我是柴贵的妻子 呦 王妃 你好 哎 都是我 不会教育孩子 做出逆事 我给率夫人赔礼了 我刚才已经跟她说清了 想找良王之事 不怪你的丈夫 而是怪我的夫尊 啊 哎 心怀不鬼呀 我给你松绑了 亲自松绑 谁就摸摸绳就可以了 君族 咔 把绑绳跳了 李氏千恩万谢 把孩子都放了 呼拉过来 磕头谢恩 江桃也高兴 柴牌服过来赔礼道歉 呃 岳夫人 千错万错 是我之错 我不辨是非 不懂好歹 多亏我皇娘指点 我这给您赔礼了 哎呀 柴王爷快别说了 我到这添麻烦了 随后排摆酒岸 给月的人压惊喜尘 柴娘娘把李氏留在宫中 哪知睡到半夜上 这李氏嗷一声坐起来 啊 柴娘说你怎么的 哎呀 杨那千岁 可了不得了 我梦见我二儿子满脸是血 看过来了 呦 那么说这孩子有危险了 那位说了 月雷哪去了 月雷太危险了 长这么大 没离开过家 逢中逢孝 朝拿月见满门的时候 他扎了逢孝一枪 翻枪梗过 逃跑了 等离开家 心就没底 往哪去 娘叫我去找留守宗方 宗方在西夏 路五途遥远 不如我到朱仙镇去 找我牛二叔 就这么才又往朱仙镇去 走半道一想 不对 我娘他们要被押到临安 我爹到底怎么样啊 我娘如何 我不能自己逃命啊 我还是上临安去吧 这一天他来到瓜州城下 他刚想进城 嗯 发现城门洞外边围了不少人 再看什么 他挤到人群抬头 这么一看 呦 一个布告 画个图像 怎么像我呀 一看下边有字 捉拿再逃犯 月雷 有抓住者赏银一千两 知情不举 与犯人同罪 抓我 你好 我还值钱了 不好 别进城 我快跑 他挤出人群 往哪去 奔渡口 想上船过江 咱渡口一看 两个船家在吃饭呢 船家哥哥 把我渡过江吧 行啊 就你一个人太少了 正说着呢 身后跟了两个人 哎 船家 我们过江 好 站好一块走吧 三个人上了船 船家提毛撤跳 小船哗哗哗哗 在月雷身后这两个人 贼没输言 打了半天 公子你上哪了 啊 我上林安 你们呢 我没上林安 你们上林安 干什么去 我们给月爷上坟去啊 啊 月雷一乐 哪个月爷 你是外地人 跟你说不要紧 你不知道啊 京中大帅 腊月二十九 在风波亭被勒死了 哎 死得去啊 金城那有他的坟 我们给他上坟去 啊 月雷不知道父亲死啊 听了这话 好像五雷轰领 爹 哎呀 爹 哎 哭 哭什么呢 你是谁啊 哎 我是月雷 月飞是我父亲 啊 这就对了 这场官司啊 你就打了爆 俩一伸手 慌愣 拿着锁链 窝 往月雷脖子一套 本就蹬住了 啊 你们俩是干什么的 嘿嘿嘿 干什么的 你中计了 我们俩是 瓜州的都头 我就李六 他就刘三 方才你跑城门洞来 看告示 慌慌张张往外走 我们俩就跟上了 我姑妈是你 果不然 正是月雷 哈哈 该找我们俩发财 走吧 跟我 哎呀 姓月的 我不抓你 别人也抓你 大概你还不知道 你 月飞死了 你的居家满门 被压到京城 唯有你 杀伤彭秀 乡爷传出君旨 扶天下抓一个 沿江到处是牙翼差人 该找我发财 走吧 把那枪也带着 进了瓜州来到了衙门 暂时派人看守 枪入兵器库 禀告知州 知州啊 叫王炳文 他有个兄弟叫王炳武 是临安城总兵 这两个人啊 是秦桧夫人 王氏的侄子 这俩小子本来不是做官的料 尤其王炳文是卖切膏出身 就因为有这么好亲戚 平步清云 眼神还不好 李六进来了 哎呦 大人给您道歧 我们把月雷抓住了 是吗 是啊 哈哈 好啊 那我怎么着 一来赏你们两双靴子穿呢 嗯 李六新的话 告示写的明白白白的 赏文言一千两 给我们双靴子 嗯 别着急 领完赏钱再说 现在已经把他带到堂下 好 急鼓声堂 鼓声一响喊堂杯 把月雷推上来 月雷来到里边 利耳不贵 王炳文眯封眼睛 使字开 看不明白 下边 可是月雷 既然知道 何必再问 嗯 我得看看 对不对 拿着图像 来到月雷的眼前 使劲这么转了好几圈 对 对 来呀 重打五十大百 李六说别的 打完了 明天押入木龙丘车 把他广道道变凉 还不零碎了 他又死了 那一千两银子可就没了 对 怎么办 先押起来 他跑了呢 哎 不给吃 不给喝 叫他饿得迷迷糊糊的 借条腿 他都跑不了 明天早上 就押走 不过 咱这帮人可不行 恐怕朱仙镇的重将来 这么办 叫守备 狼大人 压剑 好 你的小子真有本事 就这么着 把这 压下来 那边叫人准备 木龙丘车 有人通知 守备 狼兴 狼兴怕出事啊 抓住月雷 多大功劳啊 那秦桧 立即就能封关啊 要是把月雷放跑了 吃饭的买买保不住 故子派人 就在衙门外边给巡逻 再说月雷被关在大牢内 不给吃 不给喝 心里难过呀 哎 我娘放我出走 为的是叫我远顿他乡 习学武功将来 少贼人替我父亲报仇 想不到 我身落虎口 这可怎么办 越合计 越难过 那还不说 不给吃 不给喝 这饿着滋味太难受了 隔壁呢 飘来阵阵的酒肉香气 话全行令 俩好 六六六六 我无亏 无亏 哎呀 到了二更多天了 实在累的不行了 他昏昏沉沉 打个咳嗽 就在这么功夫 哗了 扭扭扭扭扭 呱 门开了 月雷 机灵打个冷战 开头一看 呦 门口站着个大汉 身高盯扎 虽然灯光昏暗 也看清了 黄白镜子 一脸的水袖 浓眉阔目 微微的连边 乐腮胡须 高碗牛心发迹 下边光着脚 穿着草鞋 你 二少爷 跟我走 你是谁 在下 扶请欧阳 自从善 有个外号 叫五方太岁 有什么话 跟我出来再说 书中安表 这个五方太岁 欧阳从善 说的是好汉 也可说的地赖 也行 奔谁养 本来呀 他一身的武功 力气很大 手指一头大棍 可惜 英雄无有用武之地 这个人呢 狭肝易胆 鼓道热肠 没地方用 晚知呢 受人欺负 一种反抗精神 逮谁跟谁打架 就在花州一带 没有不知道 五方太岁 欧阳从善子 没酒 我要酒喝 没肉 我要肉吃 没钱 打 最近打出娄子 把个当官的 给揍个嘴巴 把他压去了 压到这之后 不是吗 在大牢里 比谁都横 今天 听牢头说 抓住了越雷 五方太岁 欧阳从善 心里一动 哎呀 老越的是好人 我渡过张宝 后来听说 他死在京城 我不能不救他 怎么救 身上唯一 有一样东西 是个玉佩 他把老头叫来 哎 就是我生儿 拿这个 和这酒菜 咱一块喝 大伙子一看 哎呦 这可值钱啊 值不可惜吗 不可惜 去换去吧 就这么 老头拿着玉佩 买来酒肉 他把所有人都叫来 连吃戴喝又话全 等到老头喝的迷迷糊糊都醉了 欧阳从善这才偷出钥匙 来到月雷这开开锁 就月雷走 月雷千恩万谢呀 欧阳兄 谢你 别说这 走 没家伙事啊 怎么办 咔咔 一人掰个桌腿 拎着 走出牢门 迈没有几步 门口站岗的 哎 你怎么出来了 欧阳出山过去 砰的一下子 照脑袋 咔 没气了 走 这边哐的一声 那听见了 诈欲楼 月雷过去 当的一下子又趴下 奔楼门 里边一喊 楼门的听见了 出什么事了 欧阳从善 蹭就滚 一伸手 砰 薅住脖子 别喊 喊我就打死你 没喊 把钥匙掏出来 把大门开开 欧阳爷爷 你要干什么 快 开开开 吸了花了 吸花了 嘎巴 三光锁拧开 钥匙收在兜里 把锁头拿起来 去了调 撤门栓 花把门一开 欧阳从善 蹭 往外就窜 月雷往外一走 牢头都离开 我的妈呀 炸狱了 月雷又跑了 我也活不了 干脆我也跑吧 他也跑了 刚才的嗓子 雨里头都知道了 要不得了 炸狱咯 谁跑了 一检查 发现月雷没了 可了不得 锁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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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ériode 响啊 雨里脑头 呜 追了出来 欧阳从善在前 月雷在后 双双的 往哪跑 往北城跑 刚走不远 迎面 哒 来售队伍 高挑 登秋火 把亮的 呦松 罩如 伯昼 一样 ו 回来了手臂狼星 狼星知道 大老李压着重要罪犯月雷 明天要打入木龙秋车 压到京城 今天晚上格外注意 亲自巡逻一台头 站住 干什么呢 欧阳松山说不好 我那么拐 俩蹭蹭 刚一拐 后边追赶的老头到了 哎呀 手臂大人可了不得了 武方太岁和月雷都跑了 月雷跑了 可了不得追 哗的追来了 两人追到狮子接着 欧阳松山说不行 你快跑 我抵挡你一阵 我把人呢 引到别的岔路 你赶快逃走 藏起来 哎你怎么办 不要紧 甭管我 欧阳松山 拿着桌子腿 来着堵着 月雷蹭蹭蹭 拐进虎头 狼星不傻 两个人分开了 欧阳松山算什么呢 进大牢啊 就跟进饭馆一样 今天进 明天出去 后天又来了 他拿着当饭馆的 不理他 派人呢 追来追去 前边是个死糊涂 原来一看过不去 这怎么办 后边 人狠马死 站住 再跑开工房间了 是怎么办 他抬头一看 墙头并不太高 望上移动身 撑 双手 扒住墙头 一使劲 一片本来到墙上 刷 望下一跳 灯掉一块砖 越来没注意 噗通 跳到院里 往这里边一看 原来还挺宽大 好像是个花园 花草树木 旁边还有个养鱼缸 这地方不行 如果他们也跳下进来 就把我抓住 往前去 再往前走 呦 有个小楼 灯光明亮 人眼晃动 上楼了 听了听没动静 里面有人吗 有人没有 没声音 我进去 推门 他来到里边 再一看 呦 这屋里啊 四白落地 窝指呼朋 挑衫对联名人自画 还有镇宅宝剑 迎面是硬木雕刻的牙床 金钩道挂 背入叠得齐齐整整的 东边是个大衣柜 旁边是个衣服架 这边是书厨 东间是金七八仙桌 点着蜡烛 上边放着壶水 四盘点心 芙蓉膏 喇嘛膏 槽子膏 大拔架 哦 这是公子书房 哎呀 自己是又渴又饿 我呀 喝杯水吧 碗在这摆着呢 哗 倒点 拿起来一闻 挺香 咕噜 喝下去了 坏了 闻着挺香 到嘴挺好 进度受不了 因为什么 他一天一宿没吃没喝 哎呀 肚子难受 胃疼啊 这就茶醉 哎呀 这吃点东西你 偷吃点东西都不好啊 就凭我干这事啊 不要紧 我就尝一块 胃不疼就行了 哎 拿块槽子膏 咔嚓一口 一个月牙 再一口 来个钢塌 都扔嘴里了 不吃还好 一吃更馋 再来一块 粉 又来一块 这也不咱们的一项掉到的 得 我吃一盘 等主人回来 我跟他说说 我给钱还不行吗 就这么 他一点一点一点 四盘吃光了 这水呀 他也喝尽了 这会吸流牙底 也不出虚汗了 哎 我得走了 就这阵 就听下边 鸡灯咯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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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底鞋声音 有人说 小姐 慢点走 哎 我知道啊 小姐 你怎么才回来啊 我可真着急 我问你 眼睛准备好没有 水蓄上没有 都准备好了 再放着呢 啊 月内亭怎么着 这是姑娘秀房 我把姑娘东西吃了 躲不出来了 不好 就是独立了 这多不好 挺大小伙子 回头躲一躲 等他睡着好好藏起来 往哪躲呢 扭头看起来 这是个衣柜 六尺多高 四十来关 哎 在这里 一拉柜门 没锁 把衣服 往旁边搏一搏 进来随手 讲门 关上 这心呢 一直跳 心想 就凭我 这么大元帅的儿子 偷东西吃 藏在柜里 没办法 此一时 彼此 这阵 丫鬟小姐 来到楼上 姑娘往这一坐 哎 吃点点心就睡吧 低头一看 哎 四盘全空的 丫鬟 点心呢 他点心 这 呀 怎么都没了呢 一定是 往放着了 那那盘子 怎么在这呢 哎 你呀 丢三忘四的 呦 这壶怎么也空了呢 也是啊 啊 我明白了 小姐啊 咱这房子 老房子 大批有耗子 耗子把点心 都吃了 原来新的话 这丫头 哪有这么大耗子 耗子精啊 小姐说不对呀 耗怎么能喝水呢 哦 你是没戏 气死我了 小姐 我再给你求点吧 嗯 再续点水 算了算了 不吃了 我的衣服 给我准备没有 哎 准备好了 在柜里呢 我给你求去 不用了 你去吧 我自己拿 哎 好 小姐 那没吃东西行 走走走走 原来新下 丫鬟快走 小姐快睡 我快跑 小丫鬟 嘚嘚嘚嘚嘚 转身出去 姑娘随手 把门嘎灯关上 里边插死了 开开双扇窗户 往外边瞧了瞧 随后窗关好 把外边衣服捆下来 往衣挂上一挂 伸手啊 要开柜门 要取内衣 就在这儿 打门这块 开门哪 开门 快 呦 谁这么拔门呢 姑娘把窗户 又推开了 往下边一看 呦 这怎么来了 官兵了 谁呀 正是守备狼兴 书中暗表 狼兴带人追赶月雷 追到死户 痛着发现月雷没了 地下掉块砖 就知道翻前而过 狼兴说 快 进去 给我抓人 差人明白 嗯 守备大人 这户不好惹 谁家 谁家 这家主人姓崔 叫崔顺 崔顺曾经当过咱们瓜州的支州派 他不下去了吗 不对 你别看下去了 也比咱厉害 他有个哥哥叫崔孝 曾经流落到藩邦 跟宋朝两个皇上在北国受罪 后来崔孝为了保当今天子回朝 死在金盈 当今皇上 赶紧当初他有旧驾之根 对这个崔顺呢 特别好 看见没有 这边房子 这是皇上单独拨的银子给盖的 崔顺 当上瓜州支州 最近不知道为什么 秦丞相不怎么得罪他 他下来了 还换的 现在王大人 人家八根寒毛比咱大嘴粗 咱们少冷户 那月雷跳到院子不能不查 家里还有什么人 还有个女儿 叫崔玉莲 嘿 这崔小姐长得冯提多漂亮了 嘿 那个眼 那个门 那个耳 那个轮 那个嘴 那个唇 看一眼 死都不冤 据我知道 咱们王之州 想娶人家姑娘当三姨太太 叫崔的人臭骂一度 没同意 耶 那要是他家窝藏月雷呢 他是不是成了同案饭了 崔顺成了同案饭 他女儿 是不是就出宫了 嘿嘿嘿 那就归我了 冲着丫头 叫门 哎 好了 开门 这一折腾 月雷才到楼上吃饱了 喝足了 藏在柜里 如果马上就跳进院里抓人呢 月雷没着工夫 这一喊 老家人把门开个缝 一看外边来这么多人 吓一跳 呦 各位什么事 哎 往里面回一声 告诉崔老爷 就说狼心拜见 狼心 哦 时间颇大 崔顺来到门前 门大开 哟 说回大人 到底有事吗 啊 崔大人 这么事 我们追赶月雷 月雷逃到你家去了 我们想搜一搜 哦 崔顺不高兴 可是我不让他搜 准得废话 还得说我窝藏月雷 好吧 你看吧 不过啊 你们都进去不行 我家里东西放的太散 如果丢什么少什么 你赔得起吗 嗯 崔顺心的话 你别讹我 我们少进去几个行不行 不行 要去 就你一个人去 哟 双星星的话 我一个人进去 就碰进月雷 所以把我砸死不可 呃 这俩小过来 怎么 少点啊 有动静 往里冲 好了 就这么狼行进来 崔顺前边人到 狼行跟着 转来转去 看到了 没人一抬头 瞧见花园中间的小楼了 嘿嘿 崔大人 谁在这住 我的女儿 玉莲 呃 这楼可不可以搜一搜啊 这怎么能行呢 我女儿绣楼 你们男人能随便出入吗 嘿嘿 那没办法 上车下派 我们抓带头犯呢 呃 这个 狼行新的话 什么这个呢 叫搜 也得搜 不让搜 也得搜